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262集 张无峰最不愿意去质疑身边的人 但是他的感觉实在太好了 因而因为爱所以爱 因为爱所以感觉到一个人 是不是那个人的时候 感觉很强烈 有时候对方站在你面前 你却觉得对方很遥远 这是新的距离 新的距离 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 去用言语表达的 因为爱到了一个顶点的时候 任何隐瞒都成为了空谈和笑话 张无峰淡淡地笑了笑 推开房间的门 让苏儒走了进来 然后关好了房门 拉开灯 他看了看苏儒 苏儒就是苏儒 没有任何的变化 甚至他丹田部位 残余的一丝玉礼的 大黄丹的药力 还没有完全的消容 这一点又让张无峰 暂时打消了心中的疑惑 苏儒 你在床上坐吧 张无峰笑道 嗯 你坐我身旁 我靠着你说会儿话 我想把我以前的生活都告诉你 你可以接受曾经那个自卑丑陋的我吗 苏儒大眼睛睁得很大 问道 这一刻他有着很多的期待 他的眼神之中充满的期待和渴望 尽管他知道这会是一个肯定的答案 但是他依然期待着 这一句话 消融了张无峰所有的怀疑 因为曾经的过去 苏儒的过去 那是非常不堪的 那种苦难 有时候会让一个铁血汉子 都为之流泪 因为曾经的某一刻 苏儒在回忆过去的时候 张无峰有看过他的背影 那一刻的背影 张无峰就算是一辈子 回想起来都会为之心痛 所以苏儒这一句话 张无峰彻底无言 他只是紧紧地抱着苏儒 如同抱着他的整个世界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认为人有感情 懂得真正地去付出 无私地付出 苏儒就是这样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就算是他有些小小的异常 那又如何呢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爱一个人 不就是去包容他们 再说 每个人的情绪 不可能总是稳定不变的 既然如此 有些不同 又有什么奇怪呢 张无峰自己告诫着自己 就像是让自己去接纳 眼前这个似乎有些 不对劲的苏儒一般 毕竟苏儒是他最亲近的人 而且刚刚似乎做了一个 很恐怖的噩梦 如果真的伤害到他的话 那么自己岂不是会更加的自责和惭愧吗 这样一想 张无峰觉得 或许是苏儒有些秘密 暂时不想说 这才显得有些心事重重 因此 他也就不再去计较这些 苏儒 你说什么傻话 无论是什么时候 我都不会嫌弃你的 美和丑 看的不是容貌 而是性格和心灵 对于我张无峰而言 要找美女何其容易 但是 这又有什么意思呢 就算是九天仙女 也无法和我心中的苏儒你相比 所以 这样的问题 你以后不用问了 相信 相信你自己 也可以感受到答案的 张无峰温柔地说道 嗯 在你身边 真幸福哦 苏儒微笑着 抱着张无峰 靠着她的肩膀 轻轻地呼吸着 一份难得的安宁 萦绕在房间之中 苏儒 刚才做梦 怎么了 刚才做了个很奇怪的梦 也很可怕 我好像进入了地狱一般 很恐怖的黑暗之地 那里有一个雕像 刚好把我束缚到其中 我无法挣扎 后来 我看到我和你 是的 是我看到了我自己和你战斗 我竟然还杀死了你 我不愿意见到那一幕 所以我挣扎着醒了过来 这个时候 曾经经历过的那些苦难过去 就一点点地充斥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忽然觉得很难过 难过地想哭 苏儒淡淡地说道 张无峰文言 轻叹一声 一个梦境会造成这样的效果 除非是 那个梦境是真实度非常高 要不然 绝对不会这样的 放心吧 苏儒 那只是梦 别人都说梦是相反的 这说明啊 我们的感情会牢不可破 张无峰安慰道 是吗 苏儒迷茫地问道 是的 当然是了 可是 自从懂得了放开 进化 升华的意义之后 我很少做梦的 就算是做梦 也会是有些预言的感觉 这一次 真的很让我害怕 而这样害怕的感觉 我更是记忆如心 记得我爸赌博的那段时间里 我当时就做了个梦 我说 我爸爸被放带的人追杀 被砍了两刀 倒在血泊之中 后来 是我自己被别人砍了一刀 一刀的血迹从我脸上喷出 喷了那人一脸 当时我自己就被吓醒了 后来 后来结果就是这样 这个梦 没有一点相反 反而是真实的 我 我该怎么办 苏儒颤抖着 迷茫地说道 张无峰握着他的手 看着他有些憔悴不堪的样子 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乖 别多想了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 我给你讲一个 我曾经很丢人的事吧 实在是太丢人了 不过呀 也很好笑的 张无峰消道 嗯 记得有一次 在教室午睡 我睡迷糊了 一个同学经过 我当整劫匪了 然后 我自己是奥特曼 当时施展变身 把那同学打哭了 结果第二天午睡 那家伙求我说 丰丰 你睡的地方给我吧 我也想当奥特曼 我说好啊 就让给他了 没多久 老师来了 他以为我来了 从桌子上爬起来 一脚踢了过去 正踢中了女老师的裆布 当时那个女老师啊 可是以教训人出名的 被人称为铁匠 哼 那小家伙就悲剧了呀 苏如忍不住笑了 是啊 他可不悲剧了 从今以后 见到奥特曼都要发抖了 不过这个不好笑 还有更好笑的呢 我村里那个小胖啊 当时小时候看动画片 总喜欢射人间大炮 一级准备 二级准备 发射之类的话 他觉得里面那个头盔 很牛很帅 因此呢 也想弄一个头盔戴戴 结果他看到 他堂姐胸罩和内裤 难得的 都是个非常的大号 他果然把胸罩包在头上 然后 内裤包着头 走到哪里 都和人间大炮 发射 那鲜红色的内裤 和粉色的胸罩 让全村的人都笑翻了 他姐为此啊 休得一个多月都不敢出门见人了 哼 他也被揍得那个惨呢 从此啊 也告别了人间大炮了 张无风想着 张家湾的那些往事 不由笑着说道 苏儒笑得花枝烂颤的 情绪倒是好了很多了 六号已经成功地拖住了张无风 Pisa可以出手 黄依依透过一种特殊的光层 看着眼前的一幕 微微点头 六号虽然没有苏儒的气质和性格 但是对于苏儒的过去 有过一番很深入的了解 因此 总会在细节上 打掉对方的怀疑 是个人才 着重培养 黄依依再次沉言着说道 是 孙实 嗯 你下去吧 A计划 执行 是 孙实 江河出现在地牢的附近 这里的一切 在刚刚的训练里 他已经了解得十分通透 所以 除了仔细和谨慎出差错之外 他必须按照要求 拯救这些人 得知武当的凶残之后 再见到此处 这些腐臭肮脏的环境 那种拿人不当人对待的态度 江河真的愤怒了 这些人 简直是太灭绝人性了 守卫地牢的 除了一般大批的死士之外 还有一位真正的强者 叫做宋青山 这些人虽然狠辣无情 但是我将其处置交给你了 不过 不能让武当的人知道你的身份 你想杀就杀 不想杀就打昏 这是统领交给他的任务的时候说的话 江河觉得这样的统领 才是真正有良心的人 所以他二话不说 硬成了下来 这里的环境实在太糟糕了 而且还有这一股恶心的腐蚀的臭味 原本我只想将那些人打混算了 但是这些人实在是灭绝人性 江河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中极为的不愤 在这之前 他断然无法想到 这个世界还有这样残酷的地方 还有这样残酷的人 什么人 忽然 一个立刻传来 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 一双英姆四射着 四处警惕地注意着 清雄 是我 江河微微一笑 走了过来 嗯 你是什么人 宋青山看到江河之后 微微一愣 就要出手警示报警装置 但是这一刻 他的手就忽然动弹不得了 你 你 不错 我是张无风 你认出来了 迟了 江河看了看这个人 脸上暴虐之色 一闪即逝 手中的一把剑 咻的一声 闪过一道寒光 一片鲜血冲铁而起 宋青山挣扎了两下 脖子一歪 倒在了地上 这个时候 江河没有注意到 宋青山的脖子处 迅速地闪过一丝丝的黑气 而原本在这里守卫着的死士 却忽然间都倒在了地上 片刻后 就没有什么生机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这迷烟罗 果然有强效 对服务者 轻易便能将他们迷倒 江河心中 不宜有他 然后迅速地走进 这个地牢之中 从宋青山身上 拿下了大把的钥匙 江河走进了地牢之中 地牢之中 不见天使 恶心的尸臭 让人心中强烈作呕 那种恶臭 实在是一个正常人 无法忍受的 但是这里近百人 却都忍受着这样的痛苦 老人家 你放心 你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小伙子 多谢你了 老夫出去之后 一定鞠躬紧粹 此而后宜 誓死报答 小小 答恩不言谢 江河救助每一个人 他们态度都不好 但是说话却都很客气 客气的 江河自己都觉得 有些莫名其妙 等释放最后一个人之后 江河大手一挥 沉声说道 众位前辈 这次我偷偷潜入这里 就大家出去 大家就不要轻举妄动 后天 哦 明天就是一枚道人 百岁的兽蛋 现如今 各大派都在武当做客 各位一旦 呸 一枚道人 一枚 老子当初成名 他还在喝奶呢 骂的 老子还是他师叔呢 一枚是谁 老子只认识一灯 什么手弹呢 武林阁大派都来了 全部杀之 杀 然后栽赃到武当 哦对 要杀就杀武当的 那群臭道士 对 杀上武当 江河 江河傻眼了 没有转过身来 一群人 就已经冲了出去 而这些人呢 就算是精神不正常 实力 也非常的了得 而且纵然是 常年被关押 但是对于武当 自然也不会陌生 其中一个人 迎一闪 从江河身上 一下子拿走了地图 然后直接大喝一声 说道 老夫乃是空洞峰道人 已经拿到了出去的地图 他将跟着我 一起干掉武当 好 走 看他 壮士之恩 他日在谢 嗯 行义门长 吴峰 你的名字 我记住了 江河看着空洞的地牢 忽然不知怎么办了 这个时候 出去的一群人 对于倒在地上的死事 还理会什么呀 全部杀之后快 没有死的 还会在脖子上 再补上一刀 而这些人里 唯一消失的 就是宋青山 那位大师说 我能闭过一劫呀 幸好我将这东西 带在脖子上 要不然 必死无疑呀 宋青山摸了摸脖子 那里凉嗖嗖的 之前遇到一个道士 倒是算准了他的一切 他才将这些 将信将疑的 此刻 对于这个道士的能力 他是完全相信了 武当必有大难啊 必须早些报告 给太上长老 那百多名告示 全部出来了 我武当 宋青山不再含糊 原本他是准备 引爆绝壁火药的 但是时间太仓促了 而且好死不死的 火药引线之处 竟然渗水了 这样一来 从内部引燃的话 势必要经过地牢 此刻经过地牢 那就是找死 所以 宋青山不再迟疑 转身 悄然回到了武当 爷爷 你还没休息吗 明天就是你的兽弹了哟 曲锦儿看着 一眉道人 白发苍苍的样子 一时间 情绪跌落到了谷底 这几天 他总觉得 有些心虚不宁一般 嗯 很多事情要处理啊 你青山爷爷的葬礼 和你爷爷的兽弹 倒了一天 这真是个防侧的兆头啊 而且在这个节骨眼 爷爷突破进入了 紫霞宫底八层 说来是进步了 这只能说明 暴风雨是真要来了 一眉道人轻叹一声 沉吟了许久 才吐出一句 颇有重量的话 爷爷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大不了 这个寿弹就不准备了吧 许锦儿咬牙说道 傻孩子 兽弹只是一种形式 武当的号召力 魄力 都是通过一些形式 表现出去的 与武当而言 这是一件大事 关联到了很多的东西 再说 就算是不准备这个兽弹 很多门牌 也是会自动来喝的 除此之外 一个门牌 总是会面对很多困难的 逃避也不是办法 迟早都会面对的 一眉道人笑道 爷爷 可是我觉得 与其这样 还不如自由自在 不理会这些江湖纷争的好 许锦儿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时候不是说什么 想什么就可以去怎样的 你还小 等明白到了什么叫责任 什么叫责无旁贷的时候 就懂了 一眉道人 抚摸着徐锦儿的头 这个孩子是他最大的期待 眼下 许锦儿达到了紫霞宫第六层 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 而他自身的安危也算是有了些保障 一眉道人多少是比较放心的 不过 当他触摸到徐锦儿头的刹那 他的手微微一颤 锦儿啊 你再去修炼会儿 趁着现在凌晨的时间 天地灵气比较好 一眉道人笑道 嗯 快四点了 爷爷 要记得休息哦 爷爷知道 一眉道人说着 看着徐锦儿离开之后 他微笑的脸沉了下来 太长老 一个黑影忽然间出现在了这里 然后跪在他的面前 说 绝笔之下 地牢的强者 被行义门掌武风全部放了 他们扬言要扫平武当 嗯 青山不是说 绝笔的强者都废了吗 是的 但是不知为何 他们几乎都没有受什么伤 青山说 他们基本都丧失了行动能力了 一眉道人眉头皱了起来 是的 但是不知为何 他们似乎非常的圣龙火火 看来 传言是真的了 张武风拥有神医之称 一束夺天地之造化 有扁缺在世 华佗在称的梅玉 这段时间传得比较厉害 我早说过 让你们 算了 过去的话也不多说了 将武当的真无七节镇 北斗天刚镇 九宫八卦镇都准备好 比药的时候 是该用上了 让那些训练有素的死士 准备出手了 一眉道人沉声说道 是 太上长老 你先下去 绝部分火药 毁掉剑池绝壁 是 太长老 张无风 又是张无风 看来 你不灭我武当 你使不罢休啊 一眉道人沉眼了两声 随即捏紧了拳头 大长老 进来 是 何时如此张慌啊 张无风在太和殿 杀死了武当剑旅堂的副堂主 云峰堂堂主 白马堂堂主 以及一众强者 他化身黑衣人 用的也不是行一门的功夫 但是被虚长老认了出来 哼 简直岂有此理 一眉道人 双目露出了狠孽的功光 一直没有显现出的杀机 终于显现了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263集 清河殿 我鬼面 三十余年没有出身 不想这一次 却是因为一个小辈 却是因为一个小辈 不过 这武当 如果他自己没有切伏之痛 又如何会肯真心诚意地 为我拔几门讨回公道 这个世界 只有实力 没有公道 要什么 就自己去争取 这次 我看你张无风 还不疯狂 鬼面心中 自言自语着 然后在下一刻 他进入了 苏儒的房间 不过 根据感应 鬼面发现 苏儒并不在这里 他不由有些迟疑 只是 刚准备到处搜索一番 远处传来了 轻轻的笑声 和说话的声音 好了 无风 就到这里吧 都四点多了 你回去休息一下 苏儒的声音 让鬼面为之已惊 嗯 好的 张无风微笑着 将苏儒送到了 他的住处所在的房门口 转过身 告别 离开 张无风心中 很欣慰 至少 苏儒的心病 似乎解开了 久违的笑容 让他觉得 身心都很惬意 只不过 当他走出了一段 距离的时候 张无风的眼角 似乎看到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身影 张无风 觉得很熟悉 嘿 那是 那不是我的身影吗 张无风微微一阵 心中顿觉不好 当即 他迅速地冲向了原处 苏儒 危险了 无风 你还没去休息啊 苏儒看到张无风后 微笑着说道 嗯 还是舍不得你 多陪陪你吧 鬼面以张无风的 语气说道 苏儒果然受骗 当下俏脸一红 默默地走到张无风身边 鬼面微微一笑 将苏儒拉入怀中 然后霸道地亲吻了过去 苏儒英明一声 顿时不再反抗 忍君品尝 便在这一刻 一柄锋利的匕首 噗的一声 竟然忽然穿透了 苏儒的胸膛 一抹鲜艳的血水 喷射了抽泪 苏儒娇去一阵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 抬起头 看着旁边的张无风 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你 你还是看出 我不是真的 苏儒的话 让鬼面一震 而折身回来的张无风 忽然看到这一幕 见到这个场景 不由大脑轰然一声闷响 整个人 甚至有种天玄地转一般的感觉 哼 张无风 你杀我武当弟子 我杀死苏儒 也让你知道 失去矮人的痛苦 哈哈哈哈 原本张无风的模样 忽然间在笑声之中 转化成了一枚道人的模样 然后刹那间 一枚道人离开了 张无风待在原地 看着生命气息迅速消散的苏儒 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苏儒之前的那句话 他听懂了 也印证了他某些怀疑 但是 无论是真的苏儒 还是假的苏儒 太过于相似 让张无风同样的心痛 别说话 我给你治疗 张无风温柔地说道 他并没有因为 对方假扮苏儒 而愤怒 也没有因为 真正的苏儒 不知去向 而难过 因为他知道 真正的苏儒 暂时应该 不会有危险的 不用了 我本身就是 被强加的幻象 用的是 透支生命的法子 大哥哥 能当你片刻的苏儒 就是我的幸福 欢恕消散 躺在地上的 是曾经张无风 见过的那个小姑娘 妞妞 这是 此刻的妞妞长大了 是一个十三四岁的 小姑娘了 虽说成长得很快 但是她的模样 倒是没有太多的改变 只是 人变得更瘦了 妞妞 原来是你啊 只有你 才会对那种噩梦 觉得恐惧和害怕 也只有你 才同样懂得苦难 黄依依何其忍心 让你来算救啊 张无风轻弹一声 以化妥五星针 给妞妞强救 尽管那个鬼面的手段 狠辣至极 尽管一刀刺穿了心脏 但是 只要在生机没有消失 张无风的精力 可以控制强行的修复心脏 但是 被强力透支的生命力 如何修补呢 除非是母爱之力 这种能量 博大 宽广 无私包容 可以拯救一切 而张无风精力 空间 也只剩下一丝 用 妞妞能活 不用 妞妞必死 但是用了 张无风将再没有 随心所欲 施展片面吞噬的 那种自信了 因为这种吞噬 反噬太过强大 不过 为了妞妞 她没有任何犹豫 妞妞是一个可怜的小女孩 从来都缺乏爱 特别是 她拉二胡的时候 那种一一呜呜的 哀怨的声音 都让人为之心碎 所以 张无风几乎没有犹豫的 去付出了 这个时候 她没有想过其他 五分钟之后 张无风精疲力竭 妞妞被救了回来 她身上的幻术 还依然存在 她还依然是 苏儒的模样 大哥哥 谢谢你 这次付出深深地 打动了我 所以 我原谅你了 苏儒 她被困在天助风 那个玉雕之中 你去救她吧 而就算任务失败 我也不会受到惩罚的 这次失败了 但是 是你救了我 他们也不会有 任何话说了 大哥哥 再见了 妞妞说着 化作了黑色的 能量粒子 而此刻 张无风这才 忽然想明白了 一些问题 她才明白 或许 武当这个兽印 其中牵扯了 非常庞大 和复杂的阴谋 鬼面人 或者是八级门人 准备挑起武当 和行义门的 彻底仇怨 却不想 阴差阳错 鬼面杀死了 黄依依 穿插的假素如 计划 半路形成了夭折 那么 接下来的事情 真的一枚道人 可能就有危险了 或者是 一枚道人的孙女 那个叫做 许锦儿的女孩子 但是 到底先去哪边呢 张无风没有任何的 由于直接飞一般的 冲向了田主峰 在那里 那个雕像 她必须要出手 救下苏儒 田主峰想 雕像锁在大殿 江河看着 这个美丽的女雕像 心中莫名的 生起一股怒意 对 就是这个邪恶的东西 就是她 才使得这些强者 精神错乱 统领说的不错 江河释放出 一股股淡淡的内劲 灌注其中 雕像站立着 然后 里面出现了 一个美丽的女子 无风 你来救我了 苏儒微微摇头 见到张无风之后 露出幸福的笑容 哼 是啊 江河笑了笑 走进苏儒的身边 手中的匕首 猛烈地向着 她的脖子摸去 刹那间 苏儒的身体定格了 她的眼神 也一种莫名的情绪 看着那把匕首 那把匕首 她完全可以闪开 但是 她没有 能到这里来救她 能释放出 那一丝不差的内劲 只有她的张无风 才可以 如果张无风 让她死 她自然没有 半点怨言 无论什么原因 有时候 女人就是这么傻 傻得 让人心痛 和感叹 你 你为什么不躲 刹那间的眼神 让江河的匕首 狠狠地停滞了一下 放开 进化 升华 无风 你做什么 都有原因 因为知道 你对我的爱 所以 我无怨无悔 任何时候都是 如果你要杀我 我又何须反抗 死在你的手中 何尝不是我的一种幸福啊 我没有怨言 但是我有恨 因为亲手杀死一个心爱人的痛苦 是一件更痛苦的事情 我只恨自己 无法取代你的痛苦 苏如微笑着 伸手抚摸了一下江河的脸 但是下一刻 她的手定格了 你不是无风 苏如一双明亮的眼睛 看着她 不是无风 不是无风 眉心之中 似乎这个声音 不断地徘徊着 江河身体开始颤抖 扭曲了其力 一种无法言谈的痛苦 席卷人心 她挣扎着 放滚着 无尽的痛苦 疯狂地侵袭着她的灵魂 苏如 对不起 旁边一步远 张无风 默默地站在那里 看到真正的苏如 她忽然觉得 真正的心安了 爱一个人 就是心安 惬意等一系列的 幸福的感觉的柔和 你从没错 我也从没怪过你 刚才 把她当成你了 我才该道歉呢 苏如微笑着 她呀 一个可怜人 被人利用了 张无风轻他一声 无数的非真射出 帮着江河治疗了一下 这个人还有大用 而且她本性并不坏 张无风在之前那一刻 已经决定 如果她真对苏如下手 纵然她是一个再好的人 张无风也必杀之 但是最后 她也没有出手 那么这个人 就该留 冤有头 债有主 有些人 真是太强了 内进达到了 化剧的程度 容貌都可以 随时自我调整 这个世界 真可怕 因为有时候 甚至身边 最亲密的人 都可能是假的 苏如感叹道 是啊 不过这些相爱 就不会在意这些 因为新的感觉 是不存在欺骗的 走吧 我们一起去武当真武大殿 那里呀 现在应该是一片混乱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张无风 张无风 沉声说道 不过 他怎么办 他 他自然也会跟来的 张无风看了看 那个雕像 再不留情面 一掌 彻底将其 显翻炸掉 雕像消失 却没有引起 机关的自主毁灭 一切 就像是 没有任何变化一样 真武大殿 果然好功夫 不过 如果就这些水平 便想杀锦儿 你也太天真了 给我留下吧 是吗 我张无风要杀人 还从来没有杀不了的 敢杀苏儒 武当所有人 死 好 说得好啊 这个时候 数个衣衫蓝褪的 叫花子冲了进来 然后猛地 朝一枚道人 攻击了起来 其中一人 更是直接一掌 劈向了许锦儿 大胆 你敢 一枚道人 双眼顿时血红 那叫花子一掌 竟是刚忙疯狂 一招的威力 丝毫不下于 他权力的一击 以一枚道人 此刻紫霞宫 第八层的实力 权力一击的威力 如何强大 难以想象 不敢 去死吧 哈哈哈哈 你是 八级门的冯老二 老你妈的二 那叫花子 冷笑了一声 和许锦儿队长之下 许锦儿 已经吐血飞出 而那叫花子 大骂了一句之后 身体旋转了起来 一个戳脚 狠狠地抽向了许锦儿 这一下 必死无疑 鬼面这一刻的精神一颤 他没有想到 他的青叔叔 冯师叔 竟然在这里 看到冯老二 疯疯癫癫 一身臭气 脚上的几个伤口 还流着浓血 胀了去 他心中更是疯狂不已 对于武当更是恨之入骨 这样一来 鬼面和几个叫花子 对一眉岛人 发疯一般的攻击了 小子 你也来了 比我们先吧 哈哈 好 一个老者笑哈哈地说道 说着 很是满意地 扫了鬼面一眼 一眉岛人 微微一整 看了鬼面一眼 顿时心中雪亮 知道这个人 定然不是真正的张无峰 不过 此刻他哪里 顾虑得了这么多 他此刻的全部心思 都寄托在了 徐锦儿身上 他忍不住 对方攻击不顾 朝着徐锦儿 飞奔而去 妄图拦下 那致命的戳脚一脚 不过 这次围攻他的强者 是真正的强者 他一把年纪 被几个老者一拳 几掌打中 饶使他实力强横 内劲 也顿时翻滚 如同要爆炸一般 混乱了其类 一口鲜血 喷洒而出 一眉岛人脸色 顿时轻责了其类 爷爷 须其而大声呼叫 顿时也疯了一般 便在此时 张无缝和苏儒 同时冲了进内 一举拦下了 那戳脚老者的一脚 然后在瞬间 张无缝一举束缚住了鬼面 以鬼魅般的速度近身 一拳打中了鬼面的胸膛 直接震碎了他的心脏 鬼面的身体抽出了几下 倒在地上 脸上的皮肤 开始变化了其类 没有内进变化 他的容貌 就再也无法保持办法了 果然是鬼面呐 一眉岛人轻叹一声 看着被苏儒扶过来的徐锦儿 有些唏嘘 张少小 张无缝 这次多亏了你 锦儿才能 道长不许多言 道长的为人 张某还是信得过的 不然张某自然会 坐视不理的 不过这次有人以我的名义闹事 闹腾得还很大 这事还要从长计议 张无缝沉沿着说道 小子 别以为你救了我们 就能为所欲为了 赶紧让开 不然连你一起上 对了 小伙子 你救了我们 我们也不能无理 包括 这武当狗砸碎 全部都该死 各位啊 武当对不住各位了 如今 我武当精英弟子 已经所胜无极了 连带着山门里的很多门派 都被你们所杀 只希望武当倒下之后 你们都能放下心中的仇恨 一枚道人看着徐锦儿 叹息说道 对于囚禁一事 一枚道人确实知道 但是青山道人说 都是些穷凶极恶之徒 而且还招待得很好 所以呢 他才没有多问 野心沉浸在无道之中 只是 他没有想到 青山道人关押的 竟然都是 而且知道的时候 已经有些迟了 再看看这些人身上的臭蛆 和蛆虫 农创 可就想象 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所以 一枚道人也不再解释 如果他一死 武当灭亡 已经成为定局的话 那么只要锦儿活下去 武当还总有些希望的 爷爷 你 锦儿啊 爷爷实在愧对他们 以后跟着张无缝好好练武 以前的事情 不 爷爷 我不会离开你的 徐锦儿固执地说道 道长 事情并非如此 各位啊 且听我一言 这次的事情并不简单 有人故意设局 算计我们所有人 所以等一下 我会给大家一一治疗 随后 大家在具体商议怎么办 大家信不过别人 总该信得过我吧 张无缝说话间 带了些精神力 好 看刚才死的那个 确实是一成小兄弟的模样 而且 确实是有些不怀好意 我冯老二 就再信你一次 不过 你要是玩什么花样 哼 你就等着吧 冯老二 率先说道 张无缝知道 这些人多半都是因为 之前江河救过他们 这才同意他出手的 所以 张无缝只有一次机会 就是暂时稳住这些人 然后再利用这些人 再稳住另外一部分人 从江河出前所说的情况来看 张无缝已经推测到了 黄依依的军心 很显然 当他说到和张无缝 不再为敌的话的时候 其实已经开始布局了 而从天主缝下的那些情况 可以看出 黄依依等一行人 对于某些环境 有着一定的忌惮 张无缝推测了片刻 隐约地觉得 自己把握住了 那些人的计划之后 他顿时开始 给这些人治疗了起来 张少侠 一枚到人脸上 多了几分感激之色 当见到鬼面的时候 他就已经完全地明白 这次的事情 牵扯的阴谋等 不简单了 道长 你先休养 张无缝对徐锦儿 使了个颜色 徐锦儿微微一正 当即扶着一枚套人 退入了内阁 道长 你和徐锦儿 先找个地方藏起来办 这些人我先控制住 然后我们将即就计 就上演一出 武当灭亡的事情来 这样引出真正的敌人 然后一网打尽 张无缝 传音说道 这 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六十四集 眼下的情况 一枚道人清楚之极 只是如此 他才能在短时间 同意张无缝的提议 而且张无缝 本身实力强大 之前他也是必死的 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阴谋 此刻 张无缝让他躲起来 然后 找人假扮他死亡 用这样来欺骗别人 倒是不错的提议 一枚道人当下和举锦儿 说了几句 徐锦儿点了点头 然后扶着一枚道人 走进了一处特殊的地方 这个地方 四周有着类似于 黑石一般的东西雕刻着 原本是用来笔鞋的 此刻 一枚道人带着徐锦儿 走入了这样的地方 然后等待着外面 传递来的讯息 风前辈 你先吧 张无缝看了看 闹腾得最欢畅的老者 当下说道 这个冯老二 可是一个顽劣之人 性子挚扭而暴躁 看样子就知道 是一个凡事 喜欢带头之人 张无缝治疗这些人 自然不会使用什么大环丹 充其量 只是洗净伐髓 让他们进步几分而已 但是 就是这样 他的好处 自然也是不少的 好 我就先来 看看你的振救能力 有多么的了的 冯老二大手一挥 顿时一行进 三十位的老者 都没有说话 只是将大厅包围了起来 他们丝毫不担心 无当其余的众人跑掉 要脱衣服的吧 冯老二大大咧咧的说道 你这衣服脱不脱没关系 你这是衣服吗 妈的 老子就这么 就不是衣服了 等他娘的出去了 老子要穿最好的衣服 一行老者 愤愤地议论道 不用脱衣服 前辈站好即可了 沾雾峰的手一抖 手中顿时出现了 大把的玉针 这是玉针啊 果然有几手啊 嗯 不错 竟然是玉针 记得 华佗 也是用玉针呢 这个小兄弟一出手 就看得出实力 和水准不差呀 一些衣衫褴褴的老者 纷纷点头评论着 此刻他们都是很狼狈 但是他们在意的 不是张无峰的 艺术水准如何 也不是张无峰 是不是真的欺骗 而是张无峰 是不是真心要帮他们 这次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 有人在使用诡计 被囚禁了大半辈子了 没有人拿他们当人看待过 正是这样 当有人真正的 在帮助他们的时候 他们才会感触 才会感动 而张无峰 正是言行举止 都表现出了这种真诚 才使得他们 接纳了他的出手 张无峰也知道这一点 因此 对待这些人 并没有什么敷衍了事的想法 而是真正的 去投入治疗 去帮助他们 虽然没有用什么 大黄丹的药效 去洗金伐髓 虽然也没有强加金物之类的东西 去改变他们的体质 但是 只用五分钟的时间治疗 只是精力的催化 和对于一些老死的组织器官的治疗 就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特别是 冯老二那溃烂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康复的时候 甚至 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疤痕的时候 那种震惊 已经无法言谈了 便是以冯老二这等人 此刻 也是心悦成福 无言以对了 原本 冯老二只是认为 他欠了对方一个人情 那么 对方要怎么做 反正 他也是劳命一条 也亏不了了 所以 也就曹操了事 随意应付了一番 但是此刻 被张无风那死一般的付出 所震撼了 冯老二顿时也只能感慨 然后 心中 默默地感动着 当求见了大半辈子 当非人的生活 持续了很久的时候 其实 人纵然会更加疯狂 而变态 但是 同样 也是更加的敏感 和被容易感动 冯老二尚且如此 其余人 又何以堪呢 片刻 又像是许久一般 冯老二完全地收敛了 波动的情绪 他的精神这个时候 好的甚至比囚禁之前还好 就像是稀里糊涂之前 突然变得清醒了一样 那种眼前一亮 这个世界清新的感觉 由人而生 这是一种心生一般的感觉 特别是冯老二这样的人 更是懂得珍惜 千言万语 似乎都全部地融合成为了两个字 谢谢 尽管冯老二知道这两个字 依然没有多少分量 但是 他确实是诚心诚意地 说了出来 前辈不必客气 只要前辈理解晚辈的用心良苦 那就好了 嗯 我完全能够理解啊 我们大家一身本事 都是一辈子练出来的 别人想让我们去当跑会 当打手 那也得有这个本事才行啊 既然小兄弟你这么肯定有阴谋 老父就陪你闯荡一番 冯老二说话质地有声 语气更强 尽管他是八级门人 尽管他将来会知道八级门和张无峰的仇怨 阿弥陀佛 张少侠打仁打义 老僧佩服 这个时候 又一位老者走了出来 他满头乱糟糟的长发 花白的头发上 散发着阵阵的腐臭 但是 他的确是一位和尚 这位大师 您这好了 张无峰威为鞠躬 随即再次开始施针 治疗好了这位大师之后 张无峰已经感觉到 华佗五星镇上的能量 又充盈了很多了 因此 心情也更好了几分 这些人体内混乱的能量很多 而且被抽取掉之后 他们的实力不减反增不说 身体也好了很多 连带的部分演技也消失了 张少侠 贫僧 法号 惠伦 原来是惠伦大师 张无峰恭敬地说道 和惠伦大师说了片刻 张无峰便开始施针了 这次 他同样是全力施围 倒是没有隐藏什么 随着一位位的强者被治疗 这一行三十余人 也不过两个多小时 就全部的治疗好了 这个真无大殿 暂时倒是没有什么外人前来 这样一来 在早晨七点多的时候 一行三十余人 全部洗金 罚随了一遍 这一行三十余位老者 都了解到了张无峰师真的难度 对他们的付出 自然是百般的感激的 因此在行动上 对于张无峰的话 算是言听计从了 而张无峰也从这三十余位老者中 找到了一位叫做闫亭寺的老者 这位老者身间行义十二行 正是行义门的大师兄 而找到这位老者之后 张无峰心中自然十分的欣慰 从阳亭寺的口中 张无峰了解到 原来他的师父邱义涵 也在囚牢之中 不过在另外一群人中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张无峰的心情 自然十分的激动 不过 暂时行义门的事情 这些消息 他没有告诉阳亭寺 张无峰安顿了这三十名强者之后 他找到了少林所在的一方休息之所 找到了门产大师 然后拿出他找到的那些舍利子 门产大师见到那些舍利子之后 他终于会心地笑了笑 然后带着一行弟子悄然离开了武当 接下来是一场算计和反算计 在张无峰的布局之中 剩下的近七十名强者 纷纷被治疗过 随后他们如同真正的发疯一般 开始了杀戮 这一次 武当注定要死很多人 只不过 死的到底是哪一部分人 这是一枚道人的决定 而其余的那些小门派 大多也都有些波及 一场不明的混战便开始了 太圣长老都死了 我们再打下去 也没有任何出路啊 一些弟子悲愤交加地说道 一些弟子选择了放弃 一些弟子选择了离开 是啊 戒律堂的手作 风云堂的堂主等等都死了 哎 没希望了 我们完了 一片片议论声不断地传出 不时有几位弟子惨护声传出 整个武当已经血流成河了 各位 这次武当已经倒下 接下来我们可以安然离开了 不错 一些老者大大咧咧地说道 不过他们虽然离开了 却有着别样的默契 武当 剑持绝壁 一道黑影穿过峡谷出现在了绝壁下方的空间质地 在这里空气有些阴暗和浑浊 前方传递来的隐约的腐湿的恶臭气味 依然强烈 遵使 这里的风水格局被破了 我们没有任何顾虑了 黑影轻声说道 嗯 好 动手吧 速得要快 是 黑影朝着前方的一处石壁 席卷而去 在石壁的内部 有一条特殊的小通道 通道的内部 有着几块黄金一般的古壁 古壁 却被包裹在 一种通体生腾着云雾气息的浴盒子里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黑影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周围忽然散发出一道刺目的光芒 虚空之中 一个身影迅速地凝聚了出类 想拿东西 做梦 死 张武峰冷笑一声 出现在这里的刹那间 一举将黑影席卷到晶体空间之中 让强大的吞噬力 吞噬片刻之后 又将它转移了出来 这黑影顿时便奄奄一息 张武峰如同内劲一般 瞬时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精力 带着士心虫的致命暴击之力 强大的力量和爆发 使得张武峰 这包含精力的一拳 瞬间轰杂在了黑影的身上 黑影尖叫了一声 身体轰然间炸裂成了无数的黑气 黑气迅速地化作了黑色的粒子 消散在四周 这一刻 黑影完全地被打散了 消失了 这个地方静悄悄的 再没有半点异常 只是真实的情况 真的是这样吗 张武峰没有半点的大意 黄依依出了吧 张武峰冷笑一声道 对于这个空间 忽然间的一点点变化 他自然是有所了解 因此他自然知道 黄依依在做什么 张武峰 我们又见面了 黄依依微微笑着 从一个地方走了出来 就像是直接从虚空里出来一样 实际上 这不过是一种超能力而已 看得了得 实际上也很一般 是啊 又见面了 臣让我失望 张武峰淡然地说道 各位起主罢了 黄依依随口说道 对于张武峰的话 他也不再否认 算了 和你再说话 也已经没有任何的意思 你是自杀 还是让我出手 张武峰的目光带着强烈的杀意 对于黄依依 他没有半点的人策可言 张武峰 你以为我的计划 会只有这些方面吗 你认为你选择的地方 就不会有其他的改变吗 黄依依随意地说道 我当然知道 你不可能玩得这么简单 可可不好意思啊 这些小问题 很早就已经处理好了 张武峰 大胆咧咧地说道 说着 他已经撤销了身体的压力 同时戴上了手套 黑色的玉石一般的手套 手套上有着几枚黄金色的古壁 你 不错 你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这些东西吧 不过很可惜啊 这东西 无论是武当 还是少林 你一点都别想得到 张武峰冷笑道 这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知道A计划 不 一定是有人泄密了 黄依依依正之下 顿舌权衡了一下 便已经明白道 原来的一切 都是在将计就计地进行着 而一直被欺骗的 反而是他 哼 不知道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雕像 哈哈哈哈 不妨告诉你 苏如就囚禁在其中 只要我一声令下 他就必死无疑 哼 是吗 那个雕像 我已经将其毁雕了 你不知道吗 张武峰冷笑道 毁掉了 你在撒谎 我从不撒谎 你不是说 是天后才毁掉的吗 黄依依的脸色 有些正宁 对于一个欺骗我的人 对于一个从来都不喜欢 说真话的人 在这方面的人前 给他们承诺 那就是对我自己的不负责任 我的承诺 没有这么低贱 哈哈哈哈 你果然 不过 你以为这样 就可以抓到我吗 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我就根本没有出来过 现在 我已经可以离开了 是吗 哼 你试试 张武峰冷笑一声 他身边不远处 看似什么都没有 但是张武峰的经历 却一举延伸到了这个地方 在这里 张武峰早已经留意着周围的一切的变化 所以这里的异常 让张武峰知道 对方不过是在运用幻术离开而已 所以 他控制了那里的环境 然后 准备全力一击 以此刻张武峰的实力 绿色晶体境界 全力一击 威力之大 已经无法想象 被锁定之后的黄依依 自嘲地惨笑了一声之后 只是冷视着张武峰 也不再说任何话 不过 此刻张武峰已经出手了 也再没有半分留情 他一拳砸下 带着全部的力量和超能力 带着致命暴击一般的爆发力 带着最强大的力量 这一击 被打中之后 无论是谁 实死无声 便在这时 空间微微颤抖了气泪 远处 一抹彩光色的 形成了一只巨大的手掌 就像是神话故事里 如来神掌一般 轰然间 朝着张武峰拍雷 张武峰对于这恐怖的一击 完全没有躲闪 就算是死 也要将这黄依依杀死 不然这女人太恐怖了 这次是阴差阳错 在里面杀死了贾苏儒 才导致了计划失败 如果真正地计算下去 事情爆发 将无法想象 张武峰有着这样的心思 当下也不迟疑 只是权力地施围 一拳哼出 郑重黄依依的胸膛 这个时候 那巨大的手掌化作能量 一举轰击在了张武峰的身上 张武峰浑身一震 一种五脏六腑 一味一般的痛苦感觉 传递到了全身 这个时候 她忽然间觉得全身乏力 一种如同死亡一般的痛苦出现了 便在这时 文禅大师送给她的黑色磁铁一般的石头 咔嚓一声破裂了 从胸膛之处掉在了地上 她手套上的那骨壁 也同时咔嚓咔嚓地破裂了开雷 落在地上之后 化作了黑色的粒子 消散了 黄依依的身体同样地消失了 张武峰深吸了一口气 当周围的黑色的雾气 完全消失之后 周围彻底地平静了下来 在这个绝壁之中 依然俯臭无比 依然阴暗阴冷 但是这里反而多了几分真实的味道 一切不再那么梦幻和飘渺 张武峰的精神好了几分 深呼吸了几次之后 他身上的痛苦逐渐地淡了 只是 精体有一种被火烧一般的滚烫的灼热感 让他有些不适应 张少侠 吴峰 小兄弟啊 这个时候 一行几十位老者 纷纷走了过来 他们一口同声地 朝着张吴峰喊道 各位 那位女魔头是一位超能力者 已经被打伤了 但是已经逃掉了 对不住各位了 张吴峰认真地说道 小兄弟啊 你这是什么话呀 既然是特殊能力者 那就是和妖魔鬼怪一个当策的 尤其是被荣抓到的 是啊 小兄弟 别自责了 你都不抓不到 那只能说明他太厉害了 张少侠不必自责 所谓因果循环 善恶 终有报 一行老者 纷纷地安慰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各位前辈 谢谢你们的关心 这次既然事情 大家都了解了 那么该放开的 就放开吧 武当目前 也只剩下 十余名的精英弟子 和一枚道人 以及他的孙女几人了 武当算是 彻底地垮了 这次就让 和大家一起烧醉的 武当前掌门 宋西风宋掌门 兼任新掌门吧 他德高望重 而且和大家一起 受苦数十年 过去的 大家也就既往不咎了 嗯 这个我们 也已经考虑好了 除此之外 大家也决定了 以后 我们在武林之中 都封张少侠为盟主 以后武林的变化 和大师 都听张少侠的 冯老二 认真地说道 对啊 这是我们九十八人 商量好的 我们九十八人 完全有能力 代表我们 自身曾经的 七十二个门牌 再说话 以及我们的辈分 现在除了少林的 文禅大师 其他人 均和我们 有辈分上的差别 是啊 到时候武林统一 该传承的下去的 都传承下去 将一些臭规矩 废除掉 证明夺利的那些扣当 全部滚蛋 各位前辈啊 谢谢你们的抬爱 这次事情之后 我准备暂时退出江湖 一段时间 塔塔沙沙 没完没了的 确实不是一件幸事 各位前辈这段时间 可以整顿门派 了结过去的恩怨 如果有什么难处处理 大家可以相互帮助 另外各位前辈 也有我的联系方式 到时候有什么用得到的 不妨联系我 我也会给大家 尽力所能及的帮助的 至于盟主 以后就不要提及了 张无峰 认真的说道 这次救治了 98位老者 他的收获之大 难以想象 除了绿色 第一环凝聚出来之外 玉珍的能量 都达到了百分之百的程度 不仅如此 晶铁空间 还有很多感恩的能量 残余 这需要一段时间的 吸收链花 然后是和苏儒 以及孙飞飞的婚礼问题 这个问题 也是该解决了 虽说年纪不大 但是婚礼 总该是按照规矩 走下来的 况且 六个月的时间 以及过去的两个月 孙飞飞的情况 拖下去 也不是办法了 他自身的身体情况 既然已经得到了解决 那也就自然 不再需要担心 怀孕会出现异常的可能了 所以 这个所谓的盟主 张无峰确实不想接受 这是一个负担 张少侠呀 你既然不喜欢这些 老那也就不强求了 但是记得 一定要来少林一趟 这次张少侠为了少林 也为了武林解除了一大劫难 这份恩德实在是难以言受 张少侠踏日来少林 老那定会扫踏相迎 嗯 惠伦大师 我会前往少林的 我和文禅大师 也有些事情还需要了结 到时候上门请教 张无峰认真地说道 小兄弟 八级门的事情 我听丁春桥如实说过 按照我是八级门的老一辈 自然呢 该向着八级门说话 但是摸着良心 违心的话就不说了 大家都是直爽人 这事情就此结果 当初固然黄小子欺负你有错 你杀死他也有错 丁三轴向你报复有错 你杀死他的手段过狠 这些都不说了 我冯老二欠你的 那还是欠着 这个大恩 总有一天也会还上的 等我回八级门之后 我和冯老四一起 冯山整顿门派 然后历练一段时间 再冲开山门 到时候张少侠 以及各位再去坐坐 好 那是自然 行吗 没问题 冯老哥快人快语 性格直爽直接 我张无风呢 也正是喜欢结交 这等豪爽之人 八级门的事情 到此就两清了 以后大家 共同进退 好 无风 你开个公司吧 还只是在建设这中 就算是最快 也得几个月吧 还要装修的话 得很久啊 这些都没关系 让几人下山历练一下吧 我知道你是个 有责任心的人 所以 只是拿她当妹妹即可 她知道你有心上人 准备结婚 自然不会再有多心了 她只是一个 可怜的孩子 这次武当重新整顿 有些场面 我也不希望她看见 好 张无风牵着苏儒的手 认真地点了点头 许锦儿和她有着 莫名的精神上的联系 这点张无风早已经知道 甚至 许锦儿有一个 很可惜的过程 那就是 天眼几乎开启 却没有能开启 或许是当初的 二胡声影响了她 使她有些特殊的进步 从而在精神上 偏向于亲近她 张无风的精神 但是这和喜欢 是无关的 其实啊 你不当武林盟主也好 虽然你救了很多 老一辈的强者 但是他们的年纪 毕竟大了 而年轻一辈 不吃亏上当 就不知道教训 所以矛盾总是会有的 这只是迟早的问题啊 不过武林就是这样啊 能平静一段时间也好啊 一眉道人笑着说道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对于武林啊 已经渐渐失去了兴趣了 如今又突破了暗进的层次 达到了化进的层次 所以这个武林 也不再存在敌手 太在武林 也是一种寂寞呀 可能回山之后 先和苏儒举行婚礼 在门派上有个交代 然后回一下苏儒的老家 到时候 再举行地方性的婚礼 请些现实的老同学 老朋友们参加 然后过些简单的日子吧 到时候 就不会请道长你们了 如果是门派婚礼的话 我们都是会去一下的 这个相信谁也不会不给面子 这次武当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虽然说你有些原因在内 但是也因为你 武当才得以保全 而我们多数人中 又中了别人的阴谋 说到恩情 已经不是一点两点 就可以说得清的了 你的婚礼 我会亲自前往行医门的 那就这样说定了吧 张乌峰笑了笑说道 这张考虑有一百万左右的现金 不多 但是简儿没有用过多少钱 你就拿着 他在你身边的时候 多照顾下 道长啊 你放心 简儿肯定会过得很好的 这钱就放在简儿身上吧 张乌峰说道 道长 我也会好好照顾他的 苏儒笑道 嗯 有你们这句话 我也就安心了 一枚道人和颜悦色地说道 原本他伤势很重 不过被张乌峰治疗之后 效果也同样的极好 所以此刻状态反而和七八年前相差无几 武当山行医门居所 邱义航叹息了一声 看到三位弟子之后 他有种老天长眼了的感慨 师父 大师兄 嗯 沈贤 何祖轩 文睿村 你们三个都达到了安静的境界 身体也很好啊 我很欣慰 你们起来吧 邱义航看了看身边的大弟子 杨婷寺 再看了看沈贤 何祖轩和温蕊存 心中一片的欣慰 师父啊 虽然两天前就知道 你们已经被救了 但是这两天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 我们心中当真是又急又无奈 随后一些小门派 以为武当和八级门和刑医门开战了 纷纷对武当刑医门等出手 山上更是一片的混乱 我们又担心又焦急呀 这不是没事了吗 幸好这次有张无峰张少侠帮忙 呃 师父 沈贤文言顿时明白了 可能到现在为止 他的师父还不知道 张无峰是他们的徒弟 是他的徒孙 师父 这天大的恩情 我们肯定是要还给人家的 杨廷次在说到这个问题之后 顿时也同样的严肃认真 这个 师父 要不 我把他收了当徒弟吧 这样不就行了吗 何祖轩笑嘻嘻地说道 大胆 何祖轩 你如何敢放肆呀 张无峰少侠乃是为师的救命恩人 你也敢玩笑 呃 师父啊 弟子冤枉啊 张无峰可不就是 可不就是我们行义八老的徒弟吗 他 他是你们的徒弟 邱义寒义正 随即声音激动地问道 是啊 师父 他是行义门的弟子啊 身间行义十二行 不过 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他有天赋 我们八人 也就是我 沈老 沈邪身间龙十二行 鸡行何老何族轩 侯行 老五 五颜何 马行老五 吴恒山 虎鹤双行 老碧 碧伏痕 英雄何颜老温 温瑞村 眼行 五叶寒 遥行 冯太仓这把人 我们不敢把行义十二行丢掉 见张无峰天赋了得 就全部传给了他呀 嗯 师父 大师兄 无峰他天赋非常了得 只用了三天 三天就出事了 打出来的最了得的 还是龙行和鹰行 那感觉太让人震撼了 哈哈哈哈 张无峰真是你们的徒弟 邱一涵摸了摸白花花的胡须 心中的欣慰和欣喜之情 简直是难以言树了 当然了 师父 我们怎么敢欺骗您呢 温瑞村恭敬地说道 再次见到他们的师父 那种激动简直是无法衡量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师父 师伯 太师父 这个时候 张无峰刚好来到了这里 奸庄后 当即和苏如一起 朝着温瑞村 杨廷寺 和邱一涵等人 举身行礼起来 哈哈哈哈 无峰小友啊 原来你真是我几个 不成器的弟子的弟子啊 有你这样的弟子 老夫真是 死而无憾了 太师父啊 你身体健朗 再活个三五十年 也自然不在话下 说什么死呢 张无峰微笑着说道 他完全可以体会 那种别样的豪情 那种 因为有他这样的弟子 而自豪的心情 也是让人欣慰的 邱一涵的那种心境 张无峰可以感受得到 因此 也感觉非常的欣慰 好好好啊 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邱一涵 这才镇定了下来 而杨廷寺 则是感慨着说道 好小子哟 你瞒得我们好辛苦啊 不过 你说要离开江湖 这是怎么回事呢 师伯呀 离开江湖 只是暂时不想再有纷争 而不是离开刑义门呢 刑义门对我张无峰 恩重于山 我又怎么会离开刑义门呢 说得好 不过乌峰啊 我刑义门对你 却也只是尽力而为 但是你为了我们几个老骨头 出生入死不说 还耗费心理治疗 这份恩情 我们又哪里敢忘啊 师父 你这样说就见外了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你们真心待我 我自然会诚心回报 张无峰认真地说道 邱一涵看着张无峰和苏儒 看着他和沈邪等人的说笑 心中越看越是满意 脱离了苦海 忽然间就来到了天堂 这种强烈的反差 让他甚至都有些窒息感 但是他知道 这一切都是真的 有好弟子 有好传承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而接下来 他只想将他自己的一身本事传下去 同时 重新整顿行义门 然后做张无峰的一个好的靠山 有了这些想法 想到那还下落不明的三个弟子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好吗 沈邪啊 你三师兄 九师弟 十二师弟呢 他们还活着吗 邱一涵毕竟是师父 有些话就算是问了 会影响情绪 但是他也必须要问 而不能装作不知道 师父啊 三师兄已经死了 当初因为他的事情 孙家和孙德林和孙德威都被逐出了山门 孙德林和孙德威都是无峰的爷爷 师父 师父 除了三师兄之外 九师弟和十二师弟下落不明 他们两个要么被少林关押了 要么就离开了人世了 无峰啊 你如果去了少林 你就查一下 你与少林有大恩 他们自然不会袖手旁观的 杨廷寺沉声说道 老大 你想错了 这次被救的少林僧人 只有惠伦和惠心二人 两人辈分虽高 但终究不是主持啊 少林不比武当 这次武当不是出现这样的事情 也难以这样平静地收山 所以少林或许还难说呀 不过这份恩情在 少林总归是不至于出尔反尔的 不过 如果他们真的关押了老九和老十二的话 他们也未必会承认 到时候 要么就是他们故意放走老九和老十二 或者是故意让无缝就走 当然了 少林确实要比武当正规很多 这个可能性很小啊 邱义涵沉吟着说道 太师傅 这件事我去少林再看吧 少林现在的文禅大师 是一位真正的德高望重的前辈 按说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他不会撒谎 我可以询问一下 张乌峰想了想说道 嗯 这件事倒也不急 如果按照这次武当的事情发展的话 那些超能力强者自然有的是手段 我们也需要提防 不过在这个方面 内进达到了华锦的程度 其实也差不多可以分庭抗离了 邱义涵 想了想道 师傅 华锦就是可以和超能力者相抗了吗 张乌峰微微一正 嗯 在义与力的运用上 有些东西我更好能教你 邱义涵笑道 弟子多谢太师父 张乌峰居身行礼道 好了 别那么多破规矩了 还是豪爽些讨人喜欢 年轻人无拘无束才是正洁啊 邱义涵笑道 苏如握了我张乌峰的手 嬉笑了一下 张乌峰黑黑一笑 然后着手收拾东西来 东西不多 但是收拾好的时候 时间也没花去多少 而这个时候 一枚道人也来相送了 跟着来的只有徐锦儿 八卦门里 这次倒是没有什么高手强者被救出来 不过之前关押的 也有一位八卦门的老者 不过呢 也已经死在了囚牢之中 张乌峰去救之前 很久他就已经死了 现在尸骨都已经腐烂不堪了 这一点 无论是邱义涵 还是阳亭寺都知道 但是他们都没有说 而张乌峰离开囚牢的时候 那些腐烂的一切 那个绝壁等等 都已经被火药焚烧掉了 那里 再也不是什么剑持绝壁了 这一次 武当之行 虽然前后只有几天 但是张乌峰 一连救治好了 九十八位强者 然后化解了八级门 武当 螳螂门 行义门 少林等恩怨 又结识了很多的强者 这使他的名声 真正地传了出去 一手肉白骨的针灸之术 一手洗金伐髓的针灸之术 完全地传了出去 而且 以他二十余岁的年龄 且有着达到了化尽层次的强大内进 堪称是天下无敌 武林盟主的位子 选出来送给他 他也不需要 只求退出武林 这份心境 这份实力 使得他张乌峰 同样成为了武林的传奇 乌峰啊 这次回山后 就准备门牌婚姻吗 上次把挂门提亲 还是怎么样啊 路上邱义涵关心地问道 太师父啊 我是这样想的 我想我们先以武林人士的身份结婚 之后离开武林 回到家乡 然后以家乡人的身份结婚 毕竟 武林和非武林的一切 是不同的 这样虽然麻烦啊 但是八卦门等名誉 都不至于被抹黑了 转无峰 想了想说道 苏如在这件事情上 自然是不会反对的 只是这样的话 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这样也好啊 那就这样定下吧 你的事情路上老舍和我说过 我也赞同你这样做 嗯 太师父 那就这样说定了 张乌峰笑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幽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六十六集 行一门 邱义涵和杨廷寺回归 整个山门轰动了 这是一件 足以轰动江湖的大事 虽然说 一次性回归武林的强者 一下子出了一大片 但是每一位的回归 都不至于一击重磅 投身江湖 而正是这件事情的影响 十分庞大 张乌峰自己 也才真正的明懂天下了 虽然说 他的联系方式 每一位强者都留下了 但是真正和他联系 请求治病之类的 却没有 似乎只是源自于 一种不想讨扰他的心态 回归行一门之后的几天 张乌峰和苏如一样 都跟随着邱义涵身边 聆听他的教导 尽管此刻张乌峰的实力 已经完全超过了邱义涵 但是邱义涵的经验 却是完全值得他学习 因为打算退出江湖奋争 所以张乌峰才会将该学的 都学完全 乌峰啊 这几天你掌握的速度 让我很欣慰呀 该教导你的行一十二行 你打出来的水平 也已经非常了得了 剩下的 我能教导你的 就是一些教授的经验了 邱义涵看了看张乌峰 他看见张乌峰和苏如 都在认真的听 当下也满意地点了点头 张乌峰和苏如的资质 都是万里挑一的好 也因此 对于他们这样的实力 邱义涵也没有感觉很奇怪 太师傅 以您的阅历和经验 自然是我们这些晚辈 望尘莫及的 我和苏如也会认真的 聆听您的教诲的 张乌峰很认真的回答道 在这样的真正的大师面前 他自然不会大意 嗯 虽说老一辈的经验 不见得都适合你们 但是借鉴感悟一下 也是应该的 能教导给你 纵然是你有这样的能力 也要一些强者 有这样的心思去教导 所以有感恩之心这一点 吴峰啊 你做得非常好 当然 这不是说太师傅 是为了你的感恩才这样说话 而是对于任何人 无者 就该有无者的宽容之心 师傅说的是 弟子谨记心中 我说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 打不了的东西 可能你的师傅们 也都教导过你 一些对战灵敌的经验 根据我的总结 可以分为六大要诀 这六大要诀 每一个方面 都不可护士 其中第一要诀 就是心狠熟达演读 这里的心狠熟达 不只是对敌人 要心狠熟达 同时对自己 也要心狠熟达 我总是说呀 是男人 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其实人与人的能力 相差并不远 就看对自己够不够狠 有一句 以高人胆大 其实我还有一句话 就是 胆大人以高 在我留下的 心得感悟篇 里面就有技术 每与人交手 需要有杀心 杀心中杀气胜 则气是尽 气是尽则胜 杀心若杀气若 则气是衰 气是衰 则败呀 该杀气能乱敌之心 能坚无之志 能弱敌之力 能胜无之功 以胜机若 以奸机乱 取胜之道也 然则 日常不可有杀心 不可存杀气 否则 为取货揽上之门 不可不防也呀 第二要决 就是顺势打 连环机 造势 戒势 顺势 造力 戒力 顺利 这一点 是纯粹的武术技巧 必须有一定的武术功底 才能运用实践 没有好的功夫的话 是施展不出来的 张无缝和苏如文言 均深深地点了点头 这些话 看似平淡啰嗦 对于习武之人 确实有很大的好处 而只有最亲近的人 才会传授这些经验心得 其珍贵 胜过其他很多东西 这是邱义涵老人 最珍贵的财富 如果只是一只耳朵进 一只耳朵出 那么 这只会白费老人的一番苦心 而见张无缝和苏如 在认真聆听 邱义涵很欣慰地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第三要诀是快 应 力 活 准 狠 稳 我把这八点 称为交手的八功 快 就是速度快 应 就是坚硬 首先你打别人一拳 人家一点事没有 你的手断了 其次 要有一定的抗击打能力 和人交手时 挨打是难免的呀 并不是付出代价 就要把人打倒 而是以最小的代价 把对方打倒 力是力量 主要指的是爆发力 爆发力是速度与力量的统一 发进之时 务必动作协调 准确 连贯 无一丝挂碍 呼吸规整 力等于足 主宰于腰 痛于肩背 行于手指 总须一切贯通 出手要远 发紧要短 取势要咸 活是灵活 身体要像猫一样灵活 准 出击时要准确 打击点要准确 一般的原则是 最佳时机是对方就力一尽 心力未胜时 狠 就是心狠熟了 银 就是出手银臂 所谓铭枪一躲 暗箭难防 纹 就是稳定 一方面是心力要稳定 一方面是身体要稳定 何人交手不能怕 一怕 就先躲了自己的气势 就先摆了一半了 其次就是肾要纹 不能一出腿 还没踢着人 自己就先摔个大跟头 第四要诀 是右敌 祸敌 净敌乱敌 右敌祸敌 就是迷惑对方 让对方默不清虚实 实则虚之 虚则实之 净敌乱敌 就是让敌人惊慌 敌人一惊慌 就会有破绽 我们就游击可乘 我一般常用的方法 就是一个假动作 一是攻击对方的眼睛 我以前和人交手 常用串掌 冲着对方的眼睛 一顿的乱串 让对方心惊胆战 防不胜防 昏水中 就摸了鱼了 这一招 被当年很多武林人士 称为败类串掌 被称为为所留的前辈 不过话说回来呀 敌对的时候 不为所讲豪气 那就只能死了 绝对不会有什么 其他好结果的 现实不是武侠小说 没那么多奇遇 和拯救可言的 第五要诀 就是查吉之石 贬敌之序 处其不义 攻其不北 比敌之胜 多敌之锐 比实积虚 以实积虚 这一点很重要啊 要明白 敌我双方的虚实 形成局补优势 才能战胜对方 习武者最讲究 能够观敌之虚 查敌之漏 比敌之强 多敌之锐 以满打进取胜 不为高明 正所谓 积人也谦 资孙八百 这是下诚的功夫 真正的高手 能不战而取敌 此则 与人交手 能去止胜人 审时夺时是人节 三国时期的关羽 深明此道 温九斩 华雄时 华雄收了兵 此时关羽 单枪匹马 闯入敌营 兵士们没反应过来 觉得刚打完 不知关羽来干嘛呀 就没拦想 华雄此时一下麻了 关羽骑在麻上 一刀就把他辟死了 然后趁乱 一柳一二出了敌营啊 国武官斩六将 基本都是抽个冷子就一刀 朝云七听七出 张飞大河长板破 这是血勇 关羽没那么威风 但他的时机把握得好 必时积蓄 胜来时胜利 关羽掌花雄 是投机取巧啊 但是他至身闯敌营 是大勇 能算出敌人的心理盲点 是打至 鲁智深拳打真关西 真关西是屠夫 鲁智深假装买肉 让真关西切了一包又一包 先把他累个半死再打他 结果三拳就把他打死了 功力深 但不会审施多事 说明功夫还不行啊 功夫深者 审施多事上 会更胜人一筹 从而彼时积蓄 胜来亦如翻掌啊 第六要诀 是手脚便用 声东击西 指上达下 上经下取 这也是诱敌 祸敌 精敌 乱敌的技巧 须则实之 实则须之 让对方摸不清虚实 摸不清头脑 这样才好战胜对方 邱一涵说了很多 张无风都默默地记着 他觉得 这些东西会关系到他的未来的发展 接下来 邱一涵就这六点说了很多的实力 同时 比对着练习 让张无风和苏如 获益良多 好了 我要讲的也讲完了 这些天 你风头之声 已经彻底的鸣动江湖了 虽说你这次不是以杀人闻名 但是 你神医家民主的名头 还是众所周知啊 这是一件好事 至少绝对不会有人再去招惹你了 但是 同时也是一件坏事 因为一旦你名声喝起的话 你走到哪里 都会惹真注意 所以一些隐私什么的 那自然很难 自 自 正在这个时候 张无风口袋里的手机 震动了其力 原本他带着笑容的脸 笑容莫名地定格了一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深夜 璀璨的星空下 张无风独自坐在 行一门的后山的山峰之处 前不久 绑口目打来了电话 电话之中 绑口目只说了两个字 两个很简单的字 安全 虽然说绑口目没有多说 但是下一刻 张无风的心就突然震荡了起来 接着他下意识地推锁了一下胸脊 结果却很糟糕 所以呢 在接受完最后的教育之后 张无风和苏如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后 他便开始做一些准备了 通过推算 绑口目流老很显然是从八阵途中推算出了一定的情况 因此才有这样的提示 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张无风才开始有些顾虑了起来 当生活平静下来的时候 似乎有些不知名的东西 在开始酝酿 黄依依的忽然变卦 只能说明天空之城 或许有动静了 而黄依依惨败的那一刻 有一只巨长 让张无风知道 有些超能力者 他暂时还无法匹敌 因为婚礼定在了七天之后 也就是说公历十一月十一日 这一天呢 被人称为光棍节 实际上 很多人喜欢在这一天结婚 宣告自己 从此和棍子告别了 定在这一天 是邱依侃看好的日子 实际上 这个婚礼 也算是一种冲喜 因为这一天 被张无风推算到 有难 打倒实力 他自然是有心血来潮的本身了 所以 这梯天的时间 他必须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庶人 一座幽暗的古堡之中 黄依依低着头 跪在大殿之中 他的旁边 站着黑影镰刀 灰色双尺女子 以及一位身材魁梧的 盔甲战士 你失败了 那个坐在古堡的王座上的女子 抬起头 看了黄依依一眼 目光没有半分的感情 她成长太快了 而且她太聪明了 任何理由 不能成为失败的借口 失败就是失败 这次有足够的能量 可以维持古堡一阵降临时间 但是如果这样下去 反而会受到这约 也罢 我便亲自降临 不到一分钟时间 便可让它灰废湮灭 每一次降临 会留下一座金字塔 这样会引起全世界的混乱的 很简单 直接散布末日谣言即可 如果顺利金字塔出现在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中 便不会有人知道 至于美国的卫星 到时候如果被干扰到 没有拍摄到 就留下 如果拍摄到了 让记忆尊士直接干掉卫星 抹除那些人的记忆便可 主上做事 从来都毫不纰漏可言 属下佩服 黄依依恭敬地讨好刀 你去歇着吧 这次趁着机会难得 在古堡好好修炼天眼 不要下一次被人一招干掉了 丢掉天空之城的脸 女子沉声说道 是 主人 无风 结婚的时候 你说我穿红的婚姻礼服呢 还是穿洁白的婚纱呢 无风啊 要结婚了 我好激动 好开心啊 无风 终于可以和你结婚了 无风 你说结婚的时候 我要注意哪些情况呢 你真害怕 回忆起之前 苏如在耳边叽叽喳喳的那些话 一种莫名的忧伤 充斥在心中 这片刻 他又来回推算了三次 结果无一例外 都是不想理想的打击执招 而每一次呢 都恰恰相反 只是一份承诺 一份感情 却不可因为一份预言 而选择放弃 婚肯定是要结的 无论如何都要结 把阵图 写算 开始 张乌风手势 数没弄好的两一玉 开始推算了起来 这个时候 他一口精血 喷入阵法之中 然后全身心地 投入其中 天空之城 当眼眸凝望天际 天际划过流星 那是短暂 却永恒的光辉 一个年轻的男子 目光忧伤 凝望天际 那一刻 星光的能量 融入他的皮肤和眉心之中 他嘴角 闪过一丝淡淡的 邪美的笑容 场面定格在 那个笑容的上面 那一刻 黑暗的天际 那一颗流星的光芒 很刺眼 片刻后 张乌风清醒了过来 一种难言的感觉 困扰着他 看样子 剧长的主人要出手了 不过 张乌风从不后悔 之前做过的一切 因为 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而如果门派之争开始 武当和行义门 把几门八卦门 全部死伤残重 门派的风水格局 被破坏掉 拥有着大量血气的 武者彻底死亡 那么 当得到武当 等古老门派的 特殊传承 这些人 更是不会放过他的 这些人的野心 从来没有消失过 那些人灭他之心 从来都存在 点燃一根烟开始抽起来 有时候 很多事 他不愿意说出来 让快乐的苏儒 去承担不必要的 担心和畏惧 去承担 那些痛苦和普堪 所以 他才很难受 很不自在 他不担心 他自己的一切问题 因为他无所畏惧 但是 他担心 他出事之后 苏儒 孙非非 孙非非肚子里的孩子 该何去何从 介于他而存在的势力 该如何的发展呢 没有了他 一切凝聚起来的东西 就将受到 真正的考验 想了想 张无风欲先 留下了一封遗书 因为聚散到 这次的危险很大 他不得不努力地 去应对 亲爱的如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 因为一些事情 是心中无法放开的 我需要去做一个了结 这个时间 我无法衡量 可能是四个月 也可能是两年 如果两年之后 我依然没有出现 那么 你就学会忘记吧 我知道 这很残忍 但是我却无法控制 事情的发生 有些事情 真的无从解释 我不是不爱你 而是太爱 才选择离开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 很开心 很快乐 尽管时间都很短暂 但是 我一直在努力 为你 为肥肥 也为了我们 亲爱的人 但是 这个世界 努力 不代表能获得 自己想象一般的结果 天空之城这本书 我已经将它写完了 结局写得很好 我想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幸福 我总该是 可以控制别人的幸福的 说操纵不对 应该说 是属于他们的幸福 而在此刻 我也明白到 幸福 其实并不见得是 得到和失去 那只是表象 只是抽象的东西 剩下的一百多万字的稿子 全部传到你的邮箱了 算上你那里的稿子 足够维持十个月的消耗 这是我唯一可以留下 持续性的东西了 而在这之前 我也会实施一些决定 如果你觉得孤单 就让荣荣送你去缅甸吧 到那里和菲菲在一起 还有 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让我不放心 天要冷了 虽然你身子很好 但是记得多穿衣服 夜里多盖被子 别着凉 乱七八糟的 写了很多 只是因为心乱 所以写下的东西 才混乱 但是混乱之中 却饱含着他的真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六十七集 写下这些东西后 将这张用笔写下的 A4纸 收入空间 张无风 深吸一口气 将早已烧完的烟地 丢在了远处 拿出笔记本 就着这个黑暗的黑夜 张无风快速地 书写着天空之城 这本书目前 已经上传了八十万字了 速入那里 还有一百一十万字 而张无风 需要在这剩余的七天内 完成一百二十万字左右 将这三百万字的小说 完全地完本 而以张无风的反应 和速度而言 一个小时近三万字的速度 对他毫无压力 毕竟已经是超人 这点反应速度 是完全不在话下 只不过 纠结于幸福的结局 有些文字 是久久写不了一个文的 一心二用 一边打字 一边默默修炼 心得 感悟 思想等 完全地融合到了 一起 一种别样的体会 在心中成长着 天空之城 全部轮廓出现 暗影古堡降临 挥着翅膀的女子 和李璇的结局 正在上演 当那个女子 最终口吐鲜血 为了她才堕落的时候 李璇才明白 原来 错和堕落 都只是因为爱 最后 毁灭天空之城的 还是这个 挥着翅膀的古堡圣女 这个口称 等不到 她去爱她的 可怜女子 李璇 能死在你的怀中 我很幸福 我要走了 这一辈子 我已经没有遗憾 我一直深爱着你 但是 我终于 还是等到你爱上我了 我很幸福 所以 你不用为我流泪 丽莎灵儿的话 还没说完呢 这个黑精灵族的女子 就这样的死了 接着 她化作了黑色的粒子 飞舞在天空之中 天色阴暗了下来 天空下着黑色的雪花 雪花却带着温暖的 幸福的气息 这是丽莎灵儿的眼泪 写下最后一行的文字 张无峰看着电脑 一时间呆力不动 久久没有说话 身后 苏如清甜的呼吸 淡淡地萦绕在房间之中 这几天 总是抱着苏如 在她数水之后 张无峰才会开始写书 今天是第六天 预计的文字 比一百二十万字 还要多了十多万字 但是 书已经完成了 苦字 苦酒 苦苍生啊 张无峰喝了一口酒 然后 走出了门 这是第六天 白天的时候 她都一直陪着苏如 到处的游玩 嬉闹 没有表现出半点的异常 但是在暗中 她已经联系蔡志强 孙荣荣等人 开始着手处理 整合一些事情了 剩余的大环丹 张无峰也交托给了蔡志强手中 炼制大环丹的方法 复制了一份 交给了行义门 而晚上 苏如睡后 大多的时候 她抱着苏如 意识进入晶体空间写书 而偶尔呢 她会坐在床前和电脑边 默默地书写着一些感人和震撼人心的画面 当凌晨到来 苏如即便被刘师傅带去画中整顿来 而大花轿也要开始了 张无峰看着外面的天空 天气很好 只是天上洁白的云层 变化的时候 还是有些暴风雨前一般的宁静 山里的夜晚格外的宁静 鸟兽鱼虫的声音 此起彼伏 这些天 张无峰只是默默地修炼着 将状态随时保持在最巅峰 而且 宝随的特征 她一直留守着 可以随时瞬间发动 热闹的婚礼 一直到了很晚才结束 各大门派送来的贺礼 更是堆积如山 这一天 那种古人的风俗 张无峰和苏如 在长辈们的教导下 完全都经历了一次 而身穿古装的苏主 真的美得让张无峰都震惊了 而在八卦门的那一脉 张无峰以新郎的身份 接受了数次的考验 当然呢 也都完美地通过了 让一些找茬 图开心的师姐师弟 都只能干瞪眼 黑夜降临 婚礼结束之后 一些门派的客人 也就三三两两 趁夜离开了 有的还要闹什么新房的 继续留在了行义门 而当晚 新房之中 那些玩闹的客人们散去之后 张无峰拥着苏如 两人静静地面对着 无峰 我是你的了 终于 苏如幸福地说道 哼 你一直都是我的 前世 今生 以后的很多辈子 都不能逃走 张无峰报道地说道 无峰 要我吧 下一次在乡村的婚礼 我们再来吧 你今天也有些不方便 张无峰联系地说道 这句话 他有愧疚 嗯 好吧 那我帮你那样 你看可以吗 苏如轻声地问道 你想了吗 没呢 就是喜欢被你抱着 这样觉得很踏实 很安全 很温暖 那我就这样抱着你吧 好不好 嗯 天亮了 看着身边空空如也 苏如并没有太吃惊 因为就算是张无峰不告诉他 他也知道 将他分印在雕像之中的人 并不简单 那张纸 苏如只是默默地从头看到尾 然后默默地 仔细地折叠了起来 然后保存着 一滴滴的泪水随之滑落 张师弟 苏师妹 起床了 要给太师傅他们去敬茶去 啊 是乔灵师姐啊 就来了 不过 无峰去闭关了 他可能会突破化尽层次呢 人生之中 苏如口中出现了第一个谎言 这是第一个 也会是最后一个 这算是为了张无峰 给所有人交代 张无峰离开 或者是和那些特殊强者的战斗 无论结果如何 他坚信 对方有一天会出现的 时间退回凌晨五点 离开苏如的怀宝之后 张无峰轻轻地 垫下他的昏睡穴 看了看他 在他的嘴唇上亲吻了一下 然后将那张遗书放在了枕边 行一山后山山顶 一道特殊的采光 就像是一道美丽的流星 从天空滑落 出现在那里 张无峰也在采光出现的 刹那间 出现在烂这里 这是一个没有隐藏任何绒毛的女人 这个女人清冷 傲气 冷血 美丽 就像是一朵石人花一样 鲜艳的美和冷漠的冰冷 让人震惊 张无峰 你还有什么遗言需要交代 女子平静地说道 她并没有在意多说一些废话 鲜艳 自然有 我们凭借真本事争斗 无论我们谁死谁伤 都不要再对对方的亲朋好友动手 行还是不行 这个自然行 这也算是给你的补偿 至于我 你该知道 我只需要一张 你就会灰飞烟灭 女子平静地说道 你的话还是值得相信的 如果是黄依依 我也不需要和她废话了 是的 只有弱者 才会以谎言来误导对手 真正的强者 从来不屑于阴谋诡计 确实 你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强者 该说的已经说了 你出手吧 可惜了呀 其实知道了开启天眼之法 知道了进入绿色环境 就会变成真正的强者 但是 你不该去修炼 不属于你该修炼的东西 以你的天赋 如果是被照选 从而修炼 算起来也不到三年 达到了第二环 这个天赋 整个天空之城 都绝无仅有 天空之城的历史上 最厉害的 也是十八年 才到金环第二层 那些开启失败 直接达到第二五层的 那是例外 女子淡然地说道 说着 她目光露出可惜的意味来 你能告诉我 你金环是第几层吗 当然可以 我是选招者 我的金环是紫色的 第四层 第一环 女子说着 微微抬手 手中跳跃着紫色的雷电 眼睛一凸 张乌风的脸色 微微一沉 顿时再没有半分侥幸 只是 她却不会这样放弃 而是在瞬间爆随 然后瞬间吞噬 疯狂地吞噬 致命暴击 爆随 狂暴 一瞬间 张乌风动用了她 所有的能力 一举爆发 妄图将这个女子 抓入晶体空间之中 吞噬掉 虽然这样肯定是 必死无疑的结局 但是这一局 其实已经无解了 但是 女子未然不动 任张乌风攻击 狂宝能量席卷 她依然是 无动于衷 安息吧 雷电 大片的乌云 突然笼罩了天际 一种别仰的黑光 迅速地笼罩了 整个山头 天空中 疯狂的雷电 不断地闪烁 接着 一道巨大的紫色雷电 伴随着一只 巨大的手掌 朝着张乌风拍去 咔嚓 雷电一下子 照亮了整个天际 这一刻 时间定格了一番 强大的力量 让张乌风的眉心 疯狂地跳动着 里面就如同有东西 要冲出来一番 雷电落下 巨掌没有悬念地 落在头顶 这一刻 呼的一声怒嚎 一道金色的光芒 则张乌风的眉心 冲了出来 片刻后 化为一只能量凝聚的巨龙 龙脉 女子脸色一变 大手一挥 化作黑色的栗子 突然消散 却依然被金色巨龙 当场从黑雾中穿透 紫色的水滴 滴滴滴地 从空中滴落 片刻后 如同硫酸一样 将地上的黄土 和草而腐蚀的 直冒黑气 而金黄色的龙影 也消散了 当天空的乌云 消散之后 一股飓风吹过 在山头 形成了一股龙卷风 龙卷风的中心 一个遍体鳞伤的男子 被卷走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秋日的阳光 透过繁茂的树枝 瘦射下来的斑驳的光点 落在人的身上 不热烈 有一股舒适的暖洋洋 几对情侣坐在梧桐树下 相互依靠 滴滴思雨 白色的梧桐花 随风飘扬 洋洋洒洒 围绕着人们 偶尔几片飘落在 他们头顶和尖头 为这宁静的午后 添了一抹唯美的浪漫 突然 在这如诗如画的美好中 响起了一声 高声辈的怒寒 明雨 你们 你们干什么 冷寒音凶狠地瞪着 正在说下亲亲我我的男女 修美的眼 布满了煞气 被称呼为明雨的男人 被女朋友当场抓包 他不但没有一丝紧张和羞耻 反而扬起一个不懈的微笑 牵揍地说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傻呀 我们在亲热 和你相处了四年 最多就是让牵牵手 这种枯燥的日子 老子早就厌烦了 真不知道 这年头怎么会有你这种怪物 当自己是古代的真杰猎女吗 啊 哈 一个清脆的大嘴巴 响彻临间 打断了明雨的乌言辉语 捏 明雨被他突然打了一个巴掌 也从地上跳起来 扬起手 就要回敬他一巴掌 身边顿时响起了一阵惊诧的唏嘘 有看好戏 有轻蔑和不屑 一声声嘲笑的音量不重 却极其的刺耳 令明雨十分的难堪 与他亲热的女生看到这场面 也吓得不轻 赶紧起身 拉扯着他劝道 明雨 我们走 别立着野蛮人 明雨强压下心中的怒火 收回高举的手掌 瞅着冷寒音 恶狠狠地说道 冷寒音 你 你给我挡着 滚 冷寒音再次地扬起拳头 朝他冷声咒骂 明雨以为他又要打他了 反射性的双臂虎头 等他回过问时 发现邻里的人 都在用别样的目光瞅着他 顿时无地自容 狼狈地 急步走出了树林 冷寒音 瞅着他灰溜溜的背影 心中沸腾的愤怒 渐渐被悲哀淹没 他捏了捏手上的弹案袋 这里是他们两个人的留学手续 为了他 他向冷战的父亲低了头 甚至还傻傻地期待着 和他一起留学 结婚 组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万万没有想到 在他满心欢喜 要告诉他这件事时 他竟然劈腿了 还理直气壮地 用龌龊的话来重伤他 这种人 根本不配得到他的真心 冷寒音将手中的纸袋 撕了个粉碎 手一扬 白色的纸片 纠缠着洒落的梧桐花 一起飘向了远方 最色酒吧 五光十色的灯光 将尘暗的酒吧 照耀得灯红酒绿 激情澎湃的摇滚乐 在耳边震荡 浓妆艳抹的性感美女 在身边穿梭 在纸醉金迷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不需要掩饰 自己心底的欲望 即便是陌生人 也可以相互拥抱 亲吻 在五车中疯狂地摇摆 在这里 他们可以抛开一切 为所欲为 冷汉音独自坐在卡座 大口大口地喝酒 看着眼前疯狂的男女 他心底越发悲伤 他怎么也想不到 他坚守了二十三年的癥结 在人眼中竟然一钱不值 是这个世界太堕落 还是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呢 找不到答案 冷汉音又蒙惯了一杯酒 黑女 一起喝一杯吧 两个打扮新潮的小太宝 吊儿郎当地坐在他的左右 用眼神暧昧地挑逗着他 冷汉音喝着杯中的酒 转过头朝他们妩媚一笑 他迷离的眼神 如眼波般浩瀚迷人 令混混们眼前一亮 口中狂吹口哨 就要动手动脚了 突然 先伸出手的混混 还没碰到冷汉音呢 就被他当手抓住手腕 稍以用力 这听咔嚓一声 手骨折断 疼得混混 杀猪般的嗷嗷直叫 其他人看到美女凶猛的 如野兽般 哪敢再放肆呀 赶紧拾去的 拉着同伴就跑 可又不服气呀 边跑边回头 哆嗦着威胁道 臭三马 你 你他妈等着 冷汉音轻蔑的冷哼 连一眼都懒得看他们 兴致被扰 冷汉音也没了什么兴趣 脚步扭扭歪歪的 走向了洗手间 他妈的 出来卖的 撞他妈什么撞 前面过道的包厢 突然房门打开 一个半老徐娘 正拉着一个青年 撒着小风冲了出去 拦在了过道 那青年也就二十出头 高大的身材 虽然还淡薄 但是 他的长相 却是相当的帅 精致的五官 棱角分明 高鼻梁 薄红唇 一双细美的眼目 黑亮深邃 如星辉般的眸光 因为被纠缠 折射出反感的冷光 使他的眼睛 更显清亮 冷汉音从没见过 男人长得这么漂亮的眼睛 也难怪那老女人 对他纠缠不休 这时青年的耐性 显然到了极限 手臂用力一甩 将那虎脚蛮缠的女人 甩了出去 想不到 那女人虽然喝醉了 力气还不小 又跌跌撞撞地爬了起来 冲上前 一把抱着她的腰 狗皮高耀色地 死活不撒手 冷汉音瞧着这场面 实在是觉得好笑 依靠着墙壁 双手还着肩膀 看上了好戏 当看到青年愤怒 又无安耐的表情时 她还幸灾乐祸地 爆出大笑 李玄被这个可恶的 醉酒的老女人 实在给纠缠得不耐烦了 这个时候 一个美女在边上折腾 她更是愤怒 如果不是急于找到 那非主流的妹妹 她真是要狠狠地 教训这女人一顿 她并不知道 为什么她有种 丢掉尊严的感觉 不过 她总觉得 来到这样的垃圾酒吧 实在是很丢人的一件事 唉 我到底是不是李玄呢 还是我曾经 太喜欢看天空之城了 把自己当成李玄呢 李玄微微有些迷茫了 一个星期之前 她被一位摆地摊买菜的妇人 用板车从垃圾坑拉了回来 然后她因为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而且还血迹斑斑 又有些赤傻 被妇人收留 这个妇人叫李月娥 李玄称呼她为李婶 当问及姓名的时候 李玄只是下意识地 说自己叫李玄 竟是自己无法确定叫什么 不过 说出了口之后 她也就用上了李玄这个名字 而妇人之所以动了侧眼之心救她 除了基于同情之外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李玄的容貌 和她死去了几年的孩子的容貌 有些相似 在得知李玄姓李的时候 名字而且也很巧地 同样叫李玄之后 妇人也就好好地招待着她了 李玄看起来很年轻 特别是在洗干净身上的伤痕和血迹 换上一套运冲装的时候 她更像是一颗二十出头的 俊逸的小伙子了 李玄学东西很快 很聪明 只是因为开始有些发愣呆傻 所以李月娥也知道了 她精神有些失常 也就暂时先让她在家里住着 李玄这晚上出来找妹妹 自然就是李月娥的女儿 十八岁的许晴了 许晴很漂亮 不非主流的时候 人也显得很纯情 只是她最喜欢的就是逛酒吧 特别是一些环境不好的酒吧 她特别喜欢 而在这个情况下 李月娥自然没少担心 她总认为这是不正经的地方 女儿不该来 因此为了这个总在吵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268集 而这个情况下 李月娥自然没少担心 她总认为呀 这是不正经的地方 女儿不该来 因此为了这个总在吵架 但是吵架归吵架 吵完了 许晴照样出去玩 而且好好的淡妆什么的 她不喜欢 她喜欢飞机头啊 扫把头 喜欢撅着嘴巴 喜欢装可爱 还喜欢将本来就很大的眼睛 画得和熊猫一般大 给人一种啊 牛眼睛的感觉 这次李璇出来 就是为了找许晴而来的 只是没有想到 许晴没有找到 反而被一个喝醉了的 大妈拉住了 给当成了小白脸 当成了出来当鸭的 这下子 可是丢了爷们的脸了 她之所以了解天空之城 就是因为 这本书印象很深刻 似乎因为这本书 始终不会牵扯到 她的生活一样 而关系到她的一切 却是半点都不记得了 她总觉得 她比李璇幸福 尽管她不知道 李璇是不是真的存在 大妈 你放了我吧 啊 你 你叫我什么 那大妈级别的夫人 顿时怒了 叫你大妈 横给你面子了 没喊奶奶都不错了 好你个小白脸啊 啊 你还真喘上了 你们不是喜欢 啊 求包养吗 我包养你 老娘 老娘 我有的事情 有些波涨 有些波涛汹涌的感觉 她的胸不是特别大 只是因为瘦 才显得有些波澜壮阔 笑什么笑 没见过帅哥吗 李璇美好气的说道 帅哥 不错 你很帅 而且啊 还有些邪魅的感觉 我喜欢 你喜欢 又不能以身相许 趁早滚蛋 别影响我找妹妹 我就是你妹妹啊 我以身相许 还是个处女哦 喜欢吧 哈哈哈哈 冷汗衣有些自嘲的 没心没肺的笑道 处女 不喜欢 怕责任 李璇黑黑一笑 也不理会 这个嘲笑她的女人 转身朝着 对面的那个小太妹 走了过去 小晴 可算是找到你了 你妈真担心得不得了了 这地方太混乱了 以后别来了 滚吧 你个死骗子 你以为你是谁啊 啊 是清朝穿越过来的 二个妈 还学人家失忆呢 我看你就是个骗子 哼 骗子 许晴可没有什么好言语 特别是这个很帅的青年 总是让他孝敬父母 什么的 听着就烦 而且这个人吧 帅是帅 但是太古本 沉闷了 总是说一套 是一套的 特别是啊 道理特别多 像是个老头子 他简直是怕了 哼 清清啊 那个是死骗子呀 个个给你轰走他 一个穿着夹格的 黄头发的男子叼着烟 裸露着瘦排骨的胸膛 嘻嘻笑着说道 他以为他很酷 其实啊 就是个裤子的裤而已 他以为他很帅 其实也就是个蟋蟀 李玄觉得这些都是小角色 他觉得他自己是不同的 一定不是一般人 所以这样的生活纵然平淡无趣 他也觉得他敢凌驾于这些东西之上 小子 给老子管过来 跪下 舔干净老子的脾鞋 老子就放了呢 那个青年男人 认为这样很难忍 特别是啊 有美女在身边 狠狠地揍别人的时候 他就特别的有成就感 真是 事情却往往不如他想的那么顺利 因为啊 他很快即将悲剧了 冷寒衣面带笑容地 看着这个邪美的男人 他总觉得 这个男子的眼神 带着郭敬明形容的那种 明媚的忧伤 特别能吸引他 而放弃了一些东西 被爱情打击之后 他觉得 和前男友那样的男人在一起 还不如找眼前这个男人 随便依靠一两碗 这样啊 都要强得多 而之前见过这个男人出手 他也看出来了 这男人的实力很强大 至少比他的实力强多了 因此呢 他也不担心这个场面 只是想看看 这对兄妹 会上演怎样的斗争呢 此刻 那个叫做小情的少女 还正满脸鄙视地看着 他或许认为 这个青年该按照小憋三的说法 那样去做 只是 这个青年 走进了那个小憋三的面前 然后 朝着他笑了笑 你喜欢舔鼻鞋 可惜啊 我穿的是运动鞋啊 给我舔 舔干净了 你就可以走了 李玄笑道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这样说 但是心中 忽然有种 很想揍人的冲动 而他的拳头 似乎有种 可以用拳头 碎大石一般的 特殊的感觉 这是一种 莫名而来的自信 小子 你想死吧 这样和猴哥说话 那小憋三一愣之下 顿时乐了 死 李玄一愣 随即一把卡住 对方的脖子 然后直接将对方 提了起来 那猴子哥一正 随即双腿 推腾了起来 却是被李玄松手之下 一拳打在了胸口 哇 一大口鲜血 就这样喷洒了出来 喷在了旁边 许晴的脸上 许晴吓得尖叫了起来 舞厅顿时 一下子就安静了不少 所有人朝着这里 张望了过来 而舞厅的低音跑 依然在疯狂地震动着 很快掩盖了 这打斗的声音 砰 猴子哥已经彻底地成为了猴子 因为他正蜷缩着身子 身体倒在地上抽搐着 脸色已经变得一片清泽了 李玄走了过来 运动学就这样踩在猴子哥的脸上 猴子哥老老实实地不吭声了 伸出舌头来 当即去舔他的鞋子 嗯 舔一下就行了 以后你们小情来玩啊 对他不规矩的话 都来尝尝我的鞋的味道 李玄笑着说道 他只是扫了这人一眼 很奇怪 这人吓得都小便失禁了 真是窝囊没用啊 李玄心想 他却不知道 他随意地举动 他若无其事地杀意 早已经把别人都吓傻了 哪里还敢真反抗呢 就算是许晴 也吓得脸都白了 他心中强大的 无敌的猴子哥 此刻就像是一个可怜的小蚂蚁一般 被一脚就踩得不声不泽了 当心目中的偶像崩溃的时候 许晴也只能无奈地叹息一声了 这几天 他可从来都没有对着李玄有好态度的 一直都拿他当无用的书生 却想不到 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斯文琴兽 这简直太暴力了 嗯 这个李 哦 李玄 玄 玄哥 我这就回去 许晴掺了擦脸上的血水 看看李玄的目光 就像是在看恶狼一般 嗯 我送你回去 以后谁欺负你 你告诉我 或让他舔我鞋子 嗯嗯 我 我会的 许晴都没听清李玄在说什么 当即疯狂地点头 然后钻入人群 顿时就跑来 这丫头 其实心中还是懂事的 就是不喜欢被别人管教 难道青春叛逆的时候 就都这样吗 李玄 难难自愚着 因为打了猴子哥 这一代跳舞的人都对他非常的警惕 李玄一动身 他们顿时连忙地让路 那巨异是很有感染力的 好了吧 现在不用找妹妹了 怎么样 陪我喝一杯 冷寒音笑道 不喝酒 李玄说道 怕喝醉了 我把你推倒了 冷寒音说道 哼 我会怕这个吗 不怕 那你喝吧 别说你不会喝酒 那样我会鄙视你的 喝就喝 干杯 干 酒 酒 喝着喝着 李玄哭了起来 他并没有醉 但是却哭了 一个男人 在一个陌生的女人面前哭泣 这很丢脸 但是他却无法控制 当心中一缕莫名的感情 如同火焰般燃烧的时候 他的心在疼痛 似乎有种无法言谈的重要的东西 被遗忘了一样 那是超过生命的一般的重要的东西 他不仅心痛 眉心更是剧烈的疼痛着 这样的情况 每天都会出现九九八十一分钟 但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在流泪哭泣 今天却是第一次 面对女人 纵然喝了不少的酒 却依然清醒着 或许是有心求醉 醉不得 他不仅清醒 而且还非常的清醒 李玄 你怎么哭了 男人哭 可是很丢脸的呀 丢脸吧 他又如何呢 我遗忘了对我而言 非常重要的东西 每当想到感情 就会心痛难难 哭泣 又算什么呢 丢脸 又如何 能换回我的回忆 我宁愿可以都不要尊严等一切东西了 李玄 你喃着 眼睛有些模糊 你是忘记了爱情吧 只有真正 陷入身灵的爱情 在忘记之后 才会如同丢了魂一样 爱之深 痛之切呀 冷寒音叹道 是吧 很难过 忽然想了二胡了 我应该有二胡的 闯不到了 可笑啊 我醒来的时候 我睡在垃圾堆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一身血迹斑斑 而我唯一记得的 只有天空之城这本书啊 李玄苦笑道 这样啊 你是个可怜的男人 放纵吧 我们走到一起就是缘分 晚上陪我一起放纵 然后我陪着你 去找你的过去 冷寒音轻轻地说道 这一刻他才明白 原来受伤的男人 和受伤的女人一样 都是可怜虫 忽然间 冷寒音觉得 这样的男人 确实会让人生出一种 母性的呵护和怜悯之情 从而去疼他 爱他 不 你听我的吧 珍惜你自己 为了不爱你的人 去放纵自己 那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 虽然我已经有些迷糊了 但是我却不会放纵自己 这样 我会让那些默默关心 和祝福我的人难过的 李玄手拿酒瓶 支撑着桌子 说道 他要是有你的十分之一 我也该满足了 哎 冷寒音轻弹一声 他发现 对方似乎莫名的疼痛 而这一刻 这样的痛苦 甚至让对方的脸色变得苍白 轻子交替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下一刻 对方的额头上 顿时出现了一道 青紫色的 鱼血血块一般 随即 脸部的一些筋 都膨胀了起来 也刚刚有食指粗细 里面 似乎有金黄色 黑色 蓝色的液体流过 一切看起来 极为的诡异 狠狠地揉了揉眼睛 冷寒音再次 看了看身前的青年 却发现 她已经很安详地 睡了过去了 她的额头等出 只有一个因为灯光 照在酒瓶上 倒映出来的阴影而已 并没有什么 拇指大小的青筋 迷糊了 看来不能在这里就待了 回酒店再说 不然猴子哥一行人 肯定会伺机报复不说 我自己 也真是铭记不保了 冷寒音这会儿 我心里好过了很多 当下也不再迟疑 一下抱起了李璇 便走出了酒吧 这两人 出酒吧 自然所有人都赶紧让路 两个暴力人 这些人自觉都惹不起了 丽江酒店 扶着李璇进入了酒店的套房之后 冷寒音也是累得够呛 别看这人瘦瘦的 但是这身体还是挺沉的 将李璇放在沙发上靠着之后 冷寒音在沙发对面的沙发上 坐了下来 一边休息 一边仔细地盯着眼前的男人看着 这个俊逸妖孽的青年 他总觉得 似乎有些熟悉感 似乎像是哪里见过一般 这样的感觉 有些奇怪 他靠着沙发 就这样肆无忌惮地 打亮着对面的青年 对面的青年 似乎一点迷茫的感觉都没有 任他这么看着 只是双眼迷茫地看着天花板 衣服带质的模样 这人到底在哪见过呢 冷寒音思索了起来 就这样地思索着 许久灵光一闪 冷寒音终于记得 这个人像谁了 一个很出名的人 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人 张无风 是的 这个人真的有些像 那个写出天空之城的张无风 那本书现在红避了大街小巷 而书的第二页的序言和简介里 就有他的照片 不过 仔细对比 冷寒音又发现 这个很像 也只是像而已 因为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张无风 似乎更帅气 更阳刚一些 而眼前这个人 偏向于斯文和儒雅 人稍微要胖几分 白几分 也要阴柔几分 再一个就是感觉了 张无风的照片之中 只是一眼的感觉之下 就有一种主宰一般的信念 和强大的自信 而眼前这个人 多了几分呆傻之气 也没有什么强大的信念感 唯一有些相近的 其实就是容貌 而容貌相似 在这个世界上 还是很常见的 这么一想 冷寒音也就不再奇怪了 不过因为这一点 冷寒云对李玄 又多了几分好感 毕竟长得像名人 可不也是一种 不得了的事情 你想拉二胡吗 想拉 我去给你弄来 看着眼前的男人 懵懂迷茫的模样 冷寒音心中有些不舒服 想到他之前的话 冷寒音准备到酒店里 寻找一下相关的东西 看看这个庆典 能不能好过一些 去 去 李玄迷糊地说着 躺在沙发上 他一动都不想动 你呀 冷寒音书展开 皱着的眉头 轻轻一笑 走到他身边 将身上的一件卖套 给他盖上 然后 才走到客厅的电话旁 打电话给接待人员 询问相关的东西 大型的酒店 对于一些音乐器材 自然是不缺的 在花费了一些钱 达成协议之后 一名服务员 已经拿着耳壶送了过来 结果耳壶付了钱之后 来到沙发边 冷寒音发现 这个男人已经睡着了 如同婴儿般的安详 如同猫一般的温顺 这是一种感觉 让冷寒音心中温暖和感触 这个男人 真想抱着他一起睡去 永远都不要醒来就好了 这一刻 之前被酒精刺激的效果 这才逐渐地呈现了出来 冷寒音心中不由地 生腾起了一股无言的火热 看着眼前这个极品的男人 心中最后的那一份坚持 如同之前的爱情一样 悄然破碎 抱着这个男人走进浴室 接着哗哗的水声 顿时响了起来 哎 你这身上的皮肤 如婴儿一般 真是让人嫉妒了 老天啊 冷寒音帮着李璇洗完澡 顿时有些无语了 白里透红的皮肤 光得如牛奶一般的水嫩 那种简直的弹性 抚摸着的时候 让人感觉到一种别样的心动 而那轮廓分明的肌肉 那发达的公二头肌等 不依不让冷寒音面红而赤 这个男人真是太极品了 脱了的时候 比不脱的时候的魅力更大 冷寒音心中那团火 彻底地被点燃了 女人一旦春心荡漾了 将比猛虎还可怕 李璇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她被女人抱上了床 冷寒音的面容微微一颤 一种撕裂一般的痛苦传累 下一刻 一个巨物便进入了她的身体之中 那种被撑抱一般的感觉 带着片刻的不适传来 一种莫名的温暖 进入了灵魂深处 从此刻起 她不再是一个女孩 而是一个女人了 而且还是她推倒的一个俊美的男人 而不是对方 疼痛过后 一种放纵之心生疼了起来 她不想其他 也没有考虑过后来 只想着 无止境地疯狂和放纵一次 因此 她疯狂地运动着 当初次的声色疼痛之后 是一种让灵魂都为之战斗的激情 和满足感 她曾经瞧不起别人放大和引荐 但是她此刻觉得 她忍不住就要大声地呻吟了 或许只有呻吟 才能表达出心中的那份激情的快感 一波波的快感冲击着她的身心 许久 她依然觉得那一杆东西巨大舰艇 顿时有些溃败感了 她已经好了三次 对方却依然精神抖擞 趾高气扬 这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冷汉云觉得 自己一定要狠狠地打败她 要狠狠地让她筋疲礼节 让她知道姑奶奶的厉害 因此 她更疯狂地动作了其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六十九集 天边的阳光洒过来的时候 李轩眯着眼醒了过来 秋日的阳光有些惨白 有些让人分不清 是不是冬天就要来到了 床边 已经没有了那个很瘦 身体却很丰满的女子 那个女子已经离开了 酒店的床单上 留下了一块方形的破洞 很显然 那里的一块落红 被这个女人捡下 带走了 昨晚的一幕 逐渐地被记起 李轩有些感慨 却没有什么自责可言 她的身体有隐疾 疾病爆发的时候 忽然嘴倒了 被逆推了 而那个女人呢 看样子是被现实的感情打击过 才会选择放纵自己 有些东西 知道了 也就可以放开了 一夜情 在记忆之中 是第一次 而女人的感觉 对李轩而言 是一种别样的 深入心底的释怀和发泄 但是 为什么会有本能的自责 和愧疚感呢 我到底是在为谁 而自责和愧疚呢 那个女人走了 什么都没有留下 唯一留下的 也就是一把崭新的二胡 拿起二胡 忽然间有些 不知何取何从了 忘记了自己是谁 忘记了以前的一切 甚至身体 还会每天如同药死一般的剧痛 或许生命没有多久 这样的人生 李轩觉得挺悲剧的 不过 她没有半点的遗憾 就这样 随性的活着 默默的在戈道里 缝隙里生存着 拿起二胡 看着床头放着的早点 李轩觉得 这个女人 其实还是不错的 不过茫茫人海 或许再不会有 相见的机会 苦笑一声 她现在一穷二白的 连吃饭等都是寄人理想 手机之类的东西 更是想都别想 如果女人没有付钱 她甚至没有钱 来缴纳这酒店的房钱 忽然间 她就很想抽烟 莫名的感觉 莫名的心乱 下意识地拉着二胡 二胡一一呜呜的声音响起 这是一首拉出来 才知道的音乐 因为在不拉出来的时候 李轩也不知道 她还会拉二胡 二胡的声音 是二全音乐 随便一拉 就这么悲剧 李轩也不由得有些无语了 看样子 自己之前 应该也是个 很悲剧的人物 不然呢 怎么偏偏对这个悲剧的曲子 这么轻有独钟呢 拉了几下 顿时有种心烦意躁的感觉 再拉几下 不仅头疼 而且还想吐了 李轩赶紧停止了拉二胡 将二胡放在一边 到浴室清洗了一下之后 穿上衣服 拿着二胡 李轩直接地离开了酒店 好在退房的时候 房钱是那个冷寒阴妇的 不然呢 她还真的没办法了 出了酒店 一辆taxi 已经停在了她的身边 taxi很破旧 东方雪铁龙的牌子 也都有些吊气的厉害 唯一的亮点在于 车子里的一个女人 正微笑地看着她 上来吧 你算是回来了 不回来的话 我会迷路的 李轩笑道 得了吧 你会迷路 你这智商 根本就不会认路吧 冷寒阴妩媚地笑道 车子门开了 李轩在后面 和冷寒阴坐在了一起 师父 去各鱼路 好的 出租车司机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 她羡慕地看了冷寒阴一眼 笑着回答道 显然呢 她认为李轩也非常不错 你知道我住哪儿啊 嗯 本来是不打算和你一起的 但是刚才查了一下 没想到你这么可怜 李婶都告诉我了 你的过去了 我想帮你 冷寒阴 认真地说道 你怎么帮我呀 李轩平静地道 被人怜悯的感觉 很莫名其妙 她自主地觉得 她还没有可怜到 要别人怜悯的地步 虽然说有时候 她自己也会迷茫 但是呢 顾影自怜是可以的 但是被人同情 却不会让人舒服 尽管别人是豪意 我帮你登广告 学人呗 反正 既然我和以前的男朋友 吹了 也就不需要 和我爸冷战了 详细也不值得 冷寒阴说道 是啊 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母健在的时候 就要知道去珍惜 不然等到失去了 才会后悔难过的 李轩下意识地说道 这样看 似乎您潜意识 了解到了一些东西 这样 我带你去看看 催眠CD怎么样 就料月鹏的 看看能帮助到你什么不 冷寒阴说道 催眠 也行 李轩下意识地回答道 好 那我们走 那边有专卖店的 买了 我带你去李婶家去看 你一晚没回去 她担心着呢 她是个好人啊 买了CD之后 李轩和冷寒阴 回到了李月娥 所在的居民小区 虽说呢 生活条件不是很好 李月娥 多半是靠卖菜 赚些生活费 而她丈夫 则是一位工程师 专门搞一些建设 负责勘测和测量 等方面的事情 因此多数的时候 都是在出差 回到家 家里自然是没人的 原本今天放假 许青应该在家的 但是 许青或许是被李轩吓到了 因此这会儿 哪里还在家呀 不知跑到哪里去疯了 李轩身上也有着 一把大蛮的钥匙的 因此呢 轻易地打开了 锁着的门 坐吧 我去给你倒杯茶 虽然说发生了肉体关系 但是两人的言行举止 并不亲热 充其量啊 只是比较好的朋友而已 而发生了一次关系之后 两人倒也没那么陌生了 说来 至少也是一种知己的关系了 你呀 别客气了 冷汉音微笑着说道 语气有些称怪的味道 那种不经意的风情 不由让李轩 想到了这个冷面美丽 昨晚的放荡 不由心中 有些意念生出 想什么呢 不准胡思乱想 冷汉音交称道 没想啥没想啥 你真敏感啊 李轩笑道 接着打开了电视机 和DVD设备 我说了 以后不准再提昨天的事情 就当是 我们之间的一个秘密吧 你要是怀上了呢 你再瞎说 虽然说吃了已经 但是冷汉音还是有些担心 李轩看了看他 胆然说道 放心吧 看你的脸色 你月经很正常 应该是前天才走的 所以昨天 今天 一直到五天后 理论上都是安全的 你倒是很清楚啊 真是 肯定曾经是个花花公子 骗了不少女孩子呢 冷汉音有些 醋味地说道 哈哈哈哈 李轩淡然地笑了笑 不置可否 任何事情 他都会怀疑 但是感情上的事 他相信他 一定不是花花公子 因为只是一次一夜情 他竟然一直心存愧疚 这样的感觉 是无法言谈的 所以他自信 他绝对不是花花公子 但是这样的话 却不能和冷汉音说 如果说对方第一次给了他 他还说呀 因为愧对不知名的女子而自责 那样啊 那真是个超级的大白痴了 不说了 哎 反正以后和我也没关系 管你是不是花心呢 冷汉音自嘲地说了句 然后将光碟放在了底威地里 我们现在不是很好的朋友吗 我觉得我会很有本事 以后有什么困难找我吧 李轩自信地说道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 我最近啊 真是没事情做呢 忽然想离开这个地方了 想出国留学 得了吧 你那是逃避问题 就算拿到MBA又如何呢 还是在这里站起来吧 我觉得呀 你就是要表现你的美丽和优秀 让抛弃你的人后悔 你不后悔吗 我 算了 不说这个 我开玩笑呢 你说的对 当初保留自己的身子 只是因为比较传统 认为第一次在结婚的时候 才有意义 没想到 却因此反而成了出轨的理由 可笑至极 冷汉音自言自语地说着 李轩却觉得 心中忽然灵光一闪即逝 一种似乎把握到的什么东西 感觉就这样消失了 他却没有能把握住 唉 看来只能淡定了 李轩心中想着 然后 专注地看起了催眠的CD来 不到片刻 他便沉浸在了催眠之中 眼前的白光忽然间扩散了开泪 包裹着他自己 他似乎进入了梦境一般的环境之中 在这个环境之中 周围的一切都很模糊 不过 远处有一个容貌很美丽的女子 她静静地悬浮在空间之中 就像是一位仙女一般 她身体并不太清晰 她的身上似乎有一道黄色的金光 不时穿梭而过 而这个时候 她都会很痛苦地皱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没有想到 你的修为不解没有被废掉 而且还破而后立 一举达到了绿环第三层了 可喜可贺呀 女子淡淡地说道 嗯 你受伤了 我帮你治疗吧 李玄心中微微一正 她知道 对方肯定知道她的兴奋 但是此刻 她却没有询问 而是平静地说道 在这样的人的面前 李玄心中下意识的 有种自我保护的念头 至于对方说的什么 那绿色第三层 她一点都不懂 你倒是很大度 你不怕我好了 再去抹杀你吗 没什么想法 只是单纯地 不想看到你现在痛苦而已 李玄轻轻地温和地说道 这只是她本能的想法 特别是 看到那金黄色的能量后 她觉得她应该将这东西回收 你动手吧 反正现在 你找到了我躲藏的地方 我没有能力反抗 女子轻叹一声说道 李玄点了点头 走了过去 下意识地随手一挥 大片的金物出现在她手中 她手中同时出现了 一大把的玉针 花托物行针 报随 李玄本能地去做着这一切 在回收黄金色的能量的同时 她释放精力和金物 将这女子的身体内的 那些混乱的能量整理了起来 然后 黎顺 接着 她开始不惜精力和金物的损耗 修复着对方体内的创伤 这次 因为源于 本能 似乎这种付出的效果 被强烈地放大了 似乎她心中和眼中 就只有眼前的这一幕 再也没有其他 女子默默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为她付出 一种莫名的倾诉 冲击着她的神心 她原本 等待对方发动致命一击 却没有能等到 等到的 是对方全力救治她的真心 特别是 身为一个真正的强者 她明白 这种付出自己要损失多少 甚至 修为会倒退 但是对方却没有半点犹豫不说 而且如此的真心 有时候 感动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这个时候 女子彻底地被感动了 一种别样的倾诉 就这样生腾在心中 强者不是没有感情 而是感情更丰富 只是因为强者注定寂寞 所以感情埋藏的才会很深 而感情一旦被挖掘出来 就会歇斯底里 此刻 眼前的女子就是这样 李玄耗费了巨大的心理和能量 治疗好了眼前的 这个美丽女子的伤势 而这一刻 金黄色的能量回收 弥补了她自己的能量损耗 玉珍里的能量 也不断地修复着她损耗的晶体 谢谢 别客气 简单的对话之后 便是一片沉默 四目相对的时候 一片宁静 你叫什么名字 李玄下意识地问道 她想 对方的名字 她肯定熟悉 毕竟是啊 差点要了她命的人 或叫丽莎灵儿 或来自黑精灵作 你 难怪你这么美 原来是外星人啊 李玄心中有些震惊 外星人啊 可是 真是外星人吗 这个世界 种族何其之多 有些特殊 其实并不奇怪 我是地球人 算了 有些文明 你还不明白 丽莎灵儿 胆然地笑了笑 笑容有些苦涩 果然不是外星人啊 不过这个种族 我还是没有听过 我叫李玄 以后 可能也叫李玄吧 李玄轻叹了一声 说道 丽莎灵儿一愣 随即笑了笑 似乎有些 子言子语的道 笑李玄也好 不过 如果你是李玄的话 天空之城 会成为我的 一个预言吗 不过 如果最后 为你去死 我想现在 这一命之恩 我还是会 义无反顾的 哎 看来我沦陷了呀 嗯 你说什么呢 李玄没有听清 丽莎灵儿的话 她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没什么 我说你叫李玄也好 暂时放下 以前的一切 好好养伤 等伤好了 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刚好以前的你 也不会再有任何 组织知道 和打扰 他们只会以为 你被我所杀了 好了 回去吧 这里不是你 该来的地方 丽莎灵儿说着 微微挥手 李玄微微一正 顿时苏醒了过来 一种别样的惆怅 出现在心中 怎么样 看到了什么 呃 就是看到了个美女 其他也没啥呀 没发现自己是谁 呃 你果然是个欢花公子啊 连催眠都能见到美女 我溃败了 冷寒阴翻了个白眼 一脸我被你打败的模样 见冷寒阴如此 李玄也有些汗颜了 这女人呢 似乎也太极品了 思想跳跃行之快 简直可见一斑 不过 是说遇到了美女了 就不问青红皂白 就下了花花公子的定义 简直是啊 比斗鹅还冤嘛 不过 李玄决定 发挥好男不跟女斗的精神 不和他一般计较 算了 某些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的家伙 我就不计较了 思想不健康 太不健康了 李玄感慨着说道 你说什么 再说一次看看 冷寒阴虎目一瞪 顿时有掐死她的冲动 看出危险的感觉 李玄善善地笑了笑 这个 那个 其实啊 这是说你很漂亮 你太敏感了 何必呢 何必呢 李玄说道 不和你贫嘴了 你真没看见 什么有用的东西啊 要不再催眠一次试试 真没 再是 估计也是那回事 李玄汉言道 之前的那个片段 她记得很清楚 正是因为清楚 她反而有些模糊了 怎么着 两个人的名字都很奇怪 因为李玄这个名字 就是天空之城 这本书的主角 而丽莎灵儿 就是天空之城的女主之一 尽管她死了 却无法忽视她的地位 和她女主的资格 而这样的两个人 似乎都真实存在 好诡异 好刺激 李玄辞言子于道 你就别好这个好那个的了 既然没效果 要不要去试试看项命的 冷寒音提一刀 算了 不去了 那玩意儿还不如找我自己算呢 你会算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服了 不过说到这个 你有身份证吗 用的是李婶的儿子的身份证 她儿子死了 户口还没销呢 而且刚好她儿子也随她性 那倒是不用重新地上户口了 这年代要是没身份证 都难办事啊 我倒是无所谓 是啊 你对什么都没所谓 真是的 不过看气质和表现 你还是很有品味的 像是富家少爷 冷寒音仔细地打量着李玄说道 现在的富家少爷简称富二代 是贬义词 李玄振振有词的道 得了吧 还贬义词呢 我可是真心夸奖你的 冷寒音道 你都把我推倒了 夸夸安慰一下 我受伤的心也是应该的 我是个可怜人呐 李玄黑黑笑道 你太为所和无耻了 谢谢夸奖 李玄 拉二胡听听如何 反正没事做 你不上班吗 大小姐 李玄博又问道 看冷寒音气质不错 但是身上穿的 倒是也不是很好 不上班啊 虽然没什么钱 但是暂时也饿不死 快拉段曲子听听 看你一直拿着 二胡不放手 肯定是专家 冷寒音 让有兴趣的道 这个男人 浑身上下就是一个谜 又像是没有开发的宝藏 总能引起他的兴趣 如果这个男人 什么都很了不起 或者是怎么地的 冷寒音反而不会注意 毕竟一次放纵 以后就是末路 这就是他心底深处 最好的选择 但是这个男人的遭遇 被李玥厄已说之后 他就心痛了 一身叫花子装 被人丢在垃圾坑 这是怎样的惨 才会混到这样的地步呢 还有 那个男人眼中不时 闪过呆滞 和迷茫和懵懂 他这才决定 放下尴尬 和那份放纵之后的纠结 暂时待在这个男人身边 这样一份心理 其实李玄还是懂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270集 如果这个男人 什么都真的很了不起 或者是怎么样的 冷汗音反而不会在意 毕竟一次放纵 以后就是末路 这是他心底身处 最好的选择 但是这男人的遭遇 被李玥讹一说之后 他就心痛了 一身叫花子装 被人丢在垃圾坑 这是怎样的惨 才会混到这个地步 还有那个男人眼中 不时闪过呆滞 迷茫和懵懂 他这才决定 放下尴尬 和那份放纵之后的纠结 暂时待在这个男人身边 这样一份心理 其实李玄是懂的 为什么他不知道 是因为一份感觉 只是看到对方的眼睛 和一些神态的变化 在一瞬间 大体上就能把握这份心思 也因此 他才没有拒绝对方的好意 看在你很够朋友的份上 被人就勉为其难地 展示一下自己独特的魅力 和风草的能力 李玄黑黑笑道 好啊 那就表现一下你的风骚吧 冷汗阴痴痴笑了笑 开始了啊 李玄正儿八经地 咳嗽了一下 有些东西 既然无论如何都记不起来 那么 算时就放下吧 等某一天记忆恢复了 一切不就会好起来吗 所以这会儿 李玄也算是真正地放开了心扉 耳狐的声音响起 这会儿 他似乎没有想过 要拉二拳应悦 因为之前拉的心烦意造 烦门欲吐 所以这个曲子 暂时被回避了 下意识地 他记起一个非常熟悉的曲子 但是这个曲子的名字 他却有些模糊 似乎是叫天空之城 不过这个音乐 潜意识认为 些非常的珍贵 不能暴露 所以这个曲子 只是在脑海之中闪烁了一下 就同样地被碰弃了 随便拉了个开头 李玄发现 他可以如同哼歌一样 随便掌控耳狐的音调走向和高低 因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任何节奏都不是问题了 你拉的是什么呀 挺熟悉的呢 冷寒音美目一亮 对方的姿势和表情 以及那种莫名的能给予曲子灵魂的感觉 太专业了 你仔细听 李玄微微一笑 其实这只是一个人的寂寞 两个人的错的音乐开始而已 嗯 我听出来了 一个人的寂寞 两个人的错嘛 冷寒音笑道 对 李玄点了点头 开始自拉自唱了起来 见此 李玄耳狐一转 开始拉起了谈特 这被誉为神曲的歌曲 对他而言 嘿 这算是简单的很了 以他的记忆力 就算是翻盘唱下来 也不是问题 不过 他还是以他自己的风格在唱 嗯 神人 牛人 这个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模仿的两大 佩服佩服呀 冷寒音眼睛亮了 李玄性质也好了起来 拉完了忐忑 又开始拉荷塘月色 这个 是这个月才上市的曲子 至少 李玄听许晴听过好几次了 因此记下来 也不是问题 和堂月色 凤凰传奇的 还不错 有梁静如的吗 来一首他的 哼 好的 那就来一首 情歌没有告诉你 李玄笑道 嗯 非常好 冷寒音兴致昂然地坐在沙发上 他手拖着下巴 寒情默默地 看着李玄 这是一个奇才啊 因为男生女生 唯妙唯俏不说 可以是自己的风格 如果是模仿的 可以是完全版的 梁静如的声音 如果随时可以打断 冷寒音 冷寒音觉得 李玄绝对是带了一个录音器 在身体内部了 要不然 怎么能这么变态呢 小阵阳的 大小江湖 李玄笑道 这个歌曲 他发挥了 模仿搞笑的实力 即刀狼 阿渡 张学友 刘德华 郭府成 樱桃小丸子 蜡笔小新 等等人生的 因此唱完后 冷寒音的表情 那是相当的精彩 他俏丽的脸上 满是不可思议 似乎就像是看到了很多明星似的 那种震惊 简直没法形容 而门口 大概是打完篮球的许晴 正抱着篮球 傻呆呆地站在门口 看着这个牛人 小晴 回来了 李玄见到许晴在门口发呆 当下打了个招呼 啊 是 是 是 玄 玄哥 你回来了 许晴结结巴巴地说道 嗯 回来了 这个是冷寒音 喊姐姐 李玄说道 许晴的焚嫩鼻子翘了笑 却不敢反抗地道 姐姐 嗯 小晴你好 唐突地来到你家 给你添麻烦了 冷寒音客气地说道 没事的 姐姐你真漂亮呀 昨晚和玄哥一起的吧 许晴有些酸溜溜地说道 她自己是不在意 但是 忽然有女人抢走 刚发现很有才的人 心中 难免有些不痛快乐 嗯 是一起的 冷寒音顿时脸红了 你们原来就认识的吗 这样 玄哥就能回家了呀 许晴高兴地说道 这个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虽然说 认为李玄是骗子 但是昨晚 见识了她的厉害 此刻又知道 她这么能模仿 当即也就明白了 这样的人 随便自己拍一个视频 丢到油库 想不出名都难 因此 骗子的可能性 也就不存在了 不仅如此 因为其帅气的容貌 诡异而吸引人心的声音 李玄在许晴的心中 也逐渐地上升到了偶像的地位 这个年代 小女孩为偶像疯狂的事情 那可是一点都不少见 嗯 这个 这个不认识 之前不认识 冷寒音有些汗颜了 这个话 让她很有些无地自容了 你们 真是时尚啊 比我厉害 佩服 许晴登大眼睛 看了看冷寒音和李玄 表现得当真是感慨之极 她一直以为 像李玄这样保守和古板的人 肯定是不会玩这些的 没有想到啊 人 果然不可貌相啊 一般一般吧 不说这个了 小青啊 你去打篮球了吗 李玄岔开话题问道 是啊 就小区的篮球场呢 你的心又没放我这儿 从那经过都没看到啊 许晴醋溜溜地说道 听到许晴的话 李玄不由笑了 从她的语气 李玄可以感受到 许晴就像是 被抢了糖果的孩子一般 表现得有些酸溜溜的味道 尽管在之前 她并没有在意 她李玄的好坏和地位之类的 但是 当她发现了她的好的时候 就表现得这样 这让李玄觉得 她确实还没有长大 不过 想到她这个年龄 李玄就释然了 其实有些孩子气 也挺好的 至少啊 还有改过的机会 和成熟的机会 这样呢 就会在一定程度上 懂事 体贴父母 关心他人 而如果不是孩子气 而是直接地放纵和颓废了 那么她的人生 只怕会陷入 无限的黑暗之中 哼 小孩子还吃醋呢 要是早知道 哥哥我的好 前些天就对我好些嘛 要不然呢 机会就是你的了 李玄开玩笑 一般地笑道 哼 谁稀罕呢 许晴不屑地道 见她这样 冷寒音不由也笑来 轩哥 你和我都喊你哥吧 要是我哥在的话 也有你这么大了哟 许晴娇陈舍说道 难得的 她有些发嗲的道 对于这个小太妹 一般的妹妹 李玄说不上讨厌 尽管前一事里 她并不喜欢非主流 但是年轻人追求时尚 这也是一种特色 这也是一种 吸引别人注意 觉得自己很帅 很本事的心态而已 当过了这个年纪就好了 所以 李玄是完全地 可以理解的 因此 也就不那么讨厌了 而许晴的娇陈 威力还是有的 那就是啊 这原本就不是一个 值得拒绝的提议 所以 李玄大方地答应道 那自然没问题了 原本你就是妹妹嘛 哈哈 哥哥你真好 对了 哥 你这么有才 让我拍个视频吧 这样我的逗单的反问量 肯定会马上火爆起来的 许晴三句不离 别人仰视的目光 许晴说着 露出了可怜兮兮的目光 只是这目光 怎么看都像是怜悯的目光 和同情心 这丫头真是太乱来了 这个 以后再说吧 中午你是在家吃饭 还是在家吃饭呢 我出去买东西吃 我和你冷汉阴姐姐出去逛逛 这个地方我待了好些天了 人也有些憋门了 李玄认真的道 你去吧 我去洗澡 你身汗呢 许晴笑道 你呀 既然身体不舒服 就不要去打球 现在天气凉了 洗澡感冒了 引起疾病 以后会长期腰疼的 李玄下意识的说道 他觉得自己真的太敏感了 有时候就是看别人几眼 就知道别人身体情况怎么样 这感觉强烈而自信 而这一次 他也下意识的这样说道 而结果和他想象的差不多 也就是这样 你呀 你真讨厌 这个都知道 真讨厌 许晴娇沉道 顿时也有些脸红了 自己那个早上才来的 这人早上也不在家 而家里的东西 自己的东西 都在自己的房间锁着呢 这家伙怎么知道啊 真是太有才了 不过 许晴却觉得有些尴尬 毕竟这个人在他心中的印象 刚发生了逆转 因此 刹那间的不适 还是有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许晴这才 就先脸红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一般情况下 和男生们谈一谈 A片上的记音案技巧 他也不带脸红的 不过理论上 他是大师级的 但是行动上 他自己的身体 他还是很爱惜的 虽然说 有时候会自己安慰一下 但是 女孩子的矜持 还是保留着的 之所以和他的母亲 不断地对抗 只是因为 实在厌恶他母亲的啰嗦 仅此而已 这有什么 好好照顾自己 中午买着 别吃辣椒 算了 我不啰嗦了 我走了 李轩无奈地说道 说了几句 他也发现自己 怎么忽然啰嗦了呀 这貌似不该是自己 这位英俊帅气 杨刚刚猛的猛男 该有的个性吧 如果是的话 那就太糟糕了 你没钱吧 和女朋友出去玩 多带些钱 这个 我这里还有五百 你先拿着 别客气 你是我哥吗 许晴大大咧咧地 走了过来 掏出五百 放在李轩手上 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虽然他要踮起脚 才能够拍得到 但是 他却表现得 非常豪爽的道 好好干 会成功的 行了 哪里要你的钱 你哥 我从来不在乎钱 钱在哥眼里啊 就是一个数字 你也吹吧 那什么时候 你把那数字 分我十分之一吧 不多 一百万吧 有一百万 我就可以买 我最喜欢的苹果本吧 可以买最喜欢的 自动变焦照相机 可以去看 J的演唱会 可以去看韩国 停 别花痴了 有钱了再说吧 马上就要高考了 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要知道啊 学习可是很重要的 以后 哎呀 救命啊 你饶了我吧 哥 你太啰嗦了 啰嗦总比花痴好 你才花痴 你白痴 看着两人闹腾 冷寒也有些无语了 昨天还被吓得够呛的 小太妹 今天就是个可爱的林家小妹了 如果这个林家小妹 可以头发长的 弄得如同不爆米花了 可能这感觉会更强烈一些 走了 冷寒音悍言道 拉着李璇的手 走出了门 冷寒音觉得 身边的男人 似乎更开朗了几分 也更阳光了几分 这样的感觉 还是非常的好的 你这妹妹还是不错的 就是有些喜欢混啊 这样会耽误她自己的 冷寒音想到了许晴 当下感慨了一声说道 哼 是啊 所以才有些担心 如果我不在这个家庭 我们不认识 我自然也不需要担心的 但是感觉李婶和许叔 都不容易 所以有种莫名的担心 你真善良 你太容易想起人了 如果我骗人的呢 如果你是骗人的 就不会不想和我在一起了 冷寒音笑道 你看你说的 就像是 我是傅星汉一样 不说这个 我看你 昨天的身手非常厉害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位 武林弟子吧 可能你是一位 非常出名的强者呢 冷寒音想了想道 是吗 感觉有可能 不过 我确实不知道 就像是 我知道自己有很好的医术 但有些东西 又像是梦境一样 不太真实 李玄说道 说着 他想起了之前的某些经历 特别是被催眠之后 那种特别的感觉的强烈 因为当时呢 他好像挥手间 就弄得到了 玉针之类的东西 但是现在 别说是挥手 就算是努力的到处想 都弄不到这些玉针 这些玉针呢 都不知道到哪个疙瘩里来 而且 那运用玉针的过程 也似乎很难 这过程 他即使在复苏过来之后 尝试过 但是基本上 没什么效果 如果有钱了 李玄打算去买一副金针 去试试看看 到底自己 可以把这一手医术 使用到什么程度 这个医术 源于自己的本能 但是李玄认为 只要逐渐地 找到一些记忆 那么顺藤摸瓜 之类的 发掘其他的记忆 这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 李玄就完全不担心 记忆找不回来了 不过 不断地挖掘出 自己的潜力 这却是一个 很好的过程 这个过程 通过一些本能的东西 逐渐地去适应记忆 通过身体的本能 去做一些事情 从而换回自己的从前 或许 尽管从前回来了 会有很多不快 或者伤心的往事 但是 肯定也有心中的 那一份牵挂和羁绊 这种感觉 深切 而深入心灵 并非是言语 可以表述的 所以 有时候 李玄表现的 有些深沉 就是这个原因 觉得不太真实的东西 就暂时 不要去深究了 嗯 比如说 你很感兴趣的 我试探着 询问一下 看看 能不能挖掘到 你的记忆来 嗯 我随便问个问题吧 就说说 传统武术实战问题 和内加的攻击问题 你解释着看看 冷寒音毕竟很有见识 因此这个问题 就直指核心了 因为这个问题 一般无人回答 只有武术弟子 或者一些大门派的弟子 有过相应的教育 才可以回答出来 而就算是武管的弟子 如果没有一定的研究和了解 姑且也是说不出来的 正是因为这样 冷寒音思量着 才问出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一出来 顿时 李轩的脸色 就严肃了起来 而冷寒音 顿时也被他这样的 严肃的表情 所吸引了 要说内加的攻击 我觉得内加的攻击 最大的特点 就是以以待劳 顺进破敌 当然了 这样的发言很有道理 在某一层次上来说 确实如此 不过 若让我来看的话 说出此话的人 多是一开始 就开始练习内加的吧 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 如何把内加的功力 用于实战 我是从民间最开始 战斗格斗认识的 接触了不少练家子 我发现他们一开始 最基本的 不过是装弓 和五行拳 十二星 他们开始的东西 练习的 就是和现在 搏击很相近的东西 装弓 也是从马步开始 磨练筋骨的 他们最开始 不是招法 而是基本功 和实战 有了这些基础后 经过几年的磨练 发展到一种层次 才有了学习 内加的可能啊 这就是我所说的 内加练习的可能 一个真正入了行的高手 其对于对手的 尽力的变化 和肢体变化的眼光 是非常独到的 他们能够在瞬间 看破对手 击破对手的破绽 柔身而上 顺势破敌 内进的发挥在于 化与破 当然了 这只是内加的特点而已 内加拳 当然能固放长而积远 但还是那句话 没有绝高的眼光 和以及对内进的掌握 刚柔并济 不过是空谈 功夫和实战的意识 在于上身 能够明白对手的破绽 建立在实战的磨练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271集 所以我认为 如果你现在 不公开你的身份的话 这样反而对你很有好处 因为这样的话 毕竟你现在很安全 但是 你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相关信息的时候 那些人肯定是不会放过你的 所以你现在 最好还是顺其自然 然后等那一天 你自己就会想起 你自己的身份 这样在伺机报仇 也为时不晚 你认为呢 冷寒音沉着地说道 李玄文言 默默地点了点头 最开始的时候 他确实很迷茫 很想知道 他自己到底是谁 但是此刻 却也渐渐地想明白了 冷寒音说得对 这件事看起来 就知道不简单 而且仔细想的话 更是有很多的 不稳定的因素存在 所以 暂时的身份问题 并不需要着急 相信以后 肯定会好起来的 而且仔细思考了一下 他觉得 得知自己的身份 也并非很焦急 看样子 在失忆之前 他自己想必 也是知道了 类似的事情 从而 心中有了一定的准备 你说的不错 其实 我开始的时候 也很迷茫 但是后来 就开始想了 要不然呢 我还有很多的手段 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的 不过这些都会曝光 都会暴露自己 现在 对于出名 我甚至有些莫名的抵制 可能以前啊 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现在却只想 平凡地过下去 李璇沉吟着说道 平凡 你可能还是平凡不了的 是金子 到哪里都会发光 不过 区别在于早晚而已 既然现在你不急于 找回你自己的身份 那么 就陪我一起 买点好东西吧 本来我不打算 和父亲和好的 但是想想 之前为了那样一个男人 真的太不值得了 他说的对 所以 我不想和他 继续冷战了 这一点是我做错了 到刚才的时候 你说许晴应该孝敬父母 我才有些感触 才想起我爸爸的生日快到了 我该好好的 去给他选一份生日礼物 冷寒音沉思着说道 他语气温柔平淡 却有着一种 难得的成熟 看来 从一个女孩 变成一个女人之后 他确实在一种 莫名的愧疚之中 成长了几分了 你想买什么呢 李璇笑道 我爸很喜欢翡翠啊 古玩之类的东西 我想去试试看 能不能浅漏 冷寒音想了想说道 浅漏 这个应该没什么难度吧 翡翠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行 要不去赌石吧 刚好啊 我也没钱用 去弄点钱 李璇随意地说道 他说的就像是 赌石是碧莹一样 你这人 你不知道赌石 是一刀生一刀死吗 哪里是你能赚钱的吗 唉 你真是太一向天开了吧 冷寒音有些 翻白眼的冲动 不是不相信 而是这个人 太信口开河了吧 这个似乎是真的吧 我觉得那毛料 我看一眼就知道 里面有没有翡翠 不信呢 咱们去试试 李璇小道 一个毛料好点的 都几十万 买不起啊 虽然说 我家里并不缺钱 但是我自己 很久没有 向家里要钱了 如果他知道 我家里有钱 只怕 也不会和我分开了 冷寒音想了想说道 你有多少钱 我也没说 要你的钱去赌石啊 这样的事啊 我还真做不出来 这辈子 似乎我最不喜欢的事情 就是借别人钱 李璇下意识地说道 虽然说诗意是一个事实 但是李璇也没怎么 放在心上 同时呢 他自己说话办事 都是凭借本能 他觉得他的本能 让得可以避免 很多的错误 那你就五百块去赌石吗 真是要这样的话 我只能说一声佩服了 冷寒音奇怪地看了李璇一眼 似乎这个人 无所不能一样 是真强大 还是太过于自信呢 行 那你就看吧 不过这里 你应该比我熟悉 不知道有没有翡翠麻料市场啊 李璇笑道 这样的地方自然是有的 冷寒音微微一笑 既然要买 要赌石 去赌一把也无所谓 这个男人 看样子是一个决定了事情 就非常固执的人 所以 他并不想再去泼冷水了 有那就好啊 我们去吧 如果你真赚钱了 想做什么 给小晴买个苹果笔记本吧 然后给自己买一个高端机 在网上查些东西 还有就是 让李婶的家庭条件好些吧 还有 自己用的什么的 钱嘛 不就是用的 够花就好 你还真是胸无大致啊 我胸口有没有致 你还不清楚吗 这个你应该早知道了 你真流氓 谢谢夸奖 东山翡翠毛料市场 这里不仅有翡翠毛料 还有红宝石毛料 还有很多古丸之类的东西 什么古壁啊 什么字画陶瓷等东西 真是应有尽有 一些闲峰 光绪 乾隆 康熙 雍正年代的钱币等 更是多如牛毛 地毯商 小商店里等等 到处都是 很多上面有铜绿存在 有泥土存在等等 看起来呀 确实很是唬人 但是李玄和冷寒音走过的时候 却没有半点的停留 你走这么快 怎么看呢 你怎么知道这里没有东西啊 这些都是做旧的 成批地用废铁做出来的 然后镀上一层铜 再弄点什么烤漆之类的一烧 以盘地处理一下 要多少有多少 哟 你还真有些水平啊 告诉我 这些东西是怎么做旧的呢 你说的烤漆 明眼人都知道 是胡说八道的 不懂装懂 你要这样说 那我就没辙了 我知道的不多 但是也知道几种 比如说 翻沙法 翻沙法是我国古代铸臂的 主要工艺法 所以以前煮钱 多采用钱范铸造 自唐代开始呢 则采用母钱翻沙的技术 不管是哪一种铸造方法 除了某些历史时期外 总体上说 都比较讲究注意的功绩 钱币的质地 一般都比较紧致细腻 流传至今 表面自然产生一层 呈褐色的薄浆 让人感觉火气退进 色泽柔和 而唯品的铸造工艺呢 一边比较马虎 致使 钳制疏松 让人感觉到火气很重 前面沙哑和气孔 虽然打磨 但总不及自然的磨损 而显得光滑 李璇沉思着说道 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似乎有种 不是他的感觉 就好像一瞬间 他的气质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他自己 也不知道的人一样 莫名其妙的感觉 莫名其妙的忽然就知道了 这感觉 真是诡异 你 你真是妖孽啊 看来我要跟你一起吐诗了 我要发财 发大财 冷寒阴白嫩的脸上的表情 可谓是相当的精彩 如果不是李璇 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 他都会认为啊 这是哪个地方冒出来的妖孽 简直太妖孽了 哈哈 说了不表现的 面子又打击你了 和你在一起啊 难免总会有一种 智商上的优越感 李璇黑黑一笑道 请问妖孽先生 你真是现代人吗 我怀疑你是外星人 冷寒阴夸张地说道 外星人 得了吧 要真是外星人就好了 走吧 赌食 看到好家伙了 准备出手 不过记得啊 我说话的时候 你就别说了 你智商太低 一说话啊 别人就看出来了 最好就是 恢复你冰山美人的模样 就行了 李璇知道 做这些东西的商家 自然都是很厉害的 最会的就是察言观色 因此呢 先提醒一下 你说话真难听 不过看在 你冰山美人这五个字 还不错的份上 就不和你计较了 冷寒阴说不计较 还是掐了李璇一下 让李璇脸上的肌肉 头部游哆嗦了一下 李璇没有想到啊 是女人都喜欢来这一招 虽然说 有个美女在身边 不识发嗲 不识撒撒娇 会让人自我感觉 非常有男子气概 但是冷寒阴这样做 她固然心情不错 却也不觉得 很有成就感 不计较就好啊 走 就这家 进去吧 李璇看了看 这个不大的店 这个店算是 这个街道上 相比而言 比较气配的 店内的装潢 非常的不错 墙壁上雕刻着 银白色 和粉红色夹杂的花纹 头顶呢 是下垂的 如同手术师的 无影灯一般的花纹灯 整体摆设 犹如天上的繁星一般 嗯 好的 冷寒阴自然不会拒绝 当下 点头应云了 挽着李璇的手 冷寒阴和他一起 走进了这家店里 一进店里 冷寒阴就被这店里的 五颜六色的古丸 字画 以及一些翡翠之类的挂件 所吸引住了 店里还开着那种 略带蓝色的灯光之类的光芒 这些光芒照射在 这些挂件之上 顿时显现出了 五颜六色的光芒类 而冷寒阴的表现 也再次地印证了一句话 女人向来都喜欢 闪闪发光的东西 是正确的 因此 此刻的冷寒阴 那喜欢的模样 确实啊 不似作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当然 李璇知道 冷寒阴的家境应该不差 因为那种特殊的气质 是装不出来的 而因为家境不会差 他这样的表现 只能说明 这家店的设计 以及灯光效果 还是成功的 两位啊 想要买些什么呢 玉器 古丸之类的东西都有 想赌时呢 可以去另外一边的打听 一个看起来很有风度的青年男子 温和地说道 啊 那家毛料店也是你们开的呀 冷寒阴故意吃惊地说道 李璇文言 不由有些好笑了 这冷寒阴倒是喜欢 故意让优越的人多几分自豪 总是故意呢 投其所好地发问 果然呢 那很有风度的男子 顿时脸上多出几分得意之色 我周家在这一带 那可是很出名的 不怕你笑话呀 虽然这家店都不大 装修的也一般 但是这样的地方 可是黄金地段 来钱更是很厉害 特别是赌市那块 更是轻松啊 因为生意好 这不 我刚拿下了博士爵位 却被困在这里帮忙 招待客人了不是 这要是别人呢 我还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靓女 你一看就是有气质 有品位的人 我也就毛随自尽地 帮你介绍一下了 这个青年 很是自得的 不是随意地 爆料一些自己的优点 然后表现得 很是温文尔雅 尽管李璇就在 冷寒音的身边 尽管冷寒音 还是挽着李璇的胳膊 这些 他却熟视无睹 他认为他是优秀的 像是这个美女身边的 这个身穿 几十块钱的地摊货的人 不配有这样的美女 跟随在身边 这个就不用了 我朋友对于 古玩玉器之类的 那可是专家级的呢 我就跟着他看看就好 谢谢你的热心招待了 冷寒音微微一笑 随即瞟了一眼李璇 哦 这位兄弟看起来 是深藏不露啊 在古文方面 拿下博士学位吧 那青年看似敬佩地说道 不过 他语气有些挤兑的味道 这个 博士学位没有 但是古玩玉器 确实懂 李璇看了这个青年一眼 作为伸手不打笑脸人 这个男人表面上 还是很客气的 虽然说呀 有些欠揍 但是确实没有太表现出来 哦 原来如此啊 不过懂就好 懂就好啊 不知道兄弟 要为家人购买 什么品质的翡翠 或者什么古玩呢 这青年继续的 有些挤兑的说道 看吧 看顺眼就买 不过 不会超过五百块 兄弟我 没有兄弟你那么有钱呢 也没有你那么高的文化 所以啊 你就不用再挤兑了 还有 尽管在你看来 或是被你所瞧不起的 但是拥有这个女人的 是我不是你啊 也不用献殷勤了 过分的自信 就是脑残 李璇不客气的说道 讽刺一次不计较 那是看你笑呵呵的 不忍心泼你冷水 你倒还喘起来了 李璇心中没好气的想到 他本来就不是 什么很大方的人 所以该反击的 他自然会反击的 你说谁是脑残呢 你这个穷垃圾 没钱就滚一边去 还在这里来 啊 你以为你很牛啊 你是翡翠王啊 那男人顿时怒喝道 被说穿了目的 他的脸色顿时一阵青 一阵白的 虽然脸皮的厚度还不够 如果这家是你的店 不用你说我都会离开 但是你还真当这里的店 是你的呀 哎呦 回头 店主来了 李璇冷笑了一声 说道 啊 四叔 你来了 那青年当即慌张地说道 走完风 这是第三次了 你先回家吧 一个胖胖的中年人 走了过来 脸色阴晴不定地说道 四叔 你怎么 回家去休息几天吧 想清楚再来 你太让我失望了 哼 我一个堂堂博士给你帮忙 你 算了 不就是一家破店吗 等我进入了冷光集团 看我不弄死你 青年人脸色阴晴不定地 在心中诅咒着 走的时候 还狠狠地瞪了李璇一眼 二位啊 阿明读书读得太心高气傲了 希望不要见怪啊 二位想要什么的话 请随便观看 本店明码实际 无论是玉器股丸 还是价格 都有标注 胖胖的中年人略有歉意地说道 店里的人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呢 他也有些帮忙的 但是却依然过来处理这件事 至少为人还是不错的 老板别客气啊 来这里 只是从外面看到一个紫砂壶 感觉挺好看的 想仔细看看 哦 紫砂壶啊 这里的紫砂壶不多 不过 有几款倒是不错的 只是价格相应的高一些 胖老板微笑着说道 哼 我们先看看 老板你继续忙吧 嗯 好的 二位慢忙看 等胖老板走之后 李璇走进了一个古玩一类的柜台 之前呢 他忽然感觉到这里 似乎有个散发着金光的物体 在等待着他一般 因此 下意识地 他就来这里看看 喂 生气了 喂 说话呀 嗯 对不起了 以后我不故意施展自己的魅力了 行不行啊 喂 你真小气 这都不理我呀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呢 喂 我真心道歉 小天你原谅我吧 还不是觉得你不在乎我 我才故意让那男的 对我大献殷勤刺激一下你吗 我在想一件事呢 哪里会生你的气 你长得漂亮 被人追很正常 李玄随口回答道 接着 继续地思虑了起来 月 害我道歉了老半天 你喜欢喝茶吗 怎么买紫砂壶啊 这个紫砂壶也不是紫色的呀 冷汉音随意地说道 李玄不由翻了个白眼 耐心地说道 紫砂壶是紫砂泥做的 并不一定就是紫色 而是可能有很多的颜色 从矿层中开采出来的紫砂 俗称生泥 四块状的岩石 经露天的暴晒风化 使其松散 然后经出碎粉碎 按照产品的要求 颗粒的树木 送锋筛选 筛选后的泥灰 由搅拌机搅拌成一块的净泥 经堆放沉浮处理 再把斧泥进行撑空泥炼 这样啊 便成为供制配用的熟泥了 在紫砂泥熟炼的设备过程中 所用的水水质十分的讲究 水质的优劣 会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 紫砂泥可受性好 生胚强度高 胚得干燥 烧成收缩小 为丰富紫砂眼的外观色泽 满足工艺变化和制作的配观要求 工艺师呢 把几种泥料以不同的配比混合 在泥料中加入适合的金属氧化物 啄色剂 控制好窑内的温度和气温 产品烧成后 五光十色 或紫而不差 或红而不烟 或绿而不嫩 或黄而不焦 或灰而不暗 或黑而不墨 而这种泥 最出名的就是宣星的紫砂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七十二集 冷汉音捂着嘴笑道 你真的知道的很多呀 不过你知道宣星紫砂泥怎么发现的吗 嗯 这个涉及到一个传说了 宣星丁山 也是丁鼠镇 位于太湖之滨 是一个普通而美丽的小镇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 镇里的村民早出晚归 耕田做农活 闲暇的时候 用陶土制作日常的碗 罐 就是这样 他们过着无忧无虑 而简单平凡的生活 有一天 一个奇怪的僧人 出现在他们的镇上 他边走边大声地叫唤 富有的皇家土 富有的皇家土 村民都感觉很好奇地 看着这个奇怪的僧人 僧人发现了村民眼中的疑惑 便又说 不是皇家就不能富有吗 人们就更加的疑惑了 直直地看着他走过来走过去的 奇怪的僧人提高了嗓门 快步走了起来 就好像周围没有人一样 有一些见识的长者 觉得他奇怪 就跟着他一起走 走着走着 就到了黄龙山和青龙山 忽然间呢 僧人消失了 长者四处寻找 看到了好几处新开的洞穴 洞穴中有着各种颜色的陶土 长者帮了一些色彩的陶土回家 敲打烧住 神奇般地烧出了和以前不同颜色的陶气 一传十 十穿百 就这样 紫砂陶翼慢慢地形成了 事实上宣星的紫砂泥是断泥 又称本山绿泥 红泥 黑泥 墨绿泥和紫泥 还有啊夹在石层中间的黄泥 又称石黄 又称珠沙泥 紫砂陶土的颜色确实是五彩的 固有称啊 五彩土 紫砂泥分布在兴仪的丁属地区 黄龙山和青龙山的泥矿中的紫砂泥为上品 紫砂陶土的成荫属内陆湖泊 以及滨海湖泊 沼泽相沉的矿池 通过外里沉积成矿 深埋于山腹之中 紫砂泥呢 甲泥中的一个甲层 绿泥是紫泥甲层中的甲层 固有泥中之泥之称 紫砂泥是夹杂在石冲中间的一个黄色的泥 又故称石黄泥 严重泥 李璇笑着结识道 哎 你果然什么都知道啊 其实这些我也了解了一些 我爸是藏家 我自然有些受到影响 但是看来你更厉害呢 感觉你的脑袋就像住着一位古老的国学大师一样 让人觉得深邃和冤博啊 可是你这年龄 冷寒音无意地夸奖 让李璇微微一正 是啊 为什么忽然就知道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说到这些东西 他似乎就像是忽然变得不像他自己了呢 李璇一时间有些迟疑了起来 他的目光落在紫砂壶上 这个紫砂壶是个仿制品 而且售价达到了一万二 而这个紫砂壶的旁边有个黑不溜秋的珠子 这个珠子才是李璇的重点关注的东西 这个珠子外面有一层人工的图层 镶嵌着那种瓷 一眼就可以看到制造的痕迹 因此呢 这个珠子的售价也只有七十元钱 但是这个珠子在虚假的外表的内部 可是一个真正的非常有价值的天珠 天珠 九眼石岩层 属于沉积岩的一种 含有玉质金马脑的成分 红色的瓷波最强 是一种稀有的宝石 天珠瓷场为水晶的三倍 水晶瓷波为四伏特 天珠则为十三伏特 天珠是藏族最贵重的护身符 人们相信 诚心供养佩戴天珠 可以消除业障 获得福报 防止中风 以及免除被邪魔外道伤害 又可增强体力 增加财富等等 天珠是藏族姑娘成年礼 和出嫁时必备的事物 从天珠的数量多寡 和品相的好坏 可以看出家庭的富裕程度 此外 天珠更是珍贵的药材之一 在许多藏药的一点中 都有以天珠入药的记载 而眼前这颗天珠 可不仅仅是简单的天珠 这颗天珠里 有很强大的能量气场 尽管李璇还没弄明白 这颗珠子里 到底有什么名堂 老板啊 这颗珠子是什么呀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李璇看了看 对面已经空闲下来的一位 戴着眼镜的中年 说道 那男子微微一正 随即看了一眼那七十元的东西 当下说道 这是一个青年人送来卖的 说是在西藏那边捡的 应该是天珠 天珠 天珠是什么呀 冷汗阴这会儿 是真好奇起来了 天珠为藏密七宝之一 史书记载 九眼天石珠的内部结构 具有天然宇宙强烈的磁场能量 经日本研究证实 三四千年前 火星的陨石落于喜马拉雅山地区 使天珠原况在强烈的撞击下 产生了十四种火星上的元素 尤其以一元素磁场最为强烈 造成天珠有不可思议的影响 并符合藏族人认为天珠为天降石之说 那戴眼镜的中年男子随口解释了几句 让冷汗阴听得似懂非懂的 这么厉害啊 那我买了 李璇看了看这个珠子一眼 当下说道 那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笑了笑 有种不屑的意味 似乎认为李璇实在是太好欺骗了 天珠这样的东西 怎么可能七十块就买到呢 这是最劣质的仿制品了 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还来玩古玩呢 好的 七十块 这个价钱是最便宜了 小伙子 你眼光好啊 这珠子 别人刚送来的 你就看中了 这运气也好啊 中年人随口忽悠着 这东西啊 从最开始的一千块 降价到现在的七十块 都放了好多年都没人买 如果不是丢掉后 老板会舍不得的话 中年人早就将其抛弃了 哼 我的眼光肯定是好的 说不定能捡漏 那可就发财了 李璇笑着说道 中年人推了推眼镜 附和着说道 发财 那还是有相当大的几率的 要知道现在的天珠 好货色 一般都炒上天了 什么十多万呢 百把万都不带皱眉的 要是我有一百万 那就太爽了 李璇笑呵呵地说着 然后付款 喏 找你三十 不用了 大爷我不差钱 就当是你的酬劳吧 李璇抖着 手里还剩的四张红票子 很是大款地说道 这番动作 让冷寒音直接无语了 呵呵呵 哎呀 这样那就多谢了 小兄弟啊 你好要买什么吗 那中年人眼中的 补血之意更浓了 那种轻蔑的感觉 也更强烈了 只是 他是生意人 哄着顾客 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啊 一直笑脸相迎 嗯 你这里有毛料买吧 我买毛料 试试手去 好的 你要买多少价钱的呀 嗯 不要太贵的 今天呢 就随便弄块 三四百的毛料试试吧 李璇大手一挥地说道 三四百的毛料啊 怎么 没有啊 嗯 这个倒是有 但是卖相很不好啊 没关系 带我去看看 我试试手去 反正就是送钱的嘛 嗯 也对 中年人眼中贪婪之色 一闪即逝 随即 带着李璇二人 前往侧面的 那个赌食大厅 那里有些 垃圾毛料 废料 两百块一块 都没人要 因此呢 多半都是处理卖 卖不掉 就丢掉之类的 反正啊 他也是周家的人 拿几块 私下卖给这个傻瓜 不就转手赚了 四百块吗 这么一想 中年人 也就兴奋了起来 这毛料 多少钱一块啊 李璇随口问道 这个四百块 这些都是老坑种呢 虽说呀 有些切割过 但是不完全解开 谁知道里面 有没有翡翠啊 是吧 再说 不就四百块吗 要真是有欲在里面 那随随便便 还不是能赚个 百八十万的 中年人忽悠着说道 所谓奸商 其实也莫过于此类 对于这个奸商的奸长 李璇没想什么 他觉得 他不需要和这样的人计较 因为 他根本不会 和这样的人 有什么交集 而眼下 先弄点钱才是正道 接着 就是赶紧破解 天珠的秘密 李璇总觉得 这个天珠 会给他一些 不一样的记忆 会让他知道 一些他遗忘的东西 四百就四百 我看的就这块吧 这块又亮又白的 看样子 里面有翡翠呢 李璇点了点头 似模似样的说道 小兄弟目光如炬 一看就是赌食高手啊 确实 这几块毛料理 这块最有希望 小兄弟 真是好阳光啊 中年人 一点都不吝啬的 夸赞之词 李璇舒服地 受着 对方的 暗含讽刺的夸赞 对于对方的表现 完全不在意 对于这个研究 又很久了吧 阳光好谈不上 但是啊 确实了解一些 嗯 这个看起来真好看 李璇随口地胡说道 毛料看得是色泽不错 但是那绿纹 而不是被切割得光滑不光滑 他这样说 别人第一感觉 那就是菜鸟中的菜鸟 因为这一刻 就连冷寒衣脸上的表情 都有些臭臭了 如果不是李璇之前警告过他 不要让他随便说话 他早就揭穿了 这可恶的奸商的本来面目了 钱无所谓 被人当成傻子 这才是不可忍受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毛料很轻松地拿到手了 钱也落在那肩上的手中了 不过就在这时 李璇感觉手中的天珠 似乎有些发烫了起来 而他今天的眉心疼痛的感觉 又开始出现征兆了 要解食吧 中年人准备再榨取一笔解食的费用 解食他也可以操刀 不用了 头疼忽然又犯了 先回去休息一下 李璇揉了揉头部 当即说道 看李璇脸色瞬间苍白起来 冷汗阴顿时也担心了起来 当下扶住李璇 并询问中年人说道 老板 这里哪有酒店吗 金色的飞龙 双目犹如铜铃一般的圆针 长长的金色胡须 闪烁着淡金色的电弧的龙角 三百的龙牙 还有那股灼热的 让人窒息的龙心 他的速度很快 快得李璇都觉得 自己已经无力地跑动了 该死 又来了 李璇怒了 他能感觉到 他在做梦 能感觉到 他的气息的任何思想 但是可恶的是 已经连续做了好几次 这样的梦境了 被一只金色的巨龙追逐着 直到死亡 这对于他而言 完全是一个噩梦 一个被金色的飞龙狂追 然后将他虐杀的恐怖的噩梦 每一次 这个梦到最后 都是长达十余米的巨龙 吐出苹果大小的金色龙心 一举轰击在他的胸口 然后他眼前已黑 浑身宛如爆炸一般 难受地死去 随后像是又重新开始做梦一样 又出现了金龙 又出现龙心 这样一直循环 终于李璇承受不住了 这太变态了吧 有没有搞错呀 我自己的梦 我应该是无敌的 这是李璇最本质的想法 因为这时候 他没有多的想法可想 忽然转过身来 双目射出一股灵力的寒光 几乎没有想过 自己会不会是这金色巨龙的对手 在那金色的龙心射来之时 他一把将其抓住了 但金色的 带着极其灼热的光芒的龙心 被李璇发狠地 一把吞入了口中 这么大的龙心 李璇甚至都不知道 他是怎么吞下去的 腹内一阵抽搐的刺痛 全身宛如火焰在燃烧一般的难受 人却无法挣扎 好久 双眼似乎没有意识地 落在了老旧的瓦房的顶端 上面有三块长方形的透明瓦 白色的光线 从那里射落下来 狭窄残破的房间里 带着一股淡淡的 诡异的温度 啊 说了口气 李璇颓废地坐了起来 目光有些呆滞 心情也很平静 这次 他吃掉了龙心 而且还感觉到了龙心的灼热的能量 和他自己身体膨胀爆炸的痛苦 过程不一样 结果却是一样的 穿了件长长的 印着龙年吉祥的老旧黑色汉衫 再套上了一条青色的 很陈旧的橡皮筋的扎腰裤子 李璇看了看四处 然后 有些奇怪地 默默地走出了这间破旧的土房 然后 打开了老旧的木门 咯吱 门打开了 一股清新的空气传来 有些昏暗的光线 依然地 让李璇的瞳孔 感觉到了有股刺眼的感觉 走到房间外的那一处墙壁 李璇双目盯着 那墙壁上的一块 有些凸起的泥巴稻草的墙壁 一时沉默不言 想了想 李璇从旁边取过一柄 清黑色的铁锹 手上的筋骨顿时棱角分明 深吸了一口气 冷哼一声 一铁锹杀在了墙上 一声闷响 黄色的土块 顿时裂开了一大块 李璇当地连连几铁锹杀了下去 顿时黄土飞扬 浑浊的黄色尘土 四散在空中 一股呛人的吐气 冲入了李璇的鼻子 直呛地 他眼貌金星 很快 这凸起的一块 给杀掉了 但是看到墙上那一块露出 部分光洁面貌的大理石石板 李璇待了一下 铁锹傻傻地捏在手中 李璇的心狠狠地抽动了凉下 那青色大理石石板上面 画着一只淡金色的 栩栩如生的飞龙 再一次修容这块泥土老房的时候 李璇听村里的大使讲故事 说将龙画在墙壁的隔层 就能梦见龙 于是呢 淘气的李璇 当时便在他爷爷 请尼宫修容房子的时候 偷偷地将他发现的 这画有龙的大理石 给夹到了墙壁之中 这之后 一直并无异常 直到李璇的生日 第一次来临的时候 这一个让人窒息的梦 彻底地给他留下了阴影 因为恐惧 知识到了16岁 李璇也不敢驱动这墙壁 只怕得到了这金龙 会遭到金龙的报复 所以呀 一直不敢 而今年 17岁的生日 昨夜改变了梦 李璇决定 也一道毁灭了 这大理石碑上的龙痕 只是 此刻见到这光洁的石板 李璇的心 这才忍不住地狂跳了一下 在这落后的小山村 从小耳濡目染 自然没收听过 老一辈的讲述的那些 鬼怪的故事 李璇全神发战 脸都白了 双手颤抖 一铁锹 狠狠地杀在了 小石块石碑上 咔嚓 一声脆响 这石头上 蹦出一股淡黄色的火星 然后 瞬间破裂 李璇的心里 感觉束缚了不少 而这时 屋里传来 一声低沉 沙哑的咳嗽声 不一会儿 一个穿着蓝色 粗布大挂子 黑色灯笼长裤 脚穿一双 黄帮子的解放球鞋 身体成了 弓形的老头子 拄着一根 黄褐色的 长棍子当拐杖 出现在了 残破的大门口 你个小王八高子 大清早上 起来拆房子 你活地歪了 老头子李守明 气得脸上的 皱纹都凝结成了 沟壑 提着棍子 就要朝着李璇 狠狠地砸嘞 心到李璇 这小王八高子 越来越不成气了 只是啊 他力气不足 这拐杖一离手 顿时人重心都不闻了 眼看着 就要摔在地上了 李璇心里不是滋味 连忙放下了铁锹 跑过去 扶着李守明 老人骂骂咧咧许久 见李璇没有吭声 这才满意的 不再说了 快去喂猪 然后做饭 上屋去查阳 下屋去把河边的大田离了 做不完别回来了 老人上气不接下气 吩咐了一番 然后长长地咳嗽着 也不要李璇扶持 颤巍巍地 坐到了正屋里 抽起了汗烟 李璇离田完后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七点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的精神很好 似乎一点也不知道疲惫 李田完后 在河里畅游了一番 然后将牛牵了回来 安置在稻场边的牲口棚里 又给牛让了稻草让它吃 这才扛着李回了家 在路上想着心事的时候 李璇忽然听见了村里的人 似乎在喊着什么 远远看去 人人都慌忙了起来 而那个穿着花格子的 隔壁大婶 已经大声地喊了起来 李璇啊 快回来 你爷爷死了 声音尖利 音调极高 只一声 这声音就在四周的山间回响 李璇一呆 心中狠狠地一空 似乎多年来的一切依靠 都瞬间地崩塌了 爷爷 大声嘶吼了一声 脚下似乎突然爆发出了 无比狂暴的力量 脚下狠狠地用力 几乎一跳跳出了三米高 六米远的距离 李璇如同迅捷闪电般的豹子一般 双腿似乎激发了所有的力量 疯狂地向着自己的家里冲去 李守明死了 一直到晚上夜深人静 乡亲们都逐渐地离开了 李璇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但是 人死如灯灭 死了就是死了 再也不可能活回来了 李璇很后悔 他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昨晚的一个梦 杀死了金龙 然后报应来了 归在爷爷的身前 李璇很难受 也很绝望 农民的孩子早当家 虽然李璇已经懂得了很多 但是这一次 他依然六神无主了 隔壁的大婶 和屋后的老爹爹 张罗着葬礼的事情 然后徐姓的人家 却是开始打着李璇家 那头价值不菲的 水牛的坏主意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273集 这个村子 这个村子叫做徐家村 李家只能算是外姓的人 在乡里啊 一直受到徐姓人家的暗中打压的 一个小村子 也像是一个小的社会的缩影 有贫富分化 也有勾心斗角和耳鱼我诈 李璇 等你办好你爷爷的事情后 老爹给你张罗吧 你也是读书人 以后又志取了去城里 别回这小嘎的场子了 水牛和田地的事情 老爹爹给你张罗 能买的都买了 做点小生意什么的 同样苍老不堪 头发胡子花白的前老爹 颤抖着说道 李璇知道 他再待在这个村子里 也只能是遭到人处处打压的结果 而且这这么大的水牛 也肯定是照看不住 肯定要给人家抢去卖了 他知道 前老爹是为了他好 只是爷爷尸骨未寒 自己便便卖田地 这真是大不孝 李璇呢 别难过 你爷爷该交代的早交代了 这也是他的意思 而且他说了 出去后做不出成就 你也就不用回来了 隔壁的大婶 也是双眼通红 满眼的血丝 秦老爹 婶婶 谢谢你们了 李璇一定会努力地学习 一定不会让李家蒙羞的 李璇咬着嘴唇 嘴角翻起了血丝一片 李家 接连几代都是单传 而李璇的父亲是谁 除了李守明 没有任何人知道 而李守明 也没有告诉李璇他的父母是谁 一直都没有说 夜山人静 蜡烛的光芒不断地跳动着 里面黄色的火星不时炸动几下 使得火焰开始摇曳 李璇坐在爷爷的尸体旁边 那黑色戴着百花纹的兽衣 是前老爹给自己准备着的 而正屋当中 那口厚实的黑漆木棺材 也是前老爹和隔壁的婶婶张罗的 李璇靠着棺木坐着 李守明的尸体就这么平躺在地上 双目安详地合着 看着李守明 李璇忽然发现一丝微弱的人影 从他的身体里面树立了起来 然后便那么无神地站立在旁边 这个时候 那是自己爷爷的虚影 看起来并不真实 但是背却是挺得笔直的 足有一米七六的个头 使得李璇心中 微微生腾起一丝凉意 心中忽然生起一股股淡淡的距移 不知为何 李璇感觉背部 有些阴凉阴凉的 他可以肯定 自己没有看花眼 但是在绝对的悲伤之中 这股巨异 却是被李璇心中 给冲淡了不少 怕不了就是死 怕什么 这是自己的爷爷 小时候鬼火魂魄魄的 也看见了不少 怕什么 不怕 李璇自我告诫着 心也逐渐地安定了下来 身体依然有些不自然的站立 但是李璇却努力地 稳住了自己的情绪 对着那虚影轻声地喊道 爷爷 那虚影慢慢地 慢慢地回过头来 双眼空洞 有一丝冰凉和阴冷 然后又逐渐地移开了目光 最后消散在空中 虚影消散的那一刻 虚影又再一次地回头 朝着李璇诡异地笑了笑 李璇心中微微一寒 身体颤抖得厉害 却并不惧怕 目光看着那虚影消失 又看了看自己 逐渐恢复平静的火焰 心中压抑 时值半夜子时 外面狗叫声整天 村里的狗 几乎都发狂地 汪汪地吠了起来 而半夜的风 污污地低沉地 吹拂了起来 树木摇动 树叶地响了起来 隐约地 李神听见有人在说话 狗日的 和牛饭子说好了 我估计这老不死的 就这两天 果然死了呀 老三 你搞快点 不要搞这么大的动静 这牲口棚子不少 刀场还有不时来看骨子的 要给咱碰着了 不好办呢 怕他妈个逼 张姓就那么几件 敢烦躁老子 打死这帮狗日子的 什么东西 大惊小怪的 搞什么 老四 你 李玄脸色十分的阴沉 这两人呢 是村里的两个爸王 徐家本性的 这两家兄弟九个 姐妹五个 而老大的儿子呢 都已经结了婚了 生了六个儿子了 前三个儿子 都到了十六以上了 这老三和老四 正是许九兄弟之间的 老三老四 显然是偷牛 去卖给牛贩子的 李轩不知道 这么远 自己为什么可以听到 但是很显然 这两个人 是见到了鬼的 是真正的 见到了鬼的 李轩生在农村 对于这些 本就是半信半疑 因为虽然学了科学 但是他从小便是 亲眼看见了 这些类似的脏东西 而这次更是亲眼见到了 自己的爷爷的魂魄离开 所以此刻反而是深信不疑 两人似乎是被吓到了 好久都没有声音 李轩还是放心不下牛 关好门 大半夜的出去看了看 来到牲口棚 拿着手电筒 朝里面照着看了看 那老三和老四也不见了 牛也没有丢 夜里有皎洁的月光 所以并不是特别的阴暗 不过呢 村里的那股沉重的抑郁之气 总是压得他有些窒息感 远远地看去 月下的村庄四周的山 像是沉闷的猛兽一般 让人心中生出巨异 夜里的虫鸣 十分清晰 蒸香孔后叫个不停 村里的狗叫 依然疯狂地让人心烦 寂静的夜 因为这些动静 并不显得热闹 反而显得更加的死寂了些泪 或许是精神十分的好 到如今都没有睡意 又或者是觉得自己克服了心魔 李璇此刻 李璇此刻没有很大的距移 又在牲口棚检查了两圈后 这才回去了 回到房间 点亮灯后 李璇忽然发现 被他杀掉一半的墙壁之处 有一颗黑色的珠子 正在熠熠闪光 而这颗珠子 李璇似乎觉得很熟悉 他压抑式地走了过去 将这颗珠子从墙上挖了出来 然后放在手心里 仔细地观看着 珠子在一瞬间画为了一道紫光 忽然间射向他的眉心 李璇身体猛的一震 顿时打惊 当即清醒了过来 坐在床上 看着酒店的房间的天花板 李璇陷入了呆滞 这就是以前的他吗 他以前真的叫做李璇 这样的李璇 怎么可能身负绝顶的武功呢 难道是那龙心 李璇迟疑了起来 想到上午催眠的时候 见到那个叫做 丽莎灵儿的女人的时候 她所吸收掉的那黄金龙 似乎二者非常的相似 李璇有些怀疑了起来 而她并不知道 虚空之中 丽莎灵儿出现在了这里 然后利用幻术 给了她一个虚假的身份的记忆 因为通过追算 她已经知道 张无风失忆了 而自己认为 自己叫做李璇 其实只是因为 她刻意地改变了天空之城 这本书的结局 而从而造成 她自己需要背负一定的因果而已 这些 可能她不会懂了 不过 这样也好了 丽莎灵儿放心地离开了 现在和李璇 还不能成为张无风 因为天空之城的降临被破坏 事情变大了 浴室里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清晰地传递到了李璇的耳中 这个时候 她并没有太多的疑惑 事实上 从梦境之中 寻找到一些记忆 在李璇的本能之中 并没有真实感 这就好像是 看一本书 或者是 看一部电视剧一样 感觉虽然受到影响 却不会将其转化成为自己的从前 正因为如此 李璇才很平静地 去面对这一切 眉心的疼痛感 再次地消失了 李璇看了看 酒店房间的电子挂钟 显示的是下午五点 看来呀 她只睡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你醒了呀 刚才你睡得很沉 出了很多汗 把被子什么的都打湿了 脸色也很苍白 你身体没事吧 冷寒音极为担心地问道 嗯 放心吧 没事 我洗个澡 李璇微微一笑地说道 虽然说 她自己依然无法确定 自己到底是谁 但是这件事 她已经不想再想下去了 而且呢 虽然失去了记忆 虽然没有看到 那个曾经救过的女子 丽莎灵儿的来到 但是她可以感觉到 空气之中 泥漫着她的那种味道 只是一种 感觉上的味道 而不是真正的细味 所以呢 李璇只是微微地思考 就知道 或许 丽莎灵儿根本不想她知道 她的以前 所以故意给了她一部分 虚假的记忆 不过 就算是虚假的记忆 记忆之中 依然有龙气泥满 就像是 一个困境之中的少年 得到了意外的奇遇一样 或许啊 这件事是真的 但是 绝对不可能 是她的曾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李璇本能地知道了 丽莎灵儿做法的动机 也了解到了她的好心 但是 她此刻也不会表现出疑惑 而只是 显得很是接受的样子 让这个人 可以安心地离开 你还是到医院检查一下吧 刚才你睡着的时候 脸色太苍白了 冷汉阴关心地说道 你别担心钱的问题 其实 其实我家里很有钱的 只是我和我爸 一直在闹矛盾 明天我带你回去 她知道 我听她的话 换掉男人的话 会很高兴的 真没问题的 你知道 我自己本身就等医术的 就像是你的身体 曾经夺过乳腺炎 这么点 我都看得出来呀 现在呢 虽然没什么大碍了 但是那里 还是有一点点肿块吧 李璇平静地说道 你 你看过也摸过 自然会知道的 要是真的不愿意 就去算了 好心当成驴肝费 我爸明天过生日 我东西还没买呢 等一下 我要出去买了 要不 你就在这里休息会儿吧 我等会儿回来 再顺便给你带些吃的 冷汉音翻了个白眼说道 我和你一起去吧 我的东西已经买好了 就那个天猪 等一下顺便 把这个毛料带出去解了 应该能值个 一百二十万左右吧 李璇想了想说道 一百二十万 你没做梦吧 冷汉音顺手摸了摸李璇的额头 有些恍然大悟地说道 哦 原来还真的有点发烧 你脑子才被烧坏了 真是的 真要小看我的能力啊 李璇无语地说道 知道你的能力强啊 但是 你看你的天猪和毛料 天猪我的确不懂 但是我爸肯定是懂的 所以我不发表意见 但是你看你那块毛料 那是毛料吗 那是废料啊 而且还是别人切开的废料 怎么可能价值百万的翡翠 你也太自信了吧 就算是翡翠王 也没这么肯定的吧 冷汉音再次有翻白眼的冲动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和李璇在一起 他最想做的动作 就是使劲地翻白眼 你不懂 虽然说看不到 但是里面肯定是有翡翠的 这是一种感觉 就好像啊 学英语的人有语感 常常生活中 在危机之中的时候的人 有种危险感一样的感觉 你可能不会明白的 李璇随口解释了一下 好吧 那我看你变成百万富翁吧 冷汉音觉得自己溃败了 如果不是这个人本身 确实有着不俗的能力 他都会觉得 这个人脑子不正常了 这和信任无关 而是因为 他自己对于毛料 是有研究的 这才觉得 这是华天下之大吉 如果真的有 那只能说 人品 幸运太无敌了 而李璇这样的自信 如果真的有 那么这个人 就绝对的不一般 所以 冷汉音也期待着 这样的一个结果 他想看看 这个情况 到底是真 还是假 虽然说 李璇一直很出色 但是如果 可以更出色一点 那么他失去的出色 自乎也变得值得了 等着看吧 李璇笑着走进了浴室 这个男人 似乎每天都变得 要出色几分呢 还是错觉吗 有人说 可以感觉到 进步 那进步 就一定达到了 一定的程度了 如果看不出 才只是细小的进步 或者是退步 是现在的他 就是曾经出色的他吗 还是 这只是一个 被削弱了的人 真实的他 更加的出色呢 冷汉音看着 关闭的浴室 一时间 有些思索了起来 修长的身材 皆是有力的 胸膛和步伐 一种平凡的目光 如果不是那种 非常儒雅 俊义的 近乎妖孽的容貌 这样一个 一米八七的男子 在人群之中 也不会很显严 因为一切看起来 都并非是太好 只是身材比例之类的 还不错而已 但是 那双目之中 流露出的片刻 深邃与沧桑 再配合 俊逸儒雅的容貌 这对于女人 是极为具有杀伤力的 浴室里很快地 传来了花花的水流声 这个声音响的 让冷寒音 真想跑过去看看 再看看这个男人 那强健有力的胸膛 再看看 那气势雄伟的 庞然大物 只是一份莫名的 春心荡漾 冷寒音顿时 俏脸都不由 涨红了起来 他轻催了一口 为自己的想法 而有些面红耳痴起来 很快 在他胡思乱想之中 李轩换了一身 地摊货的衣服 走了出来 这些衣服 都是许晴的父亲穿的 只能说 算得上比较干净而已 和时尚 或是潮流 完全缠不上关系 李轩穿着 倒是有种 朴素简洁的味道 整个人呢 也显得很质朴 醇厚 看你精神好多了呀 冷寒音 掩饰着自己的尴尬 不由自主地 他的目光下意识地 描了一下男人的胯部 然后很汗颜地说道 李轩很奇怪地 看了这女人一眼 随即点了点头 道 走吧 嗯 冷寒音被那如同 智者一般的目光 看了一下 顿时就如同心中的秘密 被看透似的 顿时觉得 有些扭捏了起来 唉 这男人 真是太妖孽了 除了酒店不远 就是翡翠古丸市场了 一些藏友 和一些喜欢赌食的商人 最喜欢的 就是这样的地方 尽管这里 并不像是云南 缅甸一带的毛料市场 那么的繁华 但是呢 有胜过没有 只要有赌食的刺激 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李璇和冷寒音 来到这里的时候 尽管此刻是下午六点 尽管到了秋天 天黑得有些早了 但是这里 依然是繁华热闹 天还没有黑下来 路灯等都已经被打开了 昏黄的灯光 配着昏黄的天色 使得整个街道上 多了几分古韵一般的味道 而在这样的灯光下 古丸和翡翠等仿制品 反而更为绚烂 冷寒音怪异地说道 很奇怪嘛 其实我智商可能比现在还高 不过具体也不了解呀 顺其自然吧 嗯 也对 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了 就像是天空之城里面的李璇 在无法面对丽莎灵儿感情的时候 也选择了顺其自然一样 冷寒音响了响 似乎有些感触地说道 你也看这本书啊 李璇有些奇怪地问道 嗯 当然看啊 其实好书和不好的书的差别就是在于 好书可以让你感觉到心灵上的震撼和认同感 而不好的说只会让人觉得食之无味 冷寒音认真地说道 李璇点了点头 也就不再多说了 她的记忆真的很好 但是对于天空之城的情节 她反而比较模糊 总是有种啊 雾里看花的感觉 这很是奇怪的 李璇也不知道她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不过以她的智商也不难猜出 这件事情应该和她自身的记忆丧失有关系 想到这里 李璇再次下意识地 假想自己手中有一套针囊 针囊里面有着657根的雨针 雨针里面 似乎还有着很多的能量环绕 只是 尽管这样的努力了 除了让眉心忽然会疼痛地跳动之外 手上并不会出现什么针囊 这和她在被催眠的时候 那种沉稳和自信 有着天差地别的区别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274集 怎么不说话了 冷汗音见李璇沉默了 当即碰了碰她的手臂 解释的地方到了 进去吧 老样子 你不要说话 一切我来说就可以了 李璇平静地说道 气质可以随时变化 真是个怪人 冷汗音不由有些无语了 但是李璇的话 她却牢记在了心中 十七万 十七万我要了 邱老板哪 十七万就想要这块毛料 你开价也太抠了吧 嘴底二十万 咬得再喊啊 就算是光这个样子 拿去做翡翠手势 就不亏了 一个小眼睛的黑脸胖子 不屑地说道 二十万 二十万呢 你继续读吧 那邱老板满是不屑地说道 二十五万我要了 一个帅气的青年人说道 好牛少啊 这块毛料就是你的了 那小眼睛黑脸的胖子 笑嘻嘻地说道 赌食 向来他只会做半赌的生意 因为全赌的话 一旦输了 他就彻底地没出路了 他自己知道 和那些大老板不同 而最开始的一笔资金 拿来干这个 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 而做这个 切记不能贪心 这点他是明白的 所以每一次的赌食 他都只赌一半 就算是行情再看好 也是这样 而这样的做法 曾经多次让他免于 倾家荡产 而赌长的可能性 总是不太高的 我让老徐去给你转账过去 你去和老徐说吧 我现在继续解释了 年轻人傲然地说道 说着 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 不远处的 穿着寒酸的一男一女 他的目光 在那女人身上 巡游了一圈之后 顿时便已经收了回来 老李 开工了 好的牛哨 那老李笑呵呵地 开始擦食了起来 说起来呀 这牛哨 虽然出手总是大气 但是呢 他有个毛病 那就是 不放过一处的毛料 从来不切 而是直接地擦食 从头到尾 花的时间多 累人不说 而且呀 还要擦一下 就仔细地看 这简直就是 对人的折磨 在这样的人面前 擦食解释的 师父的经验 完全都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 这是一件 让人很不痛快的事情 但是没办法呀 对方有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 更何况 这牛哨 又哪里仅仅 只是有钱呢 虽然心中不满 但是得罪这样的人 是很不明智的行为 因此老李 也只能是 带着笑容地擦了其类 魔伦滋滋地响着 飞快地转动着 一片片尘土灰尘 飞溅了其类 火星子 顿时也四射了开类 就像是 搞电焊的场面一样 虽然说 经验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但是什么地方仔细擦 什么地方认真擦 这个还是好把握的 因此 在十余分钟之后 这块毛料 就被擦得差不多了 都涨了 牛哨 恭喜啊 哎 价值四十多万 做成匪最首饰的话 大概就是百万左右啊 不错 不错呀 牛哨大大咧咧地说道 赢了 他也没有在意 而算是输了 他也不会皱眉 或许就是为了 在场的几个美丽的 女子的眼中 留下一个美丽的印象 荷尔蒙分泌过剩 青虫上脑 李玄心中评价着 对于这种时刻虚伪地 去表现自己的人 他向来不会放在心中的 这不是轻视 而是他觉得 这样的人实在是还太幼稚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 能力不是靠这样来显摆得来的 好感不是别人认为你很了不起 这样就可以获取的 而是呢 看起来很垃圾 但是忽然的表现 却震惊了别人的眼球 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和优秀 净水留身 高手寂寞 真正优秀的人 不会被轻易地看出来的 只是不断地时间的魔力 才会逐渐地显露出来 这位兄弟 这位小姐 你们也是来赌食的吗 牛少热情地问道 看起来很绅士的模样 只是 他那泛黄的眼珠 和虚浮的脚步 深深地出卖了他 嗯 李轩点了点头 也不多说 在众人或者鄙视 或者不懈的眼光中 将手中的这块垃圾废料 递了上去 平静地说道 师父 把这块毛料剪一下 嗯 好的 老李毕竟是一位 沉浸在古玩 赌食行业的人 论食人 还是有几分心得的 他一看李轩 就知道 这个身穿地摊货的少年 气质是在场中 任何一个人 都无法比拟的 这完全有一种 无言的压制力 这并不是说 李轩很吸引人的眼球 而是他表现得很普通 只是老李他自己 在感觉上 这个人 就像是一块 顶级的玉一样 有灵气 当然了 感觉有 但是老李不会直接说出来 而是笑呵呵地说道 好的 小兄弟啊 你是先要先切 再解释呢 还是要从头擦起啊 老李并没有讥讽地 说这是垃圾 每个人对于赌食 都有自己的想法的 就算真是垃圾 当面说 那就是沾别人的耳光 这样很没品味的 别人饱含期望和期待 你一个解释的师父却说 这是垃圾 不可能有的 死了那一条 一夜暴富的心本 估计啊 话说出来 赌掌了的话 那就是打自己的脸 赌垮了的话 那赌徒欲情二白 只怕是气愤地 杀人偿命了 老李此刻心中 同样地认为 这实在是一块废料渣子 白花花的狗屎 都不足以形容的垃圾 但是呢 他会说出来吗 反正解释手取手续费 这个无所谓 他只要的是钱 其他的管个屁啊 小兄弟 你这是废料啊 别抱什么希望了 是啊 这样的不可能有货的 躺是娱乐一下吧 就是 你这年龄 还是回家吃奶好 这赌食也是你这样的穷人 玩得起的吧 说这个的有 说那个的也有 好话的有 难听的话的 也同样有 不过 李轩对于这些过躁 完全是充耳不闻 师父 从左边三分之一之处切一刀 然后剩下的 右边五分之二的地方切一刀 李轩平静地说道 你这样切的话 会有伤到欲呀 你确定这样切吗 嗯 就这样切吧 好的 老李也不再多说 左边三分之一处一刀切下 碎石粉 顿时肥剑而出 老李也没有看切口出没出绿 在他看来 这需要看吗 接着 他又在右边五分之二的地方切了一刀 虽然说没有看 但是 他拿捏的分寸 还是很准的 虽然呢 有点点偏差 但却是无关紧要 呃 好像有绿纹呢 是啊 一条线 奇怪 这么大的废料 里面会有绿纹 搞不好 还真有绿呀 的确啊 老李啊 快擦擦看 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 而冷汉音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 这里的人丑恶的嘴脸 真的很形象 当然了 好的有 但是坏的更多 难道一些来赌食的人 都是这样心胸狭隘 喜欢落井下石 幸灾乐祸的人吗 这些人 看到有绿纹 反而都出现了虚声 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非要看到别人的毛料 赌垮了 才高兴吗 别人越是花的价钱高 越是赌垮了 越是兴奋 冷汉音的心中很不痛快 这一刻 他更希望之前那些出口讽刺 和目光满是鄙夷不屑的人 看到这块废料出了好率的时候 那种惊恶 每次都不想来这地方 真是让人失望 还是多看些感人的视频的好 就算是活在虚拟的世界里 感觉要比现在舒服得多 冷汉音心中自言自语地说道 哇 杨绿啊 卧槽 哎呦我靠 几点呢 正想着 人群忽然轰动了 冷汉音抬头朝着那块废料看去 顿时 一抹类似菠菜一般的绿 出现在了他的眼中 这 这至少是杨绿啊 冷汉音震惊了 他脸上的肌肉 微微抽搐了一下 有些不可思议地 看着脸色依然平静了 李璇一眼 眼中的震惊之侧 分外的浓烈 以他的眼光 光是这一片绿 估计啊 确实在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万左右 虽然说这个率不多 不大 但是价值高就行了 这一刻 他也忽然想到了一句话 怨愁唯我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这个男人 何尝不是有着这样的一种气度呢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天诛 那肯定是了不得的东西了 忽然间 看着那些眼就冒着绿光的众人 看着那些 之前还说着讽刺话 这会儿 却不断夸赞李璇运气好 眼光好的众人 他忽然觉得 这场面 真的很洁气 很给力 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我买了 牛少顿时又说话了 李璇看了他一眼 对他的话没有理睬 而是对那老李师傅说道 师父 把右边的也擦擦看吧 嗯 好的 老李顿时眯起了眼睛来 开始小心谨慎地擦了起来 这小地方 百多万的家伙 怎么不让人激动呢 因为激动 他的手都颤抖了起来 但是擦起来 并没有什么影响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火星飞溅 尘土飞扬 一口气吹掉了 右边的石头墨子 一片同样的菠菜 绿露了出类 虽然呢 这露出来的部分 只有乒乓球的大小 但是 那呈现 扩散的趋势 很明显地说明了问题 这个 我出两百二十万 牛少再次喊价了 好 这东西啊 是你的了 李璇痛快地说道 本来他不想坑人的 但是 既然有冤大头来 不坑白不坑 而且这种人 李璇并没有什么愧疚之说 这废料 确实有点废 虽然说呢 那是一堆废料理 唯一有货的废料 但是 其也只是有两团 纯度还不错的翡翠而已 远不是表现出来的 两头都有绿的 通透的货色 所以啊 其价值 李璇估计的一百二十万 也相差无几 这个 是扣掉手续费之后 做成首饰的大概价格 而如果只是 论这个翡翠本身的价值 最多不会超过六十万 所以啊 这下子 其实牛少 已经是亏了 老徐 去给他转账吧 牛少身边 有个专门带着笔记本的 中年大汉 文言顿时 开始和李璇交接了起来 你有银行卡吗 冷寒音问道 有 昨天不去办的 李璇说道 嗯 那就好 冷寒音道 两人说着 老徐走了过来 询问了李璇的账号 等能去之后 直接登陆了网上银行 转账了起来 虽然说 款项比较大 但是对于这种 超级客户而言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 片刻后 两百二十万到账 李璇满意地点了点头 石头半路被买 这解释的钱 也不需要由他出来 所以 他朝着冷寒音一笑 说道 走吧 扣物 呃 好 冷寒音一正 顿时呢 随着李璇向外走去 呃 两位 你们不敢擦石吗 说不定 会出现帝王旅游 牛少有些无奈地道 他堵这东西 固然是为了那一抹 菠菜绿索吸引的 但是呢 同样也是为了挖墙角 想让那女人看上她的豪气和爽快 却不想啊 买下了对方的东西就要走人 不用了 助牛少堵出帝王绿 李璇平静地回答道 好吧 以后有毛料随时找我 老徐 把少爷的名片送过去 是 少爷 接过老徐递过来的躺金名片 看到上面什么牛市集团 什么总经理 李璇笑了 和冷寒音飞过的转弯的时候 随手一弹 这名片便如一桶飞镖一样 直接射入了对面十米之外的 一棵大树的内部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是传说之中的武林高手吧 这一手真厉害 冷寒音又被震惊了 只是感觉想射出去就射了 没什么的 李璇随口地回答道 这话有奇异 只是李璇没哪把心思去这样想 但冷寒音依然地脸红了 怎么不看下去呢 说不定真是帝王绿啊 冷寒音询问道 什么帝王绿 就两团小的羊绿而已 价值啊六十万左右 就算不计成本做成首饰 也不过一百八十万左右 他至少啊 要亏五十万以上的 李璇随口头 你狠 你厉害 佩服佩服 那么奇才阁下 请问那天珠价值多少呢 冷寒音确实是非常佩服 这个人 已经不是奇才能形容了 或许妖孽来形容 更恰当一些 天珠 这东西啊 无价值宝 李璇随口说道 无价值宝 价值连城 你没开玩笑吗 冷寒音再次被震撼了 骗你有必要吗 这东西啊 能趋吉避凶 确实价值连城 而且里面有让人心静的能量环绕 这么说 你明白吗 李璇解释了一下 那 你把这个送给我爸吗 冷寒音声音有些颤抖了 他期待肯定的答案 不是因为价值 而是因为 这代表了 他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分量 正是因为这样 他显得很激动和紧张 哼 这是自然的 我答应过呀 当然给的 李璇微微笑着说道 你真给力啊 可是这东西价值太高了 冷寒音得到这样的答案 当即心中大喜 但是随即 他又有些不是滋味了起来 价值高低 在每一个眼中都不同 这只是呢 在收藏的人眼中 价值很高而已 在那些人眼中啊 其实还不止几十元钱的 你不用太往心里去 嗯 现在我是百万富翁了 可以去买想买的东西了 走吧 购物去 李璇笑道 嗯 好 那我也就不碰碰妈妈的 让人讨厌了 李璇 谢谢你 冷寒音认真的说道 别说这样的话 明天回去 和你爸和好 然后好好地去孝顺他 不是啰嗦 其实啊 我总想说 子欲养而亲不待 有时候 自己的固执 会成为自己以后后悔 和悔恨的毒药 李璇 李璇微微沉思说道 嗯 我知道 我已经想明白了 我会好好地孝顺他的 我爸其实是个很好的父亲 冷寒音认真的说道 那就好啊 李璇满意地笑了笑 他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别人有父亲可以去孝敬 他就有些羡慕 糟糕的感觉呀 心中感慨了一下 李璇看了看手中的银行卡 没有什么激动的想法 似乎一切平静得如同湖水一般 李璇 我很奇怪 天珠既然价值那么高 为什么别人会看不出来呢 这个没理由的呀 冷寒音很奇怪地问道 其实啊 这个没什么奇怪的 因为这个天珠上 吐了一层甲瓷 你看 李璇笑着 从口袋里拿出天珠 然后放在了手心之中 手心微微用力 然后力度适当地分配之后 在渡上那一层瓷 顿时掉落了下来 露出了里面淡黄色的颜色 随后 李璇将力量渗透到这个天珠的四周 将一些乱七八糟的 渡上的瓷都震掉了之后 这个天珠就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了 李璇又直接用衣服上面 擦掉了灰尘以及一些杂质 顿时这个天珠就变得薄野斑蕾 嗯 虽然感觉确实好了很多 但是 我看着似乎没什么区别呢 这个是怎么判断和鉴定的 冷汉音有些奇怪的问道 两人一边说着 一边走着 却都没有选定要去哪里 说起这个呀 和你说说也无妨 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天珠 绝大部分是人工制作的 其图案呢 都是用含铅的涂料绘上去的 之后用高温烧制 不同的图案有不同的寓意 天珠的材料选自九眼岩层 也有用玉和玛瑙的 也有用玻璃珠塑料珠做的原料 另外呀 市场上许多玛瑙宝珠的 舆论是否是来自西藏产地 一律呢 是生成是西藏的天珠 经年寿香火供奉 哼 其余的叫新天珠 也有叫形一形二的说法 前者价格上万 后者呢 只要几百元 而至于这个天珠的珍贵 我也说过 里面的能量 以及自己强大的加持 对 你不要怀疑世界的特性性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你父亲肯定会了解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二百七十五集 李璇仔细地说道 对于这些 他自己似乎也是 有着别样的了解 呃 你可以识别气场吗 冷寒烟有些震惊 和骇然地说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人真是太厉害了 我说过 我对古玩有研究啊 不需要识别气场 就可以感觉到 有时候怎么说呢 嗯 就是一种感觉吧 你可以认为是第六感 其实啊 这些东西并不玄幻 李璇认真的说道 我了解 只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发生在你身上 我也习惯了 被你震惊 看来啊 是一件会形成习惯的事情了 冷寒烟感慨道 哼 那只能说呀 我太优秀了 李璇开玩笑地说道 嗯 确实 冷寒烟 确实认真地点了点头 表示了对李璇的认可 李璇呢 顿时有些愕然 前面就是新世界百货了 要到里面去买东西吗 衣服什么的 要换些好点的吗 冷寒烟询问道 尽管无论如何 李璇都会很出色 都肯定会让她的父亲满意 但是冷寒烟还是希望 李璇可以穿得好一些 这个 行啊 不过衣服呢 我也没什么讲究 买两套休闲装就好了 李璇想了想说道 嗯 那我就帮你挑了哟 冷寒烟笑嘻嘻地说道 没问题啊 在买衣服之前 先去给小晴 买个苹果的宝宝吧 看她非常喜欢这东西 想了怕是不止一年了 李璇笑道 行 你怎么说就怎么做 冷寒烟笑着说着 挽着李璇的手 她这时觉得 她这一刻真的很幸福 正在这时 吱嘎一声 一声急刹车的响声出现 紧接着 碰的一声 几个人影 顿时飞了出去 三声凄厉的叫声 响彻在马路上 冷寒烟和李璇 同时呆愣在了原地 出车祸来 看到这个情况 李璇微微一呆 随即她的目光 在对面马路上 那个倒在血泊之中的 女孩子身上 那个女孩子的身影 很熟悉 远远的 别人都看不见 那么远的距离 但是李璇却可以 清晰地看到 女孩子的侧脸 和那爆炸般的 非主流的头发 小晴出车祸了 李璇的脸色顿时一变 随即说道 面对这个结果 她简直无法想象 她二话不说地 拉开了冷寒烟的手 然后飞奔一般地冲了出去 冷寒烟一正 随即脸色惨白了几分 当下也赶紧地跑了过去 李璇就像是一道幻影一样 瞬间出现在了许晴的身边 然后看也不看 那已经凹陷进去的宝马车 和破开的大玻璃窗 而是直接一掌 按在了许晴的肩膀上 被这样撞到 许晴的心跳已经开始减速了 这个时候 李璇本能地觉得 她该用针 但是她现在根本没有针 针 针 我的玉针 出来 出来呀 快出来 李璇近乎咆哮了 虽然说 许晴算不上是一个好妹妹 但是 这只是个不懂事的丫头而已 她一眼没回 许晴第二天见到她的时候 那份心安的感觉 还是轻易地可以被感觉到的 这是一个刀子嘴 豆腐心的 其实很可爱的少女而已 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 在李璇近乎猙獰而咆哮的怒吼之中 她眉心突然刺痛了一下 接着 手中出现了可怜的十三根玉针 虽然不多 但是救命足够了 李璇看着眼前倒在血泊之中的许晴 当下对于周围人 围观叫嚷的人群完全无视 直接以极快的速度 将手中的玉针 朝着许晴身上的几处大血插去 她施针同样是依靠本能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 她并没有感觉之中的那种强大精力可以运用 但是她却有内进 她本身就是内进高手 虽然之前受损内进并没有显露出来 但是李璇却可以感觉到 这一刻该配合内进和玉针 给许晴施针 施展画佗五行针 这个过程并没有想象般的那么得心应手 但是要救许晴的小命 却是并不难的 让开 让开 你是什么人 快把打电话叫救护车呀 让开 让开 你是什么人 快把打电话叫救护车呀 把什么电话叫救护车 哼 看着我的车跑过来就冲过来了 穷鬼 向前想疯了吧 一个女人十分势力地说道 不过是开了一辆宝马而已 就算是这辆宝马 确实价值在两百万以上 那又算什么呢 李璇没有说话 止住了许晴的伤势之后 她缓慢地站了起来 然后走进了这个衣着暴露 满脸不屑之色 没有一点惧怕之意的女人面前 小子 不就是钱吗 要多少 随便开 女人对于李璇气势汹汹的 阴沉的脸色 微微有些害怕 但是还是理直气壮地说道 说着 她不屑地看了看 李璇一身地摊货 又看了看自己的破烂车子 顿时 原本的一丝巨异 完全地消失了 你要庆幸 孝晴没事 不然 你那一头 贱命都不够赔的 李璇再次走进了一步 逼近了这个女人 另外两人相信 并不太严重 许晴是被正面撞到的 所以啊 飞出去二十多米远 因此 最为严重 如果不是李璇 许晴此刻只怕会当场惨死 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 哼 和你客气 你当你是什么了 不怕老实告诉你 我这辆车两百万 破成这样 你赔得起吗 而且穷鬼我告诉你 这事没完 是吗 李璇冷笑了一声 这笑容 让那女人不由再次后退了几步 脸上忍不住 生起惧怕的表情 李璇冷哼一声 走进那宝马 抬起一脚 猛地砸在了宝马的车头上 顿时 哄的一声巨响 车子直接被踢得狠狠地 凹信下去不说 车子翻滚了两圈 倒在地上 已经成了一团打铁嘎的了 巨大的摩擦 以及火星四溅的情况 让那宝马车忽然间燃烧了起来 接着 因为漏油的地面 而忽然窜起了一团火焰 油箱没有爆炸 但是巨大的火焰燃烧着 让远处的时尚女郎 脸色顿时惨白 我的车 两百二十万 哼 李璇走了过去 将手中的一张银行卡 放在她的手中 这是两百二十万 密码是六个六 拿好了 现在你的车已经赔了 哼 现在来谈小情的问题 一滴血 一千万 少一分 除非你家破人亡 不然 你就准备棺材吧 李璇的手段 彻底地把女郎震住了 他还愣着呢 李璇一个耳光就扇了过去 啪的一声 那女郎的脸顿时肿胀了起来 这一刻 旁边围观的路人 顿时大肆地喝彩了起来 还有不少人 举起手机等 拍摄了下来 跪下 李璇抱贺一声 杀气顿时生疼了起来 这一声宛如惊雷 吓得那女郎 顿时花容失色 双腿一软 当即跪在了地上 就像是犯错的学生 面对最严厉的老师一样 女郎跪在地上之后 脸色轻紫一片 却没有站立起来的勇气 李璇扫了这女人一眼 然后走向另外两位 被车撞到的人 这两位 一位是一个妇人 一位呢 是一个同样 头发火爆的 小胎妹打扮的少女 李璇查看了一下 两人的情况 妇人只是被撞昏了过去 然后有些骨折 伤势很轻 而那位小胎妹 则是一条腿被撞断了 其他的只是些擦伤 李璇走过去 将小胎妹的腿揉捏了一下 将断掉的骨头扶正 然后从那宝马车上的 两片钢片 将那小胎妹的腿固定 然后用尼龙绳缠了起来 这个到医院处理一下 休养一段时间 就差不多好了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导致路上的车辆 也开始拥堵了起来 不到片刻 警察也来了 见到这一幕之后 特别是看到跪着的 女郎的时候 李璇明选的感觉到 那几位警察 脸色微微有些难看了起来 这位朋友 出了车祸 最先要走的就是救护车 将伤员送往医院治疗 仗势者早些承担责任 避免时代扩大 而不是在这里用堵交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滚 你 滚一边去 想为这个女人讨公道 十字路口闯红灯不说 车速超过一百四十吗 这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要判重刑的 李璇说道 小子 你不要不识好歹 李璇一脚踹在这交警的胸膛上 他顿时飞了出去 而见到有人打警察 顿时路人都喝彩了起来 更有人跃跃欲试 也想动手 虽然这一年头啊 一些人仇复的心态 还是很严重的 李璇冷眼扫了一下众人 原本热闹的场面 顿时冷了下来 而原本准备动手的 另外几名警察 暂时也脸貌冷汗的退缩了 一脚将人踹飞 这只能说 这个人很厉害 而这个人很厉害 也只能说明 这个人可能是无者 如果是这样 那么他们自认为 是得罪不起这样的无者的 所以 他们看向那女郎的目光 也只能目带同情了 当然了 也隐约的 有几分幸灾乐祸 同样是人 如果全心为别人办事 那么自然会赢得人们的尊敬 但是 如果只是 以一种傲视别人的心态 炫富飙车 那么很抱歉 就算是撞车身亡 只怕也是换来别人的拍手称快而已 没过多久 一些围观的路人拨打电话 叫救护车来了 将许晴身上的玉珍等 全部回收之后 许晴的升级等 已经恢复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状态 虽然说住院是依然避免不了 但是十天半个月 出院还是不难的 而在救护车开走的同时 李璇也带着这个跪着的女郎 一同前往医院了 尽管许晴的身体状况还不错 但是别人并不知道 而且她一身血 所以抢救是难免的 而这个过程之中 李璇表现得比较平静 冷寒阴有些担忧 而跪在身边的女郎 则只能是屈辱 像她汪春瑶 乃是汪家第三代 最受宠的大小姐 什么东西不是手道秦来啊 什么时候 别人不是讨好她呢 这次却受到如此屈辱 她心中憎恨之情 可想而知 你这想将你汪家的 全部官员叫来 太医队军人之类的 来搞反恐演习 枪我们干掉 你尽管打这个电话试试看 李璇扫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汪春瑶 汪春瑶眼神充满了 震惊和恐惧 你 你你你到底是谁 你想干什么 汪春瑶脸色惨白 这个人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知道 他心中想的什么呢 难道仅仅是巧合 还是这是对方 虚谋已久的计划 为的就是 争垮整个汪家 如果你撞人之后 老老实实地去承担责任 现在可能没你什么事了 但是你不断地显摆 不断地炫耀 是不是还想说 我爸是汪洋 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去压迫别人 这是我生平最讨厌的 而你还做了 这其中极品的程度 我真是很奇怪啊 你这个脑残 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李轩语气中 充满了不屑和冷漠 这话 让汪春瑶的心 微微一震 高高在上 瞧不起人 从来都是 他的个性之一 甚至他认为 好出身 也是一种资本 那些穷人仇富 那不过是啊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而已 他向来鄙视和无视 这会儿 仔细想想 似乎除了钱 有钱有势 他确实没有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呀 他依然不敢 在这个人面前站起来 哼 有钱有势 那也是我爸 我爷爷他们 有这样的本事 他们有本事 比我更有钱有势 我自然点头 还要地伺候着 汪春瑶虽然心中迟疑 嘴上也不客气地说道 哼 说得好啊 你爸 你爷爷有本事 好 很好 李璇笑了 也不再多说话 他觉得 以他的能力 想要交这个家族的官员了倒 其实也并不难 无非呀 这就是花上一些时间而已 而此刻 李璇不缺的 也就是时间 好 那又如何 汪春瑶微微有些担心 你说 如果你爸 你妈 你自己 甚至你爷爷 都有一些色情的视频 出现在一些大网站 会怎么样呢 李璇低声说道 这话 他使用的是 类似于传音的手段 只有汪春瑶一个人听见 而且这个 汪春瑶听见之后 脸色瞬间惨白了 一些混乱不堪的记忆 顿时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他的爷爷 年纪虽然倒了七十了 但是依然很好色 他的父亲更是腐败不堪 其厌世不胜美举 而他母亲呢 因为报复他父亲的花心 故意勾引小白脸 他自己生活迷懒不堪 一些画面闪过 他忽然明白 他似乎惹上了一个 他惹不起的人 急救室的门很快地打开了 许青打着氧气被推出来了 医生 孝晴他怎么样了 冷寒音一直没有说话 这会儿 却是率先地 冲到了医生身边 没事了 他身体素质非常好 这么重的撞击 要是一般人 只怕会心脏破裂而死啊 但是他除了五脏 有些疑味之外 受伤不大 也没有内出血的情况 主要观察十天半个月 大概就没事了 现在关键是要看 醒来后大脑方面怎么样 这个没法保证啊 谢谢医生 那个姓汪的又送人来了 怕是又撞车了 肯定是的 看见一个鲜血模糊的人 送进去了 这些人真是 拿穷人的命不当回事啊 我们就别议论了 当好可怜的护士吧 不然被吵了 哪里去找这一个月 金三千块的好工作呀 哼 也是 一群人的议论 让李璇更加坚定了 打掉这一家人的嚣张气焰 他并不是粉轻 也不是什么正义人士 他一直遵守着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理念 这次呢 汪春瑶撞上来了 如果他诚恳道歉 态度狠考的认错 就算他刁蛮一些 任性一些 就算他以前 撞过很多的人 李璇也都不会去计较 但是啊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样的人 当撞的人的次数 多了之后 已经不会再拿 普通的人命 当一回事了 这感觉 和他李璇 对于普通人的 生命的感觉 是何其的相似 但是 尽管李璇认为 普通人的生命 在他的眼中 如同蝼蚁一般 他还是尊重 每一个人的生命 生命是宝贵的 也只有一次 没有人的命 比别人的命轻贱 轻贱的 只是贫富分化的 差距而已 李璇也不再说话 他在这陪着续情 王春瑶就跟着跪在一边 一次不听话 李璇也不客气 就是一个耳光伤过去 旁人看得心惊肉跳 因此对于李璇 这看起来斯文儒雅的人 也觉得有些畏惧感 而汪春瑶呢 已经被彻底地打怕了 老实地 如同一个被宰的羔羊一般 睡 想睡觉 小情不能安慰 你还想睡觉 一个耳光 王春瑶再次清醒了过来 泪流满面 精神崩溃 早知道 昨晚就不通宵玩游戏了 哎 遇到这样的野蛮人 真是太会见了 王春瑶有种崩溃的感觉 屈辱 憋屈 愤恨 无奈 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 真是让人崩溃 这感觉 就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吧 大哥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赔 我赔偿 我认错 我磕头认错 放了我吧 王春瑶实在是要崩溃了 这样下去 他觉得他不会死 他会疯掉 不让人睡觉 不让人吃饭 连带上厕所都憋着 这感觉 这感觉 真是要死了 而就算是死 也比这样折磨好啊 认错 道歉 这次算有些诚意 你去上厕所吧 上万厕所回来 自己在墙角趴着睡 敢跑 抓住就让你尝尝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滋味 李璇冷声扫了 这女人一眼 随即平静地说道 是 是 一定不跑 王春瑶这会儿觉得 这个男人宽容 实在太让人激动了 被虐到现在 然后给了点自由 忽然就觉得 这男人不那么讨厌了 这种委屈和屈辱的感觉 竟然消失了 哎 我看来 就是喜欢找虐的欠人啊 王春瑶心中 自言自语着 然后赶紧冲进了洗手间 片刻后 里面传来了 哗哗的急速的水流声 而且啊 持续的时间 恐怕达到了 两分钟以上 这一泡尿 憋得真不容易啊 李璇感慨了一下 冷寒音坐在身边 精神不是很好地说道 你呀 真是个恶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七十六集 冷寒音坐在旁边 精神不是很好地说道 你呀 你呀 真是个恶魔 恶魔 这样的人 说话恶毒 没有将他的舌头搁下来 塞进他的菊花 就算对他够仁慈了 李璇冷哼一声 这话 让厕所里的尿声 微微一顿 显然呢 某人被吓坏了 你 你真是 太冲动了 妄家不简单呢 冷寒音若有所思地说道 不简单 无所谓啊 我会怕吗 大不了对他家族的每个人 在肚脐眼戳一下 保证三天到十天之内 突然心脏病猝死 李璇平静地说道 这个房间 可不会有什么 监控和录音的设备 李璇也不担心 被人偷听了 而这话 让厕所的某人 差点窒息了 这次惹祸的 是十足的恶魔呀 早知道老老实实的 或许现在还 王春瑶一边坐在马桶上 一边揉着膝盖 蹲了那么久 这膝盖的疼痛 简直无法想象了 你 唉 算了 你们武林中人 看样子对别人的生命 也是看得很轻贱 不说这个了 明天我爸生日 冷风集团 你去不去 冷汗音这会儿 依然记得这个 而他这话 声音不小 也不大 但是 足够汪春瑶听见 冷风集团的实力 也足以压制 汪家家族的实力 所以冷汗音 这也是有意 给汪春瑶警告 这样一来 厕所里的汪春瑶 只能悲哀地 感慨了一声 再没有半分 报复之心 毕竟 一个武林弟子 一个国家支持的 强大财团 他汪家 本身就被人盯得紧 才闹腾出什么 那只能是 很悲哀的事情 汪春瑶虽然很嚣张 但是并不少 所以这会儿在厕所里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态度老实点 诚恳地去承认错误 去接受这次的赔偿之类的什么 做到对方满意 至于说对方撒谎 王春瑶也是有眼力之人 自然知道 对方不会在这个问题上 去撒谎什么的 因为他以他的情报 想要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这样的事情 其实真的不难 如此一来 汪春瑶也就认命了 认倒霉了 毕竟知道他是 王家大小姐 还敢这样 往死里整担 那来头 是也不会小的 而这一点呢 也确实符合 现代人所有的那种 欺软怕硬的心思 至于那个 口称冷风集团的女人 汪春瑶也是有些印象 此刻对方这样说 他仔细一想 确实是有些相似 这样 其实也就不用去怀疑什么了 去 当然去的 既然答应了 自然会去的 小秦身体也在逐渐恢复之中 十来天就可以出院了 刚才我有针灸过 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了 明天让李婶来照顾一下就好 那个男人的声音 此刻很平静 没有那种 对他冷冰冰的 那种态度在内 你和李婶说过吗 女人的声音询问道 没呢 早上再说吧 你休息一下 我也给你湿针治疗一下 你知道 我的艺术很厉害的 男人温和地说道 嗯 好吧 我就试试 你这个妖念奇才 到底艺术如何 来吧 女人微笑着说道 声音清甜 带着几分温柔和妩媚 那你就拭目以待吧 等我试完针之后 千万不要感动得以身相许啊 男人的声音 带着几分调笑 却温柔懂听 这样美好的声音 带着几分打情骂俏的意味 忽然让孤独和难受的王满春 有些羡慕 尽管他身边的男人 换了一个又一个 但是他有这样的快乐吗 似乎很久都没有了 每次在游戏之中 看到那些人奉承地喊着 春节威武之类的 他就觉得很满足 他很喜欢小正太 喜欢那些肯为了装备 为了点卡 出卖自己的青春小男人 尽管他们十之八九 都无法坚持几分钟 但是那种小正太 想着想着 汪满春忽然觉得很难受 有时候 一个人的醒悟和成长 只是因为一定的打击和挫折而已 也可能会因为一定的折磨和虐待 不过能认真地回想过去 能认真地思考人生 这本身呢也是一种成长 啊 真舒服 感觉你事真似乎很好费内劲呢 没有必要为了我这样的损耗啊 我心中感动了 会一辈子都赖着你的 冷寒音温柔地说道 那有时间 咱们再好好交流一下吧 李璇黑黑笑道 哼 想得美 大色狼 我累了 休息会儿吧 真是的 太累了 等会儿我醒了 照看小晴 你再休息会儿 冷寒音虽然精神好了 人舒服了 却感觉更困乏了 嗯 你休息吧 你忘记了 我是内进强者 这样的强者啊 基本上不需要睡觉的 李璇回应道 她的身体会本能地自我修炼 尽管修炼的方式有些奇特 但是她觉得 她完全可以不需要睡眠 冷寒音趴在病床前 就这样睡了起来 她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瞌睡来了 这是无法控制的事情 再加上 李璇使用玉珍帮她之后 她纵然身体更舒服了 但是呢 也更困了 毕竟宝随 对于普通人而言 那种消耗的能量 需要深沉的睡眠来弥补 李璇看着冷寒音熟睡了过去 这才松了口气 如果汪满春不悔改 她会直接将汪家的人催眠干掉 然后让他们自己认罪 拍下视频 或者是给这些人一个催眠一般的暗示 让这些人自己去找小蜜 或者情人办事 然后说什么秘密之类的 拍摄下来曝光 但是汪春瑶的悔改之意 有些明显 李璇呢 也就准备磨练一下她 然后 让她花费一笔钱 赔偿就算了 毕竟如果是她自己 她自然不会在意 但是许晴的家庭 这是普通的家庭 受死的骆驼逼马大 她固然无所谓了 但是能保住许晴的家人的 全部都没事吗 一旦以后 记忆恢复了呢 那个时候 她肯定是会离开许晴的家庭的 那个时候 谁还可以称为他们家庭的保障呢 李璇并不是一个怕事的人 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 以汪家的势力来看 其能如此嚣张 而不倒 也是有原因的 至少有几个中心的属下 或者是很要好的靠山 还是有的 就算是汪家倒了 帮他们保仇的人 肯定还是有的 李璇确实不会在意别人来 报复与否 以她的个性 来一个杀一个 也无所谓 但是许晴和许晴的家人不同 他们只是普通的人 所以既然汪曼春 能主动地承担错误的话 她也就不再去计较了 事情就是这样 有时候 有时候对于可以悔改的人 给一个机会 也是应该的 李璇这样的想法 只是一闪即逝 虽然说 有轻饶对方的准备 但是这一切 还是得看对方的反应和态度 如 当然一滴血一千万的话 肯定是不可能 但是 不赔偿一大笔钱给许家的话 李璇也绝对不会乐意 她不在乎钱 但是 她不会让这样 漠视别人生命的人 太逍遥了 默默地看着 已经被酒精擦拭干净的许晴的脸 她发现 其实许晴没有了那些化妆品 抹在脸上 她的容貌还是很清秀的 稚嫩的脸蛋也说明 她其实也就是个 没有长大的孩子而已 尽管这个年龄段 要胸脯有胸脯 要小蛮腰有小蛮腰 该有的也都差不多成熟了 但是孩子的心性还在 这一点却是无法忽视的 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大哥 但是这样的小太妹妹妹 李璇除了疼惜恋爱之外 也生不出责备之心 有时候 忽然一种感觉 就可以明白一个长辈的苦心和无奈 生活就是生活 如同是普通家庭 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还能如何呢 除了孩子的性命丢掉之外 无非就是几万块 十来万块的赔偿 如果事情闹大 舆论闹大 也不过是百来万的赔偿 和一条人命比起来 那些金钱就是狗屎 不过几万块 几十万 甚至百万 也就是一条命的价值而已 穷人的命 那就是人命贱如狗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想了想 李璇也只能轻叹一声 很多的不公平 让他无言 但是这样一些事情 他不去想 不去理会 不去思考 人在座 天在看 李璇觉得 一切 应该会好起来的 许久 汪漫春才一脸疲惫地 从厕所里走了出来 整个人显得有些憔悴 但是 这让李璇觉得 这个女人 就是活该 他神色有些复杂地 看了李璇一眼 又看了看 躺在病床上的 一脸安详的许晴 忽然间 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换个角度想想 恐怕他自己 也会暴跳如雷吧 有钱很了不起 撞了自己的妹妹 还这样嚣张 这样一想 王满春心中 也是有些不是滋味了 他看了看墙角的位置 默默地走了过去 冷寒音轻呼出一口闷气 空气之中 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让他迷糊地明白到 还在医院之中 双手和双腿的麻木感 让他觉得 这睡着了 比睡不着 还要更加地难受 不过仅仅片刻 当睡意消失之后 他感觉 身体似乎好了很多 这纯粹的是一种感觉 但是这感觉足够强烈 强烈到让他明白 这是事实 而不是虚幻 正是这种感觉 冷寒音觉得 其实李璇真的很有本事 他那一首针灸 确实很得天独厚 就像是他的来历一样 让人迷恋和着迷 这是一个有太多谜团的人 看着在墙角洞的 打哆嗦的汪春瑶 再看着李璇 端坐在病床边 坐得笔直的样子 他不由感叹 这个男人 心肠硬起来的时候 也确实足够狠心 就算汪春瑶再差筋 他也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 一个浇惯 蛮横 被惯坏了的女人而已 但是他却可以 如此地去虐待她 这确实不是一般人 会去做的事情 再说了 汪春瑶虽然穿着暴露 但是他本身呢 是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 而且还善于打扮自己 年龄也就在二十四五岁 但是骨子里的那点 风嫂和妩媚 会让很多男人 都会找不着北的 但是这个男人呢 甚至都没有正眼 去看他一眼 这也不是一般人 能够做到的 对不起 一下子睡了那么久 天都快亮了 冷汉阴有些 不好意思地说道 没事 我反正也是练功 不睡比睡 还要有精神一些 李玄笑道 接着他站了起来 看了看床上的许青之后 又微微耗了几分内劲 为他整理一下身体 接着才拿出 破旧的老师诺基亚手机 给李婶打了电话 现在是早上六点多 李月娥已经起床了 准备去买菜 昨天许青没有回来 有李玄帮忙照看 他也放心 对于李玄这个人 他有种说不出的信任的感觉 所以也不担心许青 会受到欺负 正在这时 他的电话响了 按下接听间 听着电话里的诉说 李月娥的脸色 顿时惨白了几分 不过在听完之后 他算是放下心了 好 等我 我马上就来 李玄你等一会儿 我马上到 李月娥急切地说道 挂断了电话 李玄看着冷寒音 朝着她微微一笑 冷寒音同样地露出了 温柔的笑容 小晴的情况已经稳定了 等下醒来要上厕所 你扶着她吧 李玄笑道 嗯 当然了 冷寒音自然不会拒绝的 我 我来吧 我扶她上厕所 角落里 汪春瑶全锁成了一团 一夜没怎么睡觉 在这种担惊受怕之中度过 这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 特别是白天那一眼 那饱含杀意的一眼 汪春瑶觉得 他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 如同恶狼和刀锋一般 锋利的眼神了 那双眼睛 甚至是一举就可以入灵魂里了 所以 就算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汪春瑶都在噩梦之中度过 一会儿 这个被撞死的人 就来找她锁命 一会儿 那个被撞死的人 来缠着她 让她无法动弹 这种恐惧 真是糟糕 而让人崩溃 你 你会伺候人吗 要是让小青摔着了 我会让你吃不好饭 睡不好觉的 李玄随意地说道 汪春瑶的身体 微微站立了一下 却还是硬着头皮的道 我会 我会小心的 嗯 那你来扶吧 李玄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 许青已经苏醒了过来 哥 谢谢你 以后 你就是我的好哥哥 许青苏醒过来的第一句话 却是这个 这让走向病床的汪春瑶 微微颤抖了一下 脸上终于 真正地带着忏悔之意来 这是真正的忏悔 而不是那种 因为被虐待 而生出的忏悔 他重于明白 他差点被撞死的 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或许 当陌生人被撞死的时候 他也会无动于衷 但是 有过一定的接触 生出了一定的情感之后 再想到这样的人 如果死了 他心中呢 就会很是不是滋味 小晴 哥一直会做你最坚强的后盾 本来下午那会儿 哥到新世界百货 就是去给你买 你最喜欢的苹果笔记本了 但是 却遇见你出事 等你好了 哥就去给你买 李璇微笑着说道 温柔地说道 哥 不用乱花钱的 我感觉身体 并没有太大的伤害 感觉挺好的 虽然当时 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 你别让别人赔偿了 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 现在这个社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学情看了看 远处一脸憔悴的陌生女子 心中已经明白 顿时 生出了怜悯之心 小晴 这些你别操心了 犯了错 就得付出代价的 以当时的车速喝太多 可就会为你讨回公道的 李璇冷力地 看了汪春瑶一眼 汪春瑶再次地低下了头 上完厕所之后 李璇已经到了医院门口的 一些早点摊上 买了一些稀饭和水饺 这些东西都没有加调料 都是些原汁原味的东西 毕竟此刻许晴的身体 并不适合吃有调料的东西 当然了 她也为冷寒阴和汪春瑶 买了一些包子和馒头 那个女人从昨天下午六点左右 到现在 也是滴水未沾 看样子 也被摧残得差不多了 不过 她倒是也没有给家里人 打电话诉苦 这一点 算是很识相的 买完东西回来之后 李月娥就来了 一进来见到许晴 她就忍不住的眼泪 哗哗的流 那份场景 看得人有些难言的感觉 汪春瑶吃着硬邦邦的包子 却没有半点难吃的感觉 真是人饿了 什么都是美味 这会儿 她甚至因为噎着 而想到曾经吃了几口 就丢掉的汉堡 喝了一口就丢掉的牛奶 以及每餐都没吃几下 就倒掉的 价值不菲的饭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离开医院的时候 汪春瑶并没有离开 而是继续地留在了医院 李璇走的时候 只是朝他点了点头 他却忽然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 没有谁比他心中清楚 这个人的医术多么的强大 因为撞人的时候 他心中最明白 毕竟曾经开到一百二十码的时候 撞飞一个人只不过是八米 那个人不到一分钟 就彻底地死亡了 而这个人 飞出五六米高 二十多米远 但是没有死 这是谁都无法想象的 而唯一的原因 就在这个男人身上 汪春瑶没有多说什么 看见了一些真实发生在眼前的事情 感受了一下别样的生活 被虐待了 他反而觉得有些充实 这是一份很贱的思想 但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奇怪 所以他选择留下 选择学会承担一份责任 冷风集团 冷少华坐在冰冷的办公室 心中有些无奈 和女儿决裂 让他的心情非常的憋闷 那个男人是个什么东西呢 真是 他甚至有些怀疑 自己英明一世 怎么就生了这么个糊涂的女儿 所有的憋慢和愤怒 他都只能怪在那个 丑陋而恶心的青年人身上 这个人 他实在是忍不住要对他动手了 只是想到 女儿冷冰冰冰的眼神 这份冲动又压制了下来 董事长 小姐要见您 您见吗 正想着 秘书拿着文件夹敲了敲门 然后站在门口 询问道 嗯 当然了 敌华集团股份的问题 今天不说 明天吧 让他进来 哦 不 我去接他 冷少华顿时激动的起来 这个一直脸色沉稳 镇定的男人 此刻却难免有些失态了起来 好的董事长 秘书恭敬地说道 接着直接转身离开 不过他的心中 确实为他的董事长 有些不值得 英明神武的董事长 却有个这么不争气候的女儿 唉 真是无奈呀 要是别的家人的先金 哪里会被这样顺从的 只怕是早就被父母 安排联姻呢 秘书如此地想着 然后在转弯的时候 又看了看 那个千金身边的男人 他忽然觉得 这个千金大小姐 眼光似乎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男人不卑不亢 温文儒雅 虽然一身的衣服很廉价 但是那股子气质 确实是非常的了得 原本心中的不屑 顿时已经散绝了 秘书也不再多说 走向那冷价千金呆的地方 董事长 小姐在这边 秘书恭敬地说道 嗯 看到了 你去忙吧 今天的应酬全部推掉 好的 董事长 盈盈啊 你来了 冷少华看着冷寒阴身边的年轻人 微微一正 顿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个人穿着很廉价 但是这样不卑不亢地站在这里 有这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 锋锐的感觉和独特的气质 很好 很好 只是第一眼 冷少华就对这个年轻人 流上心了 爸 今天是你生日 我来祝爸你生日快乐 这个是我在古玩店买的紫砂糊 是真货呀 冷寒阴微笑着说道 说是断绝了妇女关系 但是这一刻 冷寒阴都不提这个 冷少华 顿时也是高兴至极 哈哈哈哈 好好啊 难得你还记得 爸爸我非常欣慰呀 嗯 阴阴呢 不介绍一下这位小伙子吗 冷少华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表情非常的开心 伯父你好啊 我是韩阴的朋友 我叫李璇 伯父今天生日 祝伯父生日快乐 集团事业蒸蒸日上 身体健健康康 家庭和和美美 这份小小的礼物 不成敬意 希望伯父笑纳 李璇笑着说道 语气很是自然 天珠只是用普通的礼物盒 包裹着的 有些爆脸天物的感觉 但是冷少华是何人呢 肯定不会因为包装差 就忽视了李璇 他微笑着接过这个礼物盒 然后微微扫了一眼 从缝隙里看到天珠的一点痕迹 当下微微一正 颤抖着打开了礼物盒 冷少华的笑容僵硬了起来 接着是巨大的震惊 震撼之色 眼前的东西摸在手中 顿时就有一股别样的能量流转 给人一种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这个感觉强烈而真实 让人简直有些 恍如梦中一样的感触 不说是眼前的东西太震撼 而是作为一个收藏家 冷少华心中很明白 有些东西并不是价值的问题 而是一些人因为喜爱 而不会出手 这个世界上 钱买不到的东西 还是很多的 而一些特种的收藏品 就在其中 特别是 那些对于收藏极度狂热的人 一些宝贝 他们宁可在家里抱着睡觉 无意毁掉 也不会拿出来 卖出几千万 甚至上亿的金钱来 真正玩得起收藏的 又有几个是很缺钱的呢 冷少华看着眼前的这串天珠 心中充满了难以想象的震撼 他脸上的表情错愕了很久 这才松了口气 双手有些颤抖地 抚摸了两下添珠 然后将其放在了礼物盒之中 接着 这才平静了下来 小李啊 你这东西我不能收啊 这东西太珍贵了 冷少华当即 推驮着将东西递给了李玄 李玄闻眼 微微一笑 说道 伯父啊 这东西 只是我在古玩一条街那边 用了七十元钱买来的 虽然当时呢 我看得出来是真品 但是对于我而言 其实价值并不大 我本人对于这些东西 虽然有小小的研究 但是本身呢 并不好这些 所以这东西 只有在伯父你的手中 才有其价值 在我的手中 那不过是暴敛天物而已 什么 这东西是七十钱买来的 冷少华微微一惊 不可思议地问道 是啊 爸 你拿着吧 这东西最开始外面 有一层肚子上瓷了 所以看起来 一看就是个水货 但是李玄呢 他慧眼如炬 看出了这东西 应该是真品 然后才买下来的 原本我们去那条街 也是为爸爸你选生日礼物而已 冷寒音笑着说道 呃 这岂不是捡漏了吗 这个漏 可是真捡得了得呀 可以进入 古玩里的经典案例了 冷少华不由感叹地说道 但是 他依然没有接受这个田猪 伯父啊 你收下吧 每一件东西 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之中的 价值不一样 这东西呢 在你心中价值连城 在我心中呢 其实和一块瓦片 没什么区别 当然了 这不是说我不重视这东西 所谓宝剑赠英雄 也不过如此吧 李玄平静地说道 小李啊 你还年轻 可能不知道 这样的田猪 可以屈吉比凶 效果可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些东西 带在身上 不仅可以辟邪 防止风寒乳心 还能强身健体啊 这不算是古玩 而是适合任何人贴身 佩戴的宝贝啊 冷少华仔细地解释着说道 爸 这些李玄早就和我说过了 他显然是都知道的 要不然这样的东西 怎么会让他买到 而不让别人买到呢 所以你别担心他不知道 你收下吧 你工作忙又总在劳累 这个佩戴在身边 也好让我和妈妈 放心几分呢 冷汗因温和地说道 是啊伯父 收下吧 李玄同样认真地说道 好 好好 我收下 你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啊 冷少华不由感叹了切泪 这一句话倒是说得真心诚意的 很发自内心 伯父谬赞了 李玄笑着说道 年轻人 该张狂的就应该张狂哦 小李 银银 走 到我办公室去说会儿话 今天你们两个人能来呀 我是真的很高兴 至于说生日 说实话 我自己都还没记着 只是这几天呢 一直担心银银你在外的处境 冷少华一边说 一边带路 语气里有着几分父亲难掩的慈爱和关怀 冷汗因顿时低下了头 惭愧地说道 爸 对不起 以前我不懂事 让您操心了 银银啊 你不怪我支持反对你 嗯 我已经很欣慰了 毕竟感情有的时候 确实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过那男人呢 确实 以父亲的眼光看 只怕是连小李的十分之一都不如啊 冷少华也没有吝惜夸赞 对李璇交口称赞了其类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其实这不是因为李璇送的东西有价值 合了他的心意 而是李璇从容不迫的气度和沉稳的性格 以及那种触变不惊的那种大将风度 这才让冷少华觉得这个人是个很了不得的人才 至于说 李璇一身地摊货的衣服 冷少华从不认为 穿着一名名牌 那就是成功人士 而真正的成功人士 其实从来都不会刻意地去讲究穿着 一些一碗富翁 大多早上吃的 也不过是油条豆浆 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山珍海味 大 我和那人分了 我不再会和那人在一起了 冷寒音语气坚定地说道 不是遗情别恋 而是忽然间 他就觉得 一个不值得的男人 根本就不配让他沉沦 颓废和伤心 伤心一次 几年的感情 因为难过而颓废一次 自我堕落一次 已经完全足够了 这就好啊 以后啊 你都和小李到处玩玩 油山玩水什么的都没关系 罢就你一个女儿 这打拼一辈子 也不都是你的嫁妆吗 冷少华笑着说道 李玄微微一顿 随即行走的步伐 也没有什么变化 表情依然平静 金钱财团公司什么的 对于他而言 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想要这些 李玄觉得 他只需要多赌几次翡翠就行了 不说赌食 就算是进赌场 无论是百家乐 摇骰子 踢牌酒 索哈 俄罗斯轮盘 或者其他的老虎鸡之类的赌博 他都可以随随便便 赚个盆满波载的 这些东西 对于他而言 都是一个笑话一般 正是如此 李玄从来不觉得 自己改为金钱的多少而担心 这个 有时间再说吧 爸 我想到别的公司去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培训一下自己的能力 这样的话 我可以在不久之后帮你做事了 冷寒音边走边说道 你呀 有这样的想法倒是好 不过 我年纪也还不大 暂时啊 还可以帮你 等你结婚有了孩子了 我们亲自帮你带带孩子 然后退休 你再接任吧 集团基本上我是第一打股东 股份占据了超过75% 也不担心别人说什么 冷绍华边走边说了齐磊 小李啊 你爸妈是做什么的呀 冷绍华开始念叨了齐磊 这架势啊 已经有些丈母娘看女婿的感觉了 虽然说 冷绍华是个男人 伯父啊 我爸妈我不记得了 前不久 我被李婶从垃圾坑捡回来的 李玄当下一五一十地解释了一下 这事情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毕竟冷寒音也都仔细地 从她的这些情况里知道 所以冷绍华只要花费一些心思 其实还是可以查到的 而现代社会流离失所的人大有人在 李玄虽然出现在垃圾坑中 但是也不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要么是惹上了什么仇家 要么就是被人陷害 这个在社会中确实很常见 这么说 你失忆了 冷绍华不由同情了齐磊 这样出色的小伙子 怎么就失忆了呢 真是老天都不长眼呢 嗯 关于身份的事情记不起来了 其他的也有些模糊 但是感觉自己在很多方面 似乎都是很拿手的 李玄想了想说道 哦 这样来说 小李你以前的出身可能非同一般呢 我第一眼就觉得 你为人沉稳 气质内敛 如同啊 净水流深一般 给人一种特殊的威发感 虽然说这些有些怪异 但是作为一个商人 眼光方面还是很准的 我觉得小李你以前呢 肯定不是一般的人物 冷绍华认真地分析了一下 说道 爸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不过 正是不一般 所以 我才和他决定 不公开探查下去 而是留意媒体本身的动向 再一个就是 他自己多接触一些 他熟悉的 有感觉的东西 这样的话 对于他恢复记忆 是很有帮助的 冷汉音想了想说道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 不错 我原本还想 用我的号召里公开一下 仔细一想 确实有些欠妥当 不过 因为是宫中人物 如果出了事的话 又怎么会忽然公开失踪 或者是被害的消息呢 肯定是被捂着的 直到他再次回去 或者是出现为止 或者是到捂不住为止 不然 不会有这样方面的消息的 不过 不管是有还是没有 我都会留意相关的情况的 说起来呀 你还真和一个人有些相似 天宫池城的作者 张无峰 对 你和这个人很相似 冷少华想了想 忽然微微一正 随即说道 张无峰 就是那个行医门的强者 张无峰吗 他十天前大婚 这件事轰动武林 甚至有很多媒体报道呢 前不久 有人还看见他出现在 行医门晃悠 后来又去闭关了 这个可能倒是没什么呢 冷寒淫当即说着这个名字 说道张无峰 这个名字李轩微微一正 随即有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似乎这个人也约哪里听说过 或者是见到过斯登 如果有可能 他决定上行医门去看看 去见识一下那个传说之中的张无峰 不过眼下他身上的伤势 似乎没有康复 这个打算也只能等身体康复之后 才能去做了 也许他的身份和那个张无峰 确实有着一定的关联 是啊 那个人也非常的了不起啊 不仅写出了轰动全世界的天空之城 还是一名翡翠王 独师的能力简直是变态了 而且他和孙家的关系极为的了得 又是行医门的得意弟子 再加上一手超凡脱俗的艺术 真是太厉害了 冷少华自言自语的感叹了一句 爸 你说那个张无峰都有哪些能力 现在来对比一下 冷汉音心中不由一条 当即问道 嗯 他写了天空之城 冷少华看了一眼李璇 随即说道 李璇会写小说吗 冷汉音问道 这个没问题 OK 第一个问题成何 冷汉音答道 等等 写小说不代表能写出天空之城吧 这个不是我打击小李 天空之城那本书啊 内涵等东西 算了 这个暂时不讨论 武术会吗 冷少华询问道 会 内建成都达到华晋了吧 李璇道 华晋 这些我不太了解 看样子很厉害 嗯 会赌食吗 冷少华问道 这个感觉非常准 李璇说道 冷少华眼睛一亮 点了点头 说道 会医术针灸 会 可是 你说你是一周以前 被人丢在了垃圾坑 而张无峰昨天似乎还和苏如游玩过行义山呢 冷少华的话让冷汉音不由有些丧气 而且张无峰不懂古玩 这一点苏如曾经在面对媒体电话采访的时候承认过 但是你很精通 冷少华沉声说道 嗯 我也没说我是张无峰 我就是我 李璇想了想 平静地回答道 你虽然不是他 但是你和他一样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 我非常满意啊 冷少华的话 让冷汉音不由翻了个白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278集 行义山 苏如站在行义山的山顶 看着远处 秋天的落叶飞洒在空中 一片片地显得有些萧索 他的身边一个身材魁梧 长相和张无峰非常相似的男子 站在这里 蔡志强 这些天让你扮成张无峰 辛苦你了 苏如平静地说道 没关系 少爷救了我的命 我替他背负一些东西 也是应该的 不过 这个风头过去了 我也要继续修炼了 你不要担心 我感觉得到 少爷现在肯定还活着 而且 过得应该不差 蔡志强认真地说道 嗯 我知道 我也有预感 我准备去缅甸找一下翡翠王板口木和孙飞飞 这件事对于他们两人是不该隐瞒的 到时候让他算一下无峰的下落 苏如想 苏如想了想说道 你该去找老方 老方不比那缅甸的家伙超大 蔡志强想了想说道 你不懂 苏如微微沉思地说道 也是啊 其实少爷找我的时候 就知道事情有变 不过他这样安排 我也无法阻止什么 但是我想 他既然现在已经安全 肯定是有苦衷 无法和我们联系的 你别伤心 蔡志强只能安慰苏如说道 没为这件事伤心 他活着是肯定的 没来和我们联系 我也可以理解 毕竟如果有强大的 对手虎视眈眈 他出现只会给我们 带来危险 我又怎么可能 不理解他呢 只是正是因为 他自己扛下了 很多的事情 我才觉得 他的压力太大了 唉 苏如轻叹着说道 伯父啊 这件事情 你们别太往心里去 我能力存在 一些熟悉的事情 大多也会逐己地 恢复记忆 这样应该 很快就会恢复到 完整的状态的 到时候 我自己也就知道 我自己是谁了 李玄建 冷少华和冷寒音 这会儿都对他的身份 极为地关注 也不由地 无语地说道 这件事 他并不想太多的人去参合 他觉得 以他的能力 要解决了 要解决了 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 而且呢 这件事参合的人多了 未必就会好 如果真有强大的对手的话 参合的人多 只是造成死亡的人多而已 李玄对于这个情况 是深有感触 所以 他并不想着 两个人牵扯其中 嗯 你自己能过去心中 这个坎儿 我们也就只会为你开心了 今天我不上班了 小李啊 你和音音 一起到我家吃饭吧 冷少华热情地说道 李玄 怎么样 冷寒音也是 满是期待地问道 嗯 好的 今天是不赴你的生日 这个 怎么都要过去的 李玄微笑着说道 一辆黑色的 崭新正辆的奔驰 从车库里开了出来 看到这辆车 李玄顿时脑海里 就出现了一些 开车的技巧之类的东西 骗过后 他就觉得 他的开车技术 也相当地厉害 不过这话 他没有说出来 怎么样 这辆车还不错吧 滑贵 气派倒是不错 开着的感觉 还不错呢 嗯 可不是炫富哦 冷少华开玩笑地说道 他并没有怀疑李玄 曾经在优越的生活 矫健下 熏陶过 因为一个人 有没有钱 这个是装不出来的 就算是装出来了 也只是个 爆发户而已 但是李玄并不是这样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都贵气得体 让人觉得 无懈喝剧 要说好啊 我还是觉得 麦拔赫60S 加长那种车还不错 这个车 只能算是一般 甚至还比不上那种 限量版的强化汉马呢 李玄笑着说道 如果是一般人 见李玄一身地摊 或说这样的话 大多只会鄙视 但是冷少华却没有 他很认同地点了点头 无奈地说道 买吧和60S这种车 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 甚至很多车 其实售价不高 但是想买到货 却难呢 嗯 这个倒是真的 李玄点了点头说道 小李啊 你对于汽车 看样子也非常了解呀 以前可能没少飘车吧 冷少华询问道 应该没吧 没有飘车的记忆 不过想要飘车也不难 对于我而言 我觉得挺容易的 李玄自信地说道 虽然信你 但是啊 还是不给你试验了 我们回家后啊 我带你去看我的收藏 你不知道 这些年 我可是弄到了 很多的藏品呢 和冷少华说着 时间很快地过去了 等车子停下来的时候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 因为冷少华 已经提前打电话回家 回到别墅后 家里的饭菜 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而一回到别墅 冷少华甚至丢下了 冷寒阴布馆 拉着李玄去看他的藏品 这个心结火燎的个性 又展现出了 冷少华的另一面 不过这样也显得 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这个是齐白石的字画 还有这个是唐三彩 这个呀 是宋如瑶的词啊 冷少华子明得意地说道 每说到他心爱之物 他都会很是兴奋 眉毛都会上翘 这和沉稳不同 而是一种真正的剑烈欣喜 是一种真正的 拿李玄当藏友来对待了 之所以这样 主要因为在路上 李玄表现出了 很强大的古丸知识 和渊博的见识 伯父啊 这个宋如瑶的莲花温碗 你被骗了 这是个仿制片 李玄一口话出来 顿时愣少华愣捉了 宋如瑶 抬起君为灰白色 身前有别 都与燃烧后的香灰相似 故俗称啊 香灰台 这是鉴定 宋如瑶辞卸的 重要点之一啊 宋如瑶的又基本色调 是一种淡淡的天青色 俗称 虾蛋壳星色 右层不厚 随造型的变化变化 而呈现 浓淡深浅的层次变化 右面开类纹片 多为 错落有致的 细细的纹片 俗称 蟹爪纹 而这莲花温碗呢 弃做石瓣的莲花形 以莲花或莲伴作为瓷器之类的文式和造型 随佛教之传而盛行的 而后更取其出于泥而不染的悉性 寓意连结 七行寺未开的莲花 线条温柔婉约 高雅清理 元气应与一支壶配套 为温酒用气 碗堂之送很常见的 儒瑶曾为宫中的用气 因采富烧的方式 固有缺陷 但是你这个莲花温碗 虽然满足了儒瑶大多的特点 可以说呀 甚至是仔细观察 都不会被人发现 但是啊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碗 然后在外面套上了一层 儒瑶的瓷破片后 重新组合的东西 外面的东西确实是儒瑶瓷 不过一些破碎的儒瑶瓷 重组出来的 然后高温上色 通过做就等手段 这样经常是忽悠人的 当然了 达到这个程度 一般收藏也就不错了 恰值也是有的 不过最多几万块啊 小李 你不是开玩笑吧 冷少华脸色 微微有些难看了 伯父啊 这东西只要破那么一点点 就可以识别了 不过破了 就不能反过来回馈别人了 你这是被人坑了 李璇认真的说道 这是公司的另外一个股东 邀请我去参加的排卖会 而且啊 因为这个 他和那老板熟悉 所以少要了三百万 只要了三千万啊 而且我还将分公司的位置 交给了他一个亲戚 哎 别说 那公司在他侄儿手里 经常行的亏损 但是他的数据等做的 都是非常的好啊 郎少华的脸色 不由殷勤不定了起来 很简单啊 有两个方案对付他 第一呢 你让他指着给公司估价 然后说进行大投资 他肯定会串通银行啊 虚报数据 数据嘛 做得容易 滑巧 一个千把万的公司 通过银行 市值估计等等 完全可以做出 两亿左右的市值来 到时候啊 你就说他已经具备了 运营公司的能力 直接徒手 将公司抛弃 然后呢 拿着他计算的报表给他 他能力很出色 所以决定给他机会 两亿的公司 随便便宜一些 一亿五千万折算给他 因为他有股份 又是总经理 这完全合法呀 这样一来呢 要么他拿下公司 倒亏一亿四千万 要么就是自己辞职 然后除了 污垢掉的钱 其余的 一分钱都无法拿到啊 而他亏污的 也不过就是几百万而已 不会太多的 就算是多了也不亏 因为这样的人 离开本身 就是为公司 清理蛀虫嘛 第二 给公司投资 将如摇器 送给那个第二个股东 说让他送回去拍卖掉 说准备增加一份投资 没什么钱什么的 很简单 无论对方说什么 都一口扯到身体方面 不想再弄这些 股丸之类的借口上 他自然知道 这东西的价值啊 要么就说这是假的 他股东的身份地位 就不保了 要么呢 就默默地 吞下这如摇词 或者直接啊 你自己送回拍卖行 你是在他们那里拍的 而且啊 你的身份地位 量他们也不敢推诿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李璇随口说道 冷少华有些发正地 看了一眼李璇 脸上震惊之色 分外的明显 只是一句话 就马上想到两个 击打对方的手法了 而且还是 可以同时执行的方案 这简直是太恐怖了 这样的人 如果和他为敌 只一想 冷少华都觉得 脸上有些冷汗森森了 这个人太可怕了 虽然说想到这两点 并不困难 但是要知道 从见识出 莲花温满是假的 开始到现在 不过几秒钟的时间而已 几秒钟就迅速地 给人下了死绊子 这只能说是恐怖 有时候 人总会觉得 别人能考出一百分满分 并没有什么困难的 因为卷子上的题目 自己都非常拿手 只要自己细心 肯定也是一百分 但是 这些都只是借口而已 智者和普通人的优势 有的时候 就是那么几秒钟 甚至几分钟的时间 你太恐怖了呀 幸好我和你不是敌人 冷少华不由感慨道 伯父说笑了 这样的方法 伯父自己也会想到的 我不过是提前给伯父 说出来了而已 李玄笑着说道 不 不是这样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去想的话 那就只会无限制的失败 有时候 智者和非智者的区别 确实就是 在那么一些时间上的差距 本来我还打算在你面前 展示一下我的收藏 此刻想想啊 真是有些班门弄服的味道啊 朗少华有些苦笑着说道 伯父啊 这古丸呢 张眼总是会有的 毕竟不是神仙 看走眼也是正常的 更何况 这如咬词被作咎非常精致 这种水平 确实堪称大师级别的 不然 也不会让伯父 这样专业的人士 被骗到了 李玄笑道 小李啊 别再哄我开心了 做旧的和真正的正品 差别其实还是有些明显的 色泽上表面看似不错 但是总是有些遭样啊 而且感觉上 也会有些不对劲 事实上 当时我就觉得 这如摇莲花温满 有些问题 但是啊 当时确实是被忽悠了 然后又没敲出什么破绽 这才一口价埋下来了 想想当时的情况 可不是被人 做下了圈套吗 冷少华说道 伯父啊 既然有这样的感觉 下次感觉不好的时候 就别买了 这收藏这东西啊 感觉其实很重要的 李璇想了想说道 是啊 哦 对了 小李 你再帮我看看 我购买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都帮我鉴定一下真假吧 可别是在那胡椒的拍卖行 我都拍了一亿三千万左右的股丸了 冷少华有些担忧地说道 嗯 那伯父 我就帮你鉴定一下吧 应该有九成五的把握 鉴定是完整的吧 李璇自信地说道 说着 他忽然想到 在一片白芒之中 他似乎忽然间接受到了某些特殊的记忆 嗯 似乎是一只金色的巨龙 从一处龙脉之中生腾了起来 携带着部分莫名的意识能量 进入了他的眉心之中 这个人 似乎是清朝的一个典当行的老板 对于很多东西 都有着相当的研究 什么古丸 字画等等 而他最擅长的 似乎就是风水橡树 有一天 他被请取到了宫里 为一位帝王选择龙脉 因此 他计算之下 在当时的宫殿底 马久了一处龙脉 设置了部分风水 并找到了 沉睡在水晶棺之中的特殊尸体 莫名其妙的一段记忆 出现在李璇的脑海之中 就像是忽然间做了一个 很离奇的梦一般 他忽然了解到 他懂得古丸 似乎是传承别人的记忆 似乎是吞噬了别人的记忆一样 很特殊的感觉 李璇思考着 他微微有些发症 但是冷少华 却在这样的时间 没有去打扰他 而是连他自己的呼吸 都刻意地放低了 他推测 年轻人 可能是忽然间想到了什么 伯父 让你久等了 刚想到了点古丸方面的事情 李璇微笑着解释了一下 然后开始鉴定起了 眼前的这些东西来 这个是红武早期的青花大罐 是真的 估计价值120万左右 李璇点了点头 微微思考着下了定论 这个花了130万拍下来的 确实是红武的青花瓷 冷少华微微一喜 随即说道 那就不贵了 很值得了 红武青花瓷之所以珍贵 主要是存饰量过于稀少 在故宫的旧藏 可以认定百余剑 明初的红武刺器中 青花瓷不过二十余剑 近十几年在拍卖场上 露面的真正够格的 红武青花瓷整契 也是屈指可数的 社会上收藏的红武青花瓷 更是显见 其次啊 它是中国古陶瓷史上 成前起后的重要一环 是原青花和永轩青花之间 重要的过渡类型 所以红武瓷 尤其是青花瓷 有着极高的研究和收藏价值 李璇点了点头 说道 他说着 目光朝着旁边望去 那里是一对唐三彩的黑马 这东西不便宜啊 这是个纺制品 不过也花了一百二十万 也是胡家拍卖行买的 他们也是说 是顶级的纺制品 冷少华有些惭愧地说道 这东西 真品的话 起码价值七千万 这东西 真品的话 起码价值七千万 这个 确实不是一般的难说呀 买得起 也消耗不起呀 放在家中 招贼吧 这个东西 是真的 哦 没有开玩笑 是真的 百分百肯定 李璇盯着这一对唐三彩的黑马 不由目光 熠熠闪光 这对黑马 确实是真的 但是那些人很有意思 在外面 镀上了一层瓷 让人觉得 是明珠蒙尘 就像是天珠一样 虽然说 很多人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将宝贵的东西 遮掩成假货 但是呢 现实还是很少见的 但是这一下 李璇有些错的发现 他竟然见到两次了 是别人都没有看头的 事物的本事的能力 还是他自己的目光 太过于犀利呢 两方面的原因 应该是都有的 高66.4厘米 仿制品成这样 那价值不止一百万的 看样子 胡家拍卖行 都不懂什么行情啊 李璇笑着说道 他们确实不懂啊 正因为不懂 抱着简陋的心思的人 多了去了 要是他们太懂 别人会买吗 冷少华笑道 也对 李璇点了点头 冷少华这样说 确实有他的道理 很有唐三才的马 又料主要是唐代鼎盛时期 和蓝又一样 是从国外重金购买的 用茶叶 丝绸 金器 陶瓷等精美的高档物品 换起回来的 这类的三才幼瓷器啊 就在盛唐时期 已经被列为了皇家专用的名气 无论是地位或者是等级 都是非常的显赫的 但是 真的既然在国家 那这对竟然是假的 冷少华想了想说道 出现两对真的也是有可能的嘛 再说了 很可能国家博物馆那对是假的呀 这对啊 要把外面渡掉的那层 还得呀 专要处理一下 李璇的手放在了这一对 巨大的唐三才黑马身上 内劲微微一吐 强大的控制力 直接让外面的一层 薄薄的东西裂开了 然后 自动地滑落了下来 接着 李璇又出手了几分钟 将上面镀的一层假的东西 震掉之后 整个唐三才 焕发出了本来的光运 冷少华一脸的震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七十九集 接着 李璇又出手了几分钟 将上面镀的一层假的东西 镇掉之后 整个唐三才 焕发出了本来的光运 冷少华一脸震惊 这镀上的瓷呢 其实都可以通过特殊的东西 直接浸泡掉 而且 丝毫不伤原物 不然别人肯定不会去这样弄了 因为这样 只是在毁掉真品 所以他们会为自己留下后路的 很多古人对于珍贵的东西 就像是现代的人 对于不珍贵的东西的处理方式一样 造假 和现代人相反 把真的弄成假的 这样别人一看是假货 也就不再会关注了 李璇笑道 厉害呀 这一下 五甲牌美行 算是亏了 至少 我心里平衡了呀 哈哈哈哈 冷少华高兴地笑道 哼 确实可以平衡了 李璇也笑了 接着 他又向着旁边的一处 看了过去 那里 并不是大件的物品 而是一些奇怪的 钱币的罗列 和收藏 这些钱币 李璇也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因为钱币很少有假的 因此 他也就随便地扫了一眼 只是这一眼扫过去的时候 李璇被震住了 一种莫名的感觉 突然间袭泪 眉心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 在这些古币之中 一枚金黄色的 金光灿灿的金币 正静静地躺在一堆硬币中间 这里的钱币 有很多版本的铜臂 刀臂 以及钥匙一样的钱币 甚至 还有铜质的一角 两角 三角的钱币 非常奇特 而三角的纸臂 更是有一小壳 不过 这些李璇倒是没有在意 他的目光 落在其中的一枚古臂上 目光有些灼热了起来 钱坤币 一个莫名的名字 忽然间就出现在李璇的脑海之中 然后这个名字 无限地延伸了出去 忽然间 李璇记忆起了一些知识 一些关于钱坤币的知识 钱坤币 是由十方乾坤玉打造的 特殊能量金币 而十方乾坤玉 是一种顶级的玉石 是一种 蕴含了强大的能量的玉石 而一些高松的摄粒子 大多也达不到 乾坤石这样的标准 但是一些摄粒子 还是因为 其能量的纯正强大 可以打造成乾坤币的 乾坤币 可以提供一些特殊能力的人 突破特殊的实力境界 李璇的心中 忽然闪过了这些东西 然后顺势地 他了解到了一脉玉 两仪玉 三财玉 四项玉 等等玉的品质 食品玉的存在 让李璇同时又记起了八阵图 但是 记忆到了八阵图这里 一个忽然相关系的人 他却完全地记不起来了 这个情况 让李璇也不由 有些头痛欲裂的感觉 他当即不再去想这些东西 而是将那金色的乾坤币 拿了出来 问道 伯父 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这个呀 我也不知道啊 是美国的一个古老的钱币吧 可能是房的 因为呀 我也没有查到这样的钱币卖 这是十多年前一个算命的送给我的 说可以给我的一个贵人一份帮助 冷少华 冷少华微笑着说道 那个老人 十天半个月算一次命 是啊 小李你怎么知道 难道你认识那位老人 冷少华顿时惊喜地问道 这个印象倒是有一些 只是不知道那老人到底是谁 也不知道这记忆到底从什么时候 就停留在自己的心中的 李璇想了想说道 说这话的时候 他确实有些陷入了回忆之中 这种感觉呢 是一种拿捏不清的 模糊的感觉 就像是忽然之间触碰到的真正的记忆一样 但是他依然无法把握 尽管这个时候 只要强行地去了解 再加上运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去推算 那么肯定是可以想得通透这段记忆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身体本能 似乎对于这个决定有些排斥 似乎这个记忆被开启 对于他而言 并不会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一样 李璇倒是不是去逃避一些问题 但是身体本能的选择 他却非常的重视 因为他自己隐约地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他自己的本能是不该忽略的 无论是笃石还是骨丸 他都是凭借本能一般的感觉 然后达到了强大的鉴定能力的 所以这个本能是不能忽视的 正是如此 李璇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 才显得很慎重 而且 有些东西想不起来 很明显是身体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 强行地去记忆 只会让他觉得头痛欲裂 心烦气躁 烦闷欲吐不说 整个人还会出现那种 没心疼痛的痛苦症状 所以 适可而止这点 李璇是明白的 至少现在和以前相比不同 他在记忆上 已经有了些进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之后 他也会逐渐地 恢复他自己的本来的面目的 李璇心中有这样的决定 当即 有些心烦的 去思考的念头 也就消失了 然后 他只是端详着 黄金色的古壁 微微沉吟着 那个老人呢 是个欺人 而且最喜欢的就是算一半 记得他第一次 给我算命的时候 只收钱不算命 当时啊 我还以为他是个骗子 所以 还和他闹腾了起来 但是当时 他就那么看了我一眼 那浑浊的眼神 却一下子渗透了 我的内心一般 让我不由得有些哆嗦 不敢再放肆了 接着 他浑浊的眼瞳里 银白色的光芒一闪 顿时已经恢复了 本来的模样 但是那银白色的眼瞳 确实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啊 他说 三十七天后 你会再次遇到我 到时候再来算一次 避免你女儿死亡的 当时还真是把我震撼了一下 我就想 你这个人 看样子虽然神神叨叨的 应该还算是有点本事的 只不过心中对于他 不算命很不爽 因此呢 也没有怎么搭理他 而且 因为当时事情多了起来 很快就把这件事忘记了 这样一转眼 就过去了三十六天 那天晚上 银银说他一个同学 要去聚会什么的 出去玩 我也没在意 但是银银晚上回来之后 整个人就开始迷糊不清了 当时我以为他是喝酒了 或者是什么的 虽然很生气 但是也没有放在心上 让他喝点酒 接酒的醋之类的 然后用人照顾他 我就去办事了 第二天 银银就昏迷不醒 而且全身开始发黑 然后我忽然想到 那个算命的 就赶紧跑出去找他 出了小区不远 果然就遇见了他呀 接着我花了一笔钱 他拿了一个 满是茶渣子的茶杯 然后朝着里面 吐了一口浓痰 给我让我喝下去 说真的呀 我当时很想骂人 但是银银皮肤发黑 而且不能动他 叫他一声束手无策 我也只能是 死马当活马医了 为了银银 我喝下了那杯茶 不过 在想象之中 恶心片刻后 就被身体的那种 清凉感所替代 然后他让我回家 给阴阴书写就好了 随后他告诉我 以后没有事 可以尝试一下 了解一下古丸 这对我有好处 同时送给了我 一枚金币 冷少华说着 曾经的事情 有些唏嘘 以他当时的身体 基本上是一身毛病的 特别是职业病 颈椎病等 真是苦不堪言 那一杯茶喝下 他已经完全的变了 而他给冷寒音 输血之后 冷寒音就迅速的 康复了 身上的黑色的雾气 很快的就消失无形了 这种肉眼可见的变化 更是让冷少华 震惊不已 对于那老人 更是敬佩莫名 如果不是怕 得罪了这个老人 他甚至会拿这位老人 当成神仙来 也因此 他才走入了古丸市场 嗯 这确实是一位 有本质的老人啊 李玄笑道 是啊 不过他给我的这枚金币 看起来并不是正宗的东西 论价值呢 也没法形容 而且这些年 我也没有遇到投缘之人 小李啊 我看你对于这个金币 似乎有些兴趣 你喜欢就拿去吧 他也没说 要我送给谁 我看呢 就送给你最合适了 冷少华笑着说道 说是不在乎这个东西 可能是摆放在这里 可见冷少华 还是很珍惜的 要不然 真是仿制品的话 冷少华自然也不会放在这里的 毕竟其他藏友 进来观看的话 这样就有些丢人了 但是冷少华没有在意 而且还摆放在很显眼的地方 这就说明 这东西并不是 他说的那样不在乎 而是因为在乎 才迟迟没有送给别人 这其中的关键 李玄懂 而且他也认为 这个东西 在冷少华这里 那的确是怀比其罪了 因为这个东西衍生出来的记忆 让李玄也不敢大意 好 伯父 这东西我就接受了 如你所言 这东西我知道是什么 这个是一些适合懂得 风水像术之类的 特殊人使用的东西 具体的呢 我也没法向你解释 这东西对于普通人 不仅没用 而且还会成为 丢失性命的罪魁祸首 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人而言 就像是之前的天珠 对于你这样的人 重量一样 李玄认真地说道 啊 难怪呀 难怪那老人让我不要 让一些比较有名望的人知道 特别是有习武之类的人 更是不能让他们见到 原来如此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朗少华看了看李玄 随即微微点头 有些恍然大悟 他这样说呢 只是一个形式 其实你只要知道这些就够了 这东西我收下了 如果伯父 你需要我做什么 可以和我联系 李玄微笑着解释道 嗯 这东西你拿着 我自然是高兴的 毕竟心中的各大疑惑 总算是解开了 人也要轻松不少啊 只是你说这东西很危险 你拿着 会不会引得那些迫害你的人 再次关注到你啊 朗少华担心地说道 这个伯父你别担心 我自然有办法处理的 李玄自信地说道 嗯 那就好啊 冷少华这下也放心了 他并不是一个虚伪的人 虽然对于商业上的竞争对手 免不了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但是对于冷寒音的朋友 看两人的状态 关系也有些不一般 作为一个长辈 冷少华自然只会对李玄好 他关心李玄 也同样是尊重女儿 疼爱女儿的一种表现 将乾坤壁捏在手心 李神假想了一下 东西消失 然后乾坤壁便已经消失了 这手段倒是可以去玩魔术啊 我身上应该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可以存储东西 但是很郁闷的是 不知道这地方在哪啊 但是目前只能拿出13枚玉针 已经拿出这枚乾坤壁 看来还要继续苦练呢 可能身体本能的那种修炼方法 就是关键吧 李玄心中难难自语 对于这个情况 他也有些无语了 不过逐渐地发现此神的秘密 这点让李玄也对自己充满了兴趣 伯父啊 不说这个了 这个世界一些千曲百怪的东西 还是很多的 我们普通人就只能做普通人该做的事 去探索这些 毕竟不是我们的专业呀 李玄笑着说道 不再其位不谋其政 小李你的话有道理 就像是我们这把年纪 见到的 听到的也不少 也明白 好奇心害死人的道理 所以不懂得可以问 但是超过自然现象的 就不要去深入研究了 我们还是继续说古丸吧 我现在是啊 彻底地喜欢上这些东西了 特别是收藏到一件珍贵的古丸的时候 那种心情无法形容啊 不玩这方面的 可能不会明白其中的美妙和享受啊 冷少华眯着眼 陶醉地说道 特别是 看着那一对唐三彩黑马 他更是陶醉地沉浸了进去 有些不知所以了 嗯 古丸的魅力 确实非常独特 一种别样的享受 一种精神上的陶冶 李玄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有时候 就算是他自己的介绍的时候 都有一种迷恋和陶醉的感觉 更何况是深深地沉沦其中 疯狂迷恋的冷少华呢 小李啊 你这个能力 我真想为你引荐几位了得的藏友 他们是我们省 乃至全国都非常有名的专业收藏人士 怎么样 有兴趣吗 反正你也没事 和我一起玩玩这个也没关系的 冷少华笑道 伯父啊 你的公司呢 不需要管吗 李玄诧异道 公司好说 我有请专门的秘书 以及高材生 实力不错 寒苦家庭出身 懂得吃苦 能把握大局 商业感也不错 这些好说 再说了 钱不过是深迈之物 对于我而言 多赚一些 少赚一些 不过是数字吧 冷少华笑呵呵地说道 伯父能有这样的想法 确实令人佩服啊 现在很多的老板 如果能像伯父这样想 那么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奸商了 李玄认可地说道 这一点 冷少华确实是值得让人佩服的 不是说为了自己的追求 不去赚钱 而只是他明白 赚钱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而活着呢 并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这就像是 他曾经在读书期间 看到的一个小故事 所说明的道理一样 那个小故事说的是 一个年轻的渔人 在海边晒太阳 每天就随随便便打打鱼 能吃 能活 够生活就自我满足了 而一个妇人却说 她不该不长进 不该不多打鱼挣钱 然后那年轻人 就问多打鱼干嘛呀 又不是很缺钱 而那妇人却说 多打鱼卖钱 卖了钱买更多的鱼网 更多的鱼网打更多的鱼 更多的钱 然后买一船 继续打鱼 然后在几十年后 有一个大公司 有很多的钱 然后可以安心的享乐来 但是那年轻人说呀 我现在是在干嘛呢 那富翁说 你不就是在享受阳光吗 年轻人说 是啊 我就是在享受啊 既然我现在 就可以每天的享受 为什么我还要苦难 几十年后才享受呢 可能那个时候 我已经因为繁重的劳动 而苍老 疾病缠身 那个时候 就算是有阳光 也未必会有现在的心情 这样的小故事 说的就是一种人的生活态度 奋斗不是不该 而是在奋斗的同时 也要懂得享受人生 现在的冷少华明白了这个道理 但是很多的大老板 却并不是这样想 为了更多的钱 更多的数字 他们甚至丧心病狂地 丢掉了良心 李玄此刻自然也是明白这些道理的 这也才有些佩服冷少华的态度 嗯 我是想得开呀 人生在世 不经历一些东西 是难以想得开的 不过很多时候啊 经历了之后想开了 就后悔曾经的过错了 人生是简单的 又是复杂的 冷少华笑道 博夫看来也是有故事的人呢 李玄同样微笑着说道 接着 两人又随口说了一些人生啊 哲学啊之类的东西 李玄这才继续地 当起了他的长眼来 哟 这是明代的德化词啊 这是三足喜 这是梅花碑 这是又外云彩大盘 李玄一眼扫过 这些东西的资料 顿时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是啊 这个明代的德化词 三足喜 高度为十厘米 扣径为九点六厘米 是地地道道的 处置名人之手的 明代著名大师 陶德天下第一家的 何朝纵大师啊 他质感牙黄白 气里外云轴又 半头名状 做工静美绝伦 存实寒有啊 冷少华陶嘴地说道 汗有个屁 李轩心中不犹有些汗颜了 不过这话 他肯定是不会说出来的 明代德化词虽然珍贵 但是这些东西 存实量还是不少的 至少在冷少华这里 都有四件之多了 嗯 不得不说呀 德化词是中国白词的代表 从宋代早期开始 宋代早期的产品 主要是清白词 其质地 胎薄产品 薄如产意 精美绝伦 德化民间雕塑艺人 将雕塑与词一结合 擅长制作白词观音 所做的白词观音 仪态生动 是举世公认的白词真品啊 德化白词 不求色彩之华丽 而是追求单纯 素节 典雅之美 对所利用的材料 有充分的认识 设计定位与取向 是准确的 充分显示着 历代将师们的智慧创造 如果说是景德镇的白词 是以清白诱著称于世 德化白词呢 则是以乳白色为主 又层鱼润 光泽如玉 显示着冰清雨节的特质 蕴含着耐人寻伪的魅力呀 相比之下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 李璇想了想 分析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八十集 小李啊 你这理论知识 可谓是冠绝天下呀 惭愧呀 我这个老藏家 竟然对这些都不太了解呀 冷少华双眼放光地说道 渊博的知识 和丰富强大的古玩能力 这样的李璇 对于冷少华而言 不利于一个脱光了衣服的美女 对于一个大色狼了 哈哈 应该是以前 对于这方面有很多的研究吧 李璇不知可否地说道 那肯定是的呀 要说德华词 确实是白嫩可爱 那种奶白细嫩的感觉 从精神上就可以感受得到 真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满足啊 冷少华一脸陶醉得到 李璇健壮不由再次露出了笑容 接下来 一口气鉴定了很多的古玩 特别是那些古壁一块 唯一的真的就是黄金古壁 和一块天卷元宝 其他的都是假货 而在鉴定这一块的时候 李璇留意到 冷少华脸上的表情 那是相当的精彩 他脸上的肌肉 甚至都黑得和黑炭 有的一拼了 显然这是肉疼的 像是什么圆通通宝 虽然价值不是太高 但是有些也价值百万 话说呀 把百万当作水样花掉 不心疼的人还是没有的 毕竟是被骗了 而不是真的花掉了 好了 伯父 都鉴定完毕了 准确率 嗯 百分之百 我肯定 李璇笑道 百分之百 其实我也相信你是百分之百肯定啊 因为每一种 你都能曾渊源起始 开始说到这东西的防制方法 如果你进军古玩 只怕会短时间成为这里的龙头牢榻了 冷少华感叹道 他已经被震惊得无话可说了 爸 你们还没弄好吗 吃饭了 嗯 好 来了 冷少华将那些鉴定出是假货的 都贴上了条子 这些东西既然知道是假的 再收藏在这里就没意思了 所以冷少华准备全部单独地存起来 陪着冷少华吃晚饭后 冷汗因和他的妈妈去说话去了 佣人收拾着碗筷 而冷少华则是拉着李璇说了起来 小李啊 你也姓李 我有个老友的年纪也不大 但是他和他父亲都非常喜欢古玩弄 嗯 他还有一个很了不得的女儿 叫李盈盈 听说过没啊 要不要去见识见识啊 冷少华笑呵呵地说道 为了让李璇和他一起风光一下 这人连冷汗因都忘记了 爸 你说什么 果然 在二楼的冷汗因忽然就有些发飙了 呃 没没没没没什么啊 我和小李说 李斯那大胡子叔叔的见赏水平呢 哼 你再胡说 我不饶你 冷汗因语气不善地说道 冷少华有些汗颜的黑黑笑了笑 也就不再把话题 往这个上面扯了 李盈盈 好熟悉的名字啊 有时间见见 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 李璇心中想到 又和冷少华说了会儿话之后 李璇和冷少华解释了一下 许情车祸的事情 然后便离开了 原本他是打算 让冷汗因在家陪着冷少华的 不过女大夫中流 他选择继续跟着李璇 而将冷少华丢在一边 兰博基尼车里 冷璇看着窗外 没有什么顾忌的 点了一根烟抽了起来 这烟 还是拿的冷汗因家里的烟 不过窗房都没在意 毕竟呢 这只是小事而已 这红色的价值三百多万的 兰博基尼 也让李璇有些熟悉感 记忆之中 一个美丽的女人 似乎也开着这样的车 曾经多次在她身边出现 不过这样的记忆 总是模糊的 虽然很多片段偶尔会响起 但是到现在为止 包括她自己的名字 都依然模糊不清 如同被印下了一道枫叶一样 怪异和让人无奈 冷汗因在认真地开着车 她白嫩的鼻尖上 还是渗出了点点汗水 这车我都有近两年没开了 当时限量版 现在还不过时呢 冷汗因笑道 李璇没有回答 而是仔细感受着 眉心淡淡地跳动的感觉 当乾坤笔消失在手中的时候 当时还是可以拿出来的 但是现在却已经无法拿出来了 而她的身体 从出门开始 就有种清凉夹杂着灼热的能量 从眉心流向身体百害 今天应该不会头疼了吧 一种莫名的想法 营绕心中 李璇看了看繁华的都市 和身边女人开的车 以及远处屡一额住的小区 并不好的条件 她忽然有些想赚钱的想法了 喂 怎么不说话呢 是不是觉得我很烦呢 冷汗因有些敏感地问道 原本她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她自己也并不喜欢多说话 只是有时候 心思放在了一个人身上之后 总会有种自己不够好 自己会让她觉得 讨厌厌烦的想法 然后就会觉得有些不是滋味 这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态 没有啊 这是忽然觉得是该赚钱了 你是个好女人 李璇微笑着说道 你只会哄人开心 真的觉得我好的话 你会不理我吗 冷汗因撒娇着说道 李璇微微一笑 没有继续说话 我也没有多少想法 以后你寂寞的时候 我陪着你好不好 就让我当你的情人吧 冷汗因鼓起勇气地说道 这瞬间的决定 让她的心反而一下子通透了 你呀 别胡思乱想了 开车吧 李璇刮了一下她白嫩的鼻子 顺带抹去了 上面的那一丝汗字 冷汗因担心的感觉消失 尽管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是那一瞬间的温柔 让她觉得生活很美好 一瞬间 心中的感觉似乎充实了一样 而这样的感觉诞生之后 似乎她可以为这个人付出所有 这是一种歇斯底里 飞蛾扑火一般的感觉 医院里 李璇和冷汗因走进许晴病房的时候 李月娥正为着许晴吃东西 而汪漫春依然一在一旁坐着守着 她身边没有一份快餐 已经没有冒热气了 显然她还没有开始吃饭 怎么 不好吃 李璇扫了她一眼 汪春瑶吓得一跳 当即将快餐拿了起来 连连狼吞虎咽起来 怎么会不好吃呢 饿了什么都好吃 再说 现在的快餐卖价还是很高的 她只是在等着许晴吃完之后 扶着她上厕所 然后等她睡着了 再准备吃而已 好吃好吃 汪春瑶一边吃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阿玄啊 你别为难小姑娘了 她挺好的 不像是那些没良心的富二代 你别怪她 李月娥的话 又让汪春瑶有些惭愧不已 我和我爸说了 她一会儿来的 她那人傲气惯了 你等会儿别生气 我负责和她好说 嗯 她来了就好 不经过她 只怕是她也会知道 到时候 还以为你受了很大的委屈呢 李璇随口说道 对于那个什么汪洋 李璇确实没怎么在意 论实力 冷寒阴背后的冷烧华 还是要比汪洋这样的人 要强上几分的 虽然一个是商 一个是官 但是现在的官 多半都不敢得罪一些 商界大恶的 李璇也没有继续和汪春瑶说话 而是观看了许晴的伤势之后 顿时也就完全的放心了 虽然看起来有些恐怖 但是实际上 再过一个多星期 就算完全的恢复了 然后再多住一个月的院 就算是好了 哥 谢谢你 许晴看到李璇后 顿时再次的说道 哼 小晴 我是你哥 所以啊 你就别说这些话了 这样太生分了 李璇温和的笑道 嗯 是啊 你是我哥 以后我一定会听你的话的 再也不淘气了 许晴眼睛湿润的说道 李璇认真地点了点头 有时候一个少女的成长 就是那么简单 一个巨大的教训 往往可以让人瞬间走向成熟 不过走向成熟了 也就离单纯彻底的 史之交臂了 就像是童年消失的 在本白死亡的时候开始一样 成长是美好的 但是也是残酷的 它让人成熟 却剥夺了人们的童年和纯真 病房里很安静 不过片刻后 外面又热闹了起来 一群医生 跟随在一个肥胖的男人身后 这个男人身边 还有一些身高 不一的 面带恭敬之色的中年男女 那是 交通意外 这也是在所难眠的 毕竟现在车辆普及了 是啊 反正那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出了事算是长个教训 真不知道 这个年代的少年 怎么都那么脑残 又不是红灯就往外冲 说到这个 还是我教育界的失败啊 惭愧 等回去之后 这个就交给交通员 全面开个会议 到时候 要加强各大学校的 交通安全知识的学习 声音由远极近 陆续的到来 不过 在进入病房的刹那 见到冷寒音之后 为首的那个胖子 不由的微微一正 想到自己女儿的话 她脸上已经堆起了笑容 而她再次看到李璇的时候 则是微微颤抖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 不由苍白了几分 这个人 怎么和那个人那么相似呢 那个把皇家干翻的 那个将八级门杀得差不多的 那个和孙家 关系极为密切的人 和他是什么关系 这瞬间 汪洋已经淡定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李月娥的家庭 她早就查过 不过 对于那个曾经死亡了 却没有吊销户口的李璇 她是有些了解的 不过 这个取代的人 汪洋是不敢去触犯的 这个世界 虽然长相相似的 没有关系的人不少 但是同样的 长相相似 但是有关系的更多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如果真和那人有关系 十条命都不够的花的 再说了 这个男人一看那气质跟眼神 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那种感觉啊 完全都让他有种莫名的惧意 这样的人得罪不得 最重要的 就算是这个人的任何身份 都没有关系 光是那个冷家千金 那个被冷少华 视为生命一般的女儿 都不是什么好惹的存在 撞上这样的人 那么大大方方承认错误 赔礼道歉什么的 又算个什么呢 而且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 大肆宣传嘛 勇于承担错误 在媒体面前鞠躬道歉 再磨拔几拔眼泪 相信自己的官徒 还是会突飞猛进 再进一步的 打定主意后 汪洋瞬间变了 这一切不过是刹那间的心思 而刹那间转变成后 汪洋的态度也就亲热和蔼了起来 同样的 作为一个官员 他自然不是没脑子的 要真实做 那就会真心的去做 不会留下什么把柄 因此他是露出了真心诚意的微笑 一切没有如同汪春瑶想象的那样 闹出矛盾 而是在汪洋表示出了 绝对的歉意和愧疚 以及赔礼道歉之后 原本跟随的几个官员 也纷纷鼓励 纷纷表态 一方面 固然是冷寒音的面子 另一方面 是那些官员都不是傻子 在见到汪洋的态度后 这个老奸巨华的狐狸 能这样 必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 他们也自然纷纷小房 对方都不得罪 他们更是要哄好了再说 反正就这几句话 又不花钱 何乐而不为呢 这样一来 李月娥真是深受感动 原本对于欲协贪官 还是有厌言的 觉得汪家这样的官员 实在太不是东西了 这会儿却觉得 官场里的官员 其实大多都是好的 只是个别太黑心而已 所以说 老百姓都是好忽悠的 这一下 李月娥甚至觉得 汪洋是一个真正的好官了 事情在下午就公开了 接着就是 采访之中的道歉 以及双方的相互体谅 然后 汪洋的妻子代表公司 主动赔偿这次受害人 许晴三百万 私下里的一千万 是额外的赔偿 没有明面上说 接着就是 另外的一对母女 赔偿两百万 傍晚 事情快速地得到了协调 李月娥终究是太善良了 也没有要上诉的想法 所以 民事调节算是完毕 不过 纵然如此 汪春瑶依然主动认罪 准备 择日开庭候审 而这样的事件 反而在网上形成了 一股好官的平坦风潮 很多人都好评汪洋 认为这是一个 敢做敢当的官员 道歉门 也因此形成了新潮流的词语 不过 这相继很多 讽义词的门之后 唯一一个 褒义的门事件 这是后话 暂且不说 晚饭后 李萱拿着被汪春瑶 强行塞回来的 他的银行卡 双手插在裤兜里 身边 冷寒阴的身影 被拉得很长 秋风中 他的身影似乎有些淡薄 李萱 我爸想你明天和他一起去他仓友那里逛逛 你去吗 冷寒阴问道 嗯 去吧 李萱微笑着说道 你真惦记上那个李盈盈吗 他很高傲的 云芳和马天涵对他那么好 他都总说男人没有用 没有能力 你肯定会受不了的 冷寒阴担心地说道 却是开始说他别人的坏话来 虽然说 这就是那李盈盈的个性 但是李玄文言 也不由笑了起来 冷寒阴此刻 就像是被怕别人抢走他的堂一样 虽说那天晚上的动作和手段 让他明白 眼前这个男人并不单纯 或许恢复记忆之后 还会有他自己的归属 但是没有恢复记忆之前 能在一起多一点时间 他都愿意 这样自欺欺人地活着 其实也只是一个 吃傻女人的爱情和追求而已 和他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想知道 我为什么会再精通鼓玩而已 再说了 我有感觉 似乎他应该对我有印象 你别吃醋了 现在我不是在你身边吗 李玄温和地抚摸了一下 他柔顺的长发 对不起 冷汉音惭愧地说道 没什么对不起的 爱情没有谁对谁错 走吧 陪我去新世界 给小青她买喜欢她的东西 然后我带你去赌场 我准备赢一笔钱 给李婶买栋别墅 李玄目光自信 而坚定地说道 赌场 你别说你又是赌神 这样我会崩溃的 冷汉音看了看李玄的模样 不由表情再次变得精彩了 其类 土神 我当然不是了 李玄笑道 那还好 我差点又被你打击了 冷汉音松了口气 说实话 土神在我眼中啊 充其量就是个提携的 我虽然对于赌数不是太精通 但是排个全世界前几名 还是没啥难度的 李玄黑黑笑道 你 你没开玩笑吗 冷汉音不由翻了个白眼 确实是开玩笑 见冷汉音果然如此的表情 李玄又接着说道 这还是比较谦虚的说法 其实赌博对于我而言啊 确实没有任何难度啊 好啊 你逗我玩呢 冷汉音娇称道 走吧 买东西 好 其实苹果的系统不熟悉的话 开始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小群只怕是会不习惯啊 冷汉音看着李玄 选好的苹果笔记本 想了想说道 不熟悉 突应一段时间就好了 这东西随便折腾 也没多大关系啊 李玄笑着说道 将价值三万多的笔记本 拿好之后 李玄又给冷汉音 买了一些饰品之类的东西 虽然价值不高 但也让冷汉音觉得非常的开心 而冷汉音也拉着李玄 帮她买了两套阿玛尼的服装 对于这个牌子 李玄原本就没有在意的 只是忽然觉得有些熟悉感 这才没有拒绝冷汉音的好意 等从十一间出来之后 无论是那瘦衣服的服务员 还是冷汉音 都有种震惊的感觉 虽然说李玄本身的身材和容貌 都已经很出色了 但是换上崭新的休闲装之后 李玄的自然外露的气质 还是彻底的震惊了 萧瘦小姐和冷汉音 小姐 你的男朋友真的太出色了 你真幸福哦 萧瘦小姐目光迷恋 而真诚地说道 谢谢 你也会遇到很出色的男人的 冷汉音笑着回答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281集 而李玄则是被周围 数双火热的眼睛 目光盯得有些不自在了 毕竟她是个男人 又不是个女人 面对这么多充满火热 和欲望的目光 她自然有些汗颜 不过李玄也知道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 衣服等改变的原因 而是因为 当穿上这样的衣服之后 莫名的似乎 有种不同的气质 自然地流露了出来 就像是 忽然间回到了 曾经的某个时间段一样 这样的感觉 因为强烈 所以才有一种 别样的气质 流露了出来 而正是这样 李玄也才知道 她自己以前 肯定是有穿过 这样牌子的衣服的 而且穿这样的衣服 还是当成普通衣服 来穿的 李玄 没想到你 换上一套衣服之后 完全像是 变了一个人一样 真是太让人惊讶了 冷汉音有些 花痴地说道 这个犀利的女人 此刻 完全是变得 有些小女人了 至少 跟随在李玄身边的时候 她都有些 失去自我了 你有什么时候 没有惊讶的吗 所以啊 你要习惯 要淡定 李玄笑着 将身上脱下来的衣服 随手递给了营业员 说道 包起来吧 好的 先生 小姐 你们稍等 离开新世界百货的时候 兰波基尼的后座里 到处都是东西 虽然说 也没有买什么 但是 也花了十多万呢 真去赌场吗 嗯 那我得问一下 这边的赌场 我还不知道呢 冷汉音也没有拒绝 而是在询问了之后 便拿起了手机 开始 找着上面的熟人 片刻后 冷汉音 拨通了其中一个人的号 说道 杨威 你对于我们这边的赌场 熟悉吗 赌场肯定是熟悉的 我那边还有熟人呢 冷汉音啊 你现在问这个有事吗 手机那边 男人的声音 充满了关心 和一种别样的情绪 嗯 我朋友打算去试试 只是不知道赌场在哪 冷汉音直接说道 哦 既然是你开口啊 那么好人做到底 你们在哪啊 我来接你们 那男人热情地说道 我开着车呢 我们在东华市场见面吧 冷汉音看了看前面的广场 随即说道 你买车了呀 我都不知道呢 等会儿见吧 那边的男人微微一正 原本似乎有些炫耀之心的感觉 似乎更强了几分 冷汉音挂断电话之后 随即对李玄说道 是我的大学同学 等会儿带我们过去 他家里曾经做过赌场的生意 对这些很了解的 你叫上他 也是怕别人欺负我吧 你忘记了我的国书啊 可是不惧怕别人动手的 李玄笑着说道 赌场混乱 我是怕你一起用事 别让人出签了 冷汉音翻了个白眼 说道 一般大赌场做专的 出签倒是有可能 但是混乱却不会 毕竟赌场是大生意 越是大 反而越是正规 条件设施等啊 都是非常好的 李玄笑着说道 这些东西 他是没法和冷汉音细说的 冷汉音也不了解 希望如此吧 等会儿杨薇来了 我就说你是我的男朋友了呀 这个人也挺缠人的 曾经追过的 这次是没法再叫他的 冷汉音难为情地说道 理解 毕竟啊 你也是大美女一位 有些粉丝是正常的 李玄笑着 当兰伯基尼出现在 东华市场门口的 大广场的时候 远处一辆深黑色的豪华大奔 同时开了过来 这个时候 冷汉音的手机响了起来 嘿 我到东华市场的广场了 嗯 在一辆黑色的奔驰里 你在哪啊 冷汉音的手机里 那个男人的声音并不是很大 但却是带着一股 显摆的意味在内 以李玄的能力 自然不予不屑于去偷听 只是他的听觉 太过于敏锐 这些话 也是以字不漏地 落入他的耳中 我看到你了 我们在你旁边 不远的兰伯基尼车里 你带路吧 冷汉音倒是 也没有客气地回答道 哦 看到了 冷汉音啊 没有想到你成大款了呀 真是厉害 男人的声音里 带着惊喜和惊讶 一般吧 冷汉音随口招呼道 前面的大门开了起来 两人也就没有再多说 而是专心地开车起来 两辆车 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跟着 四方娱乐会所 杨娱将车停在 娱乐会所的地下室之后 看着从红色的 兰伯基尼车里 走出来的冷汗音 和一个俊逸的男人 脸上的肌肉 微微抽出了两下 对方说的朋友 杨娱原本以为 是一个女人 没想到啊 竟然是一个 身穿地摊货的男人 这个男人 竟然穿着几十块的地摊货 大模大样地坐着 细致经典的兰伯基尼 这真是有种啊 让他牛角牡丹 粉琴煮贺一般的感觉 不过 这对于杨娱而言 不利于是一个表现的机会 只要让对方认识到 两个人之间的差距 让对方觉得 这个男人太糟糕 自己也就有了机会了 杨娱想着 以他此刻的条件 想要找冷寒音这样的女人 应该也不难了 虽然说 曾经那些女人 还是比较单纯的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 很多人都是讲究现实的 有房有车 其他的 那就好说了 冷寒音啊 好久不见 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杨娱自认为 很是阳光地笑了笑 然后很有气势地走了过去 哈哈 杨娱 漂亮的话 也要有人放在心里才是啊 这么晚打扰你 不好意思了 冷寒音说着 还给了李璇一个白眼 显然呢 他这话之中 有称怒之意 还是落在了李璇的身上 哦 这位就是你的朋友吗 嘿 杨光帅气啊 冷寒音啊 你眼光还是不错呀 杨娱虚伪地说着 同时心中更是有些不愤懒 他自认为 论长相什么的 都不比眼前这个人差 而家庭条件更是没得说 但是冷寒音这样的人 却是选择了眼前这样的人 而忽视了他 杨娱心中自然会不平衡 他呀 就是个木头 什么眼光好 哼 便宜他了 冷寒音幸福地笑着 说出来的话 却有些刻薄 当然 这其中的情谊 傻子都可以听得出来 哈哈 这位兄弟 在哪里高就啊 杨娱在冷寒音那里 被打击了一下 当下 拿出九五至尊的香烟地了过来 哼 忽业游民 暂时啊 也没想过去做什么事 李玄笑着拒绝了杨娱的烟 他还没有接别人烟的习惯 哦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我在东风影视承当经理 给你安排一份职业 还是简单的 杨娱很有感觉地说道 那种地方 也就马马虎虎吧 娱乐圈那种地方 会一般都很比试的 李玄觉得和这样的人没啥好说的 也就随口说了一句 杨娱的脸色顿时有些不好看了起来 不过看在冷寒音的面子上 他只是表情僵硬地笑了笑 没有回话 这边是洗浴按摩中心 这边下去是赌场 这边是网吧和游戏厅 里面也有赌机 杨娱介绍了一下 这里是一个大型的娱乐中心 娱乐方面自然不止这些 而这里的网吧和游戏厅 可不是一般的网吧和游戏厅 而是专门的独立包间 另带色情服务的 而且还有单独的陪衬 比如说一个男人来上网 娱乐的话 有专程的美女 从头陪玩到底 当然了 这些杨娱是不会去介绍的 对方只想赌博 那么带他进赌场就好了 这样的人要是疏红了眼了 到时候自己给他个大方 借他百来万 然后他再输掉 那才有得看呢 杨娱心中想着 同时带着李璇二人 朝着赌场走去 杨娱 你对于这里挺熟悉吗 没有想到这里还有网吧 冷汉音饶有兴趣地说道 也就一般吧 一般娱乐行业 多半也都是这样差不多了 我对于这里 也仅限于了解而已 杨娱刚说完 一个穿着暴露的女子 扭着屁股走了过来 她手上还夹着一根烟 杨总 你来了呀 还是找小丽吗 你都三天没来 小丽可只想疯了呢 这个身材火爆的 暴露女人 当即缠了过来说道 不过 随后见莲威的脸色 忽然有些难看 再看到杨威身后 有个清纯冷峻的女人 还有个俊逸的男子 跟随着 顿时心中已经明白 坏事了 当下改口说道 先生 非常抱歉 喝多酒认错人了 没关系 我们出来乍到 打算赌上一把 喷喷运去 杨威微笑着说道 哦 那先生 祝你们玩得愉快 身材火爆的女子 扭着屁股走了 而冷寒阴的目光 则是多扫了 那女人的暴露良言 忍不住 有些嘀咕 这么大 有什么好羡慕的 里面是硅胶 李玄倒是也没有在意 随口说了出来 这话一出 走在前面正儿八经的杨威 差点一下子闪了腰来 她脸上的肌肉 抽出了两下 然后对于这样极品的人 真是有种感慨了 因为这人说话 似乎太直了呀 而且从不在乎 别人怎么看 这也未免太 太木讷了吧 这样的男人 冷寒阴怎么会看上呢 老天不公啊 你 看样子 你对这个很有研究吗 冷寒阴则是 又想到了另外的角度 我闻得到硅胶的味道 李玄随意地说到 冷寒阴只能恶然无语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小姐 刷十万的筹码就可以了 李玄丢过一张银行卡 拿了五个一万 和一个五万的筹码 接着 在冷寒阴的陪同下 以及杨威的介绍之中 李玄走到了 俄罗斯的轮盘前 这个是俄罗斯轮盘 我知道 这个没规律 而且很容易打输 玩这个 还不如玩百家乐呢 我就先玩这个 李玄兄弟啊 你好个性啊 兄弟我佩服 杨威溃败了 这个人太死心眼了 俄罗斯轮盘 第一局 一万筹码 在李玄的目光主视之中 输掉了 第二局 同样输掉了 这个时候 冷寒阴对于李玄 自命赌神 已经开始怀疑了 第三局 李玄依然压了一万 然后压了三十倍 这一局 因为他下了三十倍 看得人多了一圈 而轮盘停下来的时候 指针刚好停在了指定的位置 因此 李玄一下子赢了三十万 李玄啊 你运气真好 第四局 李玄将三十万 一下子压在了四倍上 轮盘停止 指针再次的 在指定的位置上 停了下来 三十万 一下子 一下子成了一百二十万 杨威脸上的表情 顿时精彩了起来 第五局 李玄看着轮盘 微微沉吟 然后压在了九十倍上 这一下 除了这里的核官之外的人 一大堆的赌徒 都围拢了过来 不仅如此 远处的几个巡逻的人 脸上也出汗了 一百二十万 九十倍 如果输了 那就是一千零八十万了 一个赌场 虽然营利很庞大 但是一下子输掉一千多万 他们这些巡逻的 以及这些核官的饭碗 将受到考验 在众人期待 疯狂和眼红的目光之中 轮盘落在了李玄 选定的背数之外 一时间 大厅里忽然安静的 真落地都可以听得清楚 随后 这个大厅 忽然爆炸一般的 热闹了起来 一千多万啊 赢了一千多万 我靠运气啊 李玄兄弟 咱们收手走吧 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杨威脸色白了 虽然他确实很了不起 但是这地方这么赢钱 那完全是砸场子的行为啊 这样的做法 实在是 杨威这会儿 已经开始后悔了 自己为什么要跟着跑过来呢 在外面或者是只给他们看 不就足够了吗 真是吃了猪油 蒙了心呐 一会儿真热荡起来 最少是一顿毒打 是跑不了了 冷寒音这一刻 倒是没那么多的想法 他只觉得 似乎和李玄的距离 再远了几分一样 这个人越是优秀 越是厉害 他就越觉得前途渺茫 干嘛要离开啊 要再买一栋别墅 还得几千万 不多 赢个五千万就行啊 李玄笑了笑 看着俄罗斯轮盘 当下又将筹码 全部压在了六倍上 这一下只有七八个赌徒 跟着下来 而其他的都选择观望 而跟着下的呢 也不过是几万的筹码而已 最多的也没有超过十万 毕竟谁知道 这是不是在做圈套呢 下一刻 轮盘静止的时候 李玄再次压重了 这会儿 赌场里已经有一群人走过来 其中一个中年人 面色镇定地说道 小兄弟 这边请吧 行 李玄看了那中年人一眼 也没有在意 在赌场 应多了钱 就算是再正规的赌场 也是会有些问题的 而且有后台的自然没事 但是没有后台的话 情况就会另外一回事了 要么就是为赌场办事 要么就是拿一部分钱 以后总不要来这个赌场赌博了 至于打人谋杀之类的 金额不大的话 是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 此刻 杨威和冷寒音 原本是要跟随着一起的 却是被另外一群人拦截了下来 你们想干什么 冷寒音语气有些不善地说道 冷小姐 杨先生 你们放心 两位是大人物 我们这里也有比较顶级的娱乐会所 自然不会做得罪人的事情 两位请放心 那群人里一位年轻的男子 认真地说道 你们最好记住你们的话 要是他有什么危险 可别怪我不讲人情了 冷寒音语气也同样地不善了其类 冷家 其实除了他父亲之外 最有本事的还算他的爷爷一辈 只是因为他父亲和他的爷爷关系不是很好 这才很少联系 但是对外的话则不同了 而且他的爷爷对他也是非常的好的 如果真是闹起来 他自然也不会顾忌什么的 而且如果闹出去 这赌场只怕也只能关门了 如果一个赌场输不起的话 这会是一个严重的后果 韩音啊 别担心 不会有事的 李璇回头 给了冷寒音一个微笑 四方娱乐会所五楼 事务总处 丁元吊着烟 来回看了几次 俄罗斯轮盘的监控视频 没有发现任何出签的地方 虽然说轮盘无法出签 但是真正的划进强者 还是可以造成一定的干扰的 那位李璇 从监控里可以看到 轮盘运转正常 没有被任何影响的迹象 但是他确实是一位内进的强者 丁元沉声的说道 不错呀 其内进程度 我也是望尘莫及 如果这样看来 这人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 不过江湖上 暂时还没有这样强大的年轻一辈吧 丁陈陈陈元吊着 丁元吊着说道 嗯 其实这个人来赌博 我是在想 如果给他一大笔钱 让他加入戳脚门 戳脚门自从孙老头回来之后 改革的真不是人寿的 没有强达的三代弟子 我们的日子实在是难过呀 他一身内劲 还加入戳脚门 肯定有门派吧 这个也是不一定啊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他很像一个人呢 早发现了 不然他赢一部分钱 我也只会让人告诉他 以后别来而已 又不是输不起 不过这样输下去啊 真是输不起了 看他也不像是 喜欢逼人走绝路的人呢 老板 人已经带来了 门外一个声音平静的说道 嗯 进来吧 丁元想了想说道 也就不再和丁晨讨论这个问题了 满北推开了 接着 两个目无表情的中年人 带着李璇走了进来 看到李璇的第一眼 丁晨和丁元 几乎是同时跳起来了一般 两人脸上有着无法掩饰的 惊疑不定的表情 两人对视了一眼 揭露出了苦笑 眼神之中那种意味 更是极为的明确 监控里看相 但是眼前看来 更是神行兼备 这 这怕是不是那个人 也和那个人有关系了 而且 同样是一身 恐怖的内进实力 这会儿 任何心态和要求都没有了 丁元和丁晨 只能抱以微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八十二集 李轩兄弟啊 把你请到这里来 只希望你不要误会啊 丁元微笑着说道 李轩看了两人一眼 微微点头 目光自两人腰部 和下腿扫过之后 沉吟着说道 两位是戳脚门的弟子 正是啊 不过我们只是 外门弟子而已啊 丁晨苦笑道 戳脚门外门弟子 有这样的实力 那戳脚门 还真是不简单啊 李轩淡然道 我们是犯事了 被从武当解救 回来的太上长老 给惩罚了 不说这个了 李师兄 是这样的 根据赌场规定 赌室有一定排行的 不得擅自进入赌场赌博 更不得拿赌场 当提款机 我们不是输不起啊 但是 以李师兄你这样的能力 这样来几次 我们只怕要从外门弟子 再次被贬低到 外门杂役的程度了 丁晨苦笑道 我没赌数排行 不过你们也知道 只要计算能力强些 计算俄罗斯轮盘 也不难呢 李轩认真的说道 不难 那是对于李师兄你 这样的牛人而言 对于其他人 自然是难的 请李师兄来 只是想和李师兄说明一下 如果李师兄你缺钱 直接来找我们兄弟吧 另外 我们兄弟可以给李师兄 提供一张大额的银行卡 这个不必了 其实你们的想法我理解 放心啊 这次呢只是需要一笔钱 办点事 另外也是挖掘了一下自己的大脑 嗯 以后我不会进入你们赌场了 而且这次六千万 我只拿五千万就行了 李轩认真的说道 李师兄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你没有赌数排行的话 那我们输也只能认了 也没有规定你不可以赌 就是那个赌的时候啊 稍微小点 然后尽量别一口气的 完全压下去 这样赌两把 不然呢 一堆赌徒跟着 那我们实在没办法处理了 丁元无奈的说道 从一接触 以舞者的敏感 两人就知道 眼前这个人 绝对是一言不合 就动手杀人的人 这样的人太恐怖 太野蛮 也不可能以常理衡量之 所以两人准备以德服人了 放心 你们说的我也都可以理解 对于我而言 钱财不过是个数字 这次 我是算是欠你们一份人情吧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样 钱我就拿五千万 你们也不算用费什么心思了 该怎么做 我心中明白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我要走了 李璇平静地说道 好好 没事了 李师兄啊 请慢走 这是我们两兄弟的名片 李师兄 丁元和丁陈 恭敬地道 李璇点了点头 收下两人的名片 然后在两位中年人的带领下 离开了这里 气场很强啊 因为有强大的杀戮感 看样子杀了人不少啊 应该是刑医毒手的兄弟 不错 我也这么认为 太恐怖了 是啊 两兄弟都是妖孽 惹不起啊 只能躲了 他说欠我们一个人情 那且不是赚了 肯定赚了呀 你想想 他这个年纪 内进强者 而且还比我们内进强打得多 那肯定赚了 金钱是啥呀 那就是粪土 当筹码兑换了五千万之后 这笔钱直接打在了账户上 李璇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平静 而旁边 杨威和冷寒音 见两位中年人 一脸恭敬的样子 也只能无语的同时 佩服李璇的胆色和能力 先生 欢迎下次再来 兑换筹码的女性 习惯性地说道 而这话说出来 旁边的那个轮盘的盒棺 顿时脸色再次地苍白了 有时间再过来转转吧 李璇笑着说道 她的话 让那盒棺直接晕了 李璇 五千万呢 我都觉得像是在做梦似的 冷寒音有些激动地 拉着李璇的胳膊 五千万 李璇兄弟 真有本事啊 杨威感叹的 不仅仅是李璇 能够赚到五千万 而是他还能将这钱 安全地带出来 这就不是一般的本事了 不过是认识里面的人而已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李璇微笑着解释了一下 这里面的人 能认识人 也是一种能力啊 看来我是搬门弄俯了 杨威苦笑着说了一句 话语有些自嘲 她虽然喜欢冷寒音 但是她却是不白痴 李璇有没有本事 只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就可以完全地看出来 所以知道事情 不可为继续去得罪人 这样的事情 杨威还没有那么傻 所以知道没有希望 之后杨威也就只能借机 和李璇打好关系 而没有再排挤 挤兑之心了 李璇文言 不知可否地笑了笑 李璇 现在足够给李婶 买别墅了吧 要不就把我家旁边的那栋 闲置的别墅 买下来怎么样 听说那是一位 官员的情妇的房子 和她商量一下 然后给现金 她会买的 冷汉音提一道 嗯 你家那一带的别墅 确实不错 不过这个 还是得先问一下 李璇点了点头说道 那现在去看看怎么样 也才七点多 办完事 我们还可以回医院 看看小情 反正也不远 开车就几分钟的事情 冷汉音小道 嗯 行 李璇点了点头 你们的事情办完了 我也就不多打扰了 晚上还要去和同事们 一起吃饭 唱卡拉OK呢 等有时间呢 我请你们两位吃个饭 杨威笑着说道 有时间我请吧 今天辛苦你了 冷汉音客气道 别客气了 嗯 那改天聊 那改天聊吧 每个人都有喜欢别人 靠着座位 靠着座位 李璇闭着眼睛 感受着身体的情况 前面的堵车 让原本几分钟的路程 已经延时了近二十分钟 而车只能停在路上 等待着前面的车开动后 让出位置来 冷汉音同样的靠在座椅上 看着前方 是在想着属于他的心事 车子里 播放的并不是MP3 而是调频的音乐电台 一种专门播放音乐的音乐频道 接下来你要收听到的是 是来自著名女歌手 阿桑的叶子 虽然阿桑离开了我们 但是她的歌声 却永远地吟唱在我们心中 这首歌 也是来自于一位 手机尾号是8530的朋友点的 准备送给一个 叫做张无峰的朋友 他说 虽然你从来都不会听收音机 也从来不会去思考 今时今日他在做什么 但是他却是每天都会送出 这样一句话 当作是对自我的救赎 现在我们把这首叶子 送给这位叫做张无峰的朋友 也祝福你 幸福美满 李璇听着音乐频道里 不时有人送出祝福 心中倒是很平静 而直到这个歌曲和祝福来临的时候 他也没有任何的想法 只是他觉得这首歌 似乎有些别的东西 在心中荡漾 这个歌还在唱啊 几乎每次都可以听到这个歌 上一次 还是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呢 不过这个女人真傻 每天天送祝福 还真是 有什么 干嘛不自己去争取呢 冷汗音随口说道 可能是错过了也不一定吧 人生就是这样 很多东西错过了 就无法挽回了 李璇想了想说道 你怎么知道是他错过了 而不是那个张无峰 抛弃了他喜欢上别人了呢 冷汗音问道 感觉吧 你们男人总是喜欢把女人往坏了想 你们女人也总是喜欢把男人往坏了想啊 一曲叶子 让李璇的眉心微微有些疼痛感 但是今天到这个时间段 原本十八个小时左右就会发作的痛苦 暂时还没有发作 而身体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清凉的能量营绕 这个能量和乾坤壁里面的部分能量 非常的相似 乾坤壁拿不出来 应该是内部的能量 正在被我的身体缓缓吸收 或许体内的恢复 要比我想象的要快啊 等晚上再给自己施针 这样恢复的速度会逐渐的快起来 我也可以早些寻找到自己的过去啊 李璇心中沉吟着 靠着椅子不由眯起了双眼 和冷汉音只是说了几句 前面的车流就逐渐地松动了 他也就没有多说 开始专心地开车 而李璇则是默默地听着叶子 眯着眼 逐渐地沉睡了过去 姐夫公司的大牢马虎不得 这建材方面的资源 我和江浙那边的一些商家说好了 杨小兰啊 你就去那边一趟吧 这次大概得七八天 到时候 你在那边处理好了再回来 想到孙荣荣八天前的话 杨小兰不由微微一笑 能帮她做些事 此刻她已经满足了 不过看到她和别的美丽的女子在一起 杨小兰心中的那种羡慕 还是难以言述的 不过对于张无峰的了解让她明白 因为一份背叛 对方就算是原谅 再也没有可能接纳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超级优化 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 她的思想不由的 又回到了从前的那些日子 曾经一起旅游的时候 那时候的她还很单纯 省着一分钱一毛钱 可以多为对方购买一点东西 看到对方多吃一口饭菜 都是一种幸福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逐渐的变化 不知不觉的缓缓的变化 等到发现的时候 已经偏离了很远 自从失忆之后 每一次催眠 就会有无止境的梦境 刚睡过去一会儿 下一刻 吕璇就发现 她站在一个很特殊的空间之中 这个空间并不是很大 有八米的长宽高大小 就像是一个大厚的房间一样 只是房间的顶部 有一颗碧绿色的钻石 钻石散发着绿油油的光芒 将整个空间照得很是亮堂 菠菜绿一般的喜人的绿色 绿色的钻石旁边 有三层淡淡的光运 光运闪烁着 似乎一点也不稳定 而透过这些光环 吕璇又发现 这个绿色的钻石上 有一个黑色的黑点 黑点就像是一滴硫酸一样 似乎不时地 腐蚀着这个绿色的钻石 不过 黑点腐蚀着钻石 钻石又不断地抽取着 旁边的一道黄色的巨龙的能量 修复着这道腐蚀的缺口 同时 一道道黄色的云雾 又从一枚钱笔之中渗透出来 进入那黄金色的巨龙身体之中 而那黑色的硫酸 腐蚀绿色晶体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道黑色的雾气 黑色的雾气 又迅速地被一些特殊的 不知名的能量吞噬 形成一丝淡淡的金色能量 能量又会进入 那金色的骨壁之中 这样就完成一个循环 而循环的结果就是 那个硫酸的祸口越来越小 而绿色的钻石越来越明亮 对于这个现象 李玄没有最后在意 他的意识游荡着 在这个空间 他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 这个空间之中 有着一些古怪的东西 比如说 有些大大小小的 非常值钱的顶级玉石 那些什么祖母绿 帝王绿 与之相比 那完全就是垃圾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这里还有着一把 古老的梨花木二胡 还有一个巨大的货架 货架里有钢珠啊 手枪啊 M4卡宾枪啊 之类的东西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一台电脑 电脑桌上 还有一台高配置的笔记本 李玄的意识很震惊 这里到底是哪里 但是那梦境一般的感觉 告诉他 这里或许是梦境之中 但是梦境之中 这么高质量的像素 让李玄自己 都有些震撼 下意识地飘到了 这个空间的电脑之处 李玄尝试着 按下了圆钮开机键 笔记本竟然很奇怪地 打开了 李玄微微一正 有些奇怪地等待着 这个电脑被打开 二十三秒之后 电脑启动到了桌面 李玄感知着 这个电脑文档 其中一个很显眼的名字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看到这个 李玄下意识地 打开了这个文档 然后进一树其中 下意识地 观看着里面的内容 不过只看了片刻 一种莫名的东西 似乎要苏醒一般 整个空间 竟然闪烁了起来 就像是 要发生地震一样 李玄赶紧控制 他自己不晃悠 然后关掉了文档 这个时候 颤抖的感觉 又逐渐地平静了下来 李玄感受着桌面 其中一个感悟片 让李玄一下子来了兴趣 他几乎是完全没有 任何的考虑 就要打开这个感悟片 因为在这一刻 李玄分明忽然间就联想到了一点 那就是 这一篇感悟文档 似乎完全记录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 将是他发现自己过去的重要的凭证 正是由这样的想法 李玄的心情激动了起来 虽然说 他的身体似乎并不存在于这个空间 但是 他却没有半点不舒适的感觉 似乎这个空间 他的想法就可以成为一个身体一样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 但是这种感觉 李玄却没有太重视 他重视的 只是一份资料 几乎是瞬间 李玄的意识想象着 然后打开了这个文档 而文档里面 有着很多的单独的文档 其中一眼看过去 密密麻麻的 至少有着百多份的文档 这个结果 并没有出乎李玄的意料 因为他有感觉 会是这个情况 这些密密麻麻的文档 全部都排列在了一起 从名称就可以大概地 看出来一些内容来 这些内容 一眼看过去 似乎都能吸引人心 都让李玄有些不知道取舍 不知从什么地方开看起来 天眼修炼之法 天眼简化偏感悟 修炼心得之一 密传真功 画脱五行针 五行针灸暗杀术 一心二用 吞噬之我剑 这些文档的名称 李玄一下扫过 当他的意识停留在 一心二用的文档上的时候 几乎没有控制的 他打开了这个文档 自从发生阿强的事情之后 我就隐隐觉得 似乎有种人格分裂的感觉 当时的我已经不是我了 甚至有种 如果我不是我 我将会是谁 谁又会是我的感觉 总之 这样的感觉相当的糟糕 不过 挣扎出来之后 我才发现 一心二用的本事 开始出现了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本事还很普通 但是当我思想沉浸在 眉心之中 然后进入空间 观想宇宙为无色 为空的时候 有时候就好像可以 造成两种性格的转换一样 所以平时 我可以说一些色情的笑话 可以表现得很猥琐 其实骨子里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 很小气的男人 不过 有些时候 总是自己认为了解 而别人呢 又会是另一种看法 但 正感受到这里的时候 李轩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然后原本观看的意识 忽然间就消散了 黑暗的空间忽然消散 同时 李轩微微一震 接着 睁开了眼 你啊 睡得真香 连打呼噜都打那么大声 中间还差点憋着 打了个呼噜 老响了 冷寒音有些哭笑不得的话语 让李轩微微有些错愕 打呼噜 自己 确定没错 你确定我刚才睡着了 还打了呼噜 李轩一脸不可思议的模样 可不是 你还别不承认 算了 等一下 你再到我身边睡 我把你的呼噜记下来 你就会相信了 冷寒音说着 欲气微微有些暗淡 很多人喜欢一夜情 大概就在于 没有负担和责任 原本只是一次放纵 但是 此刻两人交织在一起 这又算是什么呢 其实放纵他自己的时候 冷寒音都从来没有考虑过 感情和责任 那不过是一种欲望和沉沦而已 这一方面 双方心底都明白 而一个可以放纵 可以玩一夜情的女人 即便是曾经的东西 被那个男人占有了 那么有些感情 却依然不是有勇气和资格 去争取的 这就是冷寒音自己的想法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八十三集 打呼噜 那就打呼噜呗 刚才在梦中呢 似乎想到了点事情 可惜醒了呀 李玄想到之前的情况 心中很是惋惜 那种状态 是他唯一没有头疼 但是涉及到了 他自己记忆的部分 确实呢 被打断了 看样子啊 这个机会 是再难把握了 这不是不自信 而也是源自于一种感觉 啊 打断了记忆 冷寒音 一时间有些发症 因为他没有想到 会是这个情况 其实之前 车忽然停下的时候 因为刹车有些急 车子还是 有些惯性前冲的 那个时候 就有一股不小的波动 这样的波动 一般就算是睡熟了 也会醒来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 李璇没有醒 原本他以为 李璇是故意装的 但是此刻看来 应该是真打扰到了他了 没关系的 这可能也是时机不到吧 反正我估计也快了 不过 既然也快恢复记忆了 那么那些东西 和以前的那些 难以想起的事情 我暂时啊 就不想去想了 李璇微笑着说道 见冷寒因这样的态度 李璇多少有些 联系之情 这个女人 关键是刚刚失恋 对于她呢 也不过是 因为有一次 肉体上的交流 从而产生了 她自己都不知道的 依赖而已 其实啊 如果她放开了 之前失恋的那段感情 她本身 也不会显得这样 多愁善感 这样忧郁 刚才 主要是我也去想事了 而且进这个小区 有个减速的 我也没有注意 等注意到的时候 车已经震荡了起来 我又以为你醒了 真对不起 说了没关系了 走 下车吧 李璇微笑着 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以示安慰 冷寒音 脚躯微微一阵 随即露出了笑容 就知道你对我好 嗨 这样就对你好 要是你讨厌的人呢 只怕你都会厌恶的 擦一下自己的肩膀了吧 李璇心中想到 不过这样的话 聪明人都不会说出来的 你做梦 梦到了什么了 要不要 本美女帮你参想一下呀 冷寒音果然是情绪变化 比凡书快 这会儿便从忧郁的少女 变成了可爱的类型的 然后还带着一点 嗯 淘气 呃 这个不好说 说了你也不会懂的 你是梦到了很和谐的场面吗 有没有啊 啊 你的思想跳跃性啊 真的很好 很强大 我不过是梦见一个很特殊的 很大的房间 房间里有个碧绿的钻石在发光 房间里有一台笔记本 然后我打开了笔记本 里面寄宿着一些东西 你做梦能梦见打开电脑 还在电脑里看见东西 冷寒音如同看着怪人一样的说道 对啊 就是这样 在其中一个文档里 我看到了很多 有关我过去的记录 而我当时 在看其中的一个记录 李璇本能的没有撒谎的说道 似乎 谎言对于他而言 就像是剧毒一样 让他觉得厌恶 李璇 我无话可说了 因为你这样的梦 质量真是太好了 梦境里面的东西 你不觉得都没有什么色彩吗 就算是有色彩 那色彩一定是让人非常震惊的颜色 或者是让人记忆非常深刻的 从小到大 我做了很多的梦 但是梦境里 连其他人 或者是我自己穿什么衣服都记不清楚 那梦境 几乎都是一些缥缈的片段 但是你的梦境 你能看见颜色 笔记本 还能打开笔记本 看见笔记本里面记录的东西 这实在太让人惊讶了 冷寒英感慨着说道 可能是我的记忆力 很好的原因吧 李璇想了想说道 对 还可能就是你曾经经常使用那样的电脑 然后记足下了那些东西 这样这些东西 才可以以真实的影像 还原到你的大脑之中 然后形成梦境 冷寒英分析道 我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 不过要说这个呀 可能涉及到双重性格问题 其中很多我还没来得及看 但是其中一篇双重性格的感悟片心得天 却是看了一部分 其中有说我能一心二用 但是现在我似乎错不到了 李璇认真的说道 冷寒英怪异的看了李璇一眼 然后沉隐了起来 因为这个情况 他也是第一次遇见 毕竟这个情况 还是有些特殊的 而且如果真是双重性格 此刻这种性格是本身的性格呢 还是另外一面呢 双重性格 让冷寒英想到大话西游里面的紫霞 想到了电影之中的双重人格 一时间呢 又有些乱七八糟的担心 双重人格 是两个个性吗 冷寒英问道 算不上吧 李璇笑着说道 其实说到这个 他忽然想起了里面感悟之中的一句话 将思想集中在眉心 李璇有种尝试一下的冲动 因此也就当场的这样做了 思想瞬间集中到眉心 顿时 一股莫名的灼热感 传递而来 李璇只觉得 道眉心忽然有些刺痛感 接着 他的心微微已空 顿时整个人 有些莫名的颤抖了一下 他摇了摇头 活动了一下头部 竟是产生了一种 物是人非的感觉 李璇 你还好吧 冷寒英看了看 李璇询问道 没事 真没事 李璇随口说道 随即露出一个明朗的笑容 晚上我妈在家 冷寒英看着 不远处的别墅里的灯光 不由 有些别扭地说道 别别扭了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 李璇笑道 你真是 说真的 你听吧 李璇笑眯眯地说道 冷寒英朝着远处看去 果然 在二楼的阳台上 一个妇女 正看着她在说些什么呢 冷家别墅 既然你是代表了天风集团来的 本来 我是不谈工作的 不过天风集团这个面子 我肯定是要给的 冷寒华看着眼前坐着的女子 微笑着说道 原本说了 今天不接见任何客人的 但是她没有想到 这个女子 竟然找到了她的别墅 亲自拜访 对于这样专注于事业 事业心和责任心很强的人 冷少华还是很有好感的 而且 行义门等江湖门派支持天风集团 也是冷少华得罪不齐的 除了一些武林门派 背地里支持之外 还有孙家的支持 让天风集团的建设 达到了有史以来最恐怖的速度 一个多月的时间 天风集团的大厦 已经建起了超过二十层了 而且还是那种 预防地震模式的 强力高质量大厦 所以 对于这样的人 开始她还没有知道 对方的底细 因此才可以避而不见 但是对方找上了门 那她也只能客气地迎接了 然后就是 一些道歉的话之类的 冷总 这次呢 我住的酒店离这里也不远 冒昧地打扰 还希望冷总多多见谅 但是天风集团的发展 断然不能因为我 而中断进程 所以这一批 品质高的钢材 和稀有金属 还希望冷总 多多放在心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对面那个女子 目光平静 侃侃而谈 表面上是侃求 但是却不卑不亢 语气等 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杨小姐啊 这件事你放心 天风集团是大财团主资 这一点我也明白 之所以今天没有和你 见面谈生意 主要是因为我女儿 和我和好入处了 而且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女儿难得陪我一次 我自然会放下公事 而且呀 我也没有想到 天风集团会这么突然的 要求这么急 也没有想到 天风集团派人来谈合同 这一点确实使我疏忽 我向你道歉 你说的事情 我会尽快给你答复的 你放心 和天风集团的合作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在质量等方面 你们也完全不用担心 毕竟我朗家 也不是没有长远目光的 冷少华微笑着说道 那多谢冷总了 今天是冷总的生日 满辈冒昧前来 仓促之间也没有准备什么礼物 这一枚翡翠八卦 算是一费微薄的贺礼了 不成敬意 还望冷叔叔笑呢 杨姓的女子 微笑着 很是得体地说道 接着 她将手中的雕像 奉送了过去 而在这个时候 一道微风吹过 一缕黑色的栗子 悄然间飞散消散 丽莎灵儿 看着出现这里的这个女人 微微有些叹息 有些事情 总是没有办法躲避 只不过 有些事情 能掩盖一时 就是一时吧 丽莎灵儿 轻轻挥手 顿时一缕黑色的光运 向着阳性女子身体 渗透而去 但是那黑光 接近这个女子的时候 竟是被自动地反弹了 开泪 这是乾坤石 也罢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暂时地 让她确定自己的身份了 丽莎灵儿扫了扫 远处走来的李璇等人一眼 接着微微挥手 顿时 远处的李璇 和冷寒音微微一正 随即再次地恢复了释然 不过 两人的变化 似乎在刹那间产生了 一种强烈的催眠 忽然间封锁了 掉入垃圾坑的那一段过往的记忆 同时 李璇接受了 她是李月娥的儿子的李璇 那个事实 而与此同时 知道这一幕的人 关于这方面的记忆 全部都被屏蔽了 只剩下的就是 李月娥的儿子 这个事实 天眼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 自己知道了自己开启 那么就隐藏不住了 只有自己真的 没有意识到自己开启了天眼 才会引诱同种的天眼开启的人注意 我们的缘分并没有断 因为你自己篡改了天空之城的命运 所以 由李璇和丽莎灵儿存在 张无风就暂时不能出现 不然 那就是死 你救了我一命 如果我不偿还 我此生的境界 将会完全地停滞不前 这种类似因果的定律 我也无法反抗 所以这一次 我只是为了救你 丽莎灵儿看着李璇 刹那间的沉淀 心中有些微微的悲凉 随即再次地消失了 天空之城的光芒悄然着势而下 她也在这瞬间 真正地离开了 而在这片刻 李璇有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忽然间她才觉得 她似乎已经不是她了 韩依娜 你家里有客人吧 看你妈妈还在等着呢 似乎准备开饭了呀 是啊 不过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似乎不记得了 冷寒烟有些迷糊地说道 我说什么 对啊 我刚才说了什么呢 似乎是一行二用 似乎是什么恢复记忆之类的 李璇想了想说道 之前的记忆只是有些模糊 并非是不记得 但是那种模糊 就好像是梦境一样 有些不真实了 一心二用 哦 对 你说你做了个梦 梦见你失忆了 对 就是这样 冷寒烟笑着说道 是吗 是啊 你没发烧吧 我怎么觉得你有些不正常啊 走吧 快去吃饭 吃饭了 你还要买别墅吗 冷寒烟笑嘻嘻地说道 嗯 是要买别墅啊 但是你知道我的事情 李璇奇怪地道 你的事情 你有什么事情啊 你的经历简单地就像白纸一样 不说了 到家了 冷寒烟细微的改变 让李璇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似乎忽然间 历史改变了一样 有些莫名其妙 联想到之前物是人非的感觉 李璇微微有些怀疑 她尝试着将意识集中到梅心 但是呢 却没有任何反应 唯一正确的 是依然可以召唤出十三根玉针类 不过 随着她的思考 她逐渐地想起 她就是李璇 从小被丢给了爷爷照顾 后来爷爷死了 来到城市 寻找到了亲生母亲 李月娥 后来李月娥花费了很多的钱 送自己出国留学 国外还认识了很多同学 有李盈盈 马天寒 马天宇 接着是前不就回国 在家里待了几天 小晴反感的 然后就是去找小晴 进入了一家酒吧 然后和一个美丽的女人 稀里糊涂的发生了关系 似乎没有失忆啊 在哈佛大学读书的记忆 清晰之极 爱丽丝还喜欢我的国术 当中遇见的国术老师 丽莎灵儿 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人 实力非常强 还同时教导我真酒 和真气空间 原来如此 我原来就是李璇 李璇一阵回想 很多不明白的东西 有些恍然大悟 只不过他心中 依然有着一种本能 本能地觉得 这一切都是虚假的 一心而用的 感觉回来了 只是如果 这真是有强者 可以布下的这个局 那么他可以感觉 这个的局 杀我自然容易 那么他这就是在保护我 不过这个世界 竟然也还有 如此强大的强者 可以渗透别人的记忆 太恐怖了 心底深处 第二份心灵激活了一般 因此 李璇的第二份心思 这样的思考着 然后 在下一刻 他便不再多想 有些事情 他觉得 就算是全世界被欺骗了 他的本能 也会依然强大 依然给他最正确的提示的 所以呢 暂时就这样见机行事 就是李璇的决定 当下 李璇微微笑着 牵起冷汉音的手 然后在冷汉音 有些幸福微笑的面容的时候 和他一起 走进了冷家别墅 别墅的大客厅里 一个女人正端坐着 拿着茶杯 轻轻的品着 他的姿势 很优雅 很闲静 只不过 当他下意识地回过头 看到李璇 和冷汉音牵着手 走进来的时候 他手中的茶杯 忽然间掉落在了地上 茶杯的质量很好 只是在地上 翻滚了几圈之后 就停了下来 而没有破碎 但是这个美丽的女子 却在这瞬间呆愣了 我 无法 这个女子精神上的呆滞 绝对不似伪装 那是一种惊讶 震惊 惊疑 怀疑 以及不敢置信的目光 这位美女 请问你是 李璇微笑着 看着眼前的这个女子 真的很熟悉 但是心中本能的 莫名的排斥感 让她下意识地 收敛了一些 本能该有的排斥 我叫杨小兰 请问这位朋友你是 杨小兰盯着李璇 目光之中 充满了一种 莫名的狂热 而她的心情 也不由自主地 起伏了起来 哦 我叫李璇 哈哈 你说的吴峰 是那位天空之城的作者吧 很多人都说 我和她很像 嗯 我自己啊 也为我和这位伟大的人物 长得相像 而感觉到自豪啊 毕竟越是像她 证明我越是帅 这样也会有更多的人 迷恋我呢 李璇笑嘻嘻地说道 杨小兰再次地 打量了李璇一言 情绪这才 逐渐地平缓了下来 多么熟悉的一个人呢 但是这个人身上 确实没有那个人的 那份冷意和狂傲 曾经老实本分的她 曾经沉默寡言的她 现在应该和苏儒 在一起读蜜月吧 杨小兰心中羡慕地想着 随即微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抱歉哪 有些失态了 没关系的 杨美女啊 这样喊你不会唐突吧 我很好奇 你和那位叫做张无峰的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李璇微笑着询问道 颇有些八卦的想法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杨小兰再次地打量了李璇一眼 情绪这才逐渐地平缓了下来 多么熟悉的一个人呢 但是这个人身上 确实没有那个人的 那份冷意和狂傲 曾经老实本分的她 曾经沉默寡言的她 现在应该和苏儒在一起 吐蜜月吧 杨小兰心中羡慕地想着 随即微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抱歉 有些失态了 没关系的 杨美女啊 这样喊你不会唐突吧 我很好奇 你和那位叫做张无峰的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李璇微笑着询问道 颇有些八卦的想法 你傻呀 哼 看到好看的人就精神了 那肯定是她男朋友了 冷寒衣有些吃醋 这姑奶奶 促劲很足 她说这话 还摸着李璇的腰 然后揉捏地摸缩了几下 不过那摸缩 力道还不是水货 那还是很足的 哎呀 寒衣美女 放过小生吧 李璇哭着脸说道 我妈来了 你也不知道表现一下 冷寒衣转过头 见她妈妈正含笑地看着她 顿时翘脸红了起来 表现个锤子 那样叫虚伪 我很逼是 李璇大咧咧地说道 这话一出 杨小兰的眼睛顿时一亮 你们就别打轻骂俏了 冷姑娘你放心 我不会抢走她的 杨小兰笑着说道 冷寒衣顿时闹了个大红脸 音音啊 这位是天风集团的工程部的总监 杨小兰杨小姐 别怠慢了客人 冷绍华看着三人说笑着 心情也非常的好 至少女儿没有在和开始的那个 让她厌恶的男人在一起 这就很值得开心了 而现在 女儿选择的人好 而且又有能力 再加上 女儿也孝顺懂事了 她自然开心呢 爸 放心 我和杨小姐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的 嗯 这个自然 杨小兰笑着说道 随即 她举身将地上的茶杯捡了起来 她弯下腰的时候 李璇的目光直接从上往下 看到一对半圆的白白的圆润 其实啊 就算是看到了这一部分 比哪一些模特带着胸罩看的还要少一些 但是她胸前那一串白金的项链 以及项链上 那个不大的镶嵌了钻石的新型坠子 却是让李璇有些熟悉的感觉 别看了 想看 我可以给你看 冷寒音无奈了 小声地快速地说了一句 这话 还是让她脸更红了 冷叔叔 抱歉 刚才将茶杯摔了 杨小兰面带歉意地说道 没关系啊 虽是当初第一眼的时候 我也被震惊了 毕竟张无风这样的人 如果真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不保证自己不颤抖啊 冷少华幽默地说道 这话说出来 杨小兰是苦笑 而李璇呢 则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冷寒音则是 只停留在她自己异动的春心之上 暂时还没有听见 何意会到冷少华在说啥 嗯 是非常相似 不过 因为我对张无风很熟悉 所以也才发现 两人有很多不同 要不然 我都会怀疑 我是不是在做梦了 杨小兰看着李璇说道 其实啊 我对于自己的长相 也是很满意的 不在乎和谁相似 如果不是在哈佛大学 留学回来 我可能早就尝试着 去参加模仿秀了 嗯 会有很强悍的模仿能力 而且对于古玩 十分精通啊 李璇将记忆之中的资料 倒了出来 看看眼前这个女人 会有什么表现 但是她这话一出 眼前这个女人 却很明显的有些失落和失望 是啊 小李的家庭情况 确实不怎么好 之前她妈妈卖菜早出晚归 房子拆迁补偿款 大部分都给她留学了 现在的房子还是租的 不过小李很争气啊 人也有本事 古玩方面的学识 非常的厉害 在这方面 我都自愧不如啊 郎绍华也赞叹着说道 嗯 那确实很有能干啊 李璇 想不想去天风集团做事啊 年薪百万 或者更多都不是问题 那个地方 如果张无峰看见你 她会很震惊的 杨小兰笑着说道 甚至她还有种想法 要是和苏儒他们开开玩笑 带着这个人装扮成张无峰 去那里晃悠一圈 肯定很有意思 或者呀 这也是自己自我欺骗 自我安慰罢了 这样玩闹的心生起的片刻 便被她自己的想法所淹没 我还是这么幼稚 这样做 只会让她看不起吧 认为我是做作 我只喜欢自由 没有约束 如果缺钱就去赌博 今晚我就赢了五千万 五千万呢 已经足够我用很久了 其实我自己对于金钱 没有什么压力和概念 明天我都想 把这里旁边的别墅买下来 给李婶他们住 李璇说道 李婶 杨小兰没有震惊李璇 赚钱的能力 因为张无峰的前扯之间 她不觉得这有什么难处 或者是了不起的 就是她的妈妈呀 她一直觉得小时候 她妈妈和她爸爸 将她丢弃 所以对于她爸妈 一直没有称呼 而是以叔叔婶婶的名头称呼 而且她虽母姓 也只是因为抚养她长大的 爷爷姓李而已 冷寒衣目光多了几分温柔 极有几分怜惜地说道 这样吗 对不起 提起你的伤心事了 没事 一行人说了魂话 接着 李璇等人和冷少华 以及冷寒衣的母亲 一起吃完了这一顿晚饭 而晚饭后 冷寒衣则是去洗澡了 李璇则是坐在沙发上抽烟 态度很是自然随意 而冷寒衣的父亲 和冷寒衣的母亲 则都陪坐在一旁 说着话 老叔叔 姜伯母 我想请李璇和我出去一起走走 没什么别的意思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杨小兰很是礼貌地说道 之所以请示两位长辈 只是因为 在两位看来 李璇和他们的关系 更亲密一些 杨小姐呀 我们没法做主了 不过 我们自然不会介意她 冷少华 很是开明地说道 她一向认为呀 如果真是有缘 就不怕考验 所以呢 她不会有什么不满的 更不会认为 杨小兰 是要抢走自己女儿的朋友 杨小兰听到这话 才请示李璇说道 李璇 一起出去走走吗 可以吗 没问题啊 正好我也想了解一下 那位写出我心中印象深刻的 天空之城的作者的一些八卦 嗯 我很喜欢那本书啊 李璇笑着说道 她的心中 则是开始思量了其类 因为她的本能 竟然抗拒这个女子的邀请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女人 到底和她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情况 让李璇微微有些迟疑 不过 如果要知道真正的情况 显然这样的人 很可能更容易找到根源 谢谢 等会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会实话实说地告诉你的 杨小兰笑着说道 嗯 你想问什么 我也会实话实说的 我也不喜欢虚假和欺骗 李璇认真的说道 杨小兰的身体微微一正 随即点了点头 夜有些凉 淡淡的皎洁的月光 洒在大地上 让这个别墅区 多了几分幽冷 李璇双手插在裤带里 她的身影 被月光拉得很长 身边身材修长 甚至有些瘦小的女子 默默地也没有说话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这种感觉 真像 不过再像 可惜终究不是 杨小兰感叹 有些自言自语 你很爱张无风 李璇语气平和地问道 爱 这个字很奢侈 因为更多的是伤害 杨小兰苦笑着说道 哦 为什么是伤害 李璇有些好奇了 这样说吧 如果你很爱一个女人 对她千亿百顺 后来觉得她烦躁了 厌恶了 不爱了 变心了 然后和你分手了 那你如何呢 杨小兰平静地问道 但是她在期待着这个答案 分就分吧 既然这个女人不知道珍惜 那就让她知道珍惜吧 如果真是这样 我不会有什么感觉 只会在伤痛之后 选择忘记 毕竟不知道珍惜的人 谈不上爱情 李璇想了想 给出了她自己的答案 如果那个女人 又找了另外一个男人 还发生了关系 接着却后悔了 离开了那个男人 那个女人忏悔了 你会选择原谅吗 杨小兰与其 有些忧郁地问道 当然 她似乎也是一种 绝望一般的期待 不会的 不会原谅 如果我是那个人 我就不会原谅 其实啊 也说不上原谅和不原谅 当朋友是可以的吧 再走在一起 就不可能了 不过这些啊 也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毕竟我不是那个人 我也没有谈过恋爱 唯独只是和冷寒音 发生了性关系而已 暂时 她算是我的女朋友吧 李璇想了想说道 杨小兰闻眼 脸色顿时 有些苍白了起来 这样的结果 显然 有些让她受到打击 但是她却知道 大多数人 都会选择这样的 更何况那个人呢 这样的事情 只怕是任何人 都无法接受 这个要求 这个问题 似乎确实不该问 杨小兰这样想 李璇却是想了想 问出了一个 她心中的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 也不代表你心中的想法 毕竟有的人 对于感情很执着 也很宽容 他们认为真正的爱情 就是要宽容和理解 而有的人也认为 爱情就是要完整的 容不下亵渎和背叛 这关键 还是要看你在乎的人 怎么想 我虽然恨得很像 但是我不是她 所以我的答案 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现在你想了解的 我基本上都告诉你了 那么你告诉我一些 关于张无峰的事情吧 对于这个 能写出天空之城 这样的小说的人 我是非常好奇的 你想知道什么 无论哪方面 只要你想知道 我都会毫无保留地 说给你听的 杨小兰的声音里 多了几分惆怅 只是她似乎 对于这样的情况 已经熟悉了 所以虽然觉得 心中不好过 但也没有表现得很伤心 嗯 我想了解一下 她的个性特征 以及她的能力 李璇想了想说道 她的个性特征 变化差距比较大 最开始的时候 她的身体不是很好 家庭也比较贫困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 她就开始从事一些 小说创作方面的事情 后来因为 若不复出 就辍学了 其实也是因为有一次 我差点被别人欺负的原因 后来 她就到我学校附近 租了一家房子 专心地从事创作 同时照顾我 后来 她的事业蒸蒸日上 赚了一些钱 这些钱在大城市 其实也是很多的 只是当时我认为 她总是没有挣到钱 再之后就是孩子的问题 那时候 我鬼迷心窍 因为她妈妈说了我几句 反驳了一下 然后她就凶我 我生气之下 再加上别人的劝说 我就把孩子拿掉了 你说你 你有个什么用 就会写个垃圾的 流氓网络小说 当初还骗我有八万的存款 跟了你 我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早知道这样 当初我就不会被你的 天言蜜语给欺骗了 我看你一辈子 就是个受穷的怂货 一个身穿天蓝色的 淑女长裙的青年女子 脸色阴沉的骂道 她伸着右手 右手短胖的手指 一直到张无风的额前 其实很是嚣张的赤道 哎 算了 小兰呢 你们都还年轻 虽然她现在没什么钱 但对你还是不错呀 有一个沙哑的声音传雷 这是一个看起来 显得十分苍老的妇人 又和右手的脸上 带着几分无奈和失落的心痛 不错 妈 你不用多说了 这个家 我不想带下去了 孩子 我已经拿掉了 那年轻女子 再次冷声说道 那冷酷无情的表情 是那么的让人心寒 孩子 拿掉了 一直沉默着的张无风 忽然目光一临 寒光一闪即逝 随即陷入了隐没 她声音平静 沉重 也有些冷力 不拿掉 你拿什么养她 就你那些 给小孩看的流氓小说 收入低 而且又不稳定 就你这农村的 一间破嘎的 两堆稻草房 啊 这穷上恶水的山嘎的 能指望她养出一个好孩子吗 叫小兰的女子 很势力地大声吼叫着 这一刻 原本表现的温柔和贤惠 早已是荡然无存了 小兰 孩子真拿掉了 那个苍老的妇人 声音有些颤抖 似乎有些 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 是的 真拿了 前几天我骗无风说回娘家 拿了三千座的梧桐人流 我决定了 女人的青春总是很短暂的 她们总会为自己 当初的幼稚买单 现在 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小兰了 这件事就这样吧 我已经买好了车票 圣哥明天送我回娘家 你不用去了 杨小兰冷着脸 瞟了掌无风一眼 淡然地说道 妈 你去休息一会儿 我和小兰谈谈 张无风看了看小兰 随即转过头 看着自己的母亲 彭后方 心中微微叹息一声 语气很平静地说道 哎 风儿 小兰 你们好好谈谈吧 我这个老婆子 就不在这里 打扰你们了 说着 彭后方脸色有些苍白 眼神之中 更是布满了失望之色 孩子拿掉的打击 似乎 夺走了 他的生命的全部 彭后方颤掌 微微地走了 不到五十岁的他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六十岁的老婆子 张无风的心一阵刺痛 一种无法忍受的愤怒从心中窜起 那种往日沉默和宽容 已经彻底地消失了 底线 一个人的底线 一个很低的底线 此刻被触犯了 这之前 从读高中的三年 到大学的四年 再到大学之后的工作两年 以及结婚的一年 一共十年 十年之中 对于杨小兰 张无风从来都是 极尽能力地去呵护 去疼爱 付出自己一切的尊严和面子 去讨他的欢心 却想不到 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 此刻 即便是杨小兰态度再恶劣地指着他的头骂他 他都不会和他计较 只是 此刻 他不声不响地 将怀了两个月的孩子拿掉了 这一点 他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这个孩子 是他的母亲苦苦哀求杨小兰 杨小兰才怀上了 不仅如此 这个孩子 也是他的父亲病重的时候的希望 一个月前 得知小兰终于怀上孩子的时候 他的父亲张正清 终于带着满意的笑容去了 而为了能怀上孩子 他的父亲张正清 生生地将必死的重病 拖延了整整二十天 想到这些 想到父亲的遗愿 就这样的灰飞烟灭 忽然间 张无风觉得眼前这个女人 实在太可恶了 一种发自灵魂的厌恶 顿时生疼了起来 同时 沉默着的张无风 忽然猛地做了起来 对着满脸不屑的杨小兰说道 你做得很好 我已经无话可说 离婚吧 你以为我怕呀 早就受够你了 离就离 杨小兰冷笑了起来 哪一次的发脾气 对方不是被公屈膝的 这一次 不过是把孩子拿掉了 算什么呢 结婚的时候 没要求她的房子车子 算是 她祖宗八辈子修来的不分了 哼 离开我 她还能过上日子吗 杨小兰想着 脸上露出不屑的冷笑 随即脸色一沉 朝着这个已经装修得 很是高雅的婚房走去 然后 狠狠地 将门摔上 砰 木质的房门狠狠地站立了一下 墙上已经军裂的白色瓷砖 顿时一站 哐唐一声 连同很多灰白色的墙皮 掉落了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八十五集 当初的场面 点点滴滴 真实地出现在了 杨小兰的回忆之中 忽然之间 她也发现 其实她做得真的很过分 不过 这个场景 她并不知道 其实同样地 出现在了 李璇的脑海之中 我想 你说的那一切 我完全可以理解 李璇的脸色 一片平静 就算是一位 真正的强者 只怕也无法猜测到 她此刻的心境 想想 我也知道 当初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 并不是真心地 想去吵架 而只是想要 寻找一些东西 女人的心 只怕是你们男人 永远都不可能 真正地明白 有时候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情 都足以让一个女人 去思考 或者是去感叹很久 但是男人 不理解的时候 甚至还会觉得 不可思议 很多表面上的 都是表面上的 深入不了 也就无法代表 无法真正地理解了 当时的时候 每个晚上 我最喜欢的 还是她抱着我 安稳入睡 但是每天晚上 她都会忙碌地 查阅资料 整理资料 构思小说 写小说 修改小说 管理书评 和一些作者呀 读者呀 谈谈天之类的 忙碌着这些 表面上看 这是一份轻松的职业 速度快些的 一个小时几千字 一天一万字 更新也就两三个小时 但是抛开 这些两三个小时 查阅资料需要时间 整理大纲需要时间 修改 同样也需要花时间 还有管理书评啊 和作者读者交流啊 这期间再看看八卦 十个小时 什么的都不够用 如果只是一个小时 有一千多字的话 那么就会很悲剧啊 其实你说哪个女子 在结婚之后 不愿意和自己的 丈夫同房呢 但是每次 怎么说呢 她不是没有能力 相反 她那方面的能力很强 精力很旺盛 有时候只因为 不按作息 我才故意不同意 这些话 本来不想说的 只想烂在肚子里 但是我答应过 如实回答你的问题 我也就说了 毕竟我也并不是一个喜欢说谎的人 当然 除了这一点毛病之外 她当时也没有其他的毛病 而且走后来 我说过她几次之后 她就改了 但是那个时候 确实是我自己变心了 轻易地相信了别人的甜言蜜语 杨小兰淡淡地说道 李璇在她身边的感觉 和张无峰很相似 她知道 她没有机会和张无峰这样 徘徊在月夜之下 畅谈着自己的心里话 所以这一刻 除了回答李璇的问题之外 这也是她对于自己心情的一帆抒发 李璇听着杨小兰的说话 她的脑海之中 出现了很多 如同梦境一般的场景 这些场面 似乎都是那个人的经历 配合着杨小兰的说法 然后呈现了出来 不过这个感觉 让她并不是很好受 原来我不该插手这个问题 因为无论怎么说 这都是你对张无峰的不尊重 但是听了你的说法之后 我只想以一个男人的态度 说几句话 李璇沉思着说道 她的态度依然很平静 但是她的话 似乎很有力量 嗯 你说吧 杨小兰默默说道 你说的问题 只是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上去思考 当然了 事情发生之后 你肯定换了你自己的角度 去考虑过这个问题 因此她才会觉得自己过分 不过 你可能没有想到 因为是你自己站立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 势必就先在你自己的心中 点亮你自己的分量 这样去考虑的时候 事情就会被淡化 就算是觉得作愤 很过分 其实感觉到的效果 还是不足对方自身感受的五分之一 这个说法并不夸张 我想 她之所以没有真正地接纳你 可能有几个原因在内 因为如果是真正的爱 你只是离开的话 那么这份爱 会停留在这个恨的程度上 但是 从你的描述看来 她对你的感受 可能除了陌生 就是陌然了 你这一次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你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 一个男人放下尊严来求你和他做爱 为的不是因为那一次欲望 其实还是有爱的 要不然 你说过 一张无风旺盛的精力 以及赚钱的能力 她要找几个女人找不到呢 现在很多游戏里的女人 都可以为了一件装备 甚至只为了一份安慰 而玩一夜情 甚至被包养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 你可能从来都没有考虑过 男人肯定为女人放下尊严 那么这份爱 以及宽容和豁达 到了什么地步 不是说了解 将心必心吧 我觉得 像是张无风这样的男人 是有傲骨的 更是不容践踏他的尊严 而那一而再再而三地 践踏他的尊严 这本身 已经给了他很大的致命的打击 这还不算 剥夺了孩子 让他父亲的遗愿落空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在我看来啊 这样的女人 如果是这样对我 我会毫不犹豫地 和他撇清关系 甚至会狠狠地虐待他 让他知道 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 当然了 如果那个男人不孝顺 这件事情也不会很大 但是如果那个男人很孝顺 那么就这一件事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一点也不说 就说你自己 孩子 两个月的孩子 但是这也是孩子 你就这么舍得拿掉他 有些话 我甚至已经不知道 该如何去说了 因为这件事讲给我听 我情绪波动很大 心情难平 不是为了你 而是为了他 可能你或者 和你的类型 差不多的女人会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 他就没有错吗 对 他有错 肯定有 但是那又如何呢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往往站着 一个伟大的女人 能不能成为 这个伟大的女人 靠的就是女人的心态 一个网络的携手 你认为他会在白天 这样嘈杂的环境下 好吧 就算这一点无所谓 但是很多时候 一些携手的灵感 就是在忽然间出现 随后记录下来的 而在夜晚的时候 一般思维正清晰 环境安静 一杯茶 一个笔记本 那么一个晚上 几个小时的效率 可能会高达一个 不可思议的程度 说实话 如果不是为了赚钱 我不认为一个携手 可以凭借兴趣 坚持不懈的美质 每天累死累活地去马自 如果没有家庭 他可以轻轻松松 玩玩闹闹的马自 马自本身只是一种兴趣 没有压力可言的话 那么他会是一个 开朗阳光积极的人 因为偶尔断耕 而没有压力 但是有家庭就不同了 全勤奖的分量很大 在这个满是盗版的时代 订阅的情况 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 那么全勤是一个很好的保障了 为了家庭 为了你可以用钱 或者很多的时候 他就是很久写不出一个字 也会干巴巴地扯着头发 写出一个个苦涩的 干燥的文字 这些文字或许没有吸引力 但是一个个的文字 就是一滴滴的血汗 而因为精神紧张 而崩溃 甚至混乱 有时候需要呵护 需要发泄 需要享受一下 爱情和欲望的滋味的时候 哼 好吧 你去吵架 你去闹 甚至在他哀求的时候 你拒绝 那么 你认为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男人 还会敞开心扉和你谈心 我认为那是天房野谈 那是狗屁 你只会认为 算了 一切都说无意 以后 永远不会再求了 错不做又有什么关系 手解决就行 实在是精神患乱 状态不好 去一下酒吧 去一下娱乐会所 也无所谓 人生嘛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 如此而已 这个时候 他放纵了吗 有 那就是家庭不稳了 没有 那么他就是 还挂记着家庭 挂记着 作为养家糊口的男人的一个责任 但是这个时候 你正给丽雅 一下子去拿掉孩子 去破灭掉他最后的一份希望 我真不知道 你脑袋里当时想的是什么 你难道不会在网上的时候 稍微看点心理学 稍微查新一下男人的心态 关心一下他 好 这些也不说 说说离双之后 离婚 他念旧 把最后的一分钱都给了你 让你离开他之后 还可以过一段时间的好日子 两万块 不多 也不少吧 至少两万块 现在依然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了 可以在农村盖一间有点模样的平房了 因为这个他连出去打工的路费都没有 甚至还向其他人借钱 你看看你又做了什么 他在借钱 你在群里冷笑 而且还是和黄眼生一起冷笑 喝 韩抱歉 我情绪激动了 但是我还是想说 最后一点 你说你和姓黄的发生了关系 很好啊 那么就彻底没戏了 我无法想象 一个如此被你伤害的人 还会有什么理由说服他自己 去接纳这个时候的你 是因为你生病了 是因为皇家虐待你了 你才想起他的好 才想起那个默默的男人 其实啊 总是在默默地守护着你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这个时候后悔的原因 只是因为黄行的家人 好不够张无峰的好 是因为自己陷入了困境的才学悟 才觉得自己似乎有些过分了 那么假设 黄家对你非常好 你是少奶奶 黄行男子对你很专情很呵护 所以他家赚了大钱 有几千万 那个时候张无峰也还没有发达 你结婚叫他去丢人现眼 他没有那么风光的崛起 让人看笑话 看着他落魄遭人嘲笑 你觉得心中很痛快 很乐意 如果他继续落魄 如果你更加有钱有权利 那么当某一天 他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是否会伸出援助之手呢 如果他就以以前的一些小事 向你道歉 你会不会涉及黄姐的荣华富贵 从而重新地回到他的身边 这个答案你想好了再回答 其实不用想 肯定是不会 对 你说你后来跳楼 还想着 什么他如果不借钱给你 你跳楼的话 心中没有愧疚了 这个也很好笑 你和他离了 他还会出了最后的家产 为什么 那么为什么他不借钱给你 就彻底没有愧疚了 你不仁不义在前 还指望着别人对你仁义吗 你觉得你思想 还是没有真正的转变过来 甚至就算是现在 你依然羡慕着他 和他结婚的女子 羡慕着他的幸福 羡慕什么 就因为他改变了 就因为他更成熟稳重出色了 你觉得后悔 如果是他更落魄了呢 你会不会觉得 你就更加的肯定 你当初的决定没错 真正的爱 你最开始很懂 你最开始的时候 你会为了省下每一顿万钱 而给他去买一把牙刷 为他悉心地准备好 每一样东西 你知道这叫什么 这就是无私的爱呀 爱别人 舍弃了自己的一切的喜好 为了别人着想 张无风从头到尾 都在这样做 辍学 赔着你 是因为没有钱吗 助学贷款 很轻松地可以读完大学 就算是不助学贷款 学费欠着 无非就是拿不到毕业证 但是学校是不会让别人不读书的 不仅如此 如果家庭贫困 还有助学薪的话 只要成绩不差的离谱 助学金等东西 再加上平时勤快的打打工 学费问题还是不难解决的 现在哪一件事 一年难赚一万来块钱的 但是他放弃了学业 你不敢动吗 他可能放弃了很多网站的编辑等工作 你没有想过吗 他甚至很早就放弃了尊严 陪着你 陪着你读书 你有没有想过 别人看着他不读书 只是为了女人而跟着你打转 这在农村会是什么评价 你也没想 可能你当初想过 后来就不当一回事了 其实可以说的还有很多 就算是在最后分手 他依然在默默地付出 他不是不爱你 而是爱得深入骨髓 深入灵魂 一再地宽容和忍让 但你要明白 一个男人怕老婆 只是因为爱 而不是因为真正的怕 一个大老爷们 会怕一个娇滴滴的女人 这话说出去都不会有人信 因为疼爱 所以关怀忍让 这些你都不懂 你只知道 他晚上没有按时睡觉 没有陪着你 没有赚更多的钱 没有带你去法国旅游 拜托 生活不是韩剧 你能不止花吃一些吗 如果你依然是当初那个 在学校里的杨小兰 就算是你真的拿掉了孩子 就算是他当时会很生气 事后他还是会原谅你的 因为男人的心 多大并不会记仇的 逝者已矣 生者要更加努力奋斗 但是你已经不懂得爱情 已经完全 话我也就说到这里吧 可能你觉得我说得很重 但是因为 你将这些全部告诉了我 我才忍不住说的 我本身并不是一个 喜欢啰嗦的人 甚至很多时候喜欢沉默 但是你能信任我说这些 我觉得这些话 势必要完全地说给你听 还有 如果你还不懂得爱的话 那么 你就不该出现在他的面前 因为这只会让你们的关系 越来越淡漠 李璇想着 然后轻叹了一口气 他心中其实已经明白了一些事情 只是因为明白一些东西之后 他才有些意识 到现在的清醒并不安全 所以蠢蠢欲动的想法 暂时平息了下雷 谢谢 谢谢 杨小兰眼角 泪水泥漫 从来没有人告诉他 原来有些平淡无聊的事情 其实包含着这么多的爱情 当初的他 确实会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 就会感动 当初的他 确实会因为对方的身体 一个小小的不舒服 而担心的整晚睡不着觉 当初的他 确实会因为对方的一个微笑 一个注目 而有些害羞的心如怒撞 当初的他 甚至一度觉得 他会为了对方至死不遇 不会在乎一分钱的窘迫 不会在意车 房 不会在意任何物质的东西 就算是一起吃苦 一起风吹雨打日晒 录夜 也是一种幸福 曾经的他 开始觉得 对方为了一次性爱 第三瑕疵 没有骨气 不是男人 曾经的他 开始觉得 对方总在长须胆团 没有能力 曾经的他 开始觉得 对方总是个闷葫芦 太沉闷 太无趣 曾经的他 在对方送他玫瑰花的时候 他会嫌少 会嫌玫瑰花不够鲜艳 会嫌弃对方太老土 不知道包装精致一些 曾经的他 在他做错 却生气的时候 在对方低三下气地道歉的时候 他会觉得 这个男人 可以所一心所欲地操控和玩弄 对方不会逃出他的手掌心 到底是谁是傻逼 到底是谁是真爱 谁是伤害 其实 已经一目了然 除了哭泣 忽然间 他找不到其他的形容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 杨小兰迷茫的喃喃自语 却找不到答案 他身上挂着一块黑玉一般的东西 此刻散发着淡淡的温暖的光芒 这块黑玉 是曾经一起算命的时候 那个神算子老人给他保命的 这个时候 杨小兰觉得 带着这个留着性命 却做错了这么多事 这条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些人活着 他却早就该死了 杨小兰觉得 他是后者 轻轻地抓过那块黑玉 猛地一拉 丝毫没有在于 玉丝已经割破了颈部的血肉 黑玉被扯了下来 然后被他一下子 丢到了很远的地方 谢谢 谢谢你李玄 是你让我真正地明白 我该何去何从 原本我以为 我会找到一个依靠 就算做他的情人 也是一种暴打 现在我才觉得 爱一个人 我做的不是暴打 而一直都是伤害 杨小兰哭泣着 她脸上渐渐地 绽放出了平淡的笑容 这一刻的笑容 很清纯 这个东西 带着吧 性命在 才可以去补偿 其实可能 他心中最难以释怀的 是他父亲那一道关卡 李轩语气温和地说道 这个时候 他心中已经完全地平静了 或许当初心中的愤怒和不甘 发泄了出来 一切说得明明白白 心中才是真正地痛快了 只是为什么会痛快呢 杨小兰回过头 看了李轩一眼 目光闪烁了一下 随即低下头 轻声说道 不用了 我相信 如果我有命在 不带这个 我也不会死 如果我没有命在 那么带上这个 也不过是狗活而已 与其糊涂地伤害别人 还不如清醒地离开 在这 无风说 他从不信命 那么 我也想试试 不信命 会是什么结局 杨小兰微笑着 转过身 朝着李轩挥了挥手 然后 毅然转身 走向了远处 他 悄然离开了 而此刻 李轩则是默默地注视着 杨小兰的离开 一份心路历程 他终于放下来 拿着这块黑玉 李轩心情很平静 杨小兰没有讲述 他们算命的结果 但是他却告诉她 带着黑玉 保命安全 那么 这个聪明的女人 会不会推断出 她就是张无风呢 这个问题 其实无所谓 因为两者 却是原本 可以没有任何的联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286集 所以 李轩的身份 还将这样持续下去 直到 直到她的身体 完全地康复为止 而在这期间 她已经不需要再 证实自己的身份 同时 她也不能动用 没心的任何的东西 这一点 她通过 丽莎灵儿的气息 捕捉到这些情况 然后 然后推算出来 所以这个结果 她觉得很无奈 而那被封印的一段记忆 则是从命那个地方开始 故事回到算命的那一天 那个老人 从张无峰身边经过 张无峰 自从看到那老人 来到这里后 那些唱歌跳舞的老人 妇女青年 竟然都一一地散去 边散去 还边在这里看上一眼 杨小兰似乎有些紧张 又似乎有些颤抖 感觉她在这一刻 竟然对于这个老人 有些害怕 张无峰只是右手 更加地 在她的腰部用了点力 将她搂得更加贴近自己 这只是 在暗中告诉她 有我在 你不用怕 杨小兰感动地 看了张无峰一下 心静慢慢地 平静了下来 你说说 你的圣尘八字 你最姓名吧 老人沙哑的声音传来 他虽然知道大部分的 关于眼前这个人的一切 但是依然地习惯性地 让对方先说出 自己的圣尘八字 出生年月日 以及时辰 越是精准 越是可以更加地准确 张无峰也不以为意 先将杨小兰的姓名 生辰八字什么的都说了去 那神算子皱了皱眉 沉默了一战之后 神算子拿出一块 精英剔头的玉石 给了张无峰 说道 她的命不是太后 大概还有七年吧 死于非命 这块玉石 带上可以保证 有一线的圣迹 神算子丝毫没有回避杨小兰 直接地将话抛了出来 说得张无峰心中 冷了半截 不过她的眼力却是不凡 自然看到了 神算子手中的玉石不俗 再看那神算子的面色 有些惨淡和衰老 心中没来由的厌恶 淡了几分 结果神算子手中 所谓的笔节之物 包括上面精英的细线 在海村开阔的天空下 这东西熠熠闪光着 看着这玉石 再看着神算子 小心翼翼的样子 张无峰知道 多半这东西 神算子自己 也是舍不得待 张无峰也不客气 在接过玉石放在手心的那一场那 她的感觉告诉她 这玉佩似乎真的没有危险 于是 这才给杨小兰挂了几雷 杨小兰很有礼貌地 对着神算子道了声谢 脸上也没有那种 因为神算子的话 而显得黯然和忧郁的表情 神算子 在解决了杨小兰的事情后 这才眯着浑浊的双眼 打量着张无峰 半天才是很震惊地说道 怎么可能啊 你已经死了 可是 你不是明明白白地 在我眼前吗 神算子忽然地 再次地陷入了沉思 然后 他迅速地摆弄着 那帆布和那太极八卦 以及古铜壁 好半天才停止了下来 但是 他没有说话 只是摇了摇头 表示无能为力 原本还想分析 他的生辰八字什么的 此刻神算子 也知道不必来 见到自己 还是算了这最后一次 奇怪的命格 又完成了自己爷爷的委托 神算子这才有些如释重负 其实他也知道 那位委托人 其实和张无峰 有着莫大的联系 但是他门下当时 却是无力保护这玉佩 这才专手相托 即便是没有算出什么 神算子此刻 也显得更加苍老 原本还有些青丝的头发 却已经完全地斑白了 背部也显得更加地脱了 他不再说话 收拾好东西 也不理会待立在一旁的 张无峰和小兰 竟自步履蹒跚地离开了 神算子放下了一切 心情轻松了不少 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情 非常地疑惑 确定了张无峰的 生辰八字之后 他分析了八字 称国论命 或者是测算姓名 无一是显示不错的 这就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 张无峰确实已经死了 第二 这是命运的改变 当然了 在自己倾尽一身 修为测算 依然如此结果之后 神算子知道 命运改变的几率 真的非常地小 也就是说 张无峰真的死了 神算子懵懵懂懂 不觉得就走到了 西山没有开发的峭壁处 忽然地脚下一个踏空 人猛地就从那陡峭的山坡 直接地栽了下去 远处 看到这一幕 张无峰微微一正 心中不由 多了几分唏嘘之情 张无峰和杨小兰回过神来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是两人也知道 他们的情形并不乐观 特别是张无峰所得到的那一句 点评后 更是如同听见了晴天霹雳 张无峰其实走到了这一步 面对任何的事情都无所谓了 但是对杨小兰 却是放不下心的 虽然她知道神算子可能并没有说谎 杨小兰只有七年左右的生命 但是她真的不愿意看到杨小兰 就这样的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她自己来说 生死真的是无所谓的 但是对于杨小兰来说 不说她的父母还辛辛苦苦的 在贫穷的乡村 整天的面朝黄土背朝天 更是啊 她的弟弟还在上学 便是让家里离不开她 也正是因为这样 在同学们玩的时候 杨小兰一人在外面找了三分家教 每天的劳心费神的几十斤 一点点地储存着少得可怜的钱 也正是这样 虽然她还是个女孩子 但是也一个人挑起了半个家 读大学不但没有向家里 要过一分钱 反而常常的是两百三百的向家里会 这样的情况下 张乌峰怎么能看着杨小兰 离开这个她甚至还来不及享受的世界呢 张乌峰第一次地想去求神拜佛 这条路是没办法的 虽然每当提到神佛 张乌峰都会无端地生出几分厌恶 但是她却依然地为了杨小兰 愿意去祈求 愿意去放弃自己所谓的 无端地抵制佛的那种 居高的心 即使是放弃整个生命 她也会毫不犹豫 杨小兰脸上 忌然地带着淡淡的笑容 张乌峰站在这个阎龙台上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杨小兰 旁边的那些离去的妇女和老人 又都慢慢地回到这里 继续地跳着莫名的舞蹈 继续地唱着奇怪的歌谣 杨小兰抬起头 第一次鼓起勇气的 正是这张乌峰的诚挚的目光 两人都没有说话 但是那种忽然间获得的新的交流 却是那么地难舍难分 双方甚至是在感情懵懂的时刻 就深深地爱上了对方 但是因为诸多的原因 三四年后的今天 才算是有了一次新的交流 张乌峰第一次认真地 打量着杨小兰的面容 她的双眼有些晶莹和忧郁 但是戴着坚强不屈 面容很清秀也很美 当然了 若是除去那些影响美观的瑕疵 再将有些卷曲的头发 变成平直而柔软的 然后面部再稍微地丰满一点的话 那么这个容貌一定更为地美丽动人 看着看着 张乌峰怎么的都觉得 这个容貌给她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但是这种感觉 并不是那种两人之间的熟悉 而是这种感觉 似乎很是有些恍惚和不真实 张乌峰拉着杨小兰的手 就如神算子一般的 懵懵懂懂的沿着阎龙台 下面的时机再次地向下走去 杨小兰依然很乖巧地没有说什么 就那么地跟着张乌峰 张乌峰自己呢 其实也有些昏昏沉沉的 大脑不怎么清晰 但是按照那莫名其妙熟悉的感觉 却还是来到了一个破败的寺庙前 若不是破庙上写了龙王庙三个字 张乌峰都要怀疑 这是不是废弃的古老的民宅了 这个所谓的龙王庙 香火差金偷顶 也没什么来日败 再加上这一带地是险要 游人本来也不多 所以算来虽然破败 倒也是十分的幽静 或许是因为到了这座大山的缘故 张乌峰呢 都已经可以感觉到 自己有了些变化了 而自身能够感觉到自身的变化 无疑 这种变化定然不小 张乌峰知道 有些东西根本不能依靠外在的表现去衡量 因此到了这里之后 张乌峰毫不嫌弃 那些什么垃圾 废墟尘土什么的 就从那些破败的门里进了去 庙里的除了灰尘堆起了厚厚的一层 再加上那个肚子上 破开一个大窟窿的手臂 也缺了一块的石膏像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了 杨小兰面对着这个场面 有些找不着北 而张乌峰呢 自从那个神算的走了之后 总算是有些失魂落魄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这让他很是担忧 但是张乌峰不说 他也不敢去问 站在这里 张乌峰松开了一只 素层松开杨小兰的手 温和地说道 小兰啊 我们一起拜拜佛祖吧 你想想你的爸爸妈妈 可能不那么早早地就出事了 再怎么也要让你的爸爸妈妈 过上好日子吧 还有你的弟弟 他们还要读书呢 你要想很久吧 到时候他们读高中和大学 还是要靠你 你真的不能有事 我们一起成心地求求佛祖 他应该也不会不管的 杨小兰听着张乌峰 发自内心的话 他知道张乌峰所说的 也是事实 可是在那些话中 张乌峰并没有说 他要和自己一起承担 难道他不愿意 和我在一起吗 可是 虽然心中有着诸多的疑问 但是杨小兰 却还是跟着张乌峰一起 在那尊佛像的面前 跪了下来 张乌峰看着那个 肥头胆的佛像 虽然百般地不愿意 虽然千般地难受 虽然万般地心绪不宁 但是为了杨小兰 他还是跪了下来 他选择相信心中的 莫名的指引 按照那种莫名的指引 张乌峰闭上了眼睛 真正地 慢慢地放松了自己的心 然后开始在心中 默默地祈祷 祈求上苍能够挽救杨小兰 在同一刻 杨小兰却是做出了 同样的祈求 祈求上苍能够让张乌峰快乐健康 即使是丧失他的生命 他都愿意 在张乌峰不折不挠地 跪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 张乌峰感觉周围的环境 有些不同了 虽然如此 他却没有睁开眼 而是继续地 承虐地祈求着 佛祖 您救救小兰吧 即使是用我的生命 或者是我的所有 我都无怨无悔 你们两个不用跪了 这个世界哪有什么福 一个年老的声音 笑着说道 张乌峰拉着杨小兰站了起来 她看看这个年老的老者 微微迟一道 这位爷爷 你可以帮我们吗 也算不上是帮忙吧 杨小兰是吧 你先站到一边 我和张乌峰说几句话 那位老者微笑着说道 嗯 杨小兰很乖巧地说道 说完 杨小兰顿时 默默地走到了一边 而这个时候 老人盯着张乌峰看了很久 这才说道 不信命运 才可以改变命运 所以 以后无论如何 都不要相信命运 知道吗 这位爷爷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张乌峰奇怪地问道 这个你就不要问了 你是希望杨小兰活着 还是死呢 老人微微沉吟地询问道 当然是希望他活着了 就算是我付出任何代价 都愿意的 张乌峰坚定地说道 这个是原因 也是结果 你希望他可以活着 那么他和你 都要忘记车祸前后 到现在的一切 这样你答应吗 老人再次地沉吟着 宣问道 车祸之后 一切选择遗忘 但是其他人 却依然知道啊 张乌峰下意识地说道 这个不要紧的 希望你以后 不要后悔吧 你决定好了的话 那我就要动手了 老者轻叹一声说道 嗯 既然决定了 那有什么值得后悔的 张乌峰认真道 好 老者微微一笑 随即伸手 朝着张乌峰的眉心 戳了一下 一股冰冷之极的能量 突然灌入了眉心之中 张乌峰不由打了个机灵 以后 如果一个叫张光耀的人 遇到了危险 记得好好地帮他一把 多得也没什么要交代的了 老人看似自言自语地说道 接着他的手指 向着张乌峰的眉心处 狠狠地再次连戳了几下 但是这一次 张乌峰却没有迟疑 因为这是被恢复的记忆 所以接下来的对话 他已经完全地记忆了起来 以后 你会在某一天时去记忆 然后 找回这些曾经 此时而非的记忆 为什么你的记忆之中 会有另外和杨小兰的 美满生活的场面 为什么你的兄弟 会对你很好 这些 其实应该是原本的历史 历史可以改变 但是 只能改变未来 也就是说 还没有谱写出来的结局 是可以改变的 什么叫做没有谱写出来的结局呢 就像是你将会写的天空之城的小说一样 结局没有写出来之前 你自己可以将其篡改 就是这样 我说过 所以一件事 就会付出代价 你既然要保留杨小兰的命 那么就只能舍弃她对你的爱 她对你的爱非常深 没什么她眼里长含有泪水 就是因为爱的深沉 这样一份爱 是很纯洁的能量 这种爱的能量 我将其抽取出来 封印在这块黑衣之中 那么将来 她对你的爱 就会普通 不懂爱 因为灵魂已经无外 随后 甚至会背叛 你不后悔吗 现在还来得及 因为如果你后悔 我还可以彻底 磨掉你这段记忆 然后让你造成 混厥的错觉 让你觉得 并没有遇见我 只要她活着 我愿意她放弃爱情 张无风微微考虑之后 她暗暗告诫自己 以后就算是 对方错得再厉害 只要没有分手 就一直顺着她 宠着她 毕竟是自己 剥夺了她的爱情 张无风心中 这样下着决定 她知道 过了这一刻之后 她将会 遗忘一些东西 而且 这个人是个 特异功能的强者 肯定不会让她 记住一些 至关重要的改变 所以 她就在心中 一次又一次地 告诉自己 她必须要对 杨小兰好 一直这样催眠着 你果然还是 选择了让她活着 确实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 生命很珍贵 其实 真正纯洁的爱情 可以让一些超能力人士的实力 得到恐怖的提升 所以很多超能力人士 都会在人间寻找真爱 张光耀 就是那个神算子的后人 不要询问过去的姻缘纠葛 好好照顾她 如果她陷入困境 记得一定要帮她介绍一个好的姻缘 这个结果 我会在你脑海之中强加意识的 当然 也会留下一段特殊的记忆 在必要时给你帮助 天眼之路 路漫漫 其坎坷西 任何事情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不要往下结论 如果有一天 你打开了这段记忆 那么这一刻 我必定溃败于黑暗天空之城的强者之手 所以 你必须选择再次遗忘 还有就是 一切缘分 缘举缘散 有缘就会在一起 无缘对面难牵手啊 既然解开了这段记忆 如果不想她死 就让她自己去选择 她是谁 你会知道的 最后好好努力 我的精神封印 等待着你将来的救赎 这段记忆 果然太过震撼人心 回过神来 李轩脸上的表情 那种古景无波 终于出现了波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八十七集 其实 知道了结果 又怎么样呢 无非是给自己的心 寻找一个可以释怀的理由 和借口 如果 真的因为爱情 而失去了爱情 那么爱情本身 也没有什么爱与恨可言 那么 一切就随缘吧 不管有爱 还是没有爱 都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她还是 无法去干涉结果 李轩点燃一根烟 抽了起来 杨小兰已经离开很久了 这一次的离开 可能是真正的离开吧 这是一份感觉 但是感觉 不得不说 真的会很准 而这个时刻 张无风也依然没有去想过 她自己是张无风 而只是李轩 这个结果 她根本不能去承受 因为她必须要等到 她还没有觉醒的那一部分记忆 继续地觉醒 尽管她暂时只知道 她其实就是张无风 但知道了 其实还不如不知道得好 因为知道了 她就有些不好面对冷寒阴了 这个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 她暂时只能是依靠 一个普通人 李轩 李轩 怎么忽然这么不开心了呀 杨小兰呢 冷寒阴走了出来 月光下的她 穿着一条美丽的裤裙 上身是一件紧绷的黑色毛衣 整个身材被完全地凸显了出来 特别是胸前的双峰处 很是傲人挺着 颇有些惹眼 她 她走了 李轩吸了一口烟说道 走了 她怎么不在我家休息啊 都这么晚了 你也是的 也不去送送她 冷寒阴有些责怪地说道 她没事的 李轩说着 转移话题道 你怎么出来了 我就是出来看看 天也不早了 我们去医院吗 去吧 我这个当哥的不去照顾她 李婶会很疲惫的 那我们去吧 好 医院里 因为事情解决 汪春瑶 依然却在这里守着 没有离开 不过因为事情摊开了 她的压力也好了很多 因此这个贵宾病房里 也特意安排了 陪睡人员的病床之类的东西 除了汪春瑶 还有冷寒阴和李轩的 到了医院的时候 汪春瑶正在为着许晴知东西 而李月娥 则是在一边的床上 躺着睡着了 因为事情办下来 她可能也是放心了 因此睡得还是很沉的 李轩和冷寒阴到来的时候 汪春瑶顿时就发现了 不过 在喂完许晴吃了一些流食之后 就有些忐忑地站了起来 李轩 冷小姐 你们来了 哥 冷姐 你们来了 汪春瑶和许晴 几乎是在同时说话 嗯 白了 晓晴啊 你好些了没 李轩只是扫了汪春瑶一眼 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和许晴说了起来 这样的人 在之前 他绝对会一下子要了他的命 但是现在 他却渐渐地 看得平淡了 哥 我好了很多呢 你的医术真的太厉害了 其实被卡车撞的那一刹那 我已经就知道 我死定了 只是哥你太有本事 或是生的把我留住了 以后我不会和你吵架和你欧气的 我知道 你都是为了我 为了我好 我有一个好哥哥 许晴轻声说道 语气里的成熟 也在经历了一次死亡之后 完全地表现了出来 小晴啊 无论你怎么变 都是哥的好妹妹 李璇走进许晴的病床边 抚摸着他的头说道 他语气里的温柔和呵护 旁边的冷寒音等人 都完全而真切地感受到了 哥 许晴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 会因为短短的一个字 一句话而感动 特定的时候 特定的话语 特定的心情 哥 再给我唱歌吧 好不好 好吧 哥今天就是你的签约歌手了 嗯 我要听这个 好吧 腾歌耳的 行 阿杜的 没问题 小沈阳的 呃 这个可以不唱吗 哥 你模仿不了小沈阳吗 嗯 这个不是哥模仿不了啊 而是他太简单了 而且哥是纯爷们 不嘛 哥 我就要听小沈阳 你不觉得他太娘娘腔吗 李璇有些翻白眼的冲动 原来 呃 翻白眼啊 确实是一个完全可以表述很丰富心情的一种动作 他可以表示无语 无奈 郁闷 窘 蛋疼崩溃等一系列的心情 只需要一个白眼啊 这些无法形容汗颜的心情 立马就可以表现出来 可谓是省时有省力 不觉得呀 很有意思 很多人一边骂他 一边看他的小品二人转啥的 好吧 我模仿 李璇和和笑着说道 论起李璇这个身份 和许晴的关系 还是很可以的 尽管最初 许晴对他不好 但是心底深处 还是承认了这个哥的存在 再说 丽莎灵儿做的一切 无非就是偿还活命之恩 一报还一报 这是对方了解因果 那么他也就只能在这样的因果之中接纳 除非是不想活命了 那么实力 没有恢复起来之前 就必须要本分的去做好一切 而李璇呢 也明白 这种恢复 无法动用天眼能量 也就是啊 只能通过类似乾坤壁之类的东西 来恢复自身的能量 当然 一些古丸也是有这样的特殊效果的 因为一些古丸之中 会有特殊的灵气 之所以 之前可以精准地判断 除了因为他本身 对于古丸的灵气 有所感应之外 还在于 丽莎灵儿在决斗之中 击杀他之后 被龙气逆转 而龙脉龙气能量之中 却是包含了一位 近代学者的强大精神意识 还有隐约的 一位古代当店铺老板的 记忆的片段 这些呢 应该是当初黄依依 妄图运用超能记忆 来修复龙脉 而做出的累积 却是因为龙气 被张无峰修复 后来无意识地 张无峰救了之后 留在了他的大脑之中 被精体本能吞噬 吸收掉了 此刻 所以张无峰 也就是李玄 才具有古丸的 强大的能力 除此之外 张无峰本身 也在当初 首都博物馆之类的地方 所见所闻 了解了一些东西 同时呢 又吞噬过几个人的记忆 虽然了解不多 但是多少也是有了解一些 综合在一起 才有现在这样的 古丸水平 正是因为知道这些 李玄也才明白 古丸之中的一些灵气 其实也就是 最好的恢复手段 所以他心中已经决定 暂时买一栋别墅 然后呢 做做古丸方面的收藏家 也是不错的 陶冶情操 逐渐地做到 放开 进化 升华 不过 因为天空之城敌对的势力 来势凶猛 所以李玄暂时 也不会和苏儒等人联系 这不是狠心 而是不能打草惊蛇 而且 只要他不思考 有关天眼相关的问题 那么 那些势力 就只会认为 他已经身亡 也就不会在意蔡之强 苏儒等移动 普通人的 至于说仇家复仇 这个是不会存在的 如果一个天眼强者 因为死亡 其家人没有了保障 那么那些天空之城 组织的成员 还会放心 安心地为天空之城 办事吗 其实啊 这就是一个忌讳的问题 这些事情 也已经逐渐地明朗了其类 不过第二份心思 却是完全地 始终保持着 观想宇宙为无色为空 只是本能地自我修炼 自我封闭 而不显露出来 而第一份心思呢 则是一心地 理学来面对生活 这是一种自我的一种保护 也是一种机制的过程 是一种累积资本的过程 哥 你为什么模仿得这么厉害呢 就像是他们在现场表现一样 这感觉 那是相当的震撼啊 许晴一脸迷醉地说道 其实每个人都有特点啊 你唱歌的时候 只要抓住了这些特点 其实就会很简单的 当然了 用词语去表述出来 这些特点 却只是有些夸张的感觉 但是 其实啊 也就是抓住了一定的特点 这个特点 要自己配合感觉 拿捏就可以了 比如张宇唱的歌曲啊 就要适当地压着嗓子 然后以一种老人的语句去唱 而且啊 他唱歌的时候 就摇头颤音一样 你可以试试 李玄笑着说道 其实这个 也是因为曾经有一个视频有总结 而他自己呢 有这样强大的能力 自然在这些方面 就成了小儿科了 哥 你真是天才啊 许晴顿时高兴了 自己尝试了一下 结果笑得花枝乱颤的 还捂着腰部和腹骨道 哎哟 小得肚子疼 真惨啊 这会儿 汪春瑶和冷寒音 也都肩膀颤抖着 却没有笑出来 怕打扰到李月娥睡觉 不过这会儿呢 李月娥却依然睡得很熟 她一直很疲惫 李玄也就控制着内筋 环绕了她的身侧 挡住了部分的噪音 再加上 给她适当地加了一点内气护齿 这样 她就可以安睡很久了 那政治话呢 政治话很简单啊 敲凶颤音 她其实以前不用敲凶的 她敲腿的 腿折了就改敲凶了 这个 我是女孩子 也要敲吗 你别敲了啊 免得一大一小不好看 哥 你好讨厌啊 好吧 我承认 那你说 刘桓老师的特点呢 还有其他人的特点 刘桓老师的特点呢 是感冒型 鼻子不逗气 然后把脖子紧缩 带着鼻音去唱 腾格尔的就是用最大的力气 发出最小的声音 要表情凝重 夸张一点 用力极大 吐气极小 当然啊 高潮的时候 可以用沙哑的喉咙踏好 也是模仿成 嗯 大便的时候使不上劲的感觉 到了高潮 把裤子一提 扑拉拉 那种感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李璇一口气 模仿了一百多位 除了开始男生的分析 后面还有女生的分析 可拉比小新呢 樱桃小丸子 喜洋洋美洋洋等 儿童版的声音 都火灵活现 一翻下来 许晴在不知不觉之间 都没有发现 她原本伤口的疼痛 也在逐渐地消失 李璇 你真有才 也很幽默 比以前总一张沉脸 好多了 深沉着不好吗 其实啊 我不能再表现太好了 免得你不可自拔呀 李璇笑道 你臭美吧你 冷寒音笑嘻嘻地说道 你以前还不是冷美人吗 在我面前啊 还不是很啰嗦了 那还不是都怪你 谁让你这个狠心的人 坏蛋总欺负我 冷寒音说着 又开始使出 降龙十八掌了 李璇的脸颊的肌肉 微微抽搐了一下 说道 好吧 我承认我欺负你了 那你欺负我一次 这样大家就扯平了呀 哥 你真给力 小孩子别胡说八道 你现在只能打酱油 是啊 什么都是服务员 养好病才是正解 许晴寒言道 这才像话 哥 这个系统不好 太麻烦了 你帮我装成兵器的吧 驱动不支持吧 不习惯就别玩了 睡觉吧 啊 不 我习惯习惯 马上就会了 许晴赶紧把本本 抢到一边 抱在怀里 胸前的玉兔 都被笔记本压扁了 唉 可怜 而又幸福的苹果本本啊 李璇感叹了一句 他倒是没有 调戏许晴的意思 不过男人嘛 总会有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从脑海之中一闪即逝的 而偏偏李璇在这方面 智商太高了 抓住的东西 也就太多了些 哥 我觉得我过几天就差不多了 到时候就上上网 看看电子书 或者是带妈妈来的书吧 你也别总是浪费这些时间 你不是在找工作吗 不是还要和冷姐姐交流感情吗 你去吧 别以为我单位时间了 许晴很认真地说道 呃 我要找工作 李璇有些奇怪 不过他猜测啊 这可能是对方接受到了 李沙灵儿的影响 而认为他就是他的哥哥李璇 因此才这样 所以李璇释然道 没关系啊 钱什么的 哪里有可爱的妹妹重要呢 李璇笑道 哥 你要是不是我哥该多好啊 许晴看了李璇一眼 微微低头 嘀咕了一句 嗯 小晴啊 你是什么 我说 你是我哥真好 许晴改了个字 回答了一句 李璇自然明白 许晴有些喜欢自己的 虽然说兄妹 但是感情产生了 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只要一方非常优秀 总是难免的 因为接触时间最长 不过 这些却没有在 李璇的考虑范围之内 许晴只是个十四五岁的 青斗初开的少女而已 李璇 小晴我会照顾的 你放心吧 有事忙 就不用整天惦记着陪着 反正我没事 我每天在家混吃等死 照顾她 和她一起说说话聊聊天 了解一下她的生活也是很好的 我们也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呢 汪春瑶有些躯躯不安地说道 对于眼前的这个男人 看似在笑 但汪春瑶着实有种真正的恐惧感 特别是一个有着杀意的眼神 老天呢 这都让她连续几天 梦里梦外 都是一双巨大的 缓慢睁开的 凶恶的眼神了 除了这个没有别的 所以汪春瑶醒悟是一回事 惧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嗯 我知道了 李璇点了点头 她也知道 许晴渐渐地好起来 只等住院恢复了如初就好了 其他的呢 也已经不需要担心了 而她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六个月的期限就要到了 她必须去抓紧时间 走遍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 去淘宝 去吸收宝物之中的部分灵气 这些古玩之所以有价值 也是因为其中有类似于巨灵一般的东西的 比如说书画 一位大师倾注了很大的精神投入其中 随着这幅画的面试 其中的精神能量蕴含其中 随着历史变迁 能量逐渐沉淀下来 那么就像是能量被历史淬炼一样 逐渐地沉淀出了精华 当然这并不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是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李玄也就是张无峰最拿手的 就是代入干 他曾经假定自己是画佗 从而理解了青囊精 而此刻在鉴定古玩之类的时候 也自然可以取代那些名人古人 以那样的一份心境 用自己的心去体会当时的人和物的心 当然感染 渲染出当初的一份心理路程 这就像是跨越时空 感悟人生一样 这其实也是一份能力 只不过这份能力 人人都有而已 这就好像在教书的时候 老师会问学生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就是让自己学会去站立在作者的角度去思考 这个就是所谓的意境 意境 意境 就是用自己的心和思想去创造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里有自己的温博的知识 有自己的思想感情 也有自己的强大能力 然后去传递出去 懂得这个意境 就会认识到这种东西的珍贵 不懂这个意境 就会认为 这只是一幅画 一个字 这同样的成为了一个武林高手 用爵士的刀法 将土豆 削成了一只鸟 不懂鸟的人 看到这是一个土豆 被削成了一只鸡 而懂鸟 不懂土豆的人 只会看到一个雕刻成的鸟 但是 懂刀法的人才懂得 这不是土豆 不是鸟 而是一部惊天动地的爵士刀法 这个鸟 这个土豆 可以让它经年累月不吃饭 从而悟出这一套刀法 这就是古丸的意义 真正的古丸 真正的大作 就是有这样的功效 而李玄呢 只要本能地去接受 这些夜景的熏陶 去接受这些古丸上面 精华能量的洗礼 那么 还会怕实力恢复不了吗 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境界超了 伤势恢复 还会远吗 正因为了解这些 正因为知道 三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孩子即将降临 所以 他必须抓紧时间 李玄 你想什么呢 这么投入 汪小姐还等着你的回答呢 冷寒音碰了一下李玄 让他从沉思里清醒了过来 嗯 那小婷就交给你照顾了 等小婷好了 你也会很好的 李玄看了汪春瑶一眼 这一次 他的眼神之中 是一份鼓励和信任 这种眼神 让汪春瑶的心 似乎一下子就融化了 谢谢 谢谢 他似乎不知道 说什么话了 因为这一个鼓励和安慰的眼神 忽然就让他感觉到了 宛如阳光温暖的心灵一般 心中的冰雪 似乎在这一刻 已经开始融化了 那些惧怕 似乎在这瞬间消融了 他才觉得 欺压别人的时候 原来别人 会是如此的小心翼翼的 瞻前顾后 会是如此的害怕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八十八集 第二天一早 给许晴以及李月娥 买了早点之后 李璇和冷寒音 一起离开了医院 来到冷家别墅的时候 冷少华暂时 还和天风集团通话 而李璇呢 也就拿着隔壁别墅 那个被包养的女人的电话 补打了过去 喂 你是冷家的女婿吧 电话接通 那边就传来了一个很妩媚的声音 你可以这样认为吧 不过和冷家没关系 你的别墅卖不卖 我给你现金或者转账 一次性全部到账 李璇平静地说道 我看到你了 要不进来坐坐 我们一边聊一边谈 怎么样呢 女人话语里很是妩媚 想包养 李璇汗言了 这年月 求包养的人大有人在 这是什么时候 竟然轮到了他头上了 怎么样 帅哥 你也不给个话 大男人的嘛 怕个锤子哟 对面的女人 脸上刮着妩媚的风情 朝着李璇飞檐呢 我当然不会怕锤子 就怕锤子被人抢啊 我看还是算了吧 李璇腼腆地说道 小气男人 还真怕我吹了你哦 放心吧 我家那死鬼可是看得简单 女人笑得花枝烂颤 我还真是有点怕 毕竟啊 我魅力太大了 这点还难说呀 李璇直撑地说道 哈哈 小朋友 你还真是很自信嘛 别墅呢 想买就来我家谈谈 而且 我还会给你个优惠价呢 不想买呢 你就别来了 给再多的钱也不卖 嗯 其实实话告诉你吧 你很像我的偶像 和我偶像呢 我那是彻底地没有机会了 所以呢 哈哈 和你一起过过节 体会一把吧 体身 对 哎 算了 旁边还有别墅 李璇倒是不怕这个 美丽的风骚少妇 而这相比较而言 冷汗云池飞醋的本事 在看涨 而且他也确实不太喜欢 这个美丽寂寞的少妇 因为啊 他不是普通人 这个少妇心中想逆推的想法 实在太强烈了 为了他自己的清白 为了不被逆推 李璇可是不想招惹 这样的寂寞少妇 俗话说 女人三十如狼 这少妇啊 只怕就二十八了 但是那欲望强烈的 让李璇都觉得惊骇 这样的女人 那个什么什么 神老子的疏离领导 每天晚上不吐血 三声都难啊 只怕是 各种的销魂滋味 咬吐血了 这种重口味 李璇一向不喜好 其实啊 他更喜好萝莉 郁姐 人妻啥的 嗯 说到底 他其实还是个 很正经的人的 对于这样吃 啰啰的勾饮 嗯 坚决不去 怎么了 他不愿意卖吗 哼 现在不卖了 挣点钱 等他家那老色鬼死了 他什么都捞不着 冷寒音不写道 你对他 很不喜欢吗 是啊 他家庭背景 我知道 家庭不错 也不缺钱 但是他自己啊 喜欢到处混 上学期间 就谈了不下 二十个男朋友 堕胎次数 超过七次 所以已经不能生孩子了 也就彻底这样了 不仅如此 还喜欢勾到别人的男朋友 说什么 是对爱情的考验 对男人的考验 呸 真很恶气 冷寒音 语气激愤地说道 哎 你这么生气 不会是 不准说 李璇顿时 黑黑笑了笑 也不说了 看样子 冷少华 也差点成为 其群下之臣呢 难怪对这少妇这么 不过呀 男人多半是 下半身考虑得多 英雄难过美人官 大敌也是如此 这样才是正常的 可怜的冷少华 估计是进去被勾引了 但是没成功 要不然 成功了 就不会处之淡然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很小气啊 只是不管别人怎么样呢 我是很少去厌恶别人的 因为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过去 只是 这个是人的一份感情 就是因为 他要一份东西 他男朋友买不起 就把他男朋友甩了 在这之前 他男朋友 也就是高中的同学 学费什么的 全部的生活费 都给了他 后来拿不出钱了 他就把人家踢了 你说这样的人 你很清楚啊 他抛弃的第一个男朋友 就是我表哥 为此我表哥自杀了 他还一点愧疚都没有 真不知道 他的心是不是肉掌的 你这样说 我倒是想去和他谈谈了 这样的人 让他住在附近 还不如让他拿这钱滚蛋呢 你别过去吧 我爸打电话 不是让你和他一起去李家吗 李爷爷的孙女李盈盈 一等一的美女 你去吧 说不定 那个高傲的女子 尾身于你 比这个不是好多了 冷寒音 粗劲四射地说道 你呀 其实不是所有的男人 都对心爱感兴趣 真正的强者 七情六欲 可是都是可以自我掌控的 这些你可能不懂的 唉 你去吧 男人都是这样 出去会 总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的 理由吗 如果我要混 我会直接告诉你 李璇正色说道 对不起 我只是想说 他还是有那种病的 本来我真不想啰嗦的 只是 想和你多说说话 等哪一天你厌倦了 我就会离开你 和你小吵小闹 只是想引起你 注意我而已 我可以理解的 不过 你也要理解一下 我的个性 我不喜欢说谎 也不喜欢别人 质疑我话的真伪 所以啊 其实你的心 我完全明白 要不然 我也不会嘻嘻哈哈地 和你说着玩了 我和你一起去吧 至于 你离开的事情 等你遇到 你喜欢的人再说吧 李璇看着冷海音 看着这个女人 不由有些无语了 实际上 他对于感情 却是没有太多的感觉 爱博辛劳 这种情况 只有经历过的 才会体会到 不过此刻 他不可能去思考 另外的东西 因为越是思考 就越是会唤起记忆 所以 他只能顺其自然了 我不去了 你去吧 我和他很不待见 那我去了呀 樱花别墅 别墅的名字 挂着樱牌 是代表了什么呢 总之 第一感觉 不是疯狂 不是欲望 也不是忧伤 只有麻木 与绝望 走进这个别墅 少傅笑嘻嘻地 脸上带着 妩媚的风情 带着几分调笑地说道 小帅哥 来了呀 坐 我先去洗个澡 你身上已经很干净了 不用洗了 李玄扫了一眼 这个美丽的少傅 他穿着很暴露 甚至没有带胸招 胸前的露点很严重 而且衣服有些透明 只是一眼 就可以看见平坦的小傅 那稀疏的几根毛发 当然了 这其中 也因为李玄 有着鹰幕 干净 很久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我最大的乐趣 就是每天 很多次走 洗完澡之后 用一些东西 来自我刺激和安慰 苍井说过 我演绎的是我的人生 他们演绎的 只是他们的冲动 你懂吗 我懂 你很想把我推倒 想狠狠地虐待我 狠狠地干我 但是你又觉得 不该去这样 对待一个 心目之中的偶像 不该太淫荡 太没自我 我不理解 你为什么这么做 李玄想了想说道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和你说 你想知道也行 把我弄舒服了 我就告诉你 我还有很多秘密 很重要的秘密呢 少夫与其 继续带着几分诱惑 其实啊 在进入这个别墅 李玄就运用了 几分内劲 刺激了一下 这个少夫 这不是因为 他想控制 利用别人 而是想刺激一下 了解一下实情 从时一到如今 王春瑶的事情 告诉他 每个人的命 都是宝贵的 就算是 他们做得很不对 他们很下作 很贱 但是他们的命 也是命 如果可以在 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挽救 那么 这就算是 一份功德 李玄求的 不是功德 而是真正的开始 天空之城 小说之中的人生的时候 他才发现 他的人生 开始和他 写旧的天空之城 有着一定的关系 如果是这样 那么生命 需要放开 需要进化 也需要生华 珍惜 尊重生命 才可以真正的 有境界 这些不是因果关系 而是在打打杀杀之外 还有另外的一些东西 需要思考和酝酿 如果 当初不是因为这种心态 他不救李莎灵儿 那么就算失忆了 杨小兰的到来 他势必会苏醒记忆 那么 也就是他死亡的时候了 当然 这是一个给别人一个机会 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如果是不知悔改的人 自己还是需要杀的 此刻 不是因为这个少傅在引诱他 而是一个真正淫荡的人 物质的人 那么 必然不会做出 藏花的举动 但是亭前的花园区 明显有独自哭泣的伤感 而且 在花园的一个角落 有一个很小的 小到别人无法发现的 类似坟墓的存在 这里 似乎挟刻着一段特殊的东西 你能知道什么秘密啊 我就是知道 你不知道啊 冷风集团 已经被我家那死鬼盯上了 他那上面的人 准备弄到退休的冷领导 不多家产呢 你就等着吧 再几天 股票等风波就会出现了 到时候 会有 嗯 超过三百亿的美金 对冷风集团的股票 开始疯狂地收购 这一次 冷家必死无疑 除了这个 还有 想知道吗 想知道就赔我吧 少傅被李玄弄了一下 顿时有些醉酒一样的糊涂 李玄随手一挥 一股内剑顿时化解了他的迷茫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虽然我不想说 但是我仍然为李祥不值得 为什么 难道就是因为 你后把墙包了你 你就放弃了人生吗 对 你已经不纯洁了 你放弃了李祥 但是你知道他怎么想的吗 他绝对不会责怪你 嫌弃你 甚至还会更加地疼爱你 就算是 当时你们在高中 那又如何呢 很多人在高中恋爱 到大学毕业之后结婚 这些都不是问题 你放弃了你自己 用身体勾引别人 成为了妓女 三陪 你这样以为败坏的是 你父亲的名誉 你太蠢了 他都可以这样对你 又有什么名誉呢 对 后来你报复了他 让他坐牢了 让他名誉扫地 抓到他瓢山后 爆出什么什么视频 但是因为这样 你母亲不堪忍受 终于自杀了 你的堕落 你母亲已经心思 他依靠的那个男人 他还活着 干什么呢 所以更加疯狂 你恨男人 恨社会 故意感染了艾滋病 然后纠缠一个个的男人 其实你这样做 不过是害了 更多无辜的女人而已 这种病 十多年的减伏期 十多年 这些男人 有钱有势 可以败坏很多 纯洁的女人 这些 都不说了 没有意义 关键是 你不该去仇恨 既然事情发生了 将他送上法庭 或者砍掉他的那玩意儿 才是真正的报复 然后告诉你妈妈实情 让他离开那个男人 而不是你的选择 我承认 这件事做的 确实很让人 愤怒和无奈 特别是对于 爱情憧憬美好的你 更是如此 够了 我说这些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说一点 你不是我 你根本无法了解 我当时的感受 好吧 就算是你可以了解 我问你 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还会有谁要我 你要不要 你回答呀 少夫冷静下来 被揭开心底的秘密之后 他似乎有些疯狂的 歇斯底里了 如果你放不开 我可以让紧你 忘掉这段往事 至于说我 我和你没有情感 说爱之类的 那都只是可笑的谎言 我自己有女朋友 李玄人说道 都只是会说一些 好听的而已 有什么用 男人对于女人 只是得到手了 那就不会珍惜的 我算是看透了 你以为我没有试过 我为什么谈 那么多的男朋友 就因为他们都觉得 我可以轻易地上手 所以就不知道珍惜 而且你不知道 有些人 根本就是为了 一份欲望而已 我当时还有些希望 既然我已经不是处了 我就撒谎说是 其次行车弄破的 然后还为了爱 去奉献自己的身体 可是我得到了什么呢 连续几次被抛弃 后来我也懒得解释了 别人和我干我就干 想干我就要付出代价 免得被人玩了 还什么都没有 而且我不仅勾引男人 我也勾引女人 还有 我那个畜生泡爸的爸爸 我也勾引过 还挡着他的面 挡了一回他的娘 真是开心啊 那次老家伙兴奋了 竟然脑衣血了 真是大快人心 他敢说出去吗 我就是要报复 对 就是要报复 我要让这些邪恶的人 统统都染上艾滋病 那又怎么样 这是他们欠我的 这个少夫嘶吼着说道 这国强大的怨念 实在是惊心动魄了 看看这个女人这样 李轩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这个世界 从不缺乏悲剧 但是真正的悲剧 却总是会让人无奈 你这样做 有什么意义 你又报复了谁 关键是 你快乐吗 李轩看着这个少夫 语气平静下来说道 之前确实被这个少夫的气势 所震惊 但是李轩 却还是直指本心地询问道 因为每一个人做事 都有一定的考虑 如果只是怨气的话 这个少夫就不再会有冷静 也不会再和他说话 而只是会歇斯底里地疯狂 但是此刻他说话了 也就说明他其实只是想爆发 想发戏而已 这样的情况 关键还是一种心理上的态度的拿捏 懂得了这个情况 其他的也就会很好地解决了 我快乐吗 是啊 我快乐吗 少夫喃喃自语 然后陷入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呆滞之中 李轩看着他的模样 此刻也只能轻叹一声 这个妇人 就算是他给他治疗好了身上的疾病 那么他的情况也不会乐观 因为他长期处在那种压抑和变态的环境之中 而且长期地沉浸在欲望之中 他的欲望大至极 一般的男人也根本无法满足他 而这样的女人 只怕会依然很悲剧 李轩点燃一根烟抽了起来 默默地等待着这个少夫的变化 只要他自己能想明白一些问题 那么他就可以放下 放下了才可以升华 当然通过一些情绪的判断和感应 大体上了解了他的一些过去的情况 同时李轩也知道 这个人的姓名和出生地之类的信息 这些只是因为对方的枪法太强烈 才能感应到的 但是他并没有说出来 也没有去呼喊这个人的名字 美丽的少夫名叫何玉洁 这个名字其实还是很好听的 而且名字里偏偏带着 冰清玉洁的玉洁二字 但是因为这个名字 他反而很多时候更加难以释怀了 丽玄 谢谢你 你说得很对 实际上在我报仇之后 我就已经可以放手了 但是我自己却沉沦了 何玉洁在此抬头的时候 眼中的欲望和扭曲的心情等等 似乎都完全地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颓废 似乎因为有些东西搁置在心中发泄了出来 然后就真正的释然了一样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心情和态度 但是却让人心生怜悯 不要客气 其实每一个人 每做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人之初性本善 性本美 这本身没有谁对谁错 社会环境等等的改变 才会是一个人改变的初衷 只不过 你走上的是一条别人无法理解的 痛苦的道路而已 如果不是一份挫折 现在的你 恐怕会是一位非常娴熟 娴德的家庭主妇了 李璇语气轻缓地说道 对于这个女人知道她的资料 这个完全不难 因为她在买房子之前 有过电话联系 同时呢 这个女人只怕是为了房子 开始也有查阅过她的资料罢了 如果 你说的是如果 这个世界 就算有着很多的如果 才会让人产生一种侥幸的想法 其实人的本性 也占据了一定的因素 就算是物质 欲望 充斥心扉 最后走向沉沦 每个人都走向沉沦和自暴自弃 或者背叛 其实都是性格里本身决定的 这不是说她以前好 也不是说不好 是她变了 而是一些小的问题本身 就决定了这个情况 以后必定会发生 何玉杰说的话 有着很深的感触 她说得很自信 也很确切 至少在这个方面 她有着绝对的权威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声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289集 何玉杰说的话 有着很深的感触 她说得很自信 也很确切 至少在这个方面 她有着绝对的权威 李玄点了点头 表示认可 事实上 有些话 有些事情 她确实没有说得那么详细 也无需去仔细地说 千里之堤 毁于乙穴这个道理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 一句话 一个眼神 多少就都明白了 你身体不算好 我等得针灸 怎么样 帮你治疗一下吧 以前的就当是一场噩梦 都可以随之消散掉 李玄看着何玉杰说掉 你认为 我就算康复了 我还会好起来吗 那我帮你消除掉 曾经的那部分记忆 这样行吗 可以 那你试试吧 虽然我准备死了 但是我亲生父亲那一辈 还是有个叔父 他们家境不好 但是曾经对我也像是 亲生女儿一般 对于他们的恩情 我还没有偿还 我可以偿还一下 好 李玄点了点头 心中也算是 肆染了齐磊 房子原本我是不想卖的 但是那个男人说 让我缠住你 然后麻痹了 同时 他们好对付冷家 这样这个别墅到时候 还是会回到他们的手中 暂时卖给你是没问题的 不过这些我都告诉你了 房子也真正地出售给你 这边的房价是四万一平 别墅的价格要更高一点 五万还难买到 三百六十平方的话 带着游泳池和花园 他们说优惠价是一千五百万 但是得要现金 钱好说 既然是这样 那么钱我给你一千八百万 多的三百万 你自己带回老家去 你叔父家境不好 你也可以帮忙处理一下 李玄想了想说道 这 其实我自己平时 虽然大手大脚地花钱 但是私下 也有七八百万的存款 就一千五百万吧 我不想再欠你的了 而我这肮脏的身体 已不值钱 偿还不了 你不要这样说 那些钱是你的 我的钱是我的 光是你给出的消息 其实已经不值这个价钱了 李玄说着 看了看旁边的笔记本电脑 当下要过何一决的账号 先打了一千五百万过去 然后单独地转了三百万 给他另外的私人账号 以他现在的账户级别 网上大额度转账 还是没问题的 三天之后 冷风集团怎么办 何玉杰担心地说道 这个你别担心 他们翻不起什么浪花的 李玄微微一笑 然后往胸口处一摸 拿出了一把玉针 你站好就可以了 我现在给你施针 针灸 不需要脱衣服 李玄赶紧制止何玉杰的动作 何玉杰有些红肿的双眼 微微露出几分别样的光芒 然后他微微低头 站着不动了 石桑跟玉针 而且没有精力的辅助 效果降低了超过三分之二 只有平速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且呢 针也不齐全 效果再减了三分之一 那么 其真正的效果 就只有九分之二了 不过 这个近乎五分之一的效果 配合着内进也差不了 这个情况 李玄也没有在意 关键是 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后 他对于青囊经那种医术能力 有着绝对的感悟和心得 同时 实力虽然没有恢复 但是终究还是没有降低 而且是在缓缓提升的 因为金色龙气 依据将金环冲击到了 绿色金环第五层的境界 现在这个境界存在 但是 需要逐渐地 一点点地恢复过来 而自主恢复的这个时间 似乎有些长远了 感觉真的很好 不过你这样 我心中反而更是内疚了 如果早六年认识你 或许 我会心甘情愿地当你的情人 而且 只会伺候你一个人 现在 或许只要等到下辈子 才可以报答了 何欲杰心中淡淡地想着 好好活着 好好地珍惜以后的缘分 以你的阅历 什么是真心 什么是虚假 你已经可以分得很清楚了 李璇感觉到对方的想法 当下回答道 不过这一说话 他顿时就意会过来 对方是在心中想的话 而不是说出来的话 既然已经说了 李璇也就装作不在意了 嗯 我会的 何欲杰看了李璇一眼 目光之中 感激之情很浓 这种感恩的能量 淡淡地飘进了李璇的身心之中 让他灵魂都是为之一阵的激荡 显然 越是诚心地感觉 这种能量 越是让人心旷神怡 尽管这能量非常少 也非常的小 十分钟左右 针灸完毕 何欲杰身上出现了很多幽黑的 暗黄色的油脂之类的脏水 显然他身体里的杂质 还是很多的 特别是 其中一些男人 所遗留的东西 嗯 好了 你去洗澡吧 我也该离开了 今天我和冷伯父一起 去李家鉴赏古玩 那么房产产权的事情 你就办好吧 嗯 还有啊 我修复了一下你身体的机能 还有你噩梦般的记忆 已经被淡化了 以后渐渐地忘记那件事的 同时 你生理方面的情况 也恢复得很好 宫颈弥烂的情况 也完全恢复了 还有艾滋病 应该有三四十年 不会发作吧 三十年内 也不会传染 不会遗传给孩子 嗯 你可以受孕了 你受损的子宫 也已经完全地修复好了 不信的话 可以去全面地查复一下 信 我当然信 你给我治疗的时候 我可以感觉到你 偶心力血地付出的那种 大量损耗的精神和内健 就算是你 我也会好好重新做人的 李玄 谢谢你 世界上有你这样的人 才让我觉得 这个世界 还有着美好的一面 何玉杰感激涕零 尝试了突出 他才明白 幸福和美好的生活 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什么人做事会不求回报 会如此竭尽心力地 损好自己的毕生修为 去为别人治疗呢 这是真正地对他好 而别无所求 一个随手几千万 不皱眉的男人 会在乎他的一栋别墅吗 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 何玉杰心中明白 一个挥手间 内进可以凝聚成 强大的武者 想要什么会没有啊 还会在乎那些人 对冷家的行动吗 何玉杰虽然只是一个 被包的二奶 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 但是他自己的见识和阅历 并不比任何人差 特别是 混接于这样一个 达官贵人之中 对于武者的认识 他还是非常清楚的 正是如此 他才知道 一名内进 可以达到 化尽程度强大的武者 杀人 那是真可以不偿命的 什么法律 那不过是对于普通人而言 真正的强者 真正的掌权者 向来都是 有利于法律时外的 正是因为这样 何玉杰才更是觉得 对方对他 根本没有任何的企图 对方似乎是真心的 想要让他放开 想让他放下 然后真正的重新开始 有时候 很多的懊悔 只是因为没有一个 重新开始的机会 有这样的机会 很多人都会做得更好 更加优秀 何玉杰也是这样 可以生孩子了 他父亲也可以寒笑九泉了 身上的病症和痛苦的折磨消失了 他也再没有被束缚的感觉了 何玉杰 怎么说呢 最开始的时候 我和你一样 很是奋事计俗 但是 后来我明白到 其实我太偏激了 这个世界上 确实有很多狼心狗肺 人面兽心的人 但是绝大多数人 都还是很好的 只是因为社会太混乱 欺骗太多 信任度严重绝失 所以很多人 都选择了自我保护 就像是很多的乞丐 其实都被人幕后操控的一样 但是即便是这样 千人之中 有超过百八人的明白 知道这是骗局 但是依然会给钱一样 大多数人 都并没有你想得那么差 只是在这样的社会生存 他们有一份 他们自我伪装的保护而已 所以 你要学会去放开怀抱 去多为别人体谅 多多的理解和宽容 这样的生活 才会美好和幸福 这样 虽然说似乎很傻 但是如果你两个人 可以明明成为很好的朋友 但是你等他放开怀抱 放开隔阂 他却等待你放开怀抱 放开隔阂 这样的结果 就是悲剧 所以 尝试去相信 去判断 这很重要 就像是我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已经决定 好好地帮你一把一样 李玄宇重心诚地说道 当然 他也告诉他 相信别人 也是有讲究的 要懂得明点是非 不要被别人的假象欺骗 这些话 他之所以说出来 主要还是因为 他可以感觉到 何玉杰真正地释然了 放开了 李玄 谢谢 谢谢你 我会重新开始的 我处理了房产之后 会送到冷家别墅去 那房款 会转到那个男人的账户上 然后我就会离开了 何玉杰轻声说道 嗯 你也可以放心回去 那个男人 他不会有机会去找你的麻烦的 李玄自信地说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离开了何玉杰 李玄走出这个别墅的时候 冷寒音已经在外面等着他了 冷寒音靠着红色的兰博基尼 拿着一本书 在全神贯注地看着 那认真的样子 倒是有着一种 别样的闲静的美 在看什么呢 这么入神 李玄看着冷寒音 微笑着说道 他一说话 冷寒音这才回过神来 在看天空之城呢 我发现 嗯 里面的主角和你同名啊 看这本书 就像是 在想象你的经历的那些事情一样 感觉很有意思呢 冷寒音笑道 你把主角想象成我的样子 李玄无奈地说道 我也不想啊 但是自然而然就成了你的样子了 没办法呀 谁让我和你都这么熟悉 你有偏偏叫李玄呢 所以 我就忍不住要想了 还有 看到你和丽莎灵儿的事情 我都有些吃醋了 美女 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醋啊 你这样还得了啊 再说 我就是我 什么我和丽莎灵儿 说得让人无语了都 我说的是书里的李玄 别太小气了 真是的 一个大男人这么小气 嗯 我服了 唉 行了吧 凯路 路程很近 但是冷寒音还是 将车开进了冷家别墅的车库 然后才拉着李玄走进了别墅 丝毫没有什么打小姐的礼节之类的 行为动作比较偏向民风彪悍的少数民族女子 你也去吗 李玄好奇地问道 我去什么 我又不懂 去丢人心眼啊 冷海音翻白眼道 你不去把我拽这么紧干嘛呀 还有啊 你的大拇指和食指 可不可以不摩擦我腰部的肋骨啊 再说就没命了 哼 你这骨头跟铁块似的 把我手都弄疼了 冷寒音俏脸微微一红 随即大大咧咧地说道 松开手 朝着李玄温柔一笑 让李玄不又有些警惕感顿声 顿时 他才温柔地说道 李玄 我在家等你哦 你早些回来啊 回来了 我们一起去买家具生活用品 帮忙打理一下那个别墅 好吧 李玄有些汗颜了 这个别墅 其实他并没有打算长住下去 因为最多也不会超过三个月 他必须要全部恢复 不然呢 事情就要危险了 所以 他眼下需要做的 就是不断地在古玩界拼搏 你们两个呀 就别打情码俏了 分开这么大一会儿 还不舍得吗 年轻人呢 就是这样 小李啊 今天你可得好好表现一下 给你伯父 我好好地长长脸呢 老李那个王八包子 每次都吸得我本事不行 他不是吹吗 到时候 你去把他的收藏室里的东西 全部看一遍 然后 最开始 把假的全部说出来 我最喜欢看他那一张驴脸了 那个精彩啊 想起来我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啊 疯子吧你啊 又发神经病了 那边 冷汉阴的母亲 正雕悍地插着腰 一副你欠抽的模样 冷少华顿时闪闪地笑了笑 嘿嘿一笑 说道 走 走 说着 他便已经拉着李璇走出了别墅 豪华打扮内 冷少华开着车 车里放着老一辈的音乐 依然是以邓丽君之类的人 歌曲较多 怎么样 有压力没有 没有 这个可以有啊 真没有啊 有什么压力 不就是古玩吗 你放心 我这次会给你长脸蛋 狠狠地打击一下那老李 让你好好地看一下他那张驴脸 李璇重复了一下冷少华的话 冷少华脸上的肌肉抽出了两下 表情很是精彩 你 你 哎 冷少华开着车 然后大喝一声 就好像神经病色的 哈哈哈哈 就知道小李你人品好 简直就是我的知音呢 嗯 落花流水春去也 哦 不是 是高山流水 薄牙紫漆呀 冷少华笑呵呵地说道 那种沉浸在家乡牢里的 驴脸的一言表情 那口水 确实和一个成功的商人 完全是脱离了关系 李璇脸上的表情也有些精彩起来 如果这是在闹市区 人流众多的情况 他肯定会稍微地 和这个人拉开一定的距离 不然 这确实是很让人没面子的 嗯 驴脸 看到了看到了 有目有有目有 老李你伤不起啊 冷少华 他自言自语 李璇顿时脸一黑 嗯 还是仔细整理一下 脑海之中 古玩等资料吧 李家 李家坐落于 和淮别墅 和冷家别墅的距离 约没有十五分钟的车程 这是不在堵车的情况下 然后 时速八十麦的前提下 如果是堵车 再加上时速四十麦一下 那这个时间 可能被无限地拉长 怀河别墅到了 一个身材绝硕的老者 背着手 站在别墅前 他呼吸绵长轻缓 一呼一息 有着别样的韵律 这个老人身边 一个身材高挑 容貌十分出色的美女 在这站着 他眉毛微微皱起 似乎有些不耐烦的样子 当然 这个表情上 还带着几分不屑之色 爷爷 你说什么古玩水平很厉害的小子 我觉得 肯定是那个变态冷大叔胡说的 就他那水平 他口里的了得青年人 还能有多了得 李盈盈不屑地说道 他心中甚至认为 这是冷少华 给他找对象来了 连马家的马天涵都没有追到他 其他人还嫩着呢 李盈盈决定 这次就彻底地给这个人一个下马威 让他知道 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古玩专家 正想着 远处一辆黑色的大奔开了过来 在这个别墅前的广场上 停好之后 车门打开 里面走出一个俊逸之极 儒雅淡然的年轻人 看到这个年轻人的第一眼 李盈盈焦躯一站 脸上带着惊喜 震惊 惊讶 以及不可思议的表情 随即 他马上堆起了笑容 朝着这个年轻人走了过去 诶 战无风 没有想到你还是古玩高手啊 怎么这次想来我家玩吗 李盈盈兴地打着招呼说道 可 美女你好啊 虽然像你这样和帅哥打招呼的方法 很多人都试过 但是不得不承认啊 我和张无风确实很相似 但是不好意思 我叫李璇 是一名古玩爱好者 李璇微笑着回答道 李盈盈微微一正 随即又看了一眼 李璇说道 你真不是张无风 这个世界有这么相似的人吗 你别开玩笑了 要不我让云芳过来认人 他肯定不会认错了 侄女啊 这你可就真认错了 张无风现在和苏儒一起 前往缅甸了呢 昨天新闻还有播报 嗯 至于李璇嘛 哈哈哈哈 不猜 咱是和我女儿关系不错 冷少华得意地说道 你女儿 你女儿冷冰冰的 哪有我孙女厉害呀 信不信 我让我孙女抢你的女婿 老李呀 算了 不是我说 你孙女儿 嗯 是很好 冷少华本来想说几句损话的 但是见到李盈盈目光不善 顿时就不说了 该口道 你要是敢这样做 那你一家的宝贝 我不吃不睡都给你砸掉 看着一个中年人和一个老年人 如同孩子般的争吵起来 李璇不由的目瞪口呆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为您播讲 第二百九十集 看着这一个中年人 一个老年人 如同孩子般的争吵了起来 李璇不由的目瞪口呆 毕竟生活不是小说 真正的中年人和老人 李璇一直认为是很沧桑 稳重的 毕竟这不是说象征小品 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本山大叔和冯孔 但是现实就在眼前 不让人不信 也只能说 两人的关系确实非常好 小李 嗯 不错 不错呀 听说古丸很有水平 嗯 有多高的水平啊 自我介绍一下呗 看看 我美女可爱的孙女 也在一边听着呢 别怂了哟 老李大咧咧地说道 这个水平呢 我也没法判断 不过差不多就可以这样说吧 李一你知道多少 我就肯定知道的比你多就是了 李璇微笑着 很是自信地说道 在龙气之中残余的思想意识 李璇吸收之后 可能因为龙气造成的龙卷风 他吸收了一位古丸打师的部分记忆 以及一位当代的当铺老板的记忆 可以说啊 古丸知识是相当彪悍和强大的 最重要的是 当别人的念头感悟比较强烈的时候 情绪波动强烈 他可以感应到自然是无往不利的 当然了 这也应该感谢当初为了想恢复龙卖 从而找到记忆方面超能力强者 施展了部分记忆的黄依依 因为他为了修复龙卖 也弄了很多类似古丸一类的精神能量 要不然 李璇也就不会这么拖大了 哦 小子 你还真是不懂得谦虚呀 和那小冷一个模样 果然不愧是他带来的 好吧 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 原本打算直接让你们两个 和老唐老马几人 一起去我的收藏室 现在我决定 先考考你再说 既然你这么厉害 那么就通过我的测试吧 怎么样 老李顿时差点跳起来 这个小娃儿竟然说比他知道的还多 这简直是摸了他的老虎屁股 触犯了他的逆鳞了 他这个人 最自明得意的 可不就是这一脑袋的古丸知识吗 竟然被人无视了 可恶 小子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 什么才叫古丸 老李啊 你问 你尽管问 你放马过来 哈哈哈哈 冷超华顿时兴奋地说道 他脸上满是看戏的表情 虽然说 他是借李玄的渊博知识 打击一下这位老友 但是 这并不是利用 而只是朋友之间的 一种相互打击而已 毕竟李玄是他挖掘出来的 他自认为是伯乐 你高兴个屁呀 别说还没考核呢 就算是真考核通过了 和你有个毛的关系 又不是你打败了我 鄙视 老李也不含糊 一句话就把冷少华说得牙口无言了 怎么 你和你那女儿没你闹了啊 和你一闹 你就不搞骨丸 板着脸 真是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嗯 形容点说 那就是个大象脸 得了吧 你儿子要是不孝顺 你孙女要是不理你 我看你呀 看任何骨丸都没劲 我爸告诉你 那对唐三彩骏马 真货 已经被还原出来了 就在我的收藏室 想看不 冷少华冷哼一声 傲然道 你那破玩意也配叫真货 只有你脑残残的认为是真货 怎么明显的造杂也看不出来 老李顿时不客气地反驳道 就是因为造假才是真的 真家伙造点假 别人都以为是假的 不就安全了吗 还多亏小李帮我弄出来了 还原之后 那个色彩 那个气势 那个纹漏啊 哎 太棒了 简直啊 简直就是赤裸裸的 少女同体的诱惑呀 邪恶的冷大叔 顾及一下场合呀 李盈盈冷笑了一声 与其冷力地提醒道 冷少华顿时有些汗颜 黑黑一笑 也不说话了 真的 真的 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确定你没有撒谎 老李依然有些不信地说道 那你就认为我撒谎吧 冷少华也怒了 呃 好吧 那就是真的了 那小冷啊 你看我也一大把年纪了 都看不了几次好过完了 就发发慈悲 等会儿看完我的收藏 再看你的吧 大不了啊 等会儿小李回答什么 我都认为他回答的是 史无前例的详细和完整 他渊博的学识 已经超越了我了 怎么样 他的学识和我有批关系啊 你放他水 算我的人情啊 比诗 冷少华原话奉还 年轻人哪 就不知道尊老爱幼 算了 先考核再说 老李顿时也不爽了 帮你放水不让 还没吃狗亏呀 那就让你再目瞪口呆一次 这就对了嘛 冷少华高兴地说道 你闭嘴 我要出提你插嘴干啥呀 你这么多嘴 你干脆你回答算了 你瞪我干什么 威胁我呀 啊 你威胁我我也要说 你以为我怕了你啊 我怕你个锤子 你个小冷 你还敢横眉咧嘴的 你那大肥嘴唇子 再咧嘴就可以和猩猩比了 看什么看 我就说你 爷爷 你再啰嗦 我就不奉陪了 好好好 我我就出题 冷少华此刻 有种掐死这老驴脸的老头 的冲动了 而李玄则是有些无语 这老头真是活宝啊 不过搞收藏的藏友一起斗嘴 倒是也是一番情趣 嗯 先有一瓶 瓶上画有瘦头 蝙蝠 瓶右面 油腻细腻 画功精细 枣型憋致 还有诗句 香气芬芳色更艳 脚音婉转 蝴如流 请问这是何物啊 老李背着手 脸上倒着陶嘴的自信 笑道 这个是 军人堂的 宽兽头 观赏煤瓶 民国出品 李玄认真地回答道 嗯 确实不错 那么你说说 民国的瓷器吧 看样子啊 你对这个很了解呀 老李眼中欣赏之色 一闪即逝 因为之前的问题 实际上很含糊 辛亥革命推翻青王朝 建立中华民国后 为皇室 砖烧制瓷器的 玉瑶厂停办了 全国瓷业进行改良 成立了不少瓷业公司 此时为了维持 中国瓷业 在国内市场上的需要 民国初期 涌现了大量的防骨瓷 上至六朝清词 下至唐 五代 宋的名谣名品 以及明清谣品的玉器 都无不仿制 而且唯妙唯孝 民国时期的 粉彩瓷器 最主要的是 以郭氏武 仿制的雍 钱粉彩 和带有 玉堂款式的 粉彩最精美了 其次是民间收藏的 五款 或书写明清 各代写的 唯款的粉彩词 以及所谓的 红线词等 郭氏武 仿雍正 仿乾隆的 粉彩词 最为的精细 具有 雍 前时期的 粉彩 风彩 李璇想了想 然后整理了 一小脑海之中 对于这方面的 知识的认知 平静地说道 这一刻 李盈盈和老李 都目不转睛地 盯着他 表情很是精彩 而冷少华 则是得意地笑着 看着李璇侃侃而谈 他心中极为自豪 民国时的 摘唐款的粉彩 慈器民间收藏很多 绘画也很精细 可和雍正 粉彩媲美 民国初期重要的 唐名款 唯有所了解的 有四种 首先的是 易寿唐 此款器物 有折织桃花小碗 人物文灯世尊 花卉 蹄虎等 他们造型秀美 色彩淡雅 每件瓷器 宛如一幅公笔画 其次呢 是静远唐 此款为 北洋军阀 徐世昌专用品 有着各种 粉彩 鸟兽花文 黄花碧桃碗 花卉是碑 梅花是蹄虎等 接着 是庆姓楼 为北洋军阀曹昆专用品 目前可见到的资料 严清楼制 款的瓷器都是大瓶 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 高达一百厘米的 粉彩锦地 开光人物文大瓶 第四种呢 则是居人堂了 这居人堂的粉彩瓶 是郭氏武为 袁世凯特制的 真品呢 都带有清代 瓷瑶粉彩的风格 承德避暑山光博物馆 藏了一件 红彩传书 居人堂制 款粉彩云符文赏评 此评造型 文饰色彩 均由光绪玉瑶粉彩 遍赏评一样 其特征为 口撇 长颈 原妇 原足 颈部绘彩云试文 副部绘彩 红彩二龙细珠 加是粉彩云文 李神想了想 认真地将民国的几个 著名的唐 说了出来 这下子 才算是完整地 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老李问的巧妙 但是亲难度 也是非常大的 没有那种水平 结合当下的情况 和曾经的历史 能了解这词的发展 确实非常难 好啊 在此几方面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对于民国初期的词 都有如此的了解 其他的自然不会差了 老李赞赏了一句 却没有了下文 虽然这样说 他依然等待着李玄的减数 而冷少华和李盈盈 则是深思了其类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李玄知道 这老头心中肯定是不服的 因此他才出了这个狠狠的题目 因为瓷器不同于其他的东西 并不是说 你懂瓷 就懂历史和瓷器的发展 这个欠赏是两个问题 但是同样的 懂得瓷器历史等的情况的 绝对是古玩大师 懂得古玩的 却不见得懂得瓷器等特点历史 老李这样问 其实就是拿捏李玄的年龄小 不会懂得很多而已 但是 李玄也有意打击一下这个老李 也只是因为这个老李 确实有些以年龄看人 而且旁边的李盈盈 一直很不屑的眼神 让他心中很不爽 你确实很厉害啊 只是除了瓷器之外 不知道你其他方面如何呀 书法字画方面 有什么心得体会啊 老李看着李玄 他心中非常佩服和满意 但是他觉得年轻人 就得磨砺一番 不然 这样一个方面 就得承认自己输了 那确实是一件 很丢脸的事情 书法字画 这个方面啊 要说十天失夜也说不完呢 不如李爷爷你随便举个例子 然后我再给你分析一下 给你听听 李玄自信地说道 嗯 随便说说 你对于唐代代 散华式女徒 看法和认知 老李捋了一把 胡须笑着说道 虽然动作很不错 不过 他没有胡须 所以 只是摸了一下下巴而已 三花式女徒呢 是目前全世界 唯一的 认定的 唐代式女画传的孤本 除了唯一性之外 其代表作 艺术价值也很高 是典型的 唐代式女的 画标本型作品 能代表唐代现实主义风格的绘画作品 其为 涓本 重彩 总49厘米 横180厘米 用笔朴实 风韵古养 画中描写了几位 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 春夏之交 赏花油园的情景 向人们展示了 这几位侍女 在幽静而空旷的庭院中 以白鹤 蝴蝶取乐的 鞋艺生活 虽然他们斗犬 拈花 细鹤 铺蝶 侍女折扇相从 看上去悠闲自得 但是透过外表神情 可以发现 他们的精神生活 却不无寂寞空虚之感 李玄随口说道 语气平静 态度镇定自信 嗯 你知道这话的内容 牢里有些震惊了 他们高级簪花 晕淡眉目 披胸披沙 风雨后体的风貌 反映出了 中堂侍女形象的特征 几位侍女乍看四尽 实则呀 各有特点 不但服饰 体态 连眉目表情也有不同 尤其第一人 身穿猪色长裙 外皮紫色洞杀罩 上搭猪飘子胚子 头上牡丹一只 侧身有青 左手扶尘 眼斗小狗 对面的立着的少妇 身着浅纱 朱红色长裙上 配有绿色的花团 上搭着有 流动的云纹香色彩 他右手提的是 龙沙领子 胜死不慎烦闷之感 第三位呢 手执团扇的侍女 相比之下 她衣着和发是不为突出 但神情安详和沉忍 与其他相比 成了鲜明的对比 接下去啊 是一位一瓶插荷花 身披白隔沙山的贵族女子 右手三红花一只 正名神观赏 第五位贵妇人 自从远处走来 她头戴海棠花 身披珠红披风 外套紫色沙龙 双手紧拽沙照 头饰以及衣着极尾的华丽 超出众人之上 李玄笑着说道 老李脸上的表情 可被精彩了起来 她可绝对不认为 这是瞎毛碰上了死老鼠 因为这绝对的 对方的水平和渊博的知识 不然怎么会 一切都能随手拈来呢 幽暗古堡 自丽莎灵儿离开之后 这里 天空之城分店 已经降临 而分店的降临 因为丽莎灵儿受伤 其能力 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而这一次的主持的 则是另外一方人马 其中的一个人 和黄一一很相似 则是 这次找到的身体 我很满意 古玉霞感受了一下 自己的身体 心中非常满意 原本天空之城 分店降临 属于黑暗的一方 自然有着一定的阻挠 而属于光明的一方 却不能直接降临 而是需要在守望之中 等待人类的放开 进化 升华 不然人类没有蜕变 却掌握了强胆的能力的话 人类将会陷入 无止境的欲望 和征战之中 正是如此 目前天空之城 黑暗势力小部分降临 也拿捏在一个临界点上 这个人也叫黄依依 看样子和我这个名字 完全脱不开关系了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人 所谓的缘分吧 黄依依轻轻一笑 又是 你认为这是缘分吗 这几天我通过梦境 和一个有天赋血统的 张无风的男子接触过 在梦境之中 了解到了这世界的 另一种欲望 一种激情 所以 我决定先拿下 那个天生的天鹰鹰儿 他既然拥有毁灭之眼 那我们不能大意 谷玉侠沉思着说道 这个谷玉侠 和他身边的黄依依 这两个人的身体 正是当初张无风 在火车上碰见的两人 只是 两人终究还是 没有抵挡住 北京的诱惑 或者说 只是单纯地想来北京 给张无风送一份婚礼的祝福 却被黄依依这个天空之城 另一个天空之城的诱使 取代了身体 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体条件 可以大部分地抵消 光明能量的侵袭 我一直思考 既然龙脉之力 能将重伤者的四级强者 也就说明 故宫龙脉非常强大 想当初那些三眼族人 算了 不说这个 我只说下我的判断 龙脉如此之强 守护之力自然不弱 那么 如此情况下 无法想象 那个张无风真的会死 如果我们没有谁是傻瓜 不错 我一直怀疑导师有留守 别忘了 手作说 他的命运 很可能被谱写到 天空之城这本书中 命运的结局已经出现了 但是 我们天空之城的人 不到三层天眼之阵 却是看不到 所以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再加上无论张无风是生还是死 三个月内 他应该是没有出现的机会 我打算让我选中的人 去承担这个责任 只要我满足了他 他势必会为我所用 当然 在这之前 我自然会利用命运 狠狠地虐他的 这样的方式 我曾经试过 原本也可以成功的 却是被一个俗人 虎翼地给破坏掉了 你在记忆方面不成功 再说 你的下手都是一群废物 古玉霞冷笑着说道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这样高傲之心 去面对张无风 你肯定会吃亏的 没有遇到过 你就不知道他的强大 强大 我就算 他是三层的蓝色天眼强者 记忆能力已经开启 那也不过如此 冷卖守护 只能修复一道 也只有一次救命之能 所以你懂得 古玉霞不屑道 你 太自以为是了 算了 我不干涉了 如果失败了 记得不要像我操控的那位一样 被人培演成正面的帮手 还有 到时候 可以找我谈心 我先为你准备好苦酒 黄依依笑着说道 哼 我会失败 拭目以待吧 古玉霞心中不屑 他自出道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失败过记录 尽管这次 只是以降临 占据别人肉身的方式 行走在 这个纷扰的世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九十一集 碰碰 一阵激烈的打斗声 在夜晚显得很平常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一幕 每天晚上 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人们淡漠的表情里 在别人的谩骂里 一个二十二岁左右的青年男子 满身是血的沾了起来 不理会所有人的表情 一脸的冷漠 像是没发生一样 拖着沉重的步伐 离开了现场 只剩下一群看好戏的冷血动物 现在这个社会 生活在最底层的人 就是被欺负的对象 张无明没有任何的抱怨 因为他知道 这就是自己的命运 他不想反抗 也无力反抗 双亲早死 家庭破碎 没有了亲人的他 从小就在社会上滚滚爬爬 挨打 是他每天必须经历的事情 不但让他自己感到麻木 就连其他的人 也已经成了习惯 他站在车水马龙的天桥上 微微叹息 脸上浮现出一丝苦涩的表情 抽着打前门 这种不到两元一包的垃圾烟 有点小小的满足 身上流血的伤口 他仿佛并不在意 烟就是他的一切 比他的命还重要 那间支离破碎的破房子 就是父母给他的最后一点东西 再过两个月 这里就要拆迁 他无依无靠 何去何从还不知道 过一天算一天 就是他的想法 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只要自己能够活下来 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如果 不是凭借自己的小聪明 现在都不知死了多少次了 张无明一山不整地躺在床上 很快进入了睡眠 身上的血液还在缓缓向外流着 那些伤口 都是原来的伤口上新增加出来的 他没有想过 要去换下这一身衣服 因为他知道 明天回来的时候 还是这个样子 换不换 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二十二岁出头的张无明 还没有尝试过女人的滋味 梦里很美 他又梦见了 和他在梦里一起缠绵的女人 虽然女人的脸看不清楚 不过那娇柔妩媚的身体 还是让他恋恋不舍 那双胸前巨大的抱如 成了他的最爱 在梦里 他喜欢怎么弄就怎么弄 爱怎么玩就这么玩 只有他在自己的梦里 他才真正的做了一回男人 而回到现实 他只不过是那个 每天都被人欺负的虽男 他情愿自己一辈子都在梦里 因为那里有他喜欢的女人 他会安慰自己 会保护自己 但是始终重视无情的 他睁开眼来 看到明媚的阳光 心情顿时变得很糟糕 为了生活 他必须的 还是要踏出这个门槛 等待他的 还是残酷和无情 张无明再次的叹息口气 没有吃饭 也没有刷牙 眼睛一措 走出了门外 因为他的家里 什么都没有 一扇门随时 都要倒塌的样子 在他的大力撞击下 击落了墙上的灰尘 刚好 全部砸在他的头上 他没在意 继续向外面走去 或许命运悲惨的人 就是这样 事事不顺 那是小事 还要被老天戏弄 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良好的天气 却在瞬间转变 不一会儿 雷鸣大作 风雨思起 躲在一个墙角的张无明 陷在浑身湿透 身上没有冲洗的血液 混着雨水 在他身下 混成了一滩血水 站在他旁边的人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有些愤怒的 指着苍天骂道 他妈的 我操你妈的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 有本事你劈个雷下来 轰死我呀 泛白的脸色 和身上裂开的伤口 流着血迹 看上去 异常的恐怖 轰 一阵惊天洞烈的雷声 伴随着一道明晃晃的闪电 诡异地在乌云密布的空中 迅速地穿梭 最后却出现在了张无明的上空 还没等他惊叫出声 巨大的闪电 准确地击中了张无明的身体 他仿佛失去了支撑一样 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浑身被雷电击打得 不着片驴 发黑的皮肤上 没有一处完整的皮肤 整个的脸 也改变了原来的模样 就像是起了水泡的蛤蟆 看上去更加的恶心 整个身体还在不停地抽搐 嘴里吐出一口口 散发着恶心臭味的淤血 像一个活死人一样 失去了知觉 昏迷了过去 哎呀 这个人被雷劈中了 快去看看死了没有 躲避着张无明的人 迅速地围观了张磊 看着已经昏死过去的他 指指点点 哎 真是惨哪 说被雷劈就被雷劈 看来以后教育孩子的时候 千万别学他怎么虽才好啊 看他的样子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死了就死了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走走走走走 一个乞丐 没必要同情他 这么年轻不许好 活该被雷劈死 走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手来帮助他 全部都是冷眼旁观和无情的唾骂 一个电话就能拯救一条生命的事情 却没有人愿意去做 这就是这个残忍的社会 张无明颤抖地睁开双眼已经是晚上凌晨以后的事情了 他又渴又饿 浑身的疼痛让他举付艰难 这些他都不介意 这些他都不介意 还是依然行走在这个漆冷的街道上 但是他没有看到别人眼中看他的眼神里有种深深的恐惧 那是对一个愁到极点的人才会有的神情 他从来不埋怨这个世界对他的不公平 因为他的心已经恨透了这个世界 他的心早就已经死了 只不过像是一具行尸走肉一般 勾眼残喘地生活着 他冷眼旁观地等待着死亡对他的侵袭 他不想反抗 他也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破开的伤痕还在向外流着鲜血 他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死去 眼前昏暗的灯光下 他能看清楚 那里冒着热气腾腾的地方 别人已经开始卖早点 在他苦苦祈求老板下 才给了他一杯豆浆和一个小小的包子 他依旧拖着沉痛的步伐 漫无目的地走着 最后的力气用完了 张无名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这一次他不知道自己又要沉睡多久 他是依然梦到了妩媚柔情的女子 继续和他缠绵 无度地索求和发现着自己的不满 女子放荡地揉捏着胸前的双风 不断地沉吟着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高潮 张无名终于疲惫地 搂着梦中的女人沉沉地睡去 梦里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但是现实永远是残酷的 宁静到连蚊子苍蝇飞过的声音 都能听见的垃圾回收战列 没有一个人影 冲天的臭气更是不敢让人接近 在一堆废纸书籍堆里堆积的垃圾 躺着一个浑身湿淋淋的男人 看不到他的脸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仿佛已经失去了生命色的 身上的味道和肮脏的程度 刚好与这里的场景配合得天衣无风 如果不仔细看 哪里会发现这里有人呢 躺在地上的这个人正是张无名 在他昏倒的时候 刚刚经过垃圾回收站的旁 失去了知觉 过路的人还以为他是个乞丐 出于环境卫生的考虑 只得把他这个半死人丢到了这里 却没想到居然引起了一件 让张无名终生不想回忆的事情 快快快啊 你们几个去那里 那边再去几个 走得快点 赶完就可以收工了 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垃圾站里响起 接着听见有人把车门打开 急促的脚步声过后 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此刻张无名已经清醒了过来 只是整个人已经说不出任何话 心里急切地呐喊着救命 却一点作用也没有 紧接着 一阵铲子铲垃圾的声音迅速地传来 他甚至能够感觉到 这个声音已经离他越来越近 在自己的耳边已经刮过了几次 哎 什么臭天气呀 都他妈秋天了 昨天还下着暴雨 今天却又是高温 这他妈太阳真是不一般的毒啊 该死的老板还可靠工钱 一个人一边劳动着 一边发着牢骚 算了吧 小心被人听见 传到熬把耳朵里去 你说我们不能做这个做什么呀 现在都什么都要高科技 高学历 高技术的人才 我们呢 屁都不会 不做这个做什么 放欢心吧 生活就是这样的 另一个人开始劝说起来 语气里 也是充满了颓废 失落的味道 砰 张无名感觉 突然一个东西 自己身上砸了上来 但是 无奈 身上已经没有半点力气 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靠 他妈的吓死我了 发着牢骚的男人 明显被惊了一下 不知道是掉下来的东西 太大的原因 还是他本身 没有多大的力气 张无名只觉他 被弄的东西晃动一下 就再也没有反应了 两人还在继续的念叨 生活里的不快 根本没有发现 他的存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里头 这个东西怎么办 太大了 也不知道谁他妈的 这么缺德 把这东西 丢到垃圾站里来了 发牢骚的男子 谩骂着说道 诶 你这个臭小子呀 教你说话闻闷点 闻名不会嘛 我已经教了你很多次了 真是拿你没办法 这样吧 找两个人 抬到垃圾车上去 反正等一下 拉回到回收厂里面 统一回收过略 一个声音说道 来来来来啊 打交代挖手 另外一个人走过来 吆喝着说道 不一会儿 走过来几个人 轻轻用力抬 将滚下来的那个东西 没有任何的反应 便是加大了力气 然后再用了一次力 只动了那么一点 张无名也在这个时候 翻了个身 关在那个东西里面了 都没吃饭呢 用点力吧 一 二 三 起 好嘞 走了 张无名感觉自己 整个身体 已经腾空而起 紧接着 一阵撞击 把他原来就 发昏了脑袋 撞得就更迷糊了 隐约中 能够听见几人 有说有笑地 说着家常 车子 很快就发动了 剧烈的抖动 让他再一次 陷入了昏迷中 车子再一次停下 巨大的撞击 让张无名 再一次 从昏迷中 清醒过来 他感到 非常地无奈 心里微微叹息了一阵 上天哪 你要我死 也给我个痛快 这样被人折磨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狂腔 汽车再一次发动 张无名 甚至感觉到 车子在慢慢地倾斜 一个发生轰鸣的声音 仿佛在自己的脚下 让他感到一阵的后怕 但是心里的求救声 始终喊不出来 然后 他感觉自己 整个身体开始向下滑动 速度越来越快 脚上的锋力越来越大 他现在真的是慌了其内 虽然他是一条烂命 但是再怎么见命的人 岂有不珍惜生命的道理呢 不 不要啊 张无名感觉到 一阵撕心裂肺的 疼痛感席卷而来 他内心的声音 终于爆发了出来 惊悚地让人 感觉有些可怕 出什么事了 一颗声音迅速地响起 店员也在同一时间被关闭 张无名的身体 已经变得非常的扭曲 他甚至能够感觉到 他的下半身 已经严重地创伤 但是巨大的疼痛 让他的身体 已经变得浑身麻木 这样的感觉 犹如千万只蚂蚁 在地上乱窜 他不得已地大声尖叫 来发泄这种情绪 脸色已经越发苍白 快看看出了什么情况 好像听见机器里面 有人的声音 快把所有吸血车被全都关闭 把垃圾清理机打开看看 一个声音显得有些焦急 迅速地安排了所有的事情 整个垃圾场立即安静了下来 张无名的残叫声更是清晰可见 他在越来越模糊的意识里 能够感觉到 有很多人在撬动着机械 而他也慢慢地 慢慢地再一次昏迷了 你们快看呐 一个震惊的声音大声地喊出来 立即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张无名的下半身 已经被机器搅碎 上半身也是血肉模糊一片 一个人连忙伸手在他的鼻尖 叹息了一会儿 好一会儿才松一口气说道 唉 还没死啊 活着 先把人弄出来再说吧 一个人说道 再经过了十多分钟左右的时间 张无名的身体 从机械里取了出来 但是下半身已经完全没用了 连骨头都已经粉碎 鲜血还在不断地往外流着 情况非常的紧急 他随时都可能生命危险 现在怎么办呢 他如果死在这里 我们整个垃圾场的人都有责任 而且看他这样子 肯定活不了多张时间呢 一个人担心地说道 我们还是先送他去医院吧 毕竟是我们的错 不 等一等 一个声音却在此时阻止道 难道你们真的 已经这样是最好的办法吗 如果他死在这里 我们一定会有大麻烦的 不如 那个人有些欲言又止地说道 我们把他丢在荒芜人烟的地方 让他生死怎么样 你们想一想 这一次是我们的责任 到时候被人知道了 我们一个都跑不掉 说不定还会被判刑啊 大家都是几十岁的人了 既是不判死刑 我们以后坐牢出来又能做什么 话语一停 众人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垃圾回收场内 一时间鸭雀无声 好 就这么干 所有人同时抬头说道 搬着张无名残留的上半身 扔在了一个袋子里 不知道被这群没有一点人性的家伙 丢到了什么地方 空气里充满了干涩和燥热的气息 夹杂着些许恶心的酸臭味 偶尔能够听到一声声狼嚎 惹风吹过 带起一片沙泥 满天的昏暗掩盖了罪恶的一切 张无名被扔在了一个肮脏的地方 带口并没有捆绑住 剧烈的甩动 让他在生死边缘清醒了过来 费了很大的劲 才冲出了袋子里面爬了出来 下半身的疼疼感 慢慢的爬上心里 他极力的忍受出 不让自己发出一声 让人同情的声音 在布满了沙尘的地方 留下了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 额头上的汗珠 已经遮住了他的双眼 但是却没有多时间擦拭 因为他现在的双手 已经支撑着行动的唯一的东西了 他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的权利 温度太高 炙热的太阳让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火海中一样 地上的沙子滚烫 再加上不大不小的小石块 与他爬行时候产生的巨大的摩擦 让他身前的皮肤全部磨了 鲜血与石沙混合在一起往下面掉 场面看上去更加的恐怖 他的痛苦 在这荒芜人烟的地方爬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下半身已经沾满了灰尘 鲜血开始慢慢的凝固起来 但是他的力气也在一点一点的减小 嘴唇已经裂开 眼神欢散无礼 突然他眼前一亮顺目看去 一棵酸梅树就在他的前方 丰树的果实已经垂到了地上 显得娇艳欲滴 他的精神一下子提了起来 双手每前进一步 都深深地抓在泥土里面 随着身体缓慢地 向前形成一条独特的道路 夹带着轩心和悲惨命运的起怜 他在这一刻还认为 苍天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眷恋他 啊 近在眼前的酸梅树消失了 张无明感觉 自己的身体忽然失去了重心 手上抓不到任何的东西 随着耳边的风 呼呼作响地在他的耳边刮过 他挥舞着双手 在空中胡乱地拍打起来 此时他才看清楚 刚才那只不过是 他自己的幻想而已 深不见底的山谷漆黑一片 散发着无比阴森的气息 影响着他的整个心神 亲近咬着牙齿的张无明 闭上了眼睛 他此时真的算是绝望了 但是他不责备谁 也不怨恨谁 因为他是一个没有想法 没有抗衡心的人 逆天顺手 几乎成了他每天必做的事情 在死亡边上正常 也不是一两次了 他选择听天由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九十二集 一群狼虎视眈眈的 围在他的人边 并没有对他发动攻击 或许是因为他身上太臭的缘故 也或者是因为连着凶残凶恶的恶狼 也有怜悯之心吧 一头仪视首领的狼 率先向前迈出一步 然后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没有丝毫反应的张无明 再向前一步 已经接近了他的脑袋 狼歪着了歪脑袋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在张无明的身边 来来回回绕了好几圈 见他还是没有反应 乖叫一声 忽然在他面前抬高一条腿 尿液滚滚而出 在他的整个脸上冲刷 仿佛是故意一般 大多数的尿液 居然奇迹般地 全部进到了他的嘴里 张无明感受到一股水源入口 拼命地张大嘴巴 开始喝了起来 虽然骚味的确有些 让人难以忍受 但是救命的东西 却真不容他拒绝 已经快一天没进食 再加上 身上受伤严重 让他整个身体 开始迅速地退化 整个人 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模样 他微微地睁开了 迷茫的双眼 入目便是触目惊心的狼群 让他全身惊出一身冷汗 整个人彻彻底底地 陷入了绝望当中 但是 狼群并没有他想象中的 那么可怕 只见那头狼 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地思考了一会儿 向他走过来 咬着他破烂的衣服的领口 把他向前拖去 面对这么多狼 他根本就不敢反抗 任命地闭上双眼的同时 嘴角勾起一个自嘲的笑容 带着比喻生活 比喻现实的味道 狼群的反应再一次让张无明出乎意料 狼首领把他拖进了一个狼窝过后 便带着狼群消失了踪迹 转眼再一次回到了他的眼前 狼口里居然叼着些野果 放在地上 再一次带着狼群离开了 虽然张无明不知道狼群 为什么会这么对待他 但是能够救命 他也没有多想这些事情 黑漆漆的双手 拿着野果 拼命地吃了起来 吃饱过后 居然还剩下几个没吃完 他无暇顾及身上的伤痕 沉沉地睡去 在梦里 他依然梦到了那个 让他魂牵梦绕的女人 依然那么关心他 第二天一大早 张无明睁开了眼泪 看到的是更多的野果 居然已经放到自己的身边 他毫不犹豫地吃了起来 眼神在自己 远处看着那嬉戏的狼群 心情也慢慢地平复了下来 这样的日子 他不知过了还会多久 或许是一辈子 或许是一生 但是他宁愿选择这样的地方 让自己孤老下去 世间的纷争 权力 金钱 地位 已经让人们失去了本性 他们只懂得掠夺和占有 而泯灭了人性 这不是他想要的 因为他至少没有与人争斗的资本 这就是他现在唯一的想法 垃圾回收鸡血 把张无明的南根也全部绞碎 只剩下一个残根 而这些日子以来 他故意回避着这个问题 日子也算慢慢地过了 他已经没有了什么理想 也没有了什么鸿鸿大志 他只想一个人在这里 静静地度过这一生 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了 却没想到 越有殷勤圆缺 人有旦夕浮复 有些事情不想来 却偏要来 不想改变的 却注定要改变 明媚的阳光照射在茫茫大地上 天气很好 空气也不错 张无明微微地伸了伸 有些酸痛的懒腰 没有了下半身 根本没有办法行走 他身上的伤 慢慢地愈合了不少 虽然整个人看上去 依然那么邋遢 不过 无神的眼神 却掩盖不了这一切 哎哟 小伙子 身体好了很多吗 一个和张无明 同样肮脏地遭老头 却像是使用了 什么花招一样 一群恶狼 居然像一只 小绵羊色地 躺在了地上 看着他走过来 却又不敢发动 任何的攻击 有什么事吗 张无明的声音 有些冰冷 也没有思考 这个老头的来历 在他自己看来 他本身就是 一个废物而已 别人也不能 对他怎么样 别人要做什么 更与他没什么关系 这个 那个 刚刚要说什么来着 老头滑稽地 抓着自己 只剩下几根头发的脑袋 有些滑稽地问道 再加上 圆圆的脸蛋上 由于阳光照射 而红彤他的样子 增加了更多 戏剧性的效果 张无明 默然无神的眼神 扫了这老头一眼 看着这个 突如其来的老头 没有一丝的好感 把身体挪了挪地方 埋着脑袋 睡觉去了 根本就不想知道 他到底想做什么 哎呀 年轻人怎么能够这样呢 起来起来起来 老头带着有些 气急败坏的口气说道 然后 拉着他的身体 欲往外拉 被张无明一手打开 张无明冷冷地注射着他 脸色有些 猙獰地说道 你到底想做些什么 如果没事 就趁早滚蛋 老头围绕着张无明 转了几圈 然后 紧挨着他的脑袋 说道 你这个死里没良心的 小伙子 我这么好心好意地 叫我的乖乖们 给你送来野果吃 到头来 你一句感激的话都不说 我倒不怎么介意你 你还偏要和我作对 你说 这是不是你的不对啊 张无明有些震惊地 看着老头问道 什么 他们是你的乖乖 乖乖 他的语气充满了质疑 对呀 他们就是我的乖乖 我的宝贝 难道这样也看不出来 老头搂着一头狼的脖子 轻腻地在狼嘴上 亲了一口说道 张无明的脊背上 都起了一身的冷汗了 谁见过 有人和狼之间 亲密关系到 要叫乖乖的地步 当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还是觉得 这件事情太过匪夷所思 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说道 你有什么办法证明 你说的是真的 口说无凭 又怎么能让人相信 然后 翘着嘴巴 看着老头 这个能考到我吗 宝贝们 给小家伙表演一段 最近流行的 什么什么什么街舞 出丑了 可就不乖了哟 老头温柔地说道 拍着这群狼的脑袋说着 狼群仰天长小三生过后 突然都站立不动了 注视着老头 老头微笑一下 身上不知什么时候 开始了慢节奏的音乐 狼群跟着音乐的节奏 开始慢慢地摆动着身体 音乐声忽然变强 这下张无名算是大开了眼界了 街舞的各种姿势 在他的眼前赏过 让他不得不佩服起来 没想到啊 狼挫出来的动作 居然比街边那群 成天蹦来蹦去的家伙 还要好看 奇迹啊 声音戛然而止 狼群迅速地分开 老头站在中央 笑呵呵地说道 现在总该信了吧 嗯 暂时可信 张无名随意地说道 他命不值钱 还怕对方玩什么花招吗 那你跟我走吧 我让你见识见识 点厉害的东西 走吧 老头并没有注意到 张无名的身体 与常人之间的不同 拉着他的手就往外走 听见他的惨叫 才回过头来看 有些惋惜地说道 哎呀 这样的大豪青年 没了下半身 可惜啊 可惜啊 不过有小姐在 你这也不是什么问题 走 老头不由分说地 抱起他的身体 向着山谷的另一头走去 丝毫没有给他 反驳的机会 臭老头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张无名上身 努力地挣扎着 却发现自己 这么大个人 在老头的手里 根本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反而被他勒得更紧了 老头在张无名的脑袋上 敲了一下说道 没见过你这么不老实的小家伙 乖乖听我小老头的话 保证你有个幸福美满的人生 你可别小看了我 我可是无所不能的 懂吗 狗屎 虽然张无名能够感觉到 这个老头的不简单 但是被他这么抓在手里 开始有些侮辱自己的感觉 所以呢 言语并不怎么和善 哎呀 年轻人就是这样 等一下见识到我的厉害 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老头再也不说话 抓着张无名的身体 向着山谷另一个方向的山洞里走去 黑乎乎的一片 却什么都看不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狼群很老实地在山洞门口 停止住了脚步 警惕地站在四周 注视着山谷里的一切动静 并没有发出丝毫的声响 似乎经过严密的训练 与人有着很大的共同点 如果说他们是称职的保镖 又有多少人会介意呢 山洞里一切黑暗 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阴沉的气息 让张无名屏住了呼吸 细细地打亮起了 这个神秘的地方来 一块块钢板做成的通道 显得紧密协调 纵横交错之间 不失独特的韵味 一种自然天成的感觉 很难相信这是人工打造出来的 通道很长 老头抓着他 大概向前走了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老头站在通道的末端 伸出手掌 在天空中摇晃了三下 门自动打开 里面的场景豁然开朗起来 一组组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严谨有序地 布置在这个硕大的场地里 有的机器还在不断地运作 发出微微的响动声 吸引着张无名的目光 他眼前的这一切惊呆了 谁又会想到 这种地方 却有着这样完美的 现代化的装置呢 他心里的疑惑 不由地又加重了几分 不过 他的疑惑 却是在他的目光 落在其中的唯一一个人 一个女人身上的时候 忽然消失了 那个女人 看到这个女人 张无名忽然间想到了那个梦境 想到了梦境之中 和他缠绵很久的那个女人 心中微微有些震惊 这个女人太美丽 简直和九天仙女一般 让张无名非常的自残行贿 他这样的情况 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这一切呢 他就是个残废 就是个没有下半身 彻底的废物 他还能干什么 他就是被这个世界 所抛弃的人 想到这些 张无名自嘲地笑了笑 脸上带着几分嘲讽的意味 连他自己 都已经不作奢望了 张无名 你好啊 美丽的声音 从这个女子的喉咙发出 让张无名觉得 心中一阵温暖清甜 只是 他如今心已经破碎 对于生活 也没有什么奢望 因此态度 反而出奇地镇定 所以 只是随意地看了看 这个女子一眼 他就不说话了 我叫古玉霞 是一名超能力者 你现在觉得 对生活没有希望 那么如果你的身体 完全康复了呢 女子的声音 让张无名的身体 微微颤抖了一下 你放心地睡下吧 等你醒来 你会暂时忘掉一切的 直到你在某一天 被挫折再次打倒 你会恢复一部分特殊的记忆 包括和我之间的关系 不过 只有你真正地去在乎我 才可以记起这段记忆 而不仅仅是在梦境之中的缠绵 古玉霞微笑着 语气十分温柔地说道 张无名的心意暖 想到古玉霞说的超能力人是 他终于明白 原来一直陪着他 让他可以活下去的 那一份缥缈的希望 却是这个善良美丽的女孩子 一直默默地付出战 虽然说 在梦里 他对对方四隐凌虐 但是 现实的世界 如此真实地出现 这样青春美丽的女人的时候 张无名心中 反而很是自愧和惭愧 顿时 不由此处地脸红了起来 不过 随着这份心思 他心中也暗自决定 在这个他厌恶的世界 还有这样的人对他好 他又有什么理由 去愧对这个好女孩呢 所以 心中已经暗自下定了决心 一定 一定要让他满意 这么想着 他感觉意识 逐渐地昏沉了起来 随后 一种莫名的困卷袭来 他甚至来不及平衡 只剩下半截的糟糕的身体 就这样地沉睡了过去 小姐呀 他已经完全陷入了浑睡状态 嗯 启动天空穹芯片吧 直接修正他的基因 让他身体 完成自我修复 如果他坚持不住的话 就适当强化 另外 他的记忆 已经被封印起来了 暂时不会知道我的存在 所以 要想看他的表现 你就做一个假象迷惑一下 让他认为 你已经死了 古玉霞目光闪烁着 心思似乎在 飞快地计算着一些可能 小姐呀 属下自然会处理好这些 只是 这个人 真值得这样去做吗 我做事 需要你质疑吗 这一次就算了 我可以告诉你 他的资质 不比张无峰差 而且 关键是 他是张无峰的兄弟 所谓父母双亡 这只是假象 他的父亲 叫张正德 那个被张正良 杀死的婴儿 其实早已经被救了下来 不过 当时只是推算到 有些用处 却没有想到 这会儿 可以有如此大用 古玉霞笑得 非常开心 对于这个算计 当时他也是 灵机一动 办了那件事 而且 还是以降临形式 办的这件事 却没有想到 这一次 竟然真可以利用了 他虽然表面上 瞧不起黄依依 但是实际上 还是很佩服 这个女人的 而对于江河的失败 他也分析出了 很多的不足点 所以这次 以张家 直续血脉 来引蛇出洞 这是最好的做法 到时候 就算是 苏如真有所感应 一样的容貌 一样的记忆 一样的实力 一样的感应力 还有那种血脉间的 真实感 就算是 懂得八卦的强者 也计算不出来 这其中的差距 原本就是兄弟 当成长到一定境界之后 谁还可以分得清呢 所以 这才是古玉侠的用心 但是在这之前 这个人 一定要尝遍苦难 受到无数打击才行 但是这些东西 只能循序渐进 小姐考虑骤相 属下惭愧 老头恭敬地说道 山洞的机械床上 一阵剧烈地摇晃 整个山洞 都跟着摇动起来 老头努力地 抓住一个手柄 眼神死死地 注视着精密 而复杂的仪器 连大气也不敢出 这是他的希望 他的心血 他不希望化为无有 而且 成功的关键 就在这最后一步 没到最后一步 他不想放弃 在大舱中的张无明 被强烈地震动机型 却发现 自己整个人 已经被一些 自己叫不出名字的东西 绑住了 他有些慌张起来 随着震动的不断加剧 拼命地挣扎着 却发现 根本就没有用 身体死死地 被一个大钳子一样的东西 包裹在腰间 怎么也挣脱不了 他能发现 自己身体 此时已经在慢慢地改变 整个人 清晰可见的 强壮肌肉 让他看上去 变得很魁梧 虽然不知道 这种变化 从何而来 但是 身体的强壮 暂时给了他很多 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 却被激烈到 已经不加控制的震动 所埋没了 额头上已经冒出冷汗 思考着 怎样挣脱 这种不安的状况 双手一用力 抓在大钳子上 用力向外引拉 居然能够拉动一点 随着铁钳的 一点点的声音发出 他的信心 有史以来 攀上了一个最高点 力气不由地 再加大了几分 然后 整个身体 感觉这种 束缚在自己身上的感觉 已经慢慢地 在减少了 一声大叫之后 浑身的力量 都集中到了手上 铁钳 已经在慢慢地松动 而这个时候 旁边努力抓着一个 手柄一般一切的老者 却是身体颤抖了起来 接着 他手中的仪器 噗的一声 冒起了黑烟 老者身体颤抖了起来 头发 刹那间爆起 接着 身上连连地爆炸 一般响了两下 随即 他抽搐着 倒在了地上 嘴角流出了 漆黑色的血液 浑身冒着青烟 张无名 站起来的时候 恶然看见 眼前的这一切 脸上的表情 有些惊骇和惊恐 特别是 看到救他的老人 忽然就这样地 死了的时候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 超级优化 作者 残剑 由玉生配音组 为您播讲 第二百九十三集 张无名 走在荒无人烟的 深山之中 慢慢地感受 自己身体的变化 走了很久的 一段山路 红色的太阳 已经慢慢地升起 在这有些阴冷的秋日里 充分地 散发着他的热情 山间的野兽 来回奔走 临近的小鸟 在枝头嬉戏 很显然 这里不是什么繁华的大都市 只是乡间的荒山野坡而已 回去的话 房子一定早就被毁了 也不知道自己 到底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哎 张无名一个人 在山中低过了气泪 山间小路 崎岖狭狭窄 乱石四处都是 唯一值得感叹的地方 就是这一带的风景还不错 衣衫环水 走兽崇明 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只是可惜了 这里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张无名已经在山中走了很久 却依然找不到出去的路 而且这个地方给他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始终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一直注视着他 却怎么也找不到 走的路越长 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 让得很快神情戒备起来 不过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状况发生 幽深宁静的森林中 不时传出一声声售吼 大鸟扑斥发出的阵阵声音 他的脚步走得奇快 只是他自己没有发现而已 不要啊 谁来救救我呀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啊 一个急促的声音突然响起 显然情况非常的紧急 张无名顺着声音而去 大约前行了一公里的路程 才看到了一个人影出现在他的眼前 只见那个已经有些白发的老年人 瘫软在地上 双手慌乱地抓着石头 向着山坡下面扔去 身体还在慢慢地向后退 身上已经有了许多血迹 或许是对生命的渴望 他到现在还都没有死 做着最后的拼搏 很快的 凶猛的不明物体 出现在两人的眼前 一条大的出奇的蟒蛇 出现在山坡上 拖着笨重的身体 缓慢地向前移动 变体通红 长长的蛇心不时地向外吐出来 散发着恶心的臭味 张开血大的嘴 摇武扬威地直立地站着 奇怪的是 却没有对老年人发动攻击 老年人身体还在慢慢地向后退 或许是身上有伤的缘故 行动非常的缓慢 蟒蛇的身体 微微向前挪动一点 与他之间的距离就更加接近一点 情势显得非常的急迫 张无明屏住呼吸 躲在一块岩石后面 全身贯注地注视着这一切 或许是经历的死亡事情已经太多 他整个人都已经麻木了 之前的身体彻底残废 现在竟然又完好无损了 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感到震惊呢 他不是小心翼翼地躲避害怕 巨蟒伤害自己 而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蛇 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力而已 老年人手里抓着一块石头 刚好砸在巨蟒低下来的眼睛上 他愤怒地咆哮着 发出一声闷吼 又长又大的蛇尾 绕到前面直立在空中 猛然地拍击在地上 激起了一阵的灰尘 半大的一块石头顿时粉碎 让在场的两人触目心惊 强烈的寒意笼罩着他们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巨蟒似乎感觉到了老年人的害怕 攀起整个身体 直立着脑袋 在他面前晃来晃去 却没有攻击的意思 靠 这蛇这么嚣张 张无名想起自己 以前被人欺负的时候 别人就是这副 居高临下的模样 不由自主地感叹了一句 巨蟒缓慢地移动的身形 却在这个时候迅速加快 很快就接近了张无名 隐藏的那块石头 并没有对老年人进行任何攻击 刷大的头猛烈地撞击在石头上 说时迟 那时快 张无名在说出话后 就感觉到不安 在巨蟒攻击到石头的那一刹呢 一个箭步飞射而出 惊险地夺过这突如其来的一击 此时 人已经站在三丈开外的地方 不可思议地感受着 自己现在的变化 但是巨蟒 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 身体还没有撞过来 蛇尾已经横扫过来 带着阵阵的风声 已经完全地忽略了老年人的存在 我靠 张无名大骂一声 好像早已有了准备一样 再一次躲过了巨蟒的攻击 为了不伤害到老年人 他刻意拉开了一点距离 他感觉 自己现在脚下变得无比的轻巧 可以快速地移动 任他速度再快 始终拖着这么巨大的身体 对张无名根本行不成任何的威胁 他在发现了这个好处以后 心里更是安心了不少 大声说道 老婆 你快走吧 交给我就可以了 但是却没有听到老年人的回应 此时巨蟒已经接近张无名 他的整个身体还没来得及转过来 就已经被巨蟒击飞 巨大的冲击力度让他瞬间飞了出去 撞击在一根粗壮的圆木上 口里溢出了一口鲜血 但是他此时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身体迅速绕到圆木后面 巨蟒的蛇尾撞击在树上 激起了一大片的落叶 挡住了双方的视线 张无名此时脑子里 突然闪过了一句话 打蛇打七寸 然后他嘴角露出一个阴谋般的笑容 趁着落叶还在缓慢的下落之时 迅速地开启身形 然后原地大力踏步 整个人飞了起来 抱住巨蟒的脖子 抽出拳头 开始发动猛烈的攻击 每一次都攻击在七寸的位置 巨蟒不是没有能力 来闪避这刚才发生的一切 但是由于张无名的速度 突然变得奇怪 让他避无可避 陷入了短暂的震惊之后 他开始感觉到蛇身上吃痛 甩着蛇身 开始疯狂地宣泄自己的不满 整个身体开始迅速地卷搓在一起 紧紧地把张无名 勒在了蛇身里 在空地上不断地翻滚起来 张无名并没有收手 他知道生死就在一线之间 绝对不能放手 放手的下场 无疑是一条死路 他手上的力量 还在继续加大 脸色显得有些猙獰 挥动的拳头力量 还在不知不觉地逐渐加大 居然鬼一般地 洞窗了巨蟒 尖尸的蛇身 一点点的血迹 开始往外流淌 轰 一阵巨大的声音传来 巨蟒整个身体 轰然倒下 张无名气喘吁吁地 躺在蛇身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 张无名喘息着 站了起来 顿时愣在了原地 他不相信自己能够一只手 居然打死了这头巨蟒 这是他以前 根本就不敢相信的事情 他看着自己 沾满蛇蟹的拳头 陷入了一阵沉思当中 正午的一阵微风吹过 唤醒了沉思中的张无名 他稍长的头发 配合着现在修长魁梧的身体 显得有些挺拔 他走到老年人的身边 探下身子来 伸手在老年人的鼻子前探了探 感觉他的气息 只是有些薄弱 被吓昏了而已 抱着他的身体 向山坡下面走去 停靠在山脚下的 是一辆他也不认识的跑车 上面还摆放着摄影用的交通工具 张无名把老年人抱住车厢内 坐在驾驶座上 很自然地发动了跑车 虽然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不会开车 却这么地信手拈来 虽然他不是一个热心的人 不过呢 也不能见死不救 这就是他的作风 出了山路 眼前一片开朗 在高速公路上 张无名超速地开着跑车 超越着一辆又一辆的号车 心情无比舒畅 或许他这一辈子 只有这么唯一一次 接触到汽车的机会 所以呢 他格外地珍惜 能够超越看别人的那种震惊的神色 已经让他感到非常的满足了 市区内很快鸣起了警笛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抓住那个疯狂开着跑车 速度快到比职业车手还厉害的家伙 至今没有人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意图 他所经过的地方更是一片的混乱 很快跑车停靠在一家大医院的门口 张无名把老年人抱了起来 拿出他身上找到的钱 办理了医疗手续 然后快速地离开了 看着所有警车围靠在跑车的旁边 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 快速地离开了现场 这个仗势者很快离开 却苦了所有的警察 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这一切 陷入了短暂的停歇 但是当长到所谓的同伙的时候 这件事情却突然被掩盖了下来 一场风波怪异地平静了下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长篇玄幻小说超级优化 喀 张无名站在原来的住所大声骂道 整个地方已经被夷为平地 轰鸣声四起的挖土机 与四处的建筑工人都在忙碌着 没有搭理他 原本住所的问题 在当时就没有给他任何的答复 现在所有人都搬走 张无名当真成了连住所都没有的孤家寡人了 而这一切他不能够埋怨别人 是因为他本身的懦弱 他抬着沉重的脚步 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起来 整个人陷入了沉思 肚子开始不争气地呱呱作响 他有些无力地坐在天桥下面的一块石板上 抓着脑袋搭了在路边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今天你要了好多钱啊 一个声音传来 张无名抬头看去 在他旁边两个浑身肮脏的年轻男子 数着手里的钞票 脸上露着笑容 看着张无名的样子 他们露出一个鄙夷的神情 然后转过头继续说道 现在年成好 一天要了三百段 哎 撒鸟多了没办法呀 我今天也差不多那么多吧 今天晚上去哪玩啊 开个包间叫几个美眉怎么样 另一个人脸上露出淫秽的目光说道 那走走走走走 已经晚上了 要个屁饭哪 换衣服早妞去 另一个人说道 跟着两个人进了厕所 然后迅速地出来 整个人已经改变了 名牌衣服 名牌装饰 名牌手机 什么都是名牌 同时露出不屑的眼神 看了张无名一眼 然后迅速地消失在了人流里面 张无名看着他们消失的背影 心中感叹道 这就是乞丐嘛 这就是要饭的嘛 这个世界还真他妈的可笑 一阵冷风吹来 张无名感到一阵的寒意 一张报纸吹在他的脸上 他抓下来一看 一大张纸上密密麻麻地 写着很多的东西 不认识字的他 却迅速地一扫而过 所有的东西 都汇聚在他的脑子里 他一个一个地分析 最后 却在报纸的最下角 找到了适合他的东西 一份征集吃饭高手 比赛食物的消息 让他大喜不已 在这个城市里 传说无数次的他 很快地找到了 报纸上的地址 人或许就是这样 衣食住行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并不知道 自己现在的记忆力 以及阅读能力 身体反应 已经达到了一个 相当恐怖的程度 一条昏暗的小巷子里 没有一点生气 来往行人 有些恐惧地 快速离开这个地方 更让张无明感到警惕的是 寻找到报纸上 写的门牌号码 那是一扇很高大的铁门 紧紧地封闭着 张无明走过去 慎重地敲击了几下 然后很快出了几个壮汉 警觉地看了看四周 见没有什么人 一爪把张无明提在了手里 抓进了大门内 一阵无比喧哗的声音 从里面传了过来 四个大汉包围着张无明 让他不敢做任何逃跑的动作 只能跟着走在前面的大汉 坎坷不安地向前走着 心里倒也不怎么害怕 毕竟是被人欺负长大的 在他的心里 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 转过几条走廊 走入了一个隐秘的地下室 这样的感觉 尤为强烈 当张无明看到眼前的情况时 目瞪口呆地说了一句 地下黑拳 对 这里就是地下黑拳 小子 去准备准备吧 等下去送死 一个满脸横揉的男人 脸色猙獰地说道 对张无明这样 相对矮小的个子 根本就不感冒 看着擂台中央的两个高大的胆子 更是充满了无比的 鄙夷的思想 张无明有些震惊地问道 这里不是比赛谁吃东西厉害的吗 怎么会 他有些疑惑 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还真的会掉馅饼吗 真是个白痴 赶快向上帝祈祷一下吧 等下别死得那么难看 另外一个男子嘲笑着说道 然后把他提起来 拽到擂台的下面 和身边的人说着什么 张无明抬起头来 注视着人山人海的地下场地 欢呼声和嘲笑声聚集在一起 冲击着他的耳膜 他的大脑暂时陷入了一种半昏迷的状态 太过剧烈的气味 根本就是他这样没见过大世面的人 承受不来的 一阵残烈的叫声唤醒了他 他抬头一看 场上的两个大汉口里溢着鲜血 凶神恶煞地凝视着对方 紧紧拽住拳头 同时咆哮一声向对方冲去 巨大的力量让整个擂台都在颤抖 轰隆的脚步说明此时的决斗 已经到了白热化 情况非常的紧急 两个大汉相互缠抖在一起 谁也不惧怕谁 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 或许只有侥幸胜利 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往往人类面临死的时候 都是极其残忍的 势均力敌的两人 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 两人都抓着对方的胳膊 弯曲双腿 紧紧扎着马步 一时间两人都动弹不得了 僵持在一起 但是观众并不满意这样的情况 开始大骂起来 止血水瓶 什么垃圾都往擂台上砸 一个还装满水的水瓶 突如其来地砸到了张乌鸣 对面那个人的脸上 挡住了视线 这样的机会对于一个高手来说 一定不会错过 只见对面的 对着张乌鸣的那个人 快速地抓住时机 挣脱对方的双手 一个右勾拳 顿时将其打翻在地 对手身体还没有爬起来 已经被抱了起来 一个大力的半衰 整个人瘫软在了地上 痛苦地呻吟起来 现实无比的残酷 谁也没有对失败者的起怜 高声的欢呼 送给了那个握着拳头 胜利的男子 忽略了受伤男子的存在 好了 大家静一静 大家静一静 一个裁判模样的男人 走上擂台 高高举起胜利男子的手 说道 恭喜一百八十号获胜 然后 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裁判做了一个安静的动作 继续说道 今天晚上的擂台上 继续进行 有请第一百八十一号选手 举无霸 和第一百八十二号选手 菜鸟上场 决斗马上开始 请瞎猪的 快瞎猪啊 然后 裁判和第一百八十号 走下了场类 上去 张无明被大汉 在擂台边缘用力一推 他整个人顿时摔在了地上 滚在了擂台上面 身上沾满了垃圾 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狼狈 还真有点菜鸟的感觉 喂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啊 谁是菜鸟 我不是啊 张无明整个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站起来以后 就向台下走去 却被热情的观众们 推了回来 场上开始大声地吆喝着 张无明一个人 傻傻地站在擂台上 连手都不知道怎么放 心里已经黄稳到了极点 在所有目光的注视下 全身冒出了冷汗 有些白痴的 环视着擂台以外的 所有的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